当当当当 所有点开卡图专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本书的主播兼剧组导演叶丁峰 老规矩啊 遇到要开播一本神作的时候 会花上三分钟和大家简单的聊聊 听风出品 避暑精品 听过听风书的朋友们老是念叨这一句话 这次呢自然也是不例外 而且这次的制作呢还要加倍 这本书的作者是网文大神 方响 可能有了解的 方响大神是以卓绝的想象力和干净简练的文笔著称 卡图呢是方大的代表作之一 全网点击量应该十多亿了吧 书呢我很早就看过 也是属于睡前想看一点点 结果看着看着 我的天哪天又亮了那种书 当然了有的这个听众会说了 你自己觉得好看的书 那一定好看吧 这个怎么说呢 点击量不是唯一的平凡标准 但是以我这个也是阅读了十好几亿字的小说阅读量的经验 教大家一个判断书好不好的简单办法 一本完本的网络小说 你看他有没有百度的百科词条 有词条的一定看里面列没列出书的目录 有目录的 你再看有没有书的人物简介 人物简介也有 那你就看有没有列出书里的世界架构啊 哇这些样都有 那这本书肯定错不了了 而卡图呢 他不仅这些都有 竟然还有专文的名词解释啊 所以呢书非常的好 而好书呢 也相对的要有非常好的制作 自己的口碑得继续立住嘛 不能砸了招牌不是 这本书呢 听风会照着有声大局的路子走啊 多人制作 精良后期 而且书里面大咖云集 片花都听过了吧 也有数了 总之呢 会努力的把纸面上的文字塑造成 一个用声音展现的宏伟的世界 不听书感受不到 原来书里的世界可以那么有趣 那么宏大 那么有吸引力 尤其还充满了创意 卡图这本书 新听众 作为听书的入门之选 非常的合适 老听众们 一举解决书荒的烦恼 简单说 好书 好制作 大IP 订阅起来吧 欢迎收听 由喜马朗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先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 音品工作室 第一集 刀片一般的笔尖 轻轻轻轻地在一张青灰色的卡片上滑过 蓝色的纤细线的纤细线线条流畅地从笔尖下延伸 巴掌大的卡片上面 巴掌大的卡片上面淡蓝色的线条不断增多 渐渐一个繁复悬傲的图案随着笔尖的滑动而不断变得更加完美 沉默的眼神专注地盯着这张卡片 呼吸轻缓仿佛生怕惊动了什么 仔细看的话就可以发现 他右手手臂自始至终都完全没有挪动分毫 动得只有他的手腕 他的右腕灵活得就像蛇一般柔弱无骨 笔尖轻轻一转一个优雅的弧线出现在卡片上 突然笔尖重重一顿 一改刚才的清灵紧接着猛的一个封侧钩笔钩如刀锋 卡片上的图案骤然一亮随即迅速暗淡下去恢复如常 沉默随手把他放到桌上一旁堆放的一叠卡片之中 他的动作娴熟自然 看不出有丝毫挚爱之处 完成这张卡片 他的脸上依然专注如故 他现在才完成十五张 离今天的任务还有十张的差额 他现在正在制作的是一星级的能量卡 作为最低级的能量卡 他是目前使用范围最广 也是消耗量最大的卡片之一 正在这一时房间突然一片黑暗 该死能量又用完了 沉默嘟囔几句 左手随手从卡片堆里抽出一张能量卡 随即在右腕上轻轻一按 右手腕佩戴的杜仪射出一束明亮的光束 在光束的帮助下 沉默小心翼翼走到墙角 房间里实在太杂乱 他可不想碰翻什么东西 房间角落的墙壁上 有一处方形仪表 仪表下有一处插槽 沉默把手上的能量卡插入仪表的插槽中 能量卡刚一插入卡槽 房间便恢复光明 仪表上显示出数字一百 没想到之前的能量就这么用完了 看来今天的任务又要多加一张了 回到桌前的沉默迅速投入到工作之中 他的所有生活来源都依靠这种最低级的卡片 从三年前他学会了制作这种能量卡之后 每天二十五张的工作量 他从未有一天中断过 沉默的房间很小 只有不到四十平米 里面摆放着一张半旧工作桌 除了工作桌上还比较干净以外 房间其他地方到处堆放着堆积如山的杂物 这些杂物也是五花八门 成堆的旧书散放的各种原料 在这个简陋的地方 沉默整整住了三年 这里是联邦政府专门提供的救济房 像这样的一个小房间 每个月只需要交纳一百五十欧敌便可以入住 对于像沉默这样的穷人来说 实在没有比这里更便宜的地方了 更何况在他看来 自己这样已经算过得比较不错了 他甚至见过全家四口挤在同样大小的房间里 下午五点 沉默终于完成了今天一天的工作 二十五张能量卡 仔细地数了数卡片的数量 连着数了两遍 确定数目没有错误 沉默才小心地把能量卡装入衣服里的卡包之中 走上街道 夜色渐渐浓重起来 斑斓的灯光在夜色中令人流连 天空上不时飞过的缩车尾部喷出的焰火 拖曳出一道又一道一晃而始的艳丽轨迹 沉默略略收紧外衣 仰脸看了看天 寒气渐重 看来冬天快来了 没有多余的心思去感慨时间流逝 只是冬天取暖又要多一笔消耗了 沉默在心中盘算着 从东卫学府的后门前经过 这一条路沉默已经走过三年 但是每次看到那些结伴进进出出的学员 他的心里还是忍不住会生起一种莫名的情绪 整了整心绪 沉默朝学府旁的一间小店快步走去 小店名叫东卫杂货店 在东卫学府周围 同样名字的类似小店起码有不下二十家 这家小店三年里沉默每天都会光顾 风雨无阻 从未间断过 只不过他到这里并不是买东西 相反他是来卖东西的 他一进门店主便注意到招呼着 啊 木来了 啊 话说 他朝店主回答了一声 店主画书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老人 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无法掩饰的痕迹 细密的皱纹 半白的花发 夹着一副老花镜 这是今天的货 沉默小心地从怀里取出卡包 抽出那一叠能量卡递到店主面前 啊 二十五张 画书接过沉默手上的卡片 看也没看随手放到货架上笑着说 幸亏有阿木你天天送卡来 要不我这里货源都要短缺了 沉默微微一笑却没有接枪 他知道画书这话大抵是玩笑的意味 一星能量卡是最廉价的能量卡 但也是消耗量最大的卡片之一 更何况这里位于东魏学府附近 一天哪里可能只卖二十五张能量卡 画书也知道沉默的脾气 也不废话 直接问阿木是需要现金还是转账啊 准账 沉默干脆地回答 说完便把早已经准备好的一张淡绿色笛卡 递到画书面前 结算完的沉默朝画书道别之后便欲转身离开 画书突然叫住沉默 哎 阿木 等一下 沉默停下脚步 转身略带惊讶地看着画书 啊 还有事吗 画书 画书从抽屉中取出一张鹅黄色的指尖 笑眯眯地看着沉默 哎 差点有件失望了 这是一张质卡师培训班的听课证 是昨天进货时经销商附送的 放在我这里也是废纸一张 阿木 你拿去吧 看着一脸慈想的话书 沉默心中不禁一阵感动 他知道眼前的这位老人 这些年来对自己的帮助有多大 如果不是画书 沉默相信眼下的生活对他来说 也几乎是遥不可及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 方响 领弦演播 音乐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 方响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二集 三年前 陈牧刚学会制作能量卡 到处去兜售 却鲜少有人问津 没有商家愿意收购 一星级能量卡所需的量非常大 商家们更愿意一次大批量进货 而陈牧一天最多才能做三十张 对于商家来说 这只是一个连零头都算不上的小数目 幸运的是 陈牧遇到了画书 画书同意收购他的能量卡 但是每张卡的收购价是103欧迪 比起市场上能量卡的批发价要低两欧迪 尽管如此 陈牧依然对画书感激无比 四年前陈牧还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儿 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位质卡师 一位已经奄奄一息的质卡师 他用自己积累了五个月的存粮 来换取这位质卡师的寿命 延长七天的寿命 在这七天里 陈牧学会了一项技能 那就是一星能量卡的制作 质卡师死后 没有给陈牧留下任何遗物 陈牧把他埋在荒郊 他到现在 还不知道这位质卡师叫什么名字 不过 陈牧的命运 也从此开始发生了变化 陈牧花了一年的时间 尽最大努力做短工 这期间他做了六种不同的短工 这一年他十二岁 也在这一年里 他终于有了一笔小小的积蓄 一千欧迪 这一千欧迪 他全部买了制作能量卡所需的原料 那位质卡师曾经告诉过他 一张一星级能量卡 在市面的批发价是一百零五欧迪 统一零售价是一百一十欧迪 而他的成本仅需要九十八欧迪 一星级能量卡 每一位质卡师都会制作 然而这其中的差价 知道的人却并不多 而且就算知道 也几乎没人会打这方面的主意 一星级能量卡是最简单的卡片之一 他已经完全能实现工业生产 而就算是一位大师级的质卡师 一天也最多不过能做二三十张能量卡 产量实在小得可怜 况且对于质卡师来说 通过差额赚的这点钱 掉在地上他们都懒得去捡 但是对于陈牧来说 这些钱足以使他吃饱饭 陈牧第一次成功制成了八张 几乎亏本了两百欧迪 然而这却让他看到希望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推销能量卡的时候 却受到阻碍 商家们对于他手上 少得可怜的几张能量卡 完全没有一点兴趣 陈牧跑了整整一天 没有吃饭 在晚上八点的时候 他踏进了画术的店 进店的时候 他的双腿都有些发抖 一整天低迷未尽 陈牧几乎都快到了昏迷的边缘 103欧迪的价格 虽然比105的批发价要低 但是陈牧却觉得 自己被巨大的喜悦包围 卖掉了手上所有的能量卡 买了最便宜的食物 其余的钱 全部买了能量卡的原料 从那以后 陈牧的生活终于稳定下来 每天25张能量卡 他没有一天中断 这一过就是三年 这三年里 他只做一种卡 一星级能量卡 在第二年 陈牧已经能把成本 控制在97欧迪 虽然只是一欧迪的差别 但是对陈牧来说 却是极大的鼓励 在制作能量卡之余 陈牧把所有的时间 都花在了研究 如何降低成本上 终于在第三年 能量卡的成本 被他控制在95欧迪 每张能量卡 他能盈利8欧迪 他每天的收入 稳定在200欧迪 这在三年前 是陈牧完全不敢想象的数字 每个月6000欧迪的收入 已经让他可以 过上普通的生活了 但是陈牧 还是一如既往的 住在每个月 只需要150欧迪的 救济房内 回过神来的陈牧 朝华叔笑笑 谢谢华叔 接过那张听课证 小心地 把他放入怀中的卡包内 培训班 特别是 智卡师的培训班 是在当下 最泛滥的几种 培训班之一 他们往往打着 无比华丽的广告 比如这张听课证上 就说什么 东魏学府承认学历 东魏学府资深 高级智卡师 权威亲讲云云 其实里面究竟是什么李子 沉默一清二楚 承办这期培训班的机构 和东魏学府 仅有那么一点关系 便是这个机构 每次都要给东魏学府 交上一笔费用 来作为他们维持这种 名义上联合举办的代价 沉默 还是打算去听听 培训班里究竟讲些什么的 智卡是最艰深的学问之一 这么多年来 沉默一直没有放弃自学 然而收效甚微 直到去年的时候 他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的基础实在太差 十多年的流浪生活 他没有接受过任何文化教育 对于一个没有丝毫基础的少年来说 想要自学以艰深晦涩而著称的智卡学 自然难上加难 然而沉默对自己的智商 却没有丝毫怀疑 能在一个星期之内 只凭记忆力便能学会制作一星级能量卡 当年那位智卡师就曾圣赞沉默的天分 从那以后 沉默便放下这个对他来说暂时过高的目标 而开始转向最基础的理论学习 每天不管工作有多累 他都会抽出时间来学习这些枯燥的知识 道别话书后 沉默沿着一个小巷朝南走 今天是周六 他还有一项工作 穿过两条街 走了大约二十分钟 沉默来到一处二手废旧卡片收购站 嘿 伙计 来了 和他打招呼的 是一个长得黑瘦黑瘦的光头 他叫小黑 他也是这家收购站的主人 每到周六周日晚上 沉默都会到这里打三个小时的短弓 沉默朝小黑微微点头 只是脸上依稀还有几分目染 对沉默这副表情 小黑早已经习以为常 当初沉默来这里要求打短弓的时候 小黑本来是拒绝的 这家收购站 从他父亲开始就一直是一个人打理 到了他手上 也同样一直是他自己打理 故人 小黑可付不起那工钱 不过当沉默说他不要工钱后 小黑终于还是答应了 当然沉默还是有报酬的 一般沉默都会选几张废旧卡片带走 作为他的工钱 有时沉默还会从这些废物堆里 挑出几张没有用完的能量卡 小黑算了一笔账 每个月他在这上面节省的费用就是一大笔 只是对于沉默寡言的沉默 小黑不免生出几分好奇 这家伙怎么知道这些卡里还有剩余能量呢 不过自那以后他每次见到沉默都是眉开眼笑 沉默蹲下了 开始对堆放的废旧卡片进行分类 卡片的种类有许多 有能量卡 有物品卡 有拟物卡 甚至有些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植物卡 动物卡 不过这里的卡片无一例外全都是没用的 沉默所要做的便是把这些卡片分门别类 工作进行得很快 看得出来沉默对这项工作非常熟悉 沉默手腕一翻 朝小黑抛过去一张卡 这张卡还能用一阵子 这张二星级的能量卡里面 起码还有一半的能量 沉默都想不明白 这张卡原来的主人为什么会这么浪费 二星级能量卡的容量是一千 也就是说 里面还有差不多五百的能量 多谢小诚哥 小黑看着手上的二星能量卡 每眼都笑开了 屁颠屁颠跑到侧能仪前 把卡片插了进去 当看到上面亮起的五百二十三的数字时 小黑笑得五官都差不多挤成一团了 沉默没有理会 他一心一意地进行着翻检 虽然这里面也会出现一些废旧的终极卡片 比如三星四星的卡片 出现的概率还是蛮高的 但是对他来说却没有什么价值 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便是一星级能量卡 三年的制作生涯 让他对这种最普通最低级的卡片 有自己的理解 一星能量卡的制作方法并不只有一种 沉默就已经从这里收集了12种不同结构的一星能量卡 这些结构各异的一星能量卡给沉默的启发颇大 正因为他借鉴了这些卡片的一些技巧 才成功把制作一星能量卡的成本降低到95欧底 不过这样的好运可不会每天都有 到现在为止他也只不过收集到12张而已 不过今天的运气似乎不错 看了手上这张一星能量卡 从表面的构纹来看 它是一种沉默从未遇到过的另一种新结构的一星能量卡 他把这张能量卡放在一边 继续埋头进行翻检 一星能量卡的数量实在太多 但沉默不厌其烦地一张张检查 他的速度极快 几乎只要手从这些一星能量卡上轻轻抚过 便可以知道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这一切都来源于他对一星能量卡的熟悉 这种熟悉是三年来不间断地制作而留下来的 沉默不用看 单凭手感便可以判断这张卡片到底是不是一星能量卡 是不是自己所见过的结构 沉默对他们实在太熟悉 熟悉他们的每一个细节 从卡片边缘略过的手指 突然停了下来 这张卡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三集 沉默心下移动 手指灵活地从费卡堆中抽出一张一星能量卡 把它放到自己面前仔细端详 从表面的购文来看 这张一星能量卡并无出奇之处 它使用的是现在最为广泛的巴克斯结构 也是最普通的结构 然而沉默还是觉察出这张卡片的一丝异样 重量 这张卡比一般的一星能量卡要重上少许 制作了几万张一星能量卡 沉默对一星能量卡的重量早就烂熟于胸 无论它采用的是何种结构 只要它是一星能量卡 它的卡重便不会超出某个特定的范围 很显然这张卡的重量并不在这个范围 闭上眼 食指和拇指 轻轻地在这张一星能量卡的卡面上摸索着 沉默仔细地感受着它表面微微凸起的购文 够闻过浅 虚浮无力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沉默皱眉回忆着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想到了 沉默双眼骤然一亮 就像画在某种较浅的材质上后的结果 可是 不对啊 沉默心中不由生起更大的疑惑 从手感上来看 这张一星能量卡的材质极硬 手感厚重 按照一般规律来说 刻画在上面的购文应该质感更强才对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真是奇怪 再仔细检查了一遍手上的能量卡 沉默还是没有发现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奇特的现象 购文没有任何错误 而且从笔触的流畅和优美来看 这绝对是大师级的水准 即使自己做了三年的一星能量卡 但是以自己的功力也没办法画出如此优美的线条 这也更让沉默疑惑了 大师级一星能量卡 这种说法本身就有些奇怪 哪位制卡大师会去制作一星级能量卡 如果手上是一张五星能量卡 反而沉默会觉得更加正常一些 想了想 沉默便把这张有些奇怪的卡 和刚才自己发现的那张新结构的一星能量卡 放在一起 终于完成工作的沉默 长舒一口气 一直全神贯注工作 他现在觉得有些疲惫 这两张卡我带走了 沉默朝小黑扬了扬手上的两张一星能量卡 没问题没问题 小黑笑咪咪的 他今天的收获可不少 沉默今天帮他找到了五张没用完的能量卡 他的嘴都快笑歪了 在小黑心里 沉默这个家伙是颇有些古怪的 看他的穿着 一看就知道是穷人家的孩子 像这类穷人家孩子 对每一点可以节约的地方都绝不会放过 自己手中的这些没有用完的能量卡 在他们眼中可是一大笔钱呢 沉默却奇怪地对这些没有用完的能量卡并不上心 反而对那些一星能量卡大感兴趣 而且还都是用完的能量卡 当然这些只会在小黑心里想想 他还巴不得这样呢 倘若沉默要是正常的话 那现在手上的这些能量卡可就落不到自己手上了 这可都是钱呢 小黑一边在心中自我陶醉着当初他的仙剑之名 一边笑眯眯地送走沉默 沉默回到家中已经是晚上十点 胡乱吃了点东西 沉默便迫不及待 把今天得到的两张能量卡取出来研究 第一张一星能量卡就让沉默眼前一亮 这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结构 凡复构纹由淡蓝色线条组成 布满整张卡面 这张一星能量卡 扑克牌大小 材质带有一丝柔性 卡面光滑 但是如果仔细抚摸的话 能感受到凸起的构纹 普通人看到这样复杂的图案 只怕会觉得头昏眼花 不知从何下手 沉默却看得两眼放光 三年来他每天都要面对类似的画纹 虽然结构和眼前的不同 但是复杂程度却是不相上下 那十二种新结构也给他积攒了不少经验 要推敲一种卡片的购文结构的话 一定要找到他的起笔点 也就是他第一笔的落点 然后循着线条脉络不断深入 才会比较容易理解 一星能量卡虽然复杂 但是在所有的卡片里 却是最简单的一种 不过即使这样 直到三个小时后 沉默才真正地弄懂了 他每一笔的作用 不过要想做出同样一张一星能量卡 他还需要大量的练习 但是沉默放弃了这个意图 大量的练习 就意味着大量的消耗 起码到现在 他虽然略有储蓄 可还并不足以让他如此挥霍 最重要的是 沉默已经计算过 这种新结构的一星能量卡 比起他现在制作的那种 在成本上还要略高一点 花大量的金钱去练习一种 对自己没有任何意义的新结构 并不是沉默的作风 但是这张能量卡 还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个回形压缩结构 也许可以融入自己的 能量卡结构之中 沉默思寸着 手指却不由自主 从另一张一星能量卡上划过 他的目光 落在第二张刚刚获得的能量卡上 这一张能量卡的画法 没有任何出奇之处 它是现在流传最广 使用最多的标准的一星能量卡画法 然而引起沉默注意的 却是这张卡卡面的笔画 线条优美流畅 笔调极为纯熟 每个转折弧线都圆润饱满 大师级手笔 这张卡看上去颇为陈旧 一看就是颇有些年头 想必是那位大师早期的作品 但是最先引起沉默注意的 却并不是这两点 而是它的重量和厚度 这张陈旧的一星能量卡 比普通能量卡要重十分之一 一星能量卡的重量 本身就非常小 就算十分之一也难以察觉 但是陈旧制作的一星能量卡 实在太多 所以在他第一次拿起 这张一星能量卡时 他就感觉出来了 厚度也是如此 这张一星能量卡的厚度 要比普通一星能量卡厚一些 这才是这张卡 引起沉默的注意力的最大原因 一星能量卡是最早出现的卡片 也是使用最多的卡片 它的规范标准早就在创始之初便拟定了 一直到现在所谓的标准结构和标准材料 和它创始之初都并没有什么区别 一张大师制作的一星能量卡 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 难道 沉默很自然地联想到材质方面 难道这位不知名的大师 找到一星能量卡的新材料了 为了生计 沉默一直致力于如何降低 一星能量卡的成本 这张一星能量卡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 犹豫了一下 沉默来到墙角 把能量仪中的能量卡取出来 房间顿时陷入一片黑暗 犹豫了一下 沉默咬咬牙 把手上那张奇怪的一星能量卡 插入家中的能量仪中 咦 不亮 房间还是一片黑暗 没有一丝亮光 沉默一愣 怎么可能不亮 不可能啊 这是沉默脑海中 蹦出的第一个念头 这张卡片上 没有任何使用过的痕迹 而且能量消耗殆尽的能量卡 沉默一眼便能分辨得出 他敢保证 这张能量卡虽然陈旧 却是一张从未使用过的能量卡 而且这张卡片上的结构完美无缺 没有任何错误 比起沉默自己制作的一星能量卡 都要出色许多 这样一张能量卡 断然没有损坏的道理 但是现在 实情却是 他真的无法提供任何一丁点能量 重新把自己的能量卡插入能量仪中 房间又恢复一片光亮 能量仪没坏 这一点外音立即被沉默排除在外 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灯光下 沉默仔细端详这张能量卡 手摸索 手摸索着卡片 一个猜测突然从沉默的脑海中生气 难道 这本身就是一张废卡 一位大师会制作一张废的一星级能量卡 这种可能性 不大吧 沉默沉吟着 仔细地排除一项项因素 结构画法正确 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没有能量损耗的迹象 却无法提供能量 材质 沉默脑中灵光一闪 突然想到那略后的手感 越想越觉得可能和材质有关 沉默把卡的侧面放在灯光下 细看之下 果然被沉默发现了奇特之处 不到一毫米厚的卡侧 却有两条颜色极浅的分界线 原来这张卡居然是由三种材质粘合而成 由于三种材质的颜色非常接近 不放到眼前细看很难发现 失败的实验品 看来这是最大的可能了 许多年前 一位大师想对一星能量卡做出改进 但是最终以失败告终 而这张失败的实验品 却不知怎么流传下来 恰巧被沉默发现 这貌似是最可能的一种推测 沉默心下有些失望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张废卡便毫无价值 手指下意识地轻轻在卡片边缘磨索 忽然手指感觉有意 咦 沉默连忙重新把卡片放到眼前 不知道是不是年代太久 卡片的边缘已经开始剥落 原本已经对这张废卡失去兴趣的沉默突然有几分好奇 如果真的和自己的推测吻合的话 那当年这位大师一定是认为这三种材质联合起来可以改进一星能量卡 沉默对自己的水平可是有着清醒的认识 他的水平恐怕连普通的初学者都不如 他从未接受过任何质卡方面的正规学习 但是他同样有着属于自己的自信 那就是一星能量卡 从一开始他便一直只研究一星能量卡 他对一星能量卡实在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从上次对一星能量卡做出微调之后 到现在始终没有任何突破 今天这张卡片却给了沉默另一个启发 既然结构方面没法突破 那为什么不在材质方面试试 既然动了这个心思 沉默对这张实验卡片的材质 便有了几分兴趣 这张实验卡虽然是废品 但无疑是出自大师手笔 各方面的知识当然不是自己能比拟的 正是因为心中存了这份借鉴之心 沉默才打算仔细研究下 这粘合在一起的三层材质 小心翼翼 揭开那层已经开始剥落的外层薄膜 沉默忍不住心下感慨 无论再坚固的材质 在岁月的侵蝕之下 也难保昔日的光彩 当沉默把表面的这层薄膜完全揭开后 突然间他完全呆住了 死死地盯着这张卡片 如遭雷击 呆若木泥 如黑夜一般的黑色卡面 数以千百计的银线纤细如发丝 像珠网一般布满整张卡面 看似杂乱无章 但是随意一个细小的部分 便可以从其中发现 曼妙的弧形转折 严谨的结构 复杂的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嵌套 银线丝虽然细如发丝 肉眼分辨都有些费力 但是看上去 却仿若有若人体的毛细血管 令人产生一种 营业在缓缓流动的错觉 这 这是什么 卡片吗 沉默无意识地喃喃自语 他的大脑完全陷入一种半停滞状态 足足过了十分钟 他才从这种混沌状态中恢复过来 使劲揉了揉眼睛 确定自己没有看花眼 自己的推测完全偏离了方向 什么失败实验品呢 这明明是一张经过伪装处理的卡片 以沉默有限的见识 自然不认识这到底是什么卡片 事实上 这一张卡片的复杂程度 远远超过了沉默的认知 如此精细的线条 如此高超的制作工艺 都是他从没见过的 甚至连想都没想过 在收购站 那些高级卡片 他也不是没见过 尽管都是一些废弃品 但是如此复杂 如此精细的卡片 却是沉默从未见过的 这到底是张什么卡片 沉默的好奇心 空前高涨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衔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衔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四集 五百多年前 卡片理论的创始者 罗森伯格 第一次提出卡片理论 并且成功地制作了 第一张卡片 从那以后 历经五百多年的发展 各式各样的卡片 层出不穷 而在这之前 原始的卡片雏形 大量地存在于各个宗教之中 他们被认为 是一种非自然的力量 直到现在 一些宗教中 依然有着许多技艺 极为高超的 智卡石和卡修 他们的源头 甚至超过了 罗森伯格时代 在这方面 他们的传承 更为神秘 而不为人知 但正是 罗森伯格的 横空出世 把卡片系统 身上的神秘光环 彻底打碎 他系统的研究 并阐述了 卡片结构 并且发明了许多卡片 像今天的能量卡 他的标准结构 便是罗森伯格最先提出的 卡片身上笼罩的神秘光环 被彻底的打破 卡片学也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而大约三百年前 又一位伟大的智卡石 海纳范森特 更是把卡片的发展 带入了黄金时代 而海纳范森特出生的那一年 恰好是 罗森伯格正式提出 卡片理论之后的两百年 这两位五百年里 最伟大的智卡石 仿佛在用这种方式呼应着 海纳范森特所在的那个时代 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在那一百年间 无数卡片被许多天才智卡石发明 海纳范森特作为和罗森伯格 齐名的大智卡石 由他主导发明的卡片 多达九十七种 在那期间 涌现出许多后世文明的大智卡石 如罗奇 切莫西赫等等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如今的卡片学 早已经和五百年前迥然而异 整个学科变得更细致 分支众多 研究也愈发深入 而天幽联邦的卡片理论 随着摩哈底玉和百渊府正常建交 而传入两玉 两玉杰出之辈迅速吸纳 并根据他们本玉的特色 发展出适合他们两玉的独特卡片理论 于是卡片理论体系 进一步补充扩大 而新卡片更是层出不穷 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 是一个令无数人为之深深向往的时代 随着卡片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 各种稀奇古怪卡片的出现 对卡片的种类也越来越难以划分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划分方法 不过想要知道一张卡片到底有什么作用 有一个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方法 那就是使用它 使用卡片就需要用到杜仪 巧合的是杜仪也是罗森伯格这位卡片理论创始人发明的 而在海纳范森特手上得以完善 如今的杜仪虽然越做越精巧 各种辅助作用也越来越多 比如沉默的杜仪上有探照灯 但是它的核心却依然没有丝毫变化 杜仪从外表来看是一个长方形盒子 有三根扣带可以把它扣在手臂上 杜仪顶端有卡槽 这是用来使用卡片的 一般来说杜仪起码有两个卡槽 越高级的杜仪卡槽的数目便越多 两个卡槽之中 一个是使用能量卡之类的基础卡 另一个卡槽则插入使用者想使用的卡片 说穿了 杜仪便是一个将能量卡和其他卡片连接起来的装置 能量卡提供能量激发另一张卡片 从而达到使用的目的 沉默的杜仪当然不会是什么高级货 两百多欧敌能买到什么高级货 杜仪这种使用极为广泛的物品 沉默却是少有用的 毫不犹豫 把这张神秘卡片插入杜仪上方的插槽之中 挑了一张没有用过的一星能量卡 插到下面的插槽之中 做完这一切的沉默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紧接着按下杜仪表面的激活钮 沉默面前突然出现一个半透明的光幕 上面有一行字 能量卡不符合规格 请使用三星以上能量卡 三星能量卡 居然要三星以上的能量卡 满脸惊诧的沉默已经确定 这张卡是一张不折不扣的高级卡 一般来说卡片越高级 对能量卡的等级要求也越高 能量消耗速度也越快 这点常识沉默还是有的 可是沉默又有些犯难了 三星能量卡他手上没有 如果想要知道这张卡 究竟是张什么样的卡的话 那就必须去买一张三星能量卡 可是三星能量卡的价格 可不是个小数目 一星能量卡的能量容量是100卡 二星能量卡是1000卡 三星能量卡的容量高达1万卡 一星能量卡的统一零售价是110欧敌 也就是说平均一卡能量1.1欧敌 二星能量卡的价格是1250欧敌 平均下来一卡能量需要1.25欧敌 三星能量卡的售价则高达15000欧敌 平均下来一点能量需要1.5欧敌 这也是为什么一星能量卡的使用范围最广了 毕竟这个世界上穷人还是最多的 这三年来 陈牧平时省吃俭用 没日没夜的工作 全部身家才8万欧敌 要一下子拿出15000欧敌 让陈牧非常犹豫 从小经历过流浪的生活 他比一般人对金钱更为看重 因为他知道这是生活的最基础 犹豫了半天 理智最终战胜冲动 陈牧决定把他放一段时间再说 那两张贴在卡上的薄膜 陈牧也没扔掉 而是收藏起来 日子重新又恢复了瓶颈 只是陈牧多了个习惯 每天他都会情不自禁地 把这张卡放到手中把玩 每一次端详这张卡片 他都会沉浸在那复杂完美的构文之中 但是生活要继续 这段时间陈牧也不是一无所成 他成功地把另一张不同结构的 一星能量卡之中的回形压缩结构 设置进了自己的结构之中 这让他制作一星能量卡的成本 再一次下降了两欧迪 也就是说 他现在每天的收入 比以前要多五十欧迪 可以说陈牧现在制作的 一星能量卡的结构和标准结构 已经有不小的区别 但是如果不仔细看 很难看出来 可是又有谁会仔细去研究 刚买来的一星能量卡呢 上次话书给陈牧的那张听课证 被陈牧取了出来 按照日期就是今天 培训班就在东卫学府旁的 一座大楼里开办 原本陈牧以为 不会有多少人来参加 没想到走进这教室 却发现里面一片嘈杂 里面坐的都是少男少女 年轻人在一起自然很快就打成一片 打笑嘻骂三五成堆 玩得不亦乐乎 陈牧随便找了个靠窗的位子 坐了下来 多年的流浪生活 让陈牧对察言观色颇有一套心得 匆匆扫一眼 他便心下了然 这些人的家境只怕都属普通 想想也是 如果家里有钱 又怎么会把自己的儿女 送到这样低级的培训班呢 要送也送到东卫学府去 遥望着窗外紧一墙之隔的东卫学府 从这个位置 东卫学府的操场一览无遗 整齐干净的制服 洋溢着自信的微笑 彬彬有礼的彼此问候 东卫学府学员的风貌 令人眼前一亮 莫名的 陈牧觉得有几分不舒服 心下悄然生起一丝苦涩 收回自己的目光 沉默呆坐半晌 回过神来不禁哑然失晓 自己这是怎么了 三年前 只怕自己做梦也想不到 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如今自己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心下暗自告诫自己 一定要知足 自己已经非常幸运了 想通这一点的沉默 重新又把目光投到东卫学府 目光中仍然带着淡淡的羡慕 但是却异常的平和 正在这一时 授课老师走进教室 教室立即安静下来 讲课的老师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叫贾明 长相一般 但是嘴皮子非常利索 一开始便说了一大堆 说什么 他是东卫学府的贾子灵教授的直系弟子 和东卫学府是合作伙伴关系 大家学成之后 届时找工作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云云 不乏吹嘘鼓动 只把下面那帮学员听得两眼放光 沉默却听得皱起眉头 从小流浪的生活 让他洞悉事情 远不是这些少男少女可以相比 在他看来 这个讲诗像骗子 远远多过像智卡诗 这番吹嘘 花了整整半个上午的时间 半个上午的时间 却让沉默大失所望 这个贾明完全是照本宣科 三年来 沉默一直在自学 翻看的各种基础书籍不下百十本 许多都是滚瓜烂熟 他甚至知道 贾明现在照着念的 是各个学府通用的 零四版王晶编撰的 卡片理论基础概论 这本书 沉默翻过不下十遍 但是由于他的基础太差 很多地方还是有些不明所以 但很快 沉默又集中精神开始听讲 他被老师的讲课吸引了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五集 贾明的水平 其实很烂 他也根本不是什么 贾子灵教授的弟子 不过 他和东卫学府贾子灵教授 还是有一点关系的 他是贾子灵教授的侄子 就是依仗这个关系 他借着贾子灵的名头 办起了这个培训班 贾子灵知道自己的侄子做的事 不过 像这类事 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对贾子灵教授也没什么影响 有时他也会帮衬一下 贾明的水平不高 但是会说话 深知糊弄人的诀窍 光诏书念 当然不行 毕竟 书上的内容就这么多 总要加些内容才行 贾明深知 这些参加培训班的学员 是什么货色 于是很快 他便想到一个好办法 只要是简单的 基础的 他便大讲特讲 非常细致 甚至一个最简单的定理 他都讲上半天 推倒来推倒去的 而那些难度高的 他便一语带过 外行乍一听 似乎这老师讲课内容 还颇为详实丰富 但是内行一听 绝对会嗤之以鼻 完全是糊弄人 但是沉默听人 却十分入神 他的基础太差 有时遇到一些不明白的 他连到哪去查书 查什么书都不知道 苦于无人指导 这三年来 沉默的进境极慢 在智卡实演中 这些基础 都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认为 完全没有必要 如此详细的解说 贾明对基础内容的 大奖特奖 却正对了 沉默的胃口 以前许多疑惑不解的地方 如今却豁然开朗 从此之后 贾明的课 沉默一节不落下的全道 理论和实践相辅相成 而又彼此有促进作用 三年来 沉默一直凭着自己瞎琢磨 来试图改进一星能量卡 不过 这也给他带来了 丰富的经验 相互对照之下 沉默的进境飞快 对一星能量卡 原本还有几分模糊的感觉 如今 他已经对一星能量卡的 结构把握日益清晰 好了 这段时间的课程啊 还有一节课就结束了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因为我们和东魏学府联合举办 所以东魏学府每年举行的进修考 我们也可以参加 大家回去呢 每人制作一张卡片 下次交给我 如果你们有人被选中了 很有可能被选拔进入 东魏学府进修 好 都好好准备 甲明脸上是一本正经 他虽然肚子里墨水比较少 但因为嘴上功夫了得 为人也颇为风趣 和学员们的关系反倒是颇为不错 第二天 第二天 所有人把自己做的卡片交了上去 陈牧交的是一张一星能量卡 东魏学府所谓的进修考 是给那些和东魏学府联合举办的培训班专门开的 本意是给那些参加培训班天分出众的学员一个进行正规学习的机会 不过这些年来 渐渐流于形式 无论是举办方还是校方对这事并不上心 令人尴尬的是到现在为止三十多年的进修考只选拔了两名学员 贾明更是没把这个当回事 对自己的那些学员他清楚得很 只怕没有人可以制作出一张完整的卡片 所以他也没登记这些卡片的名字 而是把这些卡片一下子装进一个纸袋之中 嘿 真是命苦啊 他可是要带三个班呢 上完所有课程的贾明 踏了一趟东魏学府他叔叔的办公室 随手把三个纸袋扔到桌上 便去寻乐子放松去 贾子灵回到办公室时 看到了这三个纸袋 不由皱起眉 贾子灵年过半百 方形脸上已经开始有不少皱纹 虽然明白这些事情其实只是嘴里说说而已 不过既然说了 那形势还是要走的 只是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让堂堂教授来做呢 贾子灵按下手腕上杜仪的激活钮 他的杜仪比起沉默的可要精美小巧的多 只有巴掌大 纯银质地上雕饰着许多繁复花纹 三根扣带是由铲子摩哈迪玉的锯齿鳄鱼皮制作而成 杜仪上有四个卡槽 一看就是价值不菲 贾子灵教授面前谈出一个半透明的光幕 上面出现长长一列的人名 这是他杜仪里的通讯卡被激活了 通讯卡的发明具现在不过三十年 现在已经被广泛使用 通讯卡是距离的长远而有着不同的等级 最高等级的通讯卡可以实现整个天幽联邦通讯无误 不过那价格可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了 现在普通居民使用的一般是一星的同城通讯卡 贾子灵的要高级一些 三星可以实现整个区的通讯 贾子灵戴着蓝宝石戒指的手指 轻轻点上光幕上的一个名字 过了大约五秒 光幕上出现一个英俊青年的影像 光亮而半长的柔顺头发 看上去有些忠性 眉眼间带着几分寒意 老师 您找我有事 左庭一恭敬到 语调冰冷 素知自己这位学生的贾子灵道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大约十分钟后 左庭一来到办公室 你把这些东西理理 贾子灵指着桌上的三个纸袋 是 左庭一应了一声 便开始整理三个纸袋中的卡片 看到左庭一没有丝毫不耐之色 贾子灵满意地点点头 左庭一是他的得意门生 不仅天资聪颖 成绩优秀 而且极为尊敬师长 做起事来一丝不苟 几乎所有教他的任客教师对他都非常喜爱 偏偏为人又乖巧 每到逢年过节都会送来价格不菲的礼物 他几乎是所有老师心目中最完美的学生 左庭一一张一张卡片的整理 这些卡片大多都惨不忍睹 错误百出 左庭一虽然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 心下却有几分无奈 这种破事轮到自己头上 可真让人不爽啊 废卡 废卡 这张也太灵魄了吧 这么简单的卡 错误居然不下十五个 还是废卡 左庭一额头 黑线直冒 啊 终于找到一张像模像样的卡片了 左庭一长舒一口气 一张一星能量卡 如果放在平时 他绝对连瞄都不会瞄一眼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这张区区一星能量卡 竟让他感到有些激动 整理完三个纸袋之后 在左庭一面前只摆着一张卡片 一张一星级能量卡 左庭一刚打算向甲子林汇报 突然想到 自己还是仔细一点 可别闹笑话 那些惨不忍睹的废卡 让一向心态平和的左庭一心有余悸 别到时这张卡片上有什么小错误自己没发现 那丢人可就丢大了 他连忙把这张仅存的一星能量卡 仔细地放到眼前 他不禁一声清虚 脸色微烈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响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麦斯基基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响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麦斯基基音频工作室 第六集 听到左庭一的清虚 惊醒了眼皮已经有些沉重的甲子铃 他勉强睁开眼 整理一番仪容 见发型没乱 才清咳一声 开口问道 呃 庭一 怎么了 左庭一充耳不闻 两眼愣愣地盯着手上的卡片 甲子铃微微皱了皱眉头 提高音量略带不悦荡 庭一 到底怎么了 左庭一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转过身 老师 这张卡有些古怪 古怪 什么古怪 甲子铃有些不解的问 左庭一连忙把手上的这张一星能量卡 送到老师面前 就是这张卡 这张卡 这张卡 他在考虑该怎么措辞 这家伙今天怎么回事 甲子铃微微皱起眉头 左庭一速来决断 说话干脆 从不温吞 甲子铃直接说 给我看看 从左庭一手上接过卡片 一星能量卡 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甲子铃有些不以为然 不过 他还是朝这张一星能量卡上 看了两眼 他猛地坐起身子 刚才脸上的不以为然 立即不翼而飞 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凝重 果然有些古怪 甲子铃喃喃自语 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上的这张一星能量卡 纵然使他东卫学府的高级质卡时 却也难一眼分辨这张一星能量卡到底是不是错了 这张一星能量卡的结构 与标准结构有不少区别 甲子铃经验丰富 看出来这种结构是以标准结构为底 进行了一些改变 可这些改变 到底是改变呢 还是错误 他有些拿捏不定 这些经过改变的结构 他从未见过 左庭医看出甲子铃的困扰 不由出声提醒 老师 我们不如试试 看这张能量卡能不能用 甲子铃眼前一亮 是啊 只要检查这张卡到底是不是能用 就可以知道这是不是错误了 不过 脸上却表现出一副早就想到的模样 轻咳一声 听一啊 你有些长进啊 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老师智慧如海 其实学生能比 甲子铃心下大悦 嘴里却说 哎 你也不必过千 学生之中比得上你的 屈指可数 都是老师教导 学生方有今日 听一能不忘识人 难得难得呀 两人互相标榜完毕 甲子铃故作深沉道 好了 我们去看看 这张一星能量卡到底有什么出奇之处 甲子铃的智卡势力各式装置极为齐全 智卡 智卡虽然是一门艰深的学问 然而学习者极多 智卡诗之中 两级分化极为严重 贫富差距非常悬殊 低级智卡诗往往穷困潦倒 想要维生也不容易 中级智卡诗已经能够有不错的收入 而一旦能成为高级智卡诗 立即会变得炙手可热 成为各方势力招揽的对象 低级智卡诗 只能制作一星和二星的卡片 而现在 一星和二星的卡片 基本都已经能实现工业生产 这也是为什么 低级智卡诗生计艰难的原因 而三星以上卡片 却只能由智卡诗制作 这也是为什么中高级智卡诗 如此火热的原因所在 东魏学府为了招揽那些高级智卡诗来任教 提供了极为丰厚的条件 不仅有着优越的薪酬待遇 连每年的研究费用等等 都同样令人眼红无比 甲子灵就拥有自己的个人智卡诗 里面的各式一切 都是东魏学府出钱提供的 它现在使用的 便是卡片分析仪 这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仪器 操作复杂 只有智卡诗才会专门去购买 并学习如何使用 但是它的功能也十分强大 它能够分析卡片的材质 结构以及制作的时间等等 当然仪器的价格也极为昂贵 果然是一种新结构 看到最终的分析报告 不顾一脸惊恶的左庭一 甲子灵陷入沉思 它的见识比起左庭一来要高得多 它当然知道 一星能量卡的结构画法除了标准结构外 还有不少其他类型 分析报告非常详细 这一张一星能量卡使用材质和标准一星能量卡并无区别 虽然画法有区别 但是在性能上和标准一星能量卡相同 没有任何优化之处 没有什么价值啊 摇摇头 甲子灵有些气馁 花了半天的功夫 却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事情 身为高级制卡使的他 哪里会想到这张一星能量卡的优化之处 并不是他的性能 而是他的成本 在甲子灵看来 费尽心思对一星能量卡的成本进行优化 这也许本身就是一种很奇怪的念头呢 随手把这张卡片扔到一边 甲子灵便不打算在这件事上再浪费时间了 堂堂高级制卡使的时间 可是很宝贵的 左听一也同样没想到 这张一星能量卡会是在成本上优化 他家境富裕 使金钱如粪土 哪里会想到有人会把赚钱的主意 打到一张成本只有一百多欧迪的一星能量卡上 事实上 他从来没用过三星以下的能量卡 不过 作为这三个纸袋里 仅有的一张完整的卡片 在经历了无数张废卡摧残之后的左听一 对这张卡的制作者还是颇有几分好感的 原想帮帮他参加晋级考 哪知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这张卡的制作者是谁 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沉默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 他依然一如既往的每天制作一星能量卡 不过因为前段时间培训班期间的收获 他的学习近径一日千里 最直接的表现便是在他画能量卡的笔触上 如今更为圆润自如 沉默大致估计一下 这可以使他制作的能量卡能效提高百分之三 不过一星能量卡本身能量就少 这提高的百分之三 哪里会看得出什么效果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七集 有时沉默也会想起抽屉里那张 有如星空汉海般复杂的银线黑底卡片 只是一想到三星能量卡高达一万五千欧底的售价 沉默的心历时便冷了下来 每天把玩一会儿这张神秘复杂的卡片 已经成为沉默的习惯 现在那张卡片被他随手放在桌上 对这张银线黑底卡片 沉默充满了好奇心 可是他还是忍住 没有去购买三星能量卡 他这样做 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的决定 除了三星能量卡这个因素之外 他自身的因素才是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根本原因 他基础很差 非常差 差到连普通的低级制卡师都不如 如果现在去把时间花在这张卡片上 对他本身的发展并没有多大帮助 地基不牢 越往上走越危险 也会越走越窄 沉默并不懂大道理 倒是经历了童年的流浪生活 这样朴素的道理他还是明白的 这些天来 沉默一直沉浸在飞速进步的快感之中 多年的积累 他从未停止过思考 虽然也因为一些不知从何解开的关键问题 阻碍了他的进步 而当这些筛子拔掉之后 那种倾泻而下的快感简直无以伦比 沉默认为自己已经可以开始尝试制作一星换卡了 换卡是天忧联邦的传统强项 当初卡片理论的创始人罗森伯格最擅长的卡片便是换卡 换卡的初级阶段是虚影 高级阶段是拟物 初级换卡的作用其实没有什么大用 他们只能放出一些幻象 这些幻象虽然逼真 但是其实只是一种影像 无法对人产生伤害 有经验的人一眼便能看出来 高级换卡的威力却是相当可怕 它能够把能量卡的能量激发出来 通过特殊的排列组合模拟成物体 是高端武器的代表 更是卡修们专用的武器 这样的换卡便被称为换计卡 一般来说普通人所说的换卡都基本指低级换卡 换卡的制作和能量卡有很大的不同 能量卡只要质卡师理解了它的结构 并且绘卡的技巧足够的话便可以制作 但是换卡却不同 它需要质卡师有一定的感知 所谓的感知是质卡师和能量之间的沟通力 能量 物性 便是质卡师所需要掌握的最核心的本领 感知可以通过特殊的方法来提升 这也是每一位质卡师的必修课 在现在的质卡师考核内 感知便是最重要 也是最基本的能力之一 它有着极为严格的等级划分 当然 感知并不是只有质卡师才需要 有些职业 比如卡修 也就是卡片的专业使用者 他们也同样对感知有着相当的要求 其实在卡片体系发展初期 也就是罗森伯格那个时代 并没有卡修这个职业 那时的质卡师作为卡片的制作者 也是对卡片最为熟悉的人 他们对如何使用卡片 如何操纵卡片 同样是得心应手 那个时代最多的是卡师 他们是同时兼修质卡和卡记的 直到三百年前的海纳范森特时代 质卡师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 种类和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这也使得更多的卡片能够流通到质卡师以外的人们手中 随着卡片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 质卡师所需要学习的知识 比起罗森伯格那个时代要多得多 质卡师便开始逐渐专注于研究和学习 也是从那时开始衍生出一个新的职业 卡修 他们是使用卡片的专业人员 由于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进如何最大限度发挥卡片威力之中 他们使用卡片远比那些质卡师要厉害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既学习质卡又会使用卡片的质卡师 往往在两个方面都无法取得好的成就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个职业的区分越来越精卫分明 不过这其中也有另类 比如海纳范森特 他既是一位天才质卡师 但是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顶级的卡修之一 汉叶成为有记载的最后一名卡师 在现代 质卡师和卡修对于感知的锻炼 是有着不同的侧重点的 质卡师大多侧重于对能量的感知 而卡修则是侧重于对能量的控制 训练感知的方法有许多种 但是有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需要媒介 媒介的不同将直接影响感知的特性 感知的特性又将直接影响质卡师制作出来的卡片 而卡片的性质又将直接对使用卡片的卡修产生影响 所以在许多地方一些流派之中 质卡师和卡修往往共存 这些卡修使用本流派的卡片 由于修行的是同种感知 他们往往能发挥出这张卡片的最大威力 比如赫赫有名的苦祭祀 他们制作的各种新卡 不是苦祭祀出身几乎无法使用 就算能用也无法发挥出卡片的最大威力 相较于智卡师 卡修的数量更多 智卡师的尊贵当然不用多说 但是前提是 你起码得混到中高级以上 相较于智卡师 卡修的适应性则要好得多 私人保镖 探险者 雇佣军 另外 像鲸鱼控制水缩卡的卡修 便可以自如地在水底活动 他们是海底探查勘查的最佳人选 而擅长控制探测卡的卡修 不仅是各地治安的必备人员 也是每支探险队里必备的人员 卡的种类五花八门 而作为使用者的卡修 自然也是千奇百怪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八集 制卡师作为卡片的制作者 同时也担任着维修者的角色 普通的卡一般很少会拿去修理 因为修复一张卡 很容易降低这张卡片的性能 而且成本也非常高 但是如果是一张珍惜的卡片 很有可能是有价无市 想买也买不到 损坏的话也只能拿去修复了 陈牧的感知很低 当年那位制卡师 并没有教他如何训练感知 虽然专业教材有叙述 陈牧也早就按部就班的开始训练 可是到现在为止 收效甚微 想想 陈牧也就释然了 市面上流传的 当然也只会是大路货 对于一名制卡师来说 提升感知的独家方法可是最核心的秘密 在如今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 又有谁会如此无私的把它公开出来呢 提升感知的方法很多 比较有名的也不少 天幽联邦的五大华区 每个华区都有赫赫有名的制卡师流派 其实在五大华区 制卡师和卡修并不是分开的 往往一个流派之中 既有制卡师又有卡修 范厄斯区的苦祭祀 便是以心为梅 以苦修来锻炼心梅 从而达到提升感知的目的 五大华区 有着五个著名的学府 北连区的莫营 上甘区中达叔府 左赫区的兴苑 范厄斯区的苦祭祀 天东礼区双越寒州 再加上京都的联邦综合学府 便是整个天幽联邦 最著名的六大学府 天幽联邦 总共有五个华区 二十二浦区 陈牧所在的东商卫城 便是浦居区之一的 东行区内的一个城市 二十二浦区之间 可以随意迁居 但是如果想要在 五大华区定居的话 就不那么容易了 需要达到一定的技能 等级支撑以上才可以 五大华区的各方面条件 比起浦区要好得多 许多人一生的梦想 便是能够在五大华区定居 当然旅游观光这些短期暂居 则不包括在其中 东魏学府在全国的学府排名上 不知道吊在哪里呢 然而在本地却也是声名颇著 可惜就是这所学校 陈牧也没有机会进入那里面去学习 他所修行的是一种最浅薄的方法 而他在这方面的天赋也着实有限 所以虽然练习了两年 但是依然尽静甚微 陈牧倒也不气馁 只是每天都坚持修行 他修行的这种方法 对媒介的要求很平常 日常生活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 陈牧便使用了他最熟悉的东西 一张他亲手制作的一星能量卡 这张他用来修行感知的能量卡 如今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它变得更细密 更晶莹剔透 卡片似乎和陈牧有着一种 非常玄妙的联系 但陈牧又说不清是什么联系 得益于陈牧长期不懈的努力 他的感知虽然还很低 但是却能够勉强制作一星和二星的换卡 一星换卡的结构 陈牧熟记了无数遍 早已烂熟于胸 陈牧便开始尝试制作 他的第一张一星换卡 坏了 这笔过错了 第一张卡报废 又错了 第二张卡也失败 第三张 也失败了 沉默额头的汗 开始一点点进出来 他终于体会到 换卡的制作和一星能量卡的制作 到底有什么不同了 从材料上来说 一张卡片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卡材和卡末 卡材是承载卡末的载体 而卡末则被用来勾画购文 卡末的成分非常复杂 如何调制卡末是每位制卡师必学的基础内容 制作换卡再也不是像一星能量卡那样简单的拿笔勾画便可 而是需要利用感知的控制力把卡末和卡材契合在一起 这样一来便使得制作难度大大增加 沉默现在便已经觉得难以维系 他的感知本来就低 也就刚刚够制作一星和二星的换卡而已 这一番连续制作已经使他的精神极度疲倦 这感觉比做二十张一星能量卡还累啊 不知不觉中 沉默便趴在桌上睡着了 这一次他睡得极沉 他实在是太累了 窗外繁星满天 天气渐凉 这些漫天的星辰更让人感觉几分清冷 星辰散发出清冷的光芒 从打开的窗子处投射进来 照在沉默趴着睡觉的那张桌子的桌面上 那张神秘的卡片安静地躺在桌子的一角 正好沐浴在这点点星光之中 房间里安静极了 只有沉默微微的憨声起伏 书的那张卡片的表面 那些如蛛丝般纤细纠结的银线 一点点开始变亮 而黑色的卡身却愈发显得深邃 纯粹 渐渐有些部位的银线开始暗淡下去 甚至淡到几乎难以察觉 卡面的蛛丝般的银线结构 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 多根银线相交的相交点却并没有受到影响 相反它仍然在一点点变亮 这些变化一直持续了十分钟 这张卡的卡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黑色的卡面上那些复杂无比的银线全部消失不见 只剩下不计其数的银色亮点 就犹如挂在夜空的漫天星辰 沉默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五个小时以后了 它是被晚上从窗子涌进来的寒意惊醒的 揉着轻松的双眼 拾近地摇了摇脑袋 带着几分迷惑 沉默努力地站起来 想驱走身体里浓重的睡衣 沉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带着几分寒意的空气 让沉默很快清醒过来 眼角余光从桌面上掠过 磨得他身体一僵 想突然变成一具泥塑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过了足足五分钟 他才回过神来 他回过神来的第一时间 便是在自己的手臂上掐了一下 虽然自己并不经常做梦 但这应该是做梦吧 沉默如是想 但是手臂上传来的剧痛 告诉自己眼前的一幕 并不是一场梦 那张神秘的卡片 如今已经是面目全非 黑色卡面上的无数银线全都不见了 只剩下些大小不一杂乱无章的银点 如果说以前他还能看得出这是一张高级卡片的话 那现在这幅模样 叫他根本无法判断 这张卡片的变化完全超乎沉默的认知 他有些愣愣的盯着掌中的这张卡片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九集 忽然 沉默心下一动 手指灵巧的 把这张卡片插入自己手腕上的 杜仪的卡槽内 滴滴一声 卡面投射出的影像 依然还是和上次一样 这张卡片 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沉默的好奇心 突然变得无比强烈 他恨不得立即冲上街去 去买一张三星能量卡 沉默嘴里喃喃的念着 提醒自己 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费了好大的劲 他才好不容易按捺下来 一般人的话 只怕早就忍不住去买一张三星能量卡了 可是沉默却硬生生的忍住 在克制力方面 他从来不缺乏 渐渐冷静下来的沉默很快便想清楚了 目前来说首要任务是学会换卡的制作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 虽然这是一个很简单 没什么大不了的愿望 但是对于一直在独自苦苦摸索的沉默来说 这一天已经期待了很久很久 他现在没时间分心其他事 他之所以不想动自己的储蓄 就是为了这个愿望 他不知道自己要摸索多久 要消耗多少材料 所以他才一直苦忍着 没有去买三星能量卡 眼前的这张卡片虽然神秘 但是制作换卡却是沉默几年来的愿望 从小流浪的时候 看到那些商店外面变幻不定的光色形成的换卡广告 常常让沉默看得入迷 那个时候他总是会忘记自己身上 那单薄的衣物所无法抵挡的寒冷 温饱的问题对现在的沉默来说 已经完全能满足了 如果不是这个愿望的话 沉默也不会如此认真地研究卡片理论 光是制作能量卡就已经能让他一直持续现在的生活 说实话 沉默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他不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 幼时的愿望也大多简单而平常 能吃饱穿暖 有地方住 这些他都已经实现了 唯一还没有实现的 并只剩下那残留在他记忆中 冬日夜晚闪烁的五颜六色的换卡广告了 沉默用力呼出自己胸腔里所有的空气 轻轻把手上的那张神秘卡片放入抽屉中 在没有学会制作换卡之前 他是绝不会去尝试破解这张神秘卡片之谜的 看着桌上的那堆废卡 沉默没有说话 重新坐了下来 他早就习惯了失败 一直以来他都是自己一个人独自摸索 失败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 如果失败了就气馁的话 他也就走不到今天这一步了 再努力 沉默暗暗捏紧拳头 一转眼 七天过去了 沉默脸上难眼疲倦之色 两眼尽是血丝 在他面前堆放着无数的卡片 这些卡片表面的购文没有一个是完整的 这些都是废卡 七天来 沉默不间断地尝试制作换卡 让而却没有一次成功 他怎么也无法让感知去控制手上的笔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笔尖流淌的卡末内所包含的强烈的悟性 可就是无法使用感知去控制这些液体 让它们和卡片契合在一起 笔尖保占的液体 就像是充满了野性的马 怎么也不听使唤 沉默的感知本来就低 几番折腾下来 他就不得不休息 等待感知的恢复 七天里 没日没夜的绘制换卡 却没有成功一张 这对沉默信心的打击 远比精神和肉体的疲倦 让他更觉得累 到底是哪出错了呢 沉默痛苦地扯着蓬乱的头发 颓然地坐在椅子上 看着桌子上的一堆废卡 沉默有些发呆 这些天来 消耗的并不仅仅是沉默的精力 还有大量的金钱 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原料的花销 尽管是一星换卡 但是也已经花费了差不多一万欧底 自己单薄的可怜的存款 可经不起几次这样的折腾啊 沉默心下苦笑 站起来 推开窗 明媚的阳光照在沉默脸上 脸上的温暖 让他惬意地眯起眼睛 哎 不管怎么样 休息一下吧 走在洒满阳光的街道 沉默因为制作一星换卡失败而变得万分糟糕的心情 不知不觉中变得轻松起来 晴朗而有阳光的天气 同样是流浪儿的最爱之一 因为这样不必担心寒冷 不必担心在寒冷的风中悄然失去生命 哼着小调 双手反脚在脑后 沉默随意地逛着 不知不觉中 他走到了东魏学府的大门处 自己还没有进东魏学府里看过呢 心情已经变得愉悦起来的沉默 想也没想 便静止朝东魏学府走去 东魏学府并不限制非学府人员的进出 因为景色优美 古迹颇多的缘故 到这里游玩的人非常多 东魏学府每年因这些游玩人员而产生的利润 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所以每届学校议会无不是大力地整顿学府的环境 这也成为东魏学府的特色之一 东魏学府虽然在实力上 无法在联邦学府前一百名上站住脚 但他却在联邦最美学府的评选中 每年都杀入前十墙 这也是整个东商魏城人的骄傲 走进东魏学府 到处是三五成群的游人 游人和学员可以轻易地鉴别出来 学员们总是穿着整齐的校服 不过 无论走到哪里 沉默都是扎眼无比 蓬松凌乱的头发 身上的衣服又皱又脏 踏了着一双拖鞋 再加上几天没洗的脸 活脱脱就是一个乞丐 浑然不顾周围人的眼神 沉默神情自若地在草地上躺了下来 幼时流浪的时候 他就见惯了世间冷暖 这些鄙视厌恶的眼神 他也早就免疫了 席地而卧的动作是如此的自然 周围的人们更加肯定 这就是一位乞丐 纷纷绕道而行 沉默没有理会这些 躺在草地上 眯着眼睛 晒着太阳 阳光照在身上 懒痒痒的 实在太舒服了 沉默一动也不想动 正在这个时候 有人说话的声音 传入了他的耳中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十集 颜儿 怎么愁眉苦脸的 有什么苦恼要告诉姐姐啊 不要憋在心里哦 一个女子的声音 轻柔而悦耳 很好听 沉默心下 免不了评价一番 不过 她可没有 睁开眼睛的打算 这对她 已经够不成任何吸引力 她曾见过一个 长得极为美丽的女子 狠狠地用高跟鞋 在一位和她一起的流浪同伴身上 又踩又碾 嘴里还不断地谩骂着 她从来没想到 如此好听的声音 竟然能骂出 几乎是她当时认为 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 而这件事的起因 只不过是沉默的这位同伴 在起时时 不小心弄脏了 那个女人的高跟鞋 当时她的那位同伴 只有六岁 而沉默八岁 她什么也没想 毫不犹豫地扑上去 想撞开那位美丽的女子 可惜沉默的年龄太小 这件事的最终结果是 两人身上都留下了 无数一小块一小块的淤青 她的那位流浪伙伴 也是在那年的冬天 离开了沉默 再也醒不过来了 那个冬天太冷了 从那以后 当沉默听到这些 遥耳的女生 她总是不由自主地 想到那个场景 沉默微微皱起眉头 不过 旋即又松开了眉头 她告诉自己 不值得为这个声音 破坏自己的好心情 不过 两人交谈的声音 却不断地往沉默的耳朵里钻 姐姐 不知怎么回事 我就是做不成蓝皮兔的换卡 我试了好多次 就是不行 我的感知是班上第一呢 可整个班上 就我一个人还没做出换卡 脆声声的声音 丧气无比 是个小女孩 沉默不用睁开眼 也能大致猜出小女孩的年龄 肯定不会超过十二岁 妍然和姐姐说说 妍然做卡片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呢 唉 我也说不上来 就是感觉手上的笔不受使唤 明明记得它的结构 可是做的时候 就完不成 躺在地上的沉默 默地睁开眼睛 虽然背对着姐妹俩 她的耳朵却竖得老高 声恐错过任何一个字 小女孩的问题 和她几乎完全一样 燕儿不要急哦 一心换卡 很简单的 燕儿这么聪明 肯定能成功 姐姐先是鼓励一番妹妹 然后便开始指点其中的关键 燕儿 你以前没有制作过卡片 虽然感知很高 但是经验不足 也是很正常的 很多老师在这一点 也讲得不是很清楚 我们不是用感知 来控制材料之间的契合 而是诱导它们之间的契合 它就像个引子 只是引导 而真正发生契合变化的 还是要依靠材料本身的物性 燕儿明白了吗 沉默脑海中 就像响起一个晴天霹雳 一下子被点亮了 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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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么回事 所有的问题 似乎在这一刻 豁然解开 当沉默起来的时候 那两个姐妹已经不见踪影了 沉默不知道 俩姐妹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了 实际上 沉默刚刚在这儿 无意识地思考了一个多小时 他迫不及待地拔腿便跑 如果自己有一张飞行卡就好了 那自己就可以飞回去了 一路狂奔 他几乎是撞门而入 一进入房间 他就坐到桌子面前 买手开始制作一星换卡 他的心中现在充满了信心 他有一种预感 自己这一次一定能够成功 深深地吸一口气 平息心中的翻腾 沉默让自己缓缓平静下来 等胸中平息之后 沉默取过一张空白卡片 放到面前 右手轻轻捏起笔 没有犹豫 笔尖便落在卡面上 清晰自如 细如发丝的感知 包裹着笔尖 像在光滑至极的冰面上滑行 没有一丝振碍 整个购文沉默一气呵成 再也没有任何一丁点尖色之感 那感觉美妙极了 得意地把完成的卡片 放到自己的面前端详 沉默的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这世界上的事情 果然是奇妙无比啊 只是一层窗户纸 捅破了 就到了另一个境界了 把完成的这张换卡 插入杜仪的卡槽内 按下激活钮 一个拳头大的光球 凭空漂浮在沉默的面前 暖暖地散发着柔和的白色光芒 沉默激动地伸出手指 轻轻触碰光球 手指向深入空气中 没入了这个光球内部 这个光球只是个虚体 或者说是个影像 并不是真实的实体 这就是低级幻卡的特点 而高级幻卡 却能使用能量模拟出实体 这便是低级幻卡 和高级幻卡最本质的区别 一星幻卡的成功 让沉默那根已经绷得很紧的弦 彻底松了下来 这些天来没日没夜的工作 已经让他的身体到了濒临危险的地步 轻松下来的沉默立即被无尽的睡意淹没 他这一睡便是整整两天两夜 到最后是活活被饿醒的 醒来的沉默 忽乱找了些吃的填饱肚子 习惯性地坐在桌子前 沉默却有些发愣了 一直横跟在心中的最大问题 一星幻卡的制作 他已经成功拿下 现在在一星幻卡方面 再继续发展 便只是一个精细的问题 这是个慢活 需要日夜积累 才能有所成就 制作幻卡是沉默的愿望 现在愿望实现了 沉默却觉得有些茫然了 二星幻卡 二星幻卡的制作原理和一星幻卡没有任何区别 对他来说并不是问题 一时间 沉默有些失去了目标 曾几何时 一星幻卡在他眼中是多么遥不可及 他也一直在为这个愿望而努力 他从来没想过 学会制作一星幻卡后 自己又该去学习什么 算了 日子还要一天天过 自己还是继续制作一星能量卡吧 这段时间可是花了很多的钱呢 自己的储蓄也是严重缩水 现在要把它补回来 拿过一张卡片 沉默刚想开始制作一星能量卡 突然他就想到了那张神秘的卡片 笔停在半空中 那张神秘的卡片 像有着奇异的魔力 在他的脑海中怎么也挥之不去 放下笔 沉默从抽屉中取出那张卡片 卡面上 如蛛丝般复杂的银色构纹早已经消失 如今纯黑的卡片上 有着无数个 有着无数个或大或小或暗或亮的银点 沉默每次看到现在这张卡片时 总是会生出几分浩瀚的错觉 沉默不禁自嘲地笑了笑 浩瀚 这种感觉 真是奇怪呀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十一集 一万五千欧底呀 看着这张奇奇怪怪的卡片 沉默有些拿不定主意 已经没有制作一星换卡 这个长久以来愿望的约束 强烈的好奇心吸引着沉默 心中的天平 迅速开始向这张卡片倾斜 出了 沉默狠下决心 大不了 自己再花几个月的时间 撞回来 下定决心的沉默 便不再犹豫 出门去买三星能量卡 再一次走上街头 沉默的心情和上次出门晒太阳 已经是完全迥异 天空到处是缩车 它们尾部喷出的气流 隐隐可闻 缩车价格不菲 自然不是沉默这种人 能够买得起的 缩车的最核心部件 是一张能够产生高速气流的卡片 它产生的高速气流 经过缩车内部的特殊结构 从而产生巨大的推力 而那些实力高超的卡修们 根本不需要缩车 它们可以灵活地操控 这种气流卡片 从而达到飞行的目的 而且速度更快 也更灵活 买不起缩车 没办法操控气流卡 沉默只好老老实实地 迈着自己的双腿前行 三星能量卡 需要到比较高级的店面 才能买到 毕竟这不是便宜货 沉默还是第一次 进入如此高级的卡店 赠亮光滑的地板 光可见人 店里环绕着淡淡的 亲人心皮的香味 玻璃柜台里 各种各样高级卡片 摆放在红色绒布上 每张卡片下方 都有这张卡片的详细说明 美丽大方的兽卡小姐 穿着整齐的制服 巧笑倩兮 温婉可人 您好 请问您需要什么 兽卡小姐并没有因为沉默的邋遢而有丝毫轻视 她们都有着极为优秀的职业素养 她们见惯了大世面 许多外表不起眼的人 往往会在这里一致千金 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会那么在意穿着 而最新研究不注意外表的学术人更是屡见不鲜 三星能量卡 沉默没有废话 果然是个有钱人 兽卡小姐心下暗喜 一张三星能量卡需要一万五千欧底 今天的业绩刚好可以达标 沉默做事从来不拖泥带水 一旦决定买了就不会做任何他想 付钱也非常爽快 这也让那位兽卡小姐愈发认定 眼前的男子是个有钱的主 先生还需要什么吗 我们这里可是什么都有 是本城卡片种类最齐全的卡店 如果您需要的卡片我们这里没有 我们可以帮您进行预定 交给与我们有业务联系的高级制卡师 专门为您制作 兽卡小姐热情如火 不遗余力地宣传 琳琅满目的各种高级卡 几乎把沉默的盐黄花了 暗自吞了吞口水 她摇了摇头 不用了 这里没有我需要的卡片 走出这家卡店 外面寒冷的空气 让沉默的脑子立即清醒过来 呆立半晌 她才突然失笑一声 看来自己果然抵抗力差呀 这些卡片就把自己谎花了眼 把这些不切实际的念头抛之脑后 想起那张还在家里的神秘卡片 沉默的心输得热了起来 强烈的好奇心 促使她撒开腿便跑了起来 一路狂奔 沉默气喘吁吁地打开家门 进入房中 关于这张神秘卡片的疑问 一直营绕在沉默心头 这张卡片 经过了极为逼真的伪装处理 一张什么样的卡片 需要伪装处理呢 她伪装的目的又是什么 而就算是那两层伪装模 也是大师级的手笔 那她究竟出于哪位大师的手笔呢 这一些无一例外 都能挑起每个人的好奇心 然而最奇特的 却还并不是这一些 这张神秘卡片 最奇特的地方是 一夜之间 她表面的构纹居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沉默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哪张卡片的构纹会发生变化 卡片的构纹一旦形成 那便是牢固异常 材料之间的契合是不可逆的 这种契合力十分强大 就算是时间这种不容抗拒的力量 也只能让它一点点的松弛剥落 但却无法让它以另一种形式来排列 如果这张卡真的是某个人的作品 那它该有着何等惊世骇俗的记忆啊 这一切的谜团 像无数个小虫弄得沉默心痒难耐 现在终于到了 揭开这个谜团的时候了 沉默有些激动 拿起桌上的那张神秘卡片 手掌轻轻摸索卡面 手指灵巧一番 卡片便插入杜仪的卡槽 紧接着 沉默迅速把三星能量卡 插入杜仪的另一个卡槽之中 没有犹豫 他按下了激活钮 周围 输得按了下去 沉默想突然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空间 好厉害的换卡 沉默心中的惊骇已经不能用语言来表达 他从来没想过换卡能达到如此境界 这才是真正的如真似幻呢 这绝对是一张非常高级的换卡 从没想到自己能遇到如此高级的换卡 虽然明知眼前见到的都是假的 但沉默脸色还是变了 这张卡片完全隔绝开他和周围环境的联系 在沉默身体四周 只有一片茫茫的黑暗 他仿佛孤独地漂浮在无尽黑暗的虚空之中 一步 请完成 像死 默的沉默耳旁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 这句话仿佛贴着他的耳朵说的 声音不大 却十分清晰 沉默情不自禁扭头向后望去 入眼的 除了依然是茫茫的黑色虚空 什么也没有 苍老的声音话音刚落 在沉默眼前突然出现十八个动作各异的真人人偶 这些人偶面目模糊不清 但是体型却极为完美 他们不停重复地做着自己的动作 一遍又一遍 十八个人偶 每个人偶的动作都不相同 有些动作怪异无比 暗纳下心中的惊骇 沉默开始仔细观察这些人的动作 当他把目光放到其中的一个人偶的身上 这个人偶身边突然出现一大堆文字 沉默连忙仔细阅读这些文字 原来这些文字是这个动作的详细说明和一些要注意的事项 阅读完之后 沉默便开始尝试跟着这些人偶做动作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十二集 从小流浪的生活 沉默小时有些营养不良 后来生活好转之后 身体便开始变得壮实起来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 他的体型并不能算健硕 但是其实身体素质极好 平时很少生病 不过 面对眼前幻境中的这十八个动作 当沉默尝试做出其中一个的时候 便发现 这个动作做起来异常吃力 他对下肢的力量要求很高 这并不是沉默的长处 来回几次 沉默的双腿便酸软如泥 沉默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做出了这个动作 但是双腿传来的酸软感 却是清晰无比 十八个动作 沉默全部尝试了一遍 他能做到的只有三个 而且沉默发现 只要他按标准做出了其中的一个动作 这个人偶立即会变暗下来 如果他做的动作和人偶示范的 并不完全一样 那人偶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除了这点变化之外 无论沉默如何折腾 周围都没有任何变化发生 折腾得够呛的沉默 体力消耗殆尽 他现在最大问题 不是如何做完这十八个动作 而是如何从这个幻境之中 退出来 在他周围 是空无一物的虚空 除了这十八个人偶外 没有其他任何标志 难道是这十八个人偶 沉默很快便否决了这个设想 十八个人偶全都是幻象 或者是要完成这十八个动作 沉默苦笑连连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可就惨了 这十八个动作 他需要经过相当多的练习 才有可能成功地完成 而不是眼下 打破幻境 这就想也不用想了 如此高明的幻境 凭借他自己的力量 根本不可能打破 那退出这个幻境的关键点 会是在哪里呢 想起关于高级幻卡的各种各样的传说 沉默额头一点点浸出冷汗 如果无法找到这个关键点 那自己的下场就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便是为这张幻卡提供能量的能量卡 消耗殆尽 幻境自动解除 另一种便是自己在能量消耗完前 渴死饿死 一滴汗烛沿着鼻梁向下滑 最终从鼻尖滴落在下方无尽的黑暗虚空之中 从未遇过这类危险的沉默 并没有慌了手脚 他并不是第一次生命遇到危险 幼时流浪除了饥饿与寒冷 同样伴随着许多危险 流浪恶狗对流浪儿来说 同样是很有可能致命的 还有那些穷凶极恶的人贩子 在他们眼中流浪儿同样是一块肥肉 但是没有一次危险 让沉默感到如此束手无策 在他眼中 这张幻卡就是代表着幻卡的最高记忆 高不可攀 对一位刚刚学会一星幻卡的半吊子制卡师 这简直是只能仰视而不能逾越的存在 这种危险的感觉不仅仅是外在的 而是从心里最深处泛起的 沉默迫使自己冷静下来 他相信这张卡的制作目的 一定不会是想要把使用者困死在幻境之中 因为那样的话 这里面应该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杀伤性攻击 而不会是像现在这样平和 那只可能是自己没有找到退出幻境的关键点 自己没有经过正统的制卡师方面的学习 想利用以学的知识点来解决这个问题 显然不现实 私存了半天 沉默决定用一个笨办法 那就是排除法 一向想排除 反正幻境里的事物并不多 可是刚才幻境里面的东西 自己几乎全都碰了呀 明明都没有反应 那可能会在哪呢 虚空 人偶 自己 沉默脑海中灵光一闪 对呀 自己一直忽视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自己 整个幻境中 除了虚空和十八个人偶外 还有自己呀 沉默低头 把目光落到自己的手腕上 猛得一正 手腕上 自己的肚疑赫然可见 几乎下意识地 沉默按下了手腕上肚疑的激活牛 眼前景色一变 沉默又回到自己熟悉的房间 两腿一软 彻底松了一口气的沉默 一屁股坐到地上 太累了 他现在连一根手指都懒得动他 为了尝试那十八个动作 他的体力就已经消耗得七七八八 后来更是精神高度紧张 身体和心力都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劳累的沉默就这样躺在地板上睡着了 沉默又一次被恶醒了 恶醒的感觉真是糟糕透了 沉默很是讨厌饥饿的感觉 这大概是他以前流浪留下的阴影 他不挑食 只要能吃饱 打开鲜石柜 一股冷气迎面扑来 鲜石柜的内部核心 是一张能够制冷的冷气卡 这样可以保持食品的新鲜 它的价格低廉 但每个月的能量消耗却不少 像鲜石柜里的冷气卡 热力包的加热卡等等 这些卡片并不高级 等级只不过是一星二星 然而 它们却成为人们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它们都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 这也使得它们的造价更低 低级卡片的应用 辐射到普通人生活的每个领域 卡片界有两位大师是毫无争议的 这就是罗森伯格和海纳范森特 罗森伯格大师首先提出了卡片理论 并且制作出人类史上 第一张能量卡和幻卡 而海纳范森特 不仅把罗森伯格的幻卡 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且创造了许多种 迥异于罗森伯格风格的其他卡片 这两位大师都攀上了卡片世界中的最巅峰 但在这个世上却有一位同样杰出的人物 他以另一种方式散发着无比耀眼的光芒 被称为最接近两位宗师的大师 这就是罗森 罗森的高级质卡师的身份 与历史上那些杰出的质卡师相比 显得非常暗淡 但就是这样一位质卡师 却掀起了一场卡片世界里 前所未有的革命 他把毕生的经历都奉献在 如何把卡片和普通人的生活联系起来 许多原本高不可攀的卡片 也就是因为他而走入了普通人的生活 鲜石柜 热力包 缩车 他总有着无比充满智慧的创意 把那些不起眼的一星二星卡片 发挥出了巨大的价值 人们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也让许多生计艰难的低级质卡师 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这也给罗奇带来了庞大无比的财富 他在经营上也同样充满了智慧 他的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 短短的几十年间 便已经成为当时整个天忧联邦最大的富豪 直到现在 罗奇家族依然是整个天忧联邦 屈指可数的豪门 罗奇也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 在传统之卡师的眼中 他是不务正业的典型代表 当时的海纳范森特 便讥讽地称他为浑身充满铜臭的家伙 但在许多人眼中 他却是不折不扣的天才 一个另类的天才 在沉默眼中便是如此 打破常规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嚼着硬面包坐到桌前 沉默的目光重新落在那张神秘的卡片上 这张谜一样的卡片到现在依然是个谜 沉默想要的答案一个都没找到 原本以为有了三星能量卡 那这张神秘卡片到底是一张什么卡 就能水落石出 然而没想到到头来还是不明 所以卡片里逼真的幻境 把他与周围环境的所有联系都切断了 那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让沉默差点找不到出路 这给他带来了强烈无比的震撼 原来幻象能做到这个地步 再想想自己做的幻卡 沉默更是生出几分挫败感 不过这份挫败感也只维持了几秒 沉默相信神秘卡片这样的幻卡 在今天能做出来的人也绝对寥寥 随即而来是大大的鼓舞 幻卡天幽联邦最传统的卡片 果然厉害 下意识地嚼着硬面包 沉默脑海里 全是那十八个形态各异的动作 这绝不是什么攻击手段 沉默不是卡修 但是流浪时打架却是家常便饭 他也是此中老手 所以他一眼便能看出 这十八个动作没有任何攻击性 怎么看 这些动作 都有点像剑体操之类的玩意儿啊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弦演播 叶丁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弦演播 叶丁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十三集 为了一套剑体操 而制作一张如此高级的卡片 这个推测 让沉默想抽自己的嘴巴 这简直太荒诞了 想起那些 自己完成动作而变暗的人偶 沉默又想起了自己当时的推测 难道 这只是第一步 对 第一步 他想起来了 当时那个苍老的声音 曾经说过 第一步 请完成以下十八个动作 看来 后面还有新的玄机 自己果然是被这张卡片吓到了 这么简单的问题 自己居然绕了一个大弯子 才想明白 沉默心下自嘲 他此时 才把所有思绪理清楚 沉默又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目标 一个是破解这张卡片的秘密 另一个 则是提高自己制作换卡的技巧 这张神秘卡片里 完全超出沉默理解的幻境 大大刺激了他 短期内 去尝试制作三星幻卡并不现实 但是他可以让自己的幻卡变得更逼真 就像神秘卡片所营造的幻境那样 不过 每天的一星能量卡 还是需要继续制作下去 这段时间可是亏空不少 一边嚼着硬面包 沉默一边安排今后的生活 啪的一下 一张新鲜出炉的计划表贴在了墙上 沉默满意的点点头 生活对于沉默来说 没有任何变化 唯一让他感到惊喜的是 他制作一星能量卡的效率 比以前提高了将近一半 也不知是不是学会了如何使用感知的缘故 现在制作一星能量卡 出奇的得心应手 这也让他有更多的时间 投入到计划中的另两件事中 然而 另外的两件事 却进展相对缓慢 18个动作 沉默能做出的只有一半 这18个动作 对身体素质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力量 柔软 反应 都需要相当的水平 不过这些天的练习 也让他的身体素质大大提高 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换卡方面 尽敬甚微 想要做到真假难辨 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沉默只有不断地去观察 观察他周围的一切 对于这方面 沉默并不着急 他知道 这是个缓慢积累的过程 急也没用 揣着制作的一星能量卡 沉默来到画书的杂货店 画书的气色不是很好 但看到沉默还是很高兴 阿牧呀 好久没看到你了 最近在忙什么呢 说完便紧接着一阵强烈的咳嗽 画书你没事吧 沉默流露出几分关切之色 画书是这个世上少数几个真心关心他的人 画书喘息着 勉强笑道 放心好了 可能是最近有些伤风 你画书我呀 可是老当义壮呢 你最近呢 也不见你送能量卡来 我还担心你出什么事了 看着画书苍白的脸色 没来由 沉默鼻子一酸 强笑道 我能出什么事啊 最近在学习制作换卡 耽搁了一阵子 哦 学会了吗 画书来了兴趣 沉默点点头 嗯 不过 只学会了一星和二星 我就猜呀 阿牧你一定可以学会 你这么聪明又这么勤奋 一定有个好前途 画书大为高兴 就像听到自己的子职又出息一般 这一高兴又引起一连串的咳嗽 沉默担心地看着画书 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画书终于停下咳嗽 脸色由刚才的苍白变成通红 他笑着说 阿牧啊 你可要好好努力啊 我可一直想要一块换卡广告牌 最好是带一朵幽青蓝 那可是我们家乡的特产 画书的目光透出浓浓的思想之前 沉默用力地点点头 从画书的杂货点出来 沉默的心情有些沉重 哎 木头 沉默突然听到有人叫他 挥过头去 只见一位穿得极为夸张的男子 朝他跑来 这是雷子 以前曾和沉默一起流浪过 不过后来被人收养 他和沉默关系一直不错 也算是沉默仅有的一个朋友 雷子养父养母还在时 家境颇为不错 雷子偶尔也会照顾一下沉默 直到前不久 收养雷子的养父养母去世了 雷子不得不中断学业 重新回到半流浪的状态 沉默生性木论 再加上名字里有一个日木的木字 雷子便干脆叫它木头 雷子穿着一身花花绿绿的衬衫 衬衫太大 看上去松松垮垮 头发凌乱无比 耳朵上还吊着两个硕大的金属圆环 脚下拖着一双 看上去脏兮兮的拖鞋 这一身打扮把沉默吓一跳 沉默停下脚步等雷子过来 竟然能再接着碰到你 我眼花了还是世道变了 雷子表情夸张道 我来卖能量考 两人彼此之间很熟悉 沉默不打算废话 雷子了然地点点头 他对沉默非常了解 我说呢 你要出来逛街啊 那太阳也从西边出来了 哦对了 我最近找了一份工作 雷子一脸神秘 什么工作 沉默颇感兴趣地问 雷子的养父母对他极为要好 一直供他上学 这可一直是沉默梦寐寐以求的 但没想到天降横祸 雷子的养父母因为一场车祸去世 家里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断了 他也不得不中断学业 本来按沉默的意思 他来资助雷子上学 不过被雷子拒绝了 雷子这家伙在这方面出奇的硬气 沉默知道 像他们这类人 在这方面的自尊心远比平常人要强得多 换作自己 估计也会和雷子一样 雷子一直在努力地找工作 这些天 沉默一直沉浸在制作幻卡 和破解那张神秘卡片的世界中 没有余霞去关心其他事情 我在一家小卡影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主要是做编剧方面的一些杂活 卡影 沉默知道卡影是什么 所谓的卡影 便是用幻卡幻化出来的动态影像 来把故事表现出来 一部卡影往往是内容的长短 而决定使用的换卡的数目 一般来说 每部卡影所需要的换卡的数目 大概在20至50张左右 卡影里的人物和动物 大多经过一些夸张处理 看起来极为可爱 深受人们的喜爱 卡影在30年前便已经出现 但直到10年前才开始渐渐兴起 是个新兴行业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十四集 沉默 不惨道 咱现在也算是搞艺术的人了 这可是圈子里最流行的风格 玄机把脑袋凑到沉默跟前 敲声道 没办法 不穿成这样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了 你最近怎么样 雷子问沉默 还和以前一样 沉默觉得 自己的生活和以前没有任何区别 哎 好了好了 不跟你聊了啊 我现在要去公司了 过段时间来我家 我那还剩下三瓶青云流水 见面匆匆 分别意义匆匆 青云流水 是一种青色果酒 味道很淡 沉默和雷子都非常喜欢 这种酒价格不菲 雷子家中剩下的几瓶 还是他养父母再时买的 一直存留到现在 也只有在沉默过去的时候 雷子才会把他取出来 沉默的生活 开始重新变得简单起来 不过在他眼中 生活大概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吧 每天坚持练习健体操 制作能量卡也维持生计 而制作换卡的时间 都被沉默放到仔细观察揣摩上 天天制作换卡来练手 他可没有那么多钱来烧 不过他还是有着不少的收获 比如物体各部分光暗的变化 如何才能让制作出来的幻象 立体感更强等等 他已经摸到了门径 一切都很顺利 唯一出乎他意料的便是健体操 这十八个动作 花费了沉默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这还是在每天都坚持练习 四个小时左右的前提下 不过付出总有回报 如今沉默的身体极为柔软 他的手腿腰全都充满了柔韧性 可以做出许多怪异无比的姿势 这种柔软并不是像面一样的软 而是刚丝一般 软中带硬 力量同样大幅度增长 打亮着镜中的自己 赤裸的上半身 虽然并不是肌肉奔张 但是极为匀沉 而且只要沉默稍稍一用力 潜伏的肌肉便如绷紧的钢弦 睁然露出 这便是他这段时间的练习成果 这副身体让沉默大为满意 他也没想到18个动作对身体的塑造 有着如此惊人的效果 光是眼前镜子中自己的身段 就让沉默觉得辛苦这么久是值得的 沉默对身材相貌并不在意 那玩意儿不能当饭吃 但是对健康却十分看重 而且他可以明显感到这副身体对力量的控制比以前更得心应手 这一点沉默在制作能量卡时感觉非常明显 他的手更加稳定 更加灵巧 18个动作之中 有三个动作是专门锻炼手指的灵巧 健体操 以后要天天练 沉默如是想 现在自己可以轻松的一口气完成18个动作 那也就到了重新进入那张神秘卡片里的幻境的时机了 自从上次惊险的从幻境中退出来之后 沉默便再也没激活过那张神秘卡 按下激活按钮 沉默再一次进入那个黑暗的茫茫虚空之中 18个人偶依然在做着和上次同样的动作 带着几分期待 几分好奇 沉默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他的身体开始动了 沉默的身体如同蛇一般 一个接一个匪夷所思的动作 随着他肢体的不断变化而变化 每当他完成一个动作便有一个人偶变暗 这一套剑体操沉默早就熟练的不能再熟 这一路坐下来 行云流水般 一个接一个 没有丝毫停顿至爱 做完18个动作 沉默气息稍稍有些喘 尽管已经非常熟练 但是这套动作的运动量还是相当的大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沉默充满了好奇 18个人偶全都按了下来 沉默期待已久的变化终于发生了 两张卡片 在沉默的面前漂浮着两张卡片 一张淡蓝色 另一张却是橘黄色 它们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凭空漂浮在虚空之中 有了第一次经验的沉默并不害怕 他很好奇地尝试着触碰其中之一 他触碰的是那张橘黄色的卡片 卡片笼罩在淡淡的橘黄色光团之中 柔和而温暖 就在沉默的手指触碰到橘黄色卡片的一瞬间 卡片疏得分裂成两张卡片 每张橘黄的卡片上有一个数字编号 恰好是一和二 沉默精神一震 大感兴趣 手指立即触摸到编号唯一的橘黄卡片 一星换卡制作 这张橘黄色卡片 是完整的一星换卡的制作教程 每个步骤和细节都有影像 动态影像的演绎 令沉默这个半吊子制卡师如获至宝 如果说那十八个动作 只是令沉默觉得好奇的话 这个一星换卡的教程 对他来说无异于无价之宝 太逼真了 所有的细节都和真实情况完全一样 这张换卡所释放出来的每个影像的逼真程度 都足以令人瞠目结舌 沉默的心神 刚从这令人震惊的绚丽影像中脱离出来 紧接着就被幻象演绎的教程牢牢吸引 沉默如鸡似渴 甚至带着几分贪婪的死死盯着正在不断变化的动态幻象 这个世上有什么比眼前的东西更能吸引他呢 一直以来沉默都是苦苦独自摸索 没有人指导的痛苦 只有沉默最清楚 如今有这样一个机会 他又怎么会放弃 他甚至担心 万一这动态幻象只放一遍 自己要是一不小心漏掉什么 那不得后悔死 编号唯一的卡片里面所蕴含的信息量 大大超乎沉默的意料 里面不仅有着完整的一星换卡教程 还有许多制作一星换卡的窍门 这些小窍门令沉默欣喜若狂 这些小窍门足以让他制作出来的一星换卡提高一个水平 这个世界果然充满了爱啊 沉默下意识的喃喃 直到沉默从卡片的幻象中退出来 他还感觉自己的脑子有些发懵 橘黄色的两张卡片都是一星换卡相关的知识 而幻境中那张淡蓝色卡片 也同样是一类卡片的制作教程 但是这一种卡片沉默却从未听说过 它叫丑卡 沉默也不以为意 他没听说过的卡片实在太多了 晚上沉默终于恢复冷静 他现在对一个问题很好奇 这一张神秘卡片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从最初的剑体操到后来的一星换卡制作演示 这两者在他看来没有任何联系 从未有过的强烈好奇心萦绕在沉默的心头 他想弄明白 弄明白这张充满谜团的卡片所有的秘密 最起码也要知道这张卡片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吧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十五集 从最初的剑体操 到后来的一星换卡制作演示 这两者在沉默看来没有任何联系 从未有过的强烈的好奇心 萦绕在沉默的心头 他想弄明白 弄明白这张充满谜团的卡片 所有的秘密 最起码 也要知道这张卡片 最终目的是什么吧 有了这张卡片里教程的指导 换卡的制作 沉默进步神速 教程里所说的卡片方面的知识 令沉默大开眼界 抛开训练和制作能量卡的时间 其余时间里 沉默都沉浸在 神秘卡片的神奇幻境之中 而再有其余的时间 则花在观察周围的事物上 教程教的永远是理论知识 想要提高 还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 观察便是第一步 所谓四真四幻 假如连真的物相都没概念 那如何能做到这一点 而做到这一点 恰恰便需要大量且细致的观察 这是制作低级幻卡 所必须积累的 这也给沉默带来严重的后遗症 比如啃面包时 总会情不自禁地盯着手上的面包 发呆六七分钟 等回过神来 肚子已经饿得快抽筋了 一旦他仔细观察某件事物 便急易陷入长时间的呆滞之中 也就是所谓的入神了 每当这个时候 沉默的反应便会变得极为迟钝 周围的一切都仿佛和他隔绝起来 有一次去雷子那边 两人一边聊天 一边一脸珍惜地喝着青云流水 喝着喝着 沉默便突然没了声音 雷子喊他半天都没反应 只见沉默盯着手上的杯子 雾字在那发呆呢 以为沉默出了什么事的雷子 吓得小脸 煞白煞白的 制卡尸是一门极为烧钱的职业 这是这个职业的特点 因为每学习一种卡片 都需要制卡尸进行大量的实践 沉默手头上的钱并不多 容不得他像那些富家子弟那样去烧 他只好平时多观察 准备得充分些 制作换卡时才能减少消耗 除了第一次去碰幻境中的那张蓝卡外 沉默再也没有碰那所谓的 筹卡的制作教程 开玩笑 光眼下的知识都足以让他消化好久了 贪多嚼不烂 沉默对自己一向克制 沉默对每一次实际制作换卡的机会 都极为珍惜和重视 每一次事先做的方案 他都经过数十遍的修改 每个细节他都不会放过 只有在一切都思虑妥当 他才会动手 如此慎重小心的架势 如果被人看到了 绝对想不到 他制作的只不过是区区一张 一二星的换卡 不过事实证明 沉默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如今他制作出来的换卡 释放的幻象 能做到极为逼真的地步 不过沉默还不满足 每次当他想到那张神秘卡片里的 那几乎可以称之为恐怖的幻象时 沉默心中的那思思骄傲 立即不翼而飞 一二星换卡的幻象 当然无法和高级换卡的幻象相提并论 这一点沉默是知道的 两者之间的区别 并不是色彩光暗形态方面的差异 而是虚相和实体之间的区别 这就不属于沉默的能力范围之内了 不过既然这方面无法做工作 那自己便在逼真程度上下功夫 沉默打算给画书做一个换卡广告牌 一想起画书 沉默心中就有些发沉 画书的身体眼见着日渐变差 咳嗽也越来越厉害 气色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这段时间 画书的小店沉默也跑得愈发琴了 有时还会陪画书打理一下小店 聊聊天 不过沉默向来捉鱼言辞 大多时候都是画书在说 他在听 沉默一直想送给画书一块换卡广告牌 一张完美的没有瑕疵的广告牌 他一直没有动手 他感觉自己实力还不够 这也是促使沉默这段时间以来进步神速的动力之一 不过随着这段时间的进步 沉默觉得是时候了 而且他心里还有一层深层的担忧 那就是画书的身体 所以沉默才做了开始制作的决定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前段时间里 沉默的动态幻象幻卡的制作终于取得了突破 这个难题困扰了沉默相当长的时间 释放动态幻象的幻卡在结构上和静态幻卡相比 只多了一个回形结构 但是只要是制卡师都知道动态幻卡的制作难度比静态幻卡要高得多 这一点最直观的表现便是在价格上 动态幻卡广告牌的售价是静态幻卡的三倍不止 如何让幻象动起来 流畅而自然地动起来 这是非常考验新手的一个难题 比如一张幻卡释放的影像是一个瀑布 许多新手做出的幻象就像美主书的银丝挂面 而要真正做到逼真 那就需要许多细节 水流动时的波纹和褶皱 溅起的漫天水花 空气中弥漫的小水雾等等 经验丰富的制卡师才能很好地完成这一切 而许多高级制卡师在这一点上 还不如那些专门制作动态幻卡的低级制卡师呢 在卡片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细节决定结果 这是水墨功夫 容不得半点作假 不过陈牧很有耐心 这一点和他童年的遭遇有着相当的关系 一位流浪儿倘若没有足够耐心的话 想获得实物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而像他这种能在长期流浪生活中存活下来的流浪界的高手 耐心更是足够的令人发指 观察 观察 长时间的观察 他都不会觉得枯燥 沉默的进步很快 快得令他自己都有点吃惊 他第一次怀疑 他是不是在制卡方面其实蛮有天赋的 鹰飞兔走 风动水流 朝阳晚夕 他制作出来的动态幻卡 无一不是生动异常 他做的最像的动态幻卡 却并不是这些 而是忙碌匆忙的行人 夜晚游荡的猫狗 这些童年时的景象 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之中 几乎不用思索 他便可以把他表现出来 这也成为沉默宝贵的财富之一 今天他打算给画书制作换卡广告牌了 不过因为第一次制作换卡广告牌 没有任何经验的沉默 打算先去街头逛逛 见识一下别人的换卡广告牌 是怎样的一副模样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十六集 要见识换卡广告牌 最好的去处 便是东商卫城 最繁华的商业街 金街 金街是东商卫城 最古老的街道之一 它在东商卫城建立之初 便已经存在 现在金街也成为 整个城市的商业中心 金街高楼林立 人流如梭 店面遍地 几乎所有最顶级的商家 在这里都有他们的店铺 想要去考察换卡 这是个再合适不过的地方 这里无论再小的商店 都有换卡广告牌 特别到了夜晚 换卡广告牌 散发出来的美丽光芒 让这里仿佛童话里的世界 金街夜景 无论是当地人 还是外地的游客 都非常喜欢 不过仔细想了想 陈牧却恶然发现 自己似乎是第一次来金街 金街作为本地招牌之一 是不允许流浪者和乞丐进入的 而后来的时间 陈牧一直最新研究卡片 消费逛街 从来不在他的时间计划之内 哇 好多人啊 这是陈牧进入金街的第一感觉 人潮汹涌 走路一定要小心 否则是很容易撞到别人的 这让陈牧有点不习惯 不过 他很快把注意力 放到周围店面的换卡广告牌上 风乳细腰肥腿 明眸好齿红唇 欲说还修勾人的眼神 令陈牧有些不解的是 他看到最多的广告牌的幻象 居然是美女 这些美女或亭亭而立 或弯腰做出请的姿势 只是那若隐若现的乳勾 配合诱惑的神情 着实撩人 陈牧甚至看到不少行人 从这些美女幻象旁走过时 手总是会有意无意的 从美女幻象胸部穿过 陈牧无语了 难道现在流行这个 一直向前走 遇到那些美女换卡广告 陈牧都一看而过 不过他很快发现 越是大商家 他的换卡广告 做得便越有创意 越精良 比如陈牧现在看的 这个换卡广告牌 他释放出的幻象非常大 有两层楼那么高 陈牧呆呆地站在 这家商场的门口 仰着脸目不转睛地 看着广告牌上 释放出来的幻象 浑然望我 幻象之中 城市的夜空向下望去 邻里的高楼灯火辉煌 一个面色冷峻的黑衣男子 站立在一座高楼的最顶端 漠然向前方望去 阴暗街道角落 一位瞎子似乎若有所查地抬头 空洞的眼睛直指空无一物的天边 月光洒满房间 一位穿着棕色紧身皮装的女子 正在轻柔地擦拭着手上的卡片 却突然抬起头 一张张或成熟或稚嫩或美丽或丑陋的面孔不断地闪现 而音乐此时也骤然紧张起来 天空上向下看去 一条条黑影不断地在高楼之间跳跃 这些人身手无一不是敏捷至极 脸上却无一不是神色凝重 而配乐密集的古典 此时更是让人的心骤然揪紧 人越来越多 这些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飞快地奔跑 突然 一种沉默从未听过的野兽的咆哮 浑厚的笑声声震似野 仿佛为了响应这声咆哮 震天的野兽鸣叫如同一股巨烙冲灭而来 城外 垫野的野兽 像洪水一般疯狂地迎面扑来 那些竭力奔跑的人们 速度更快地几分 终于双膀碰撞在一起 炽热的火龙轻易的月形波刃 灿烂的流行雨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这处空间 色彩光暗的变化复杂不定 令人眼花缭乱 激烈的碰撞激荡起无数光芒碎星 照亮了这个夜晚 战斗激烈的几乎令人窒息 黑衣男子四周 一只炽热的火龙环罩飞舞 男子的每次攻击力大势沉 有时还会伴随着爆炸声 此时的男子就像一尊战神 而穿着棕色紧身皮装的女子 一截灵巧的闪走这野兽的攻击 同时双手不断划出的青白色月形波刃 美肌必中 端得是帅气无比 而瞎子拄着竹杖 幽灵一样在兽群之间穿梭 每一次竹杖轻轻敲在地面 在他的身后就会凭空出现数百个光点 竹杖再一次轻轻敲响 这些光点便会呼啸着朝某个方向飞去 共穿野兽在夜空中留下平常的光维 又如流星雨一样 毫无疑问 战斗最终是人类取胜 而最后的特写却落在了 这些英雄手上杜仪内的卡片上 上面是这家店的店标 双环卡店 实在是太绚丽夺目了 沉默忍不住心下赞叹不已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幻卡广告牌的级别并不是很高 也只有两星 但是它的内容却极为丰富 而且幻想中的人物和建筑都极为逼真 最让人值得称到的 是它的那些特技的视觉冲击非常强烈 这是个非常成功的幻卡广告牌 很有吸引力 沉默可以猜得出来 像这样的幻卡广告牌价格一定非常昂贵 这个幻卡广告牌虽然级别不是很高 但是它的制作难度是相当的高 它的内容很丰富 一张二星幻卡是绝对容纳不了这么多的内容的 它至少包含了五张幻卡 但是在衔接上天衣无缝 不是质卡师是很难看得出来的 这个世上果然是能人辈出啊 二星幻卡能做到如此地步 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起码沉默就知道 自己离这一步相差很远 这一回也算是长了见识了 双环卡店的寿卡员很奇怪 门口的那人居然在门口站了半个小时 他似乎在看幻卡广告牌 这块幻卡广告牌是两年前花费巨资做的 当时一放出来就轰动整个东商卫城 现在想起当年的盛况 寿卡员心里还充满了骄傲 每天门口都围了一圈又一圈的人 都是为了看这个广告 也是从那一年 店里的营业额立即以惊人的速度开始递增 但是不管再好的广告 一旦放了两年 大家也就对它失去了兴趣 渐渐看这则广告的人越来越少 而到现在根本就不会有了 上面本来打算换一块幻卡广告牌 可是当年制作这份幻卡广告牌的质卡师 已经故去 他们也找了几位其他的著名质卡师 但是效果都远远不如这一张 所以也就一直没有替换 所以那兽卡小姐内心也是十分的感慨 现在居然还有人对这块幻卡广告牌产生兴趣 真是心有动物啊 过了一会儿 那名奇怪的少年 还是呆看着换卡广告牌 兽卡小姐觉得门口有人这样站着时间过长的话会影响生意 她打算主动出击 您好 请问您需要买什么吗 不需要 沉默惊醒回过神来摇摇头 她明白兽卡小姐的意思 没说什么 转身便离开了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十七集 自从看了双环卡店的 换卡广告牌之后 沉默对其他的换卡广告 都丧失了兴趣 他有些想不清楚 有些店面的规模 并不比他刚才经过的 那家卡店要小 可为什么换卡广告上 会相差那么多 不过 这次沉默也是大有收获 起码见识了什么才叫真正的 换卡广告 在他眼中 那些打着美女幌子的 换卡广告牌 根本不能算在换卡广告之中 见识是涨了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 现在的沉默 可没有办法做出像那块 换卡广告牌那般水准的作品 不过 给话说的换卡广告牌 还是要继续做的 当然 可不是那些美女换卡广告 逛了一圈 给话说的那块广告牌的 副稿设计 也已经大致完成了 现在剩下的就是制作了 这大概得需要三天的时间吧 停一 左停一身后 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 他停下脚步 转身看去 一个高个子男孩 飞快地追了过来 这是左停一的好友 红涛 你这家伙 终于被我逮住了 红涛一个箭步 向前猛地用胳膊 勾住左停一的脖子 身材瘦瘦的左停一 顿时被他带着 向前一个亮腔 轻点 注意形象 左停一不悦地皱起眉头 低声道 红涛满脸不在乎 得了吧 什么形象不行象 我说 你这人就是虚伪 一个字 假 红涛一米八的个子 身形健美 把学校制服称得紧紧的 再加上帅气开朗 充满了阳光笑容 在学校人气极高 而豪爽狭义的性格 更是让他成为学校 极具分量的人物之一 相比之下 左停一的身形 就显得太单薄了 不过 收紧的校服 让他看上去风度翩翩 有一种 至卡师所独有的 斯文气质 他在女生中的人气 比红涛更高 东卫学府校规 第九十一条 学员在公共场所 应当注意形象 东卫学府着装 细则第十六条 上课日内 学员必须穿校服 进入学校 着装因整齐干净 尤其是领口 风济扣等处 左停一站直身子 先是抚平身上校服 紧接着面无表情 一字一顿道 而目光则落向了 红涛校服敞开的领口 行了行了 我投降 红涛连忙求饶 左停一自从进入 学校的风济处之后 便成为学校历史上 第一位 能够把所有 无论大小的 七百二十二条校规 倒背如流的学生 红涛倒不怕 左停一拉他去风济处 而是怕左停一的碎碎面 你看 那不是新姨吗 红涛见机得快 立即转移话题 在他们不远处 是一位 扎着粉红色发尖的女孩 她一手拿着一根冰糕 一手捧着一本 花花绿绿的八卦杂志 在她的身后 跟着一大一小的两只狗 左停一的表情恢复自然 抬脚便向前走 红涛赶紧跟上 两人并肩而行 左停一点了一下头 啊 你对他有兴趣 那还是算了 红涛连忙摇头 我可不敢 你知道他哥是谁吗 东商卫城警备处总司 上次阿拉贡那小子 想打他主意 结果被直接拉到警备处去了 在里面整整待了五个小时 据说出来的时候 那个不成人形啊 红涛嘖嘖称奇 哼 活该 左停一不屑地发出个鼻音 他对阿拉贡这种顽固子弟 向来不屑得很 左停一出身名门 而阿拉贡的父亲 虽然是一方富豪 但是在左停一这样的 贵族之家眼中 和爆发户没什么区别 只是那家伙也识趣 没有在左停一眼皮下犯事 听说过段时间 兴愿有人要到我们学校来 红涛试探地问 左停一略带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你的消息蛮灵通的吗 左停一深受老师的喜爱 学校基本大一点的事 他都会早一步知道 而且他身处学校风济处 在校务方面有牵涉 消息比一般的学生 要灵通得多 嘿嘿 那是 红涛大言不惭道 随即一脸愤慨 你这家伙也太不够意思了 这样大的消息 也不告诉我一声 左停一解释道 我也是刚知道没多久 学学要求我们 狠抓一下学校纪律 免得在外人面前丢人 大概还有多久 他们来我们这干嘛 一个多月吧 他们来干什么我也不清楚 只是说什么交流之类的 你说星院的学生的实力 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呢 真是让人期待啊 红涛眼中闪动着炽热的光芒 他突然偏过头来 哎 停一啊 你想不想去星院啊 左停一的脚步停下来 他歪头思索了一阵 才摇摇头的 我也不知道啊 不过星院虽然这几年有些没落 但是到底是六大学府之一 底子的深厚程度 远不是一般学校能比的 再说 他们这次来 也未必和招生有关系 得了吧 依我看 十有八九和招生有关 星院已经有多少年 没有和其他学校进行过交流了 不是为了生源的问题 那是什么呀 红涛有些不以为然 如果真的如他所想的话 那他的机会就很大 左停一明白自己这位好朋友的实力 红涛的真正实力 远比他平时表现出来的要高得多 那他们为什么会挑选我们学校 左停一一针见血的直指问题中心 是啊 如果是因为生源的话 那星院为什么会选中东魏学府 比东魏学府有实力的学府多得去了 怎么也轮不到东魏学府啊 呃 红涛有些语色 不知道他们这次来的 是内院的学生 还是外院的学生 左停一悠悠道 最好是内院 外院的多没意思 红涛把刚才的问题抛到一边 接住左停一的话头 左停一鄙视的看了红涛一眼 只怕新院的外院学生 也不是我们学校一些 所谓高手能对付的 所谓高手四个字 左停一一个字一个字 咬得特清楚 红涛干笑两声 停一 你这就是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了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t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ti音频工作室 第十八集 兴愿 作为天忧联邦六大学府之一 有着悠久的历史 而他的创始者 更是鼎鼎大名 他便是海纳范森特 正因为如此 这些年虽然兴愿没落 但他始终没有调出六大学府的行列 不过 已经名列末底 兴愿的示威 和他们的体质 有着直接的关系 兴愿有内愿和外愿之分 每年到了特定的时间 学校便会从外愿中 挑选一些成绩和天赋 都很优秀的学生 进入内愿学习 内愿 才是兴愿 最核心的所在 每一位能从兴愿 内愿出来的人 无论是智卡师 还是卡修 都无一不是在历史上 留下了重重一笔的人物 但是兴愿内愿 不仅进入条件极为严格 而且想出来 也同样不容易 已经整整十年 没有人能从兴愿内愿出来了 这也是让兴愿这些年来 没落的最主要原因 而六大学府的其他五个学府 不用说如日中天的联邦综合大学堂 便是学生稀少的苦祭祀 每过两三年 必定会出现一两位精彩绝艳的人物 唯独兴愿 已经整整十年 没有一个人能从内愿走出来 兴愿这些年的场面 都是靠那些外愿的学生撑起来的 这才勉强苦苦支撑着眼前这个尴尬的局面 不过也由此可见 兴愿就算是外愿的学生 比起一般学校的学生 还是要强大一些的 所以左听一才有兴愿外愿的学生 也不好对付这一说 这顿时把一向眼高于顶的好友 说得善善不已 为画书制作的这张幻卡广告牌 终于在今天完成了 这距离沉默去金街的那天 已经有七天了 最终的成品 沉默还是颇为满意的 由千云树树皮 经过特殊柔制而成的卡绳 呈现半透明的白色 半个巴掌大小的卡绳上 幽青的构纹形成优美而复杂的图案 沉默的比例已经颇具火候 线条流畅自如 一朵一人高的幽青蓝 翠绿的叶 亭亭修长的花镜 嫩白带一些奶白色的花朵 微微摇摆着 兰花的花朵每过十秒 便会喷出一些彩色碎光 碎光像水雾一样的变换 流光一彩逐渐变换成 画书杂货店五个光字 在夜晚这朵幽青蓝 才会绽放出他所有的光彩 这些天来 沉默除了这块幽青蓝的 幻卡广告之外 他还制作了另一张幻卡 这张幻卡 是仿照那天在双环卡店 看到的那块精彩绝伦的 幻卡广告而制作的 不过由于沉默的水平和那块幻卡的制作作者相差太远 他现在还无法仿制出那么复杂的幻卡广告 沉默的这块幻卡仿照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在那块幻卡释放影像中 冷峻的黑衣男子身边围绕的火龙 引起了沉默的兴趣 绚丽而炽热 代表着强大和力量 这是三星幻卡 烈焰龙卡 属于终极战斗卡 这条火龙完全由能量模拟而成 在卡修的操控下 它不仅能散发惊人的热量 还带有爆炸的属性 灵活并且威力强大 是许多战斗卡修的最爱 沉默纺织的这张幻卡 便和烈焰龙卡有关 但它只是一张一星幻卡 换而言之 这并不是一张真正的烈焰龙卡 而是一张烈焰龙幻象卡 这张幻卡能释放出 一个极为逼真的赤焰龙的幻象 但这个幻象只不过是由光线组成 不具为任何杀伤力 但不得不说 沉默制作的这张幻卡 释放的烈焰龙的幻象太逼真了 栩栩如生的烈焰龙 一层层火焰翻涌形成的色真色幻的身体 一旦释放出来 它会在天空盘旋飞舞 不时带起一蓬蓬升红色的火星 便此要责人而逝 声势害人至极 双环卡电的那则广告 给沉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这之前 他从来没想过幻象居然能做到如此复杂 这张烈焰龙幻象卡 是沉默一时冲动下的产物 不过 这件事也让沉默明白了一点 自己的水平 离制作双环卡电那则广告的制卡时 究竟有多大的距离 带上给画书的广告换卡 沉默心情又变得好了些 在他平淡的生活中 想要完成的事情非常少 这便是其中一件 今天也终于完成了 脑海里不觉浮现出 画书见到这张广告换卡 释放出的幻象广告时 惊喜的表情 沉默心中充满了期待 沉默几乎是一路小跑到画书的杂货店 可紧闭的大门 让沉默的心咯噔一下 突然升起几分不祥的预感 他连忙跑到周围的店家 找到一位店主急切地问 你好 隔壁的画书今天怎么没开门啊 谁知道 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了 店主抬头瞥了一眼沉默 轻描淡写地回答 沉默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 从这以后 几乎每天他都会去趟画书的杂货店 然而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画书的店自从关闭之后便再也没有打开 他也尝试去向周围的店主打听画书的住处 但是却没有一个店主知道 沉默知道 画书有可能终于走到了最后一步 其实在画书不断咳嗽的时候 沉默就隐隐有这样一种预感 这让他在相当的时间内处在一种感伤的情绪之中 几年的安稳生活 让沉默对死亡已经有些陌生了 画书的去世对沉默的刺激很大 他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一种怎样的刺激 沉默只有拼命地练习 练习从那张神秘幻卡里学会的那套建体操和制作幻卡 这次的练习是一种和以前练习完全不同的状态 没日没夜的训练 沉默完全忘了时间 每天都做到疲倦遇死的地步 但他依然不停 带着几分自虐式的苦训 他不想让自己有任何一点余瑕 他害怕 害怕想到画书 害怕想到以前的一些事情 沉默要令自己忙碌起来 除了购买日常必需品之外 他足不出户 每天不停地练习建体操 不断地练习制作幻卡 他开始接触到关于筹卡方面的知识 但仅仅是接触 尽管只是基础 但是筹卡的尖身还是令沉默感到非常吃力 在他看来 这是一个全新的他从未想象过的领域 就在沉默艰苦训练的这段时间 东商未成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十九集 六大学府之一的兴愿 突然宣布与东卫学府 进行学生交流活动 这个消息 在不大的东商未成 可是不折不扣的大新闻 兴愿是谁 那可是堂堂六大学府之一 他的历史比起 现在名声最高的联邦综合大学堂 还要悠久得多 他的创始人 是和卡片理论之父并肩的 海纳范森特 兴愿以前的每一点辉煌 都被挖掘出来 一时间仿佛兴愿成了 东商未成所有居民的骄傲 东卫学府也因此水涨船高 学生们各个走路 都挺直腰板 精神抖擞 而兴愿来到东卫学府的目的 也是被大家讨论的最多的话题 曾几何时 在普通人眼中只能仰视的心愿 如今居然来到东卫学府 许多东商未成的居民 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都是嗤之以鼻 直言是假消息呢 东商未成的环境 仿佛一夜之间变得干净整齐起来 街道上再也见不到垃圾 见不到流浪儿 到处是粉刷墙壁的工人 这是市长亲自下达的命令 东卫学府的游人数量更是激增 许多人非常好奇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 到底是哪里受到兴愿的青睐的呢 就在兴愿公布这个消息之后的一个星期里 东卫学府收到的其他学校交流信函 就多达上百分 沉默自然不知道这些 他已经有相当时间没有出门了 不过就算他知道 他大概也不会认为这和自己 有任何一丁点的关系 每天一如既往的训练 学习 沉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 也不想知道 他只是不想自己停下来 在这种带着几分自虐式的训练学习之下 沉默的水平进步得相当快 沉默觉得自己像做了一个梦 一个好像很长又好像很短的梦 一下从梦中醒来的他 却对自己感觉有些陌生了 他浑身仿佛充满了力量 他现在能轻而易举地 用单手举起以前两只手才能提起的重物 除此之外 他的感知也变得灵敏许多 爆发力柔韧性全面上升 相较而言 他身上的肌肉反而增长的并不多 最让沉默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他的身体已经柔软到 几乎可以任意弯曲的地步 这让沉默想起了杂技团里的那些杂技演员 他们柔软的身体 甚至能够在狭窄的管子里 一点点挪移转向 不过那都是十二三岁的女孩 女孩天生便在柔软性方面比男孩出色 而在这个年龄段又正是他们身体最柔软的时期 可是自己呢 已经到了十六岁 而且还是一个男人 当然在沉默眼中 男孩和男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起码对他来说是这样的 虽然这方面的训练 沉默有着极为惊人的进步 但是他的心情依然带着些许灰色 这些进步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惊喜 现在的他似乎对什么都失去了好奇心 除了那张神秘的卡片 沉默还只是一味的训练学习 机械的带着几分习惯性的 但是他的大脑已经开始恢复思考了 他不是思考什么人生意义之类 这对他来说太遥远 其实话书的死对他来说影响很大 他有时也会不由自主地迸出一些感慨 不过很快他便把这些他认为多余的情绪 排除在大脑之外 死亡的人已经死亡 活着的人们还依然要活下去 生活是现实的 沉默不习惯掺进那些 所谓人生意义的思考于其中 他现在想的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那就是生活本身 话书去世了 对沉默来说 不仅是一个关心他的人 永远地离开了他 还意味着从今之后 他制作的一星能量卡要寻找新的买家 这是一个大问题 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所有的一切对沉默来说 都是幻影 都是不现实的 他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正在这一时 雷子来了 雷子一进来 便直直地倒在沉默的床上 嘴里不停地抱怨 真舒服 累死我了 木头 你这破手好像变舒服了 沉默没理会的 起身给他倒了杯水 今天怎么来了 想你了吧 雷子不着边际的瞎扯 玄机苦着脸 没头没脸的突然蹦出一句感慨 这年头 求生活还真是他妈的不容易 一听这话 沉默便知道 这家伙十有八九是受了什么委屈 或者吃了什么苦头 到他这来倾诉的 他明白自己该怎么做 那就是什么都不做 静静地听 果然 雷子祸地坐了起来 一脸愤世嫉俗的表情 木头 你说这他妈什么世道 老子累死累活地花了多少力气 那个死鬼居然一声不吭地 把功劳全占去了 人么鬼样呢 还什么总监呢 在雷子激愤的叙述中 沉默终于明白了 事情的始末 雷子年轻 而又肯吃苦 进入卡影这一行 很快便熟悉了其中脉络 由于读过几年书 再加上人本身就聪明 他便开始尝试自己写剧本 而他的这种上进行为 被总监发现 总监大家赞赏 夸赞了他一番 并当场许诺 只要他能够做出一个好本子 便把它提升为正式编剧 有了盼头的雷子 日夜苦思费尽了心血 终于做了一个让他自己感到满意的本子 把它交给总监过目 总监也大为惊喜 随即当场拍板 根据这个本子开始制作 看到自己的心血得到了重视 雷子比谁都开心 他也比谁都期待卡影的出现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等卡影做完之后 并且已经进入市场 他才发现 卡影的编剧上 写的居然是那位总监的名字 雷子当场如遭雷击 半天回不过神来 当他气愤的找到总监时 总监只是冷笑的丢给他五万欧敌 绝口不提 把他提升为正式编剧的事 并且扬言 如果雷子在外面胡说八道 他将被逐出公司 让雷子感到又骄傲又气闷的是 这部卡影迅速窜红 短短的两周之内 已经高具销售榜的投名 而那位总监也凭借着这部卡影 成为卡影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雷子的所有怒火和力气 也仿佛随着讲述的结束 而被抽空 颓然的重新倒在床上 沉默静静地听着 并没有任何表示 其实无论是他还是雷子 所见过的比这件事 更不公平的事情都多得多 只是这个剧本里 倾注了雷子太多的心血 所以他才会那么激动 但理智上 雷子和沉默从来没有认为 这个世上会存在着真正的公平 你的幻卡学习得怎么样了 过了半天 雷子才有气无力地问沉默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二十集 沉默摇摇头 有段时间没动过了 他这段时间在努力地消化 关于筹卡的基础理论 那你这一天在忙什么 雷子仿佛听到一件 不可思议至极的事情 坐了起来 看着沉默 对这位朋友 雷子非常了解 沉默不贪玩 或许说 沉默的脑海之中 根本没有玩这个概念 在雷子的脑海中 沉默便像是一个 从来不知道疲劳 从来不知道厌倦 一心上进学习换卡 却基础太差的 力求上进的好青年 然而 今天他居然听到沉默说 他有段时间没有碰换卡了 这如何叫雷子不吃惊呢 沉默默然没有说话 沉默也不知道 该怎么解释这件事情 雷子知道 沉默这个表情 就说明他不想说 如果沉默不想说 雷子相信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人 能从沉默的嘴里 撬出一个词 行了 别那一副臭嘴脸 不是拉倒 谁稀罕呢 那有没有以前做的 给我看看 雷子故作轻松地 他们这一对朋友 便是如此 自己愤慨的时候 便会不由自主地发泄 而一旦对方难受的时候 就算自己再不开心 也绝不会雪上加霜 苦着个脸 沉默 随手丢给雷子一张换卡 这张 让我这个卡影界的实力派人物 来鉴定一下你做的换卡 我可告诉你啊 我的眼光可是毒得很 到时候被我损可别伤心啊 雷子一边臭美 一边手忙脚乱地 接过沉默丢过来的换卡 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了 雷子一边念叨着 一边笨拙地 把换卡插进自己毒仪的卡槽内 看到雷子笨拙的动作 沉默有些看不下去了 心下纳闷 这家伙以前伸手不是挺灵活的吗 他不知道 现在的他 无论是身体的灵巧 敏捷 力量 还是眼力 和以前相比 判若两人 所以沉默才会突然觉得 雷子的动作 非常的笨拙和不合理 不是雷子变笨了 而是沉默的水平变高了 不过现在的沉默 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雷子按下激活按钮 突然一个庞然大物凭空出现 几乎塞满了整个房间 是一条龙 一条火龙 他长长的身子盘旋飞舞 那一双深红的眼睛 深深地盯着雷子 仿佛要透视到雷子的内心深处 一股战力的寒意 沿着雷子的脊椎骨 一直往上爬 妈呀 雷子两眼一翻 向后一倒 晕了过去 沉默有些无语地 看着晕过去的雷子 他没想到 一张一星换卡 居然能把一个人吓晕过去 走到雷子身边 把雷子手上的杜仪关上 刷的一下 那只可怖的烈焰龙 便立即从空气中消失 沉默没有叫醒雷子 而是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可惜没有青云流水 沉默感觉有些遗憾 就这样静静地坐着 放任自己的思绪 宁静 没有忧伤 沉默看上去 就和一根木头 没有两样 过了十多分钟 雷子才悠悠醒来 他一醒过来 便一个轱辱爬了起来 四下张望 脸上还依稀残留着几分恐惧 木头 刚才你看到了没 那是什么东西啊 哦 看到了 沉默脸上的表情 没有丝毫变化 那是烈焰龙 数三星战斗幻卡 啊 三星战斗卡 雷子脸上的表情 顿时呆滞起来 过了十秒 突然偏过头 傻傻地问 你什么时候 改去当卡修了 没有 那是一张一星幻卡 那只烈焰龙 只不过是个幻象 没有杀伤力 沉默解释道 不过 自己制作出来的幻象 居然能把人吓晕 沉默还是感到一丝自豪 幻象 雷子一下子愣住了 随即拼命地摇头 不可能 哪有这么像的幻象 木头 你就别逗我了 我是做什么的啊 是做卡影的 天天接触的都是一些幻象 是不是幻象 我一眼就可以分别 那绝对不可能是幻象 雷子以非常断然的语气下结论 你啥时候成的卡修啊 还有三星换卡 那晚上价格可不便宜啊 雷子一脸一逗 沉默懒得解释 便走到雷子身边 重新把他手上的肚仪打开 你摸摸就知道了 沉默丢下一句话 那只栩栩如生的火龙再一次出现 雷子还是吓了一跳 不过比起上次却要镇定得多 只是小腿有点点哆嗦 看了沉默一眼 见沉默不像是开玩笑 雷子便怯声声伸出手去摸这只巨龙 这一摸 却是摸了个空 手上空荡荡的感觉 让雷子大吃一惊 果然是幻象 这样一来 雷子一直旋起的心 也立即放了下来 这一放松 他便对这只烈焰龙幻象 开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围着烈焰龙幻象走来走去 嘴里不时地发出嘖嘖的惊叹声 天哪 这太像了 和真的简直一模一样 木头 没想到你的技术居然到了这个地步 真吓我一跳 雷子非常兴奋 嘴里的话根本不停 对雷子的夸赞 沉默并不是很在意 恩的应了一声 便躺在了床上 雷子看了足足有十分钟 才恋恋不舍地把这张幻卡收起来 转过脸来 面上是满满的喜悦 木头 我有个主意 在沉默眼中 雷子现在完全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 沉默慢声应道 什么主意啊 不如我们来做卡影吧 雷子凑过来 一脸期待地看着沉默 沉默仔细地看雷子 见他一脸认真 不像是开玩笑 想了想 才开口 嗯 雷子 我对卡影一窍不通 做不来 木头 你的一星换卡 能做到这个地步 卡影对你来说只是小问题 我相信 你只要很短的时间 便可以学会卡影 它比你做这个 一星换卡的幻象 这个烈眼龙要简单多了 剧本我来做 推销也我来做 你只要做卡影就行了 我在这里面 混了不短的时间了 这里面的道道 我很清楚 木头 你有这个实力我也有 我们是最佳搭档啊 雷子的话中 透出强烈的自信 沉默低着头思考 自从话叔去世后 他一直没有找到经济来源 也许 做卡影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呢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响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21集 雷子一咬牙 木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真的能行的 你相信我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那五万欧敌 就是我们前妻的本钱 我打算全投进去 木头 你还犹豫什么 一起干嘛 雷子的眼神中充满狂热 两人对视两久 犹豫了一下 沉默点点头 好 我试试 耶 雷子像个孩子一样 一下子跳了起来 看着欢呼雀跃的雷子 沉默的嘴角 浮现出浅浅的笑意 于是 两人立即开始合计起来 五万欧敌 对于一部卡影来说并不多 沉默也把自己的积蓄投了进去 终于凑齐了十万欧敌 但是对于一部卡影来说 依然是太少 两人便决定 先做一个短篇卡影 剧本由雷子去废脑子 而沉默呢 雷子只有一个要求 让他了解卡影究竟是什么样的 正好 雷子知道 东卫学府明天有一个卡影讲座 两人便打算去看看 第二天一大早 雷子便顶着两个黑眼圈 来到沉默的住处 他昨天晚上太兴奋 而导致失眠 见到沉默时 哈起连天 艳艳的 无精打采 怎么这么多人啊 沉默有些奇怪 东卫学府里游玩的人比平时要多上好几倍 到处都是人 还不是心愿要来 这帮人吃饱了没事做 跑过来凑热闹呗 雷子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说道 沉默一惊 心愿要来东卫学府 不会吧 这么大的新闻你都不知道啊 雷子看沉默的眼神就像在看外星人 果然是木头 星愿要来东卫学府 沉默还在消化这个消息 东卫学府在沉默和雷子眼中 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 但是如果东卫学府和星愿摆在一起 没有人会注意到东卫学府的存在的 六大学府在普通人眼中 简直像神话传说一样的存在 三年前 东卫学府有一个男孩被选拔进入 同样是六大学府之一的中达叔府 当时可是轰动整个东商卫城 那名男孩还受到了市长的亲自接待 六大学府有着相当严格的选拔体系 他们的主要招生对象是五大华区和京都的居民 而对22个普居区的居民招收条件则要严苛得多 倘若一个普居区的少年能够进入六大学府深造 那也足以说明这个少年的天赋极为出众 六大学府一向是高高在上 对普居区的政策向来有些歧视 如今却主动来到东卫学府 怎么能不让人感到有些奇怪呢 看样子 东卫学府要进入一个高速的发展期了 沉默暗想 借着这个势头 东卫学府可以获得太多的好处 他的知名度也会大大提高 其他各方面的好处更是数不胜数 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之后 沉默恢复了平静 这个消息的确很震撼人 不过和他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自己又不是东卫学府的学生 也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好处 自己的生活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人山人海中 沉默和雷子硬是挤出一条血路 沉默还好 前段时间的训练让他的身体强壮了许多 所以没费什么力气 雷子看上去就狼狈多了 气喘吁吁 衣服也被挤得皱皱巴巴 斜面上更是斜印一层叠一层 雷子顾不得整理衣服 伸长脖子四下张望 这里这里这里 不远处有人在挥舞着手臂 雷子大喜连忙带着沉默向那边挤去 哎呀我的妈呀 你们学校现在可是发达了 差点都挤不进来了 雷子抱怨道 在沉默面前是一位穿着校服的学生 只是看上去贼眉鼠眼的 身材又矮小 着实不像好人 嘿嘿 那是 据说今年的财政收入直线飙升 学校都在考虑是不是免去明年的学费呢 画里头透着得意 啊行了行了 就别在我们面前吹了 雷子看上去似乎和他很熟 大大咧咧地介绍沉默 啊这是我的兄弟沉默 随即连转向沉默 他是我朋友叫老鼠 不过呢大家都叫他老鼠 是这里的地头蛇 好奇地打量着周围坐着的人 沉默还是第一次进入东卫学府的教室 这些人大多都是学生 不过沉默还是找到了几位和他一样浑水摸鱼的人 学生们随意地讨论着最近有哪些值得一看的卡影 教室里的气氛很清爽 一位女学生站上讲台 下面立即开始安静下来 大家安静一下 今天我们播放的是最近天受好评的下一只鱼 这部卡影从一上市便获得了炸弹的追客 出色的固域性 人物策划也将到到位 可以说这是最近最值得关注的一部卡影 沉默突然发现身边的雷子脸上露出痛苦之色 浮在座椅上的双手微微地颤抖 心下一惊 然后沉默便已了然 轻声问 是你那部 雷子死咬嘴唇 脸色有些可怕 心下叹息一声 沉默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把心思放到即将播放的卡影上 这是他第一次观看卡影 不禁大感兴起 杜仪也可以用来播放卡影 但是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专门用来播放卡影的仪器 现在教室里播放卡影的便是 它释放出来的幻象更清晰 而且有专门的音卡槽 音响效果十分出色 半个小时之后 卡影终于播放完了 这就是卡影 沉默有些不能置信地问雷子 雷子已经恢复正常 他知道沉默在想什么 轻笑一声 是啊 这下你有信心了吧 卡影 居然是这样的 沉默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在他看来 里面不管是物体还是人物都不逼真 应该是经过了一定的夸张和简化处理 就难度而言 卡影的难度 比起沉默制作的那张烈焰龙幻象卡要差得远了 更不要说和双环卡电的那个幻卡广告牌比了 虽然不知道这部卡影的制作水平在卡影之中到底是算好还是算坏 但是沉默觉得最出彩的应该还是这部卡影的故事 不得不说雷子在这方面的才华毋庸置疑 就连沉默这种生冷木讷的人也看得非常如迷 沉默觉得如果做得更逼真些 那效果一定更好 不过随即又一想 那样的话成本将只怕是个天文数字 沉默这时才恍然 怪不得卡影都用这些简化和夸张过的幻象 沉默并不知道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而要把卡影做得和真人一模一样 不仅在成本上上涨许多 难度上也要高得多 技术能达到如此地步的制卡时实在是太稀少了 紧接着又播放了几部经典的老卡影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t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ti音频工作室 第二十二集 红桃歪着身子 坐在最后一拍 看了一眼 在自己身旁坐得笔直的左亭一 惊叉道 哎 我说 你什么时候开始 喜欢卡影了 喜欢 左亭一摇摇头 我不喜欢 但我看你看得很投入吗 红桃一脸奇怪的表情 正今端坐的左亭一 淡淡道 做事情不能只做表面功夫 但是表面功夫做不好 那这个事也十有八九做不好 虚伪 红桃鄙视道 随即打了个哈欠 反正我是乏了 哎 哎 我说 你没事 拉我来看什么卡影啊 你要喜欢 你自己去买一步不就是了 用得着到这里来凑热闹吗 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 哎 重点 说重点 红桃赶紧打断他 不耐烦的 我是为他来的 左亭一神色自若 他 哪个他呀 红桃一脸不紧 左亭一朝教室角落 看了一眼 满思营 红桃一脸实话的表情 足足过了半分钟 才回过神来 想听到了什么爆炸性新闻 满思营 我的天哪 你啥是和他勾搭上了 我说廷一 你这就不对了啊 你可把我瞒得好苦啊 一点风声都没透 不过 你这石头人 是什么时候开窍的 左亭一没有理会红桃 而是自顾自的说 我听说 阿拉贡最近在打他的主意 一句话 便把红桃噎住了 过了半天 红桃才戚戚爱爱的问 呃 你 你怎么知道 红桃突然发现 左亭一看自己的眼神 便像是看一个傻瓜一样 他才醒悟过来 自己这个问题 问的是多么愚蠢 左亭一是学校风济处的 仅有的两名学生之一 手上掌握着十全 消息极为灵通 整个学校里 除了八卦党总头目 曾心仪之外 大概就属左亭一的耳目最灵了 哎 这关你什么事啊 红桃有些不可思议的看着自己的好友 上下打亮了一眼 你怎么看 也不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呢 啪的一下 正经端坐的左亭一 把手上捧的一本厚如砖头的卡片理论棕树合拢 杀气凛然道 根据校方最新决定 为了迎接心愿方面的交流团的到来 严禁校内有任何不和谐事件发生 本人铁为东魏学府风济处要员 更是不能坐视旁观 在红桃恶然的表情下 左亭一随即补充了一句 重点是这方面学校把他探给我负责 左亭一的表情有些无奈 不过迅速重新恢复如常 鉴于阿拉贡同学最近的高活跃度 我决定亲自对该事件进行跟踪处理 嗨 搞了半天 原来是这么回事 红桃有些索然无味 这种无聊的事 你拉我来干嘛 左亭一淡淡的瞥了红桃一眼 吐出两个字 拿手 东魏学府的学风自由 学校对学生平时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 而学府里的学生非富即贵 校方也得罪不起 所以对学生之间的纠纷 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终还是学生自己解决 就算出了什么事 学生也不会把事情归罪到学校头上 这也导致校内的治安很是问题 左亭一之所以能够进入风济处 一方面 固然因为他深受教师喜爱 另一方面和他后面强硬的家庭背景 也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风济处本来就是一个得罪人的去处 而左亭一只是一个智卡师 本身的武力值就无限接近于零 不过他也是个狠辣的人物 回到家中亲自从老爸那儿要来五位极厉害的卡修 出奇的是他一向温和的老爸对这事却是全力支持 领着五名高级卡修 重新杀回学校的左亭一开始对校风进行大力整顿 以铁血手段开始整治 几乎当时学校里所有不听话的硬角色都受到了严厉的打击 其中不乏一些公子哥 只是这些公子哥本身后台就不如左亭一加硬 而手下更是没有能与左亭一挥下的五名卡修抗衡的人物 一时之间东魏学府的风气为之一清 校风大喜更是全力支持左亭一 也正是这段传奇的经历 奠定了左亭一在东魏学府的赫赫凶名 从那以后那些顽固子弟见到左亭一 无不是如同老鼠见了猫 就算是封济处的那些老师对左亭一也是颇为忌惮 但左亭一也就不需要再借着五名高级卡修的威慑力了 而封济处还有一名学生 便是曾欣怡 只是这位女孩对封济处的工作没有任何兴趣 而是对八卦极度热衷 阿拉贡是校内有名的顽固子弟 行迹极为顽劣 但由于家中富甲一方 甚少有人能与之抗衡 而他也向来乖巧 一般来说凡是校里的硬茬子 阿拉贡从来不去碰 学校里有两种人是不能碰的 一种是背景比他硬 另一种便是本身实力出众 比如轰涛 所以阿拉贡专门欺负那些家中没什么背景 普通小康之家出来的学生 比如曼斯盈 在阿拉贡身边聚集着一群和他差不多的附加子弟 这些人无一不是典型的顽固子弟 在这种敏感的时候 校方可不愿出现任何负面消息 所以左庭一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便采取了行动 碰巧的是他们正好坐在沉默和雷子后面 教室前面突然传来一声女子的尖叫 你们干嘛 流氓 紧接着传来一阵调笑声 哎哟 喂女 话可不能乱说啊 流氓 我们流氓你哪儿了 一个无赖间由枪滑掉的声音接枪 在他周围传来一阵肆无忌惮的笑声 这个说话的便是阿拉贡 阿拉贡圆头圆脸 再加上一个圆滚滚的肚子粗矮的双腿 整个人便有如一个大小不一的球体组成的人形 一双小眼睛怎么看怎么猥琐 女孩气得脸通红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个变故也打断了教室里的平静 许多学生在看到闹事的人后 立即知趣地离开了教室 沉默却有些愣住了 这个声音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衔演播夜听风 后期 Math 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衔演播夜听风 后期Math Kiki音频工作室 第二十三集 这个女孩的声音 沉默想到了前些天 那个充满了阳光的日子 在东魏学府的草地上 从沉默身后传入耳中的那个声音 就是这个女孩的 也就是这个声音 点醒了沉默在制作一星换卡上的困惑 尽管神秘卡片里 关于那一点的讲解更加详细深刻 但是这个声音 沉默还是记得非常清楚的 他的目光默地转向那个方向 阿拉贡周围的一群人 纷纷拽拽地站起来 不怀好意地看着曼思莹 这一下教室里本来就走了一半的人 就只剩下零星的几个了 也正在这时 阿拉贡身边有人注意到 最后一排的左庭一和洪涛 顿时脸色大变 慌忙扯了扯阿拉贡 阿拉贡也注意到了左庭一 脸色也是一变 左庭一的威名 他从一尽孝就听说过 所以一直以来 他也避免和左庭一产生冲突 没想到 到底是遇到了 随着响亮的和尚书本的声音 左庭一站了起来 面无表情 我是封济处左庭一 你们的行为 已经违反了校规守则第17条 第49条第142条 违反了三天前发布的 东卫学府临时管理条例的 第1条第9条第32条 情节严重 请各位跟我去封济处一趟 众人脸色不禁 齐齐为之一变 左庭一的凶名 在整个东卫学府 那可是人尽皆知 阿拉贡脸色有些难看 但涉于左庭一的凶名 依然客气道 左庭一没有理会 脸上依然还是一副面无表情 不用废话了 跟我去封济处吧 沉默一旁的雷子 扯了扯沉默的衣服 使了个眼色 适宜离开 两个人见惯了这些场面 自然知道这个时候还是明哲保身来的保险器 而且他们也犯不着趟这圈浑水 反正在雷子看来 这两边大概都不是什么好人 沉默却如同木头一样没动 这让雷子大吃一惊 这家伙今天是吃错了什么药了 以他所知 沉默绝不会是什么充满了狭义精神的人 如果一个人过了几年 像他们童年那般的生活还充满了狭义精神 在雷子看来那不是傻子便是一个野心家 偏偏他和沉默都不是 但是今天沉默一反常态倒是把雷子弄糊涂了 不过既然沉默不动 雷子也自然跟他同进退 这一点根本不用思考 无论是雷子还是沉默都会做到 阿拉贡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 他怎么也没想到 左庭一居然这么一点面子也不给 而且很明显 左庭一是冲着自己来的 自己在学校可是横行惯了的 现在做到这一步 已经是非常给左庭一面子了 这么说 左同学是不打算给我这个面子了 阿拉贡脸色冷了下来 语气也开始阴森起来 几乎在他话音刚落 他身边围着的那些走狗们 纷纷站了起来神色不善 哟 看来这年头还愣是有胆大不怕死的呀 啊 哼 红涛慢悠悠的也站了起来 阴阳怪气的调侃着 而他的左手看似随意的抚摸着右腕的杜疑 紧接着不忘嘲笑一下左庭一 哎 我是庭一啊 看人家根本不买你的账 你说你做人现在已经失败到这个地步了 红涛在学校也是一位名人 当然论起名声自然是无法和左庭一这样的变态相比 而且他的名声是源于他的实力 作为东卫学府卡修系的领军人物 他的实力深不可测 据说已经能和一些职业卡修相提并论 现在看来果然传言不虚 在阿拉贡身边的一位卡修 看到红涛左手的姿势 脸色微微一变 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这家伙的年龄 起码超过三十岁了 一看就不是学生 十有八九 是阿拉贡他老爸 也深知自己的宝贝儿子在外面容易惹是生非 所以派了一个得力的保镖来保护 这种情况在那些公子哥大小姐身边也是习以为常 学校对这种情况大多也保持坚默 红涛色笑非笑的看着那名卡修 他的左手指尖 两条火红色的小龙在欢快的游走 这两条小龙只有拇指粗细 身上鳞片清晰可见 那名卡修显然对这两只小龙非常忌惮 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他身旁浮起七个盈绿色光点 如同七只萤火虫飘浮在他身旁 沉默还是第一次真正见到卡修对战 心下大为好奇 洪涛手上的小龙应该是自己制作的那张火焰龙的缩小版吧 而那名卡修身旁的盈绿色光点只有七个 远不如那广告里的瞎子那般一挥手便是一棚五彩流星鱼 输的 红涛目光一闪 左手指指屈指一弹 一条小龙垫窜而出 好快 旁观的沉默心下意惊 他的反应速度因为练习了剑体操的缘故 比起以前要快许多 但是面对这样的速度他自存自己是绝对躲不过 而那名卡修也不是弱者 三个光点朝那条小龙急射而去 半空中拖曳出长长的光尾 在沉默的红膜上留下惊艳的三道光痕 急脆的爆音骤然刺得众人耳朵生疼 就在两者碰撞出能量湮灭释放出强烈的冲击波 沉默就感觉被人推了一把 险些有些站不稳 不过两人没有继续动手的意思 局面又重新恢复到对峙之中 看着这一场他不理解的战斗 沉默眼中闪过一丝羡慕之色 且不说洪涛和那名卡修之间的对峙 现在在这空落落的教室里 沉默和雷子两个人显得异常的眨眼 这两位朋友看上去似乎挺面生啊 不知是哪个戏的高手啊 阿拉共忽然转过脸对沉默和雷子微笑道 虽然不知道这两个家伙的深浅 不过这个时候少一个敌人便多一分胜算 沉默没有说话像没有听到一样 雷子也紧紧闭上嘴巴 阿拉共脸上的笑意立即连去 这下他真的怒了 如果说左庭一和洪涛不买他的账 他倒觉得很正常 没什么了不起嘛 毕竟人家赫赫凶名摆在那 可这两个家伙 光看穿着就知道家里没什么背景 居然也敢在他面前冲英雄 这叫他如何不讳怒异常啊 阿拉共直接朝旁边的两个手下使了个眼色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先演播夜听 后期 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先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ni音频工作室 第二十四集 看到阿拉共的行为 左庭一平静的 看来你是想试试了 哈哈哈哈 左兄大名 自然如雷贯耳 不过呀 小弟可不想去风济处 这一次 也只好得罪了 阿拉共皮笑肉不笑的 左庭一没有说什么 只是退后一步 脸上依然平静不动声色 只是谋中僧寒之意一闪而逝 洪涛现在 也是有苦难说 阿拉共身边有一个极为厉害的家伙 绝不比自己弱 刚才那一番交手 洪涛就知道 横到高手了 卡修都要锻炼感知 越是厉害的卡修 感知同样也越高 这也使得他们对同类 有着异乎寻常的直觉和敏感 而向苦祭祀出来的卡修 在这方面据说更是惊世骇俗 他们只需看一眼 便可以对对方的实力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苦祭祀的学员数量 在六大学府里是最少的 一般极少能遇到 所以这传言真假难辨 但是阿拉共身边的那名卡修 却给洪涛带来了极为强烈的危险的感觉 刚才双方的碰撞 虽然不过是只有一下 但是这已经足以让他做出判断 也正因为如此 洪涛现在没有精力去照顾其他人了 左庭一他倒不担心 在这个学校大概还没有人敢让左庭一受到皮肉伤吧 他相信阿拉共的胆子虽然大 却也深知其中厉害 所以左庭一阿拉共是绝不会去动的 洪涛担心的是教室里的两名学生和曼思营 虽然最厉害的那名卡修被自己缠住了 但是阿拉共旁边的一众顽固们也是人多势众 而那两名陌生的学生一看那体格就知道 那武力值高不到哪里去 这时候沉默上前一步 把曼思营护在身后 另一只手已经抓住一个板凳 雷子心领神会不动声色手上也抓起一个椅子 流浪儿的世界是残酷的 能活到现在的倘若还没打过架 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不管是单挑还是群殴 两人也早就见惯场面 街头混混小流氓 这些都是两人以前曾经的对手 在这方面两人可是经验丰富 两人一抓起椅子 一股凶悍之气便勃然而发 雷子咬着嘴唇 面目开始变得猙獰起来 沉默虽然没有什么变化 但眼中的寒气也同样肆意 根本不需要招呼 两个人的配合是默契无比 先下手为强 在混混之间的打斗之中 根本不会有什么场面化之类 沉默操起手上的椅子突然发力 这一下 这一下奇准无比的打在一个人的头上 木制的椅子刹那间支离破碎 只剩下沉默手上的一只腿了 无数椅子的碎片四下飞散 被击中的那人 哪里想到对方根本不给他说狠话的机会 突然袭击 毫无防备之下 这一下挨了个结结实实 头上血花蹦射 被人惨叫一声两眼一翻 向后便倒 趁着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雷子也不甘示弱 呼的一下 抡起了手上的椅子 又是一声闷响 伴随着一声惨叫 一个由头粉面的公子哥 脸上便像开了酱油铺一般 五颜六色 捂着面孔痛苦的在地上挣扎 除了沉默和雷子 在场的所有人 倒吸一口冷气 便是左听一 猴头也忍不住咕噜吞了口口水 他们之间向来比拼的是家庭背景 比的是彼此之间的财力 打架从来也是手下去做 哪里见过这样的血腥狠辣的场面 只见那群人齐齐后退一步 与此同时沉默身后 骤然响起一个女子的尖叫 几乎把大家的耳膜都刺破了 慢思营是惊恐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反观沉默和雷子不为所动 俩人好争以下扔掉手中的断腿 各自重新抓起一把椅子 雷子心中很不屑 这帮人看上去人多势众 没想到都是一帮厨啊 当然如果雷子知道这群人之中有一个灰灰手便可以把他俩灭了的卡修的话 他绝对会面无人色的拉着沉默落荒而逃的 他俩是深得打架要领 此时表情愈发表现的平静 就像干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这也让阿拉贡那帮人感觉这两人的狠辣 心里顿时胆怯了 怎么 没上了 雷子扬了扬眉 右手提起木椅 重重的垂在桌子上 嘣的一声 这一下更是把那群人吓了一跳 这两个人是疯子吧 在场所有人心里无不是如是想 一想到他们刚刚下手之狠 特别是那个被拍中脸部的公子哥 简直是感同身受啊 几乎每个人似乎都感觉自己脸上奇痒无比 用手抓了抓 才发现全是汗珠 沉默没说什么 只是向前走了一步 刷的一下子阿拉贡那帮人齐齐向后退了一步 唯一没退的便只有那位卡修了 他此时并没有看沉默和雷子 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洪涛身上 在他眼中沉默和雷子明显只不过是街头小混混的手段 真正危险的是洪涛 洪涛才是最应该值得关注的人 这名卡修现在有些后悔了 因为看不透洪涛的身前 他刚才并没有用权力 这反而让他们这一方陷入被动之中 在他看来 对方最大的力量只不过是洪涛 在他的牵制下 洪涛断然不敢轻易出手 这样一来他们人多势众可谓占尽优势 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么一大帮人对付两个小混混 居然还完全处于下风 果然是一帮农包 他现在也是无计可施 和洪涛一样 他同样不敢轻易出手 刚才那一番交手 他便已经知道 对方绝不比自己差 两人如果开打 他无法把能量控制在小范围内 能量之间碰撞 形成的余波 对他和洪涛都无法造成伤害 但是他的小主人可就无法幸免于难了 他此时的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洪涛身上 无力再去针对其他人 沉默两人出手的狠辣 同样让他大吃一惊 他保护少爷已经不是一天了 对东魏学府也算得上了如指掌 对这些学生同样支支甚深 平日里他所见到的那些学生 鄙视起来也是畏手畏脚 既怕把同学弄伤 又怕自己受伤 这一点老早他便在心里暗自嗤之以鼻 他这种经历过真正战斗的人知道 这样的花拳秀腿 一旦真正遇到危险 是没有半点作用的 他还是第一次在东魏学府里见到出手 如此狠辣的学生 最让他动容的 却是那两个人眉宇之间的那股飘悍之气 这绝对要经历不少阵仗才能形成 陈木已经开始在拆手上的木椅子了 在刚才的动手过程中 他感觉这木椅子并不是很好用 左脚踩在椅面上 双手用力一般 啪的一下子 椅子的靠背便和椅子分离了 陈木试了试满意的点点头 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他双手的力量比以前要大得多 这个行为让那些原本就有些紧张的众人更是脸色一变 这一群人之间有不少公子哥已经两腿开始哆嗦了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25集 阿拉贡的那位保镖心下叹息 这次他们要输了 本来对付像这样的小混混 他一个人对付几十个也是轻松自如 然而没想到 这次决定这场争斗胜利的最终因素 却偏偏落在了这两个混混身上 沉默有些兴奋 也有些吃惊 他可以感受到这次打架和以往的不同 那种对力量操纵犹新的感觉无比的清晰 让他觉得吃惊的 却是另一件事 在他刚刚挥出木椅的一瞬间 对方的动作在他眼中 缓慢的就像慢动作一样 他几乎不用思索 便可以轻易击中那个倒霉的学生 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很强烈 但是这种感觉就像是来的突然一样 去的也毫无征兆 仅仅一眨眼的功夫 沉默眼前的世界又恢复如常了 如果不是考虑到这里是学府 而那家伙是学生 而不是小混混的话 刚才那一下沉默便会要了他的命 现实的残酷他和雷子早就领教过了 千万不要给对方任何一点机会 这一点在外面混过的人都知道 似乎这几天对身体的锻炼起到了一些作用 沉默有些疑惑也有些不确定 因为他可以感受到 他对力量的操控更加准确也更加自如 换做以前刚才那一下子 他是绝对没办法做到如此干脆利落的 那突然变得缓慢的世界 尽管只是短短的一刹那 但是沉默已经深深未知迷醉 他很兴奋 没有丝毫畏惧 他现在希望这些人能够扑过来 能让自己再一次进入那个神奇的世界 阿拉贡看到沉默和雷子的眼神 眼中一丝恐惧之意一闪而逝 这两个人和佐亭一可不一样 自己和佐亭一无论发生再大的冲突 两个人的身体都是不会受到伤害的 他们损失的只会是手下的力量 这也是东魏学府的潜规则之一 上次传言他被曾心仪的哥哥弄到警备司里去 受到哪种哪种虐待之类完全是子虚乌有 他只是被曾心仪的哥哥警告了一番而已 这大概便是公子哥之间的冲突特点 在他们长大之后 他们可能成为生死的敌人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但是在现在他们还没有完全独立之前 却需要保持克制 这是整个天忧联邦上层社会的特点 还从来没有人给阿拉贡带来现在的感觉 阿拉贡相信只要再过几分钟 其他人如果都揍趴下了或是跑了的话 对面那两个狠鬼会毫不犹豫的 把椅子朝自己拍过来 而自己的那位保镖 阿拉贡的目光不由忘却 随即他便不抱什么希望了 那位保镖和洪涛两人 现在就像两只公鸡互相瞪着眼 看着刚才倒下的那位人凶 现在还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着 身子弓得像个虾米 凄惨的嚎叫一直没停 阿拉贡的心里就一阵抽紧 他艰难地吞了吞口水 额头已经布满了汗水 好汗不吃眼前亏 他迅速在心中权衡着 风济处虽然可怕 其实自己除了丢面子之外 也不会受到实质性的伤害 但是要是再继续在这里待着就不同了 他的目光随着沉默手上的木椅子晃动着 仔细看那两个人 一个穿得花里糊色的 身上那些光灿灿的玩意儿全都是廉价货 但是从这人眼中闪动的灵动光芒可以看得出 这是一个相当机灵的人 而另一个看起来却是平凡普通 普通的身高普通的着装 在阿拉贡这种享受生活的人眼中 这种着装简直是粗糙无比 就是在相貌方面也没有任何奇眼的地方 丢进人群之中便再也找不到 但就是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 放在平时阿拉贡绝对不会多看一眼的人 此时却让他生出几分恐惧之意 阿拉贡感觉这个人他看不透 这在他身上是极少发生的 出身商骨之家的他对察言观色有着极佳的天赋 而且耳濡目染之下破惊于此道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今天就遇到了这么一个让他看不透的人 阿拉贡决定暂时的妥协 好我去封剧处 阿拉贡的话让他身边的那一帮玩友们齐齐长松了一口气 这件事就这样结束 沉默和雷子最先离开 没有人敢阻拦他们 左庭一想叫住他们 但是看两个人完全不打一个招呼便离开 他和洪涛的脸色还是有些难看 左庭一和洪涛的脸色自然不在沉默的考虑范围之内 本来雷子倒是想和他们打个招呼 毕竟瞎子也看得出来 这俩人在东魏学府也是那种相当有势力的人 今日这份并肩作战的情谊足以让双方成为朋友 这对他们以后的发展颇有好处 不过看了沉默一眼 雷子还是没有开枪 心里其实还是颇为遗憾的 不过很快雷子便把这点点遗憾抛之脑后 转而兴奋的 今天打的真爽 西部软淡的感觉真好 不过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有些奇怪的问 木头 你今天吃错药了吗 怎么想起来管这份闲事了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哦 那女的帮过我一个忙 沉默的回答很简单 啊 雷子一惊 顿时来了兴趣 我说呢 你一向不管闲事的 今天怎么出手了 来 说说 那小妞帮你什么忙啊 不过我看人家好像不认识你啊 连个招呼都没给你打 是指卡方面的 沉默把那天的情形说了一遍 哦 那今天是应该的 雷子恍然大悟 从小流浪的他们深知人世的冷暖 一向以来很少能遇到别人的帮助 所以对别人的帮助他们也异常的珍惜 虽然这次别人只不过是无意中帮了沉默的一个忙 但是沉默却觉得应该给别人回报 所以在今天才义无反顾的站了出来 他们没有想过自己的帮助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但是他们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 所以就挺身而出了 正是这种朴素的心理才让沉默做出这个行为 也许在普通人看来这有些可笑 但和沉默有过同样遭遇的雷子却能够理解 这件事对沉默和雷子来说只不过是件小插曲 只是两人交手的情景不时会在沉默的脑海中浮现 至于那女人人情即还 大家就互不相欠了 这便是他们为人处事的方式 不贪求不奢望先活着 至于恩怨有能力回报则必报 没能力就放在心里 他们不知道在这段时间 阿拉贡和左庭一已经把学校翻了个遍 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他们俩 而沉默和雷子呢正在拼命的制作卡影 这不仅包含着雷子的理想 同样还包含着沉默的生活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26集 沉默和雷子手头上能够供他们挥霍的资金少得可怜 他们不得不费尽心思 卡影的故事篇幅不能过长 但又要吸引人 这对雷子而言是一个相当难的挑战 他一遍遍的写又一遍遍的改 沉默也轻松不起来 虽然制作工作还没有开始 但是他已经在脑海中不断的做出各种调整 卡影的图像虽然并不复杂 但是如何增强表现力却是一个相当有难度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 还是在于他们手头上没有多余的钱来给他实验 也就是说 沉默需要减少制作失败的次数 这样才可以大大的降低制作成本 很显然沉默对成本控制的兴趣 远远超出了对高级卡片知识的渴望 对他们两个穷贵来说 成本那就是生命啊 终于就在星院的交流团来到东卫学府的当天 雷子的剧本也最终完成了 就在东商卫城万人空下去异度传说中六大学府之一 星院的风采的时候 沉默和雷子两人正关在家里讨论剧本 两人展开了极为热烈的讨论 沉默要求雷子把他希望达到的效果每一点都仔细的告诉他 比如光线的变化 比如背景服饰 比如人物此时的表情 沉默是越问越具体 越问越细 一些甚至被雷子忽略的问题也被沉默提了出来 雷子哪里遇到过如此阵仗也是头大无比 不过他也明白沉默是想节约成本 当下也是勿求详绩 两个星期 两人讨论了整整两个星期 原本只有饱饱几页的剧本旁 堆放着一打厚厚的草稿 这些草稿上写满了两人这些天讨论的成果 两个人的眼睛都是布满了血丝 但是精神却似乎还都颇为不错 经过两个星期的讨论 沉默已经对整个故事烂熟于心 不光如此 几乎这个故事的任何一个画面 画面上的任何一个细节 他都已经做到心中有数 现在他们需要的不是马上开始制作 而是休息 这一休息 两个人睡了整整两天两夜 熟睡的两人并不知道 在他们闭门讨论的这段时间里 星院的交流团已经入住东魏学府 星院的这次可以用不可思议来形容的交流活动 也吸引了整个天忧联邦的目光 原本只是局限于星院和东魏学府之间的交流活动 已经变成了整个东商未成的盛世 王泽是这次星院的学生代表 瘦高瘦高的个子 脸型有些长 微微有些内线的眼眶 眼神锐利至极 他是星院外院三年级的学生 在星院外院学生如果没有获取进入内院的资格 那么四年便可以毕业 作为卡修的王泽 虽然实力只是普通偏上 但是精于世事为人机灵通便 所以这次校方才委任他为学生代表 可以看得出 星院对这次交流活动是比较重视的 除了四年级的学生 因为要准备毕业大考外 其他三年级的学生都有 其中还不乏高手 而东卫学府方面 负责的学生则是左庭一 王学长住的还习惯吗 左庭一见到王泽 礼貌的问候一句 这个基本由学生组成的交流团 将在这里待两个月 两面的校方对他们都将不做任何硬性要求 他们可以随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王泽对这位彬彬有礼的东卫学府的学弟 也是颇为欣赏 王泽出身名门 所以对左庭一身上表现出来的风度 非常有好感 他微微一笑 有劳学弟费心了 贵校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 只是这样一来 只怕我们回学校了可就大大的不适应了 学长谬赞了 哦 对了 今天贵校有几位同学参加了三年级F班组织的野外实习 这样一来 我们负责保护的老师恐怕就有些不够了 左庭一有些迟疑的 天幽联邦总共有五大华区和二十二个普居区 再加上京都相当于有二十八个区 这二十八个区彼此之间并不接壤 几乎每个区都是相互独立的 以东商卫城所在的东行区为例 在东行区区外是连绵不绝的森林 那里是最原始最蛮荒的地方 那里也是其他生物的世界 而那些生物才是内里的主宰 它们力量强大 危险而致命 而且数量众多 在天幽联邦的建国史上 每个区的开辟都是建立在无数仙人的鲜血上的 在天幽联邦外是荒野 是茂密的原始森林 是干燥的沙漠戈壁 是高耸入云的绵绵雪山 而如果要问走过荒野 穿过森林 跨过沙漠 攀过雪山 一直往外走 外头是什么样子的呢 恐怕没有人知道 每年都会有无数的探险者出发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回来 野外的危险实在是太多了 在野外强大的生物数不胜数 有些甚至连人类最顶尖的卡修都无法抗衡 它们才是大自然的宠儿 但是野外同样是一座宝库 丰富的物产 还有那些野兽身上珍贵的皮毛 都足以让贪婪的人类奋不顾身 在人们眼中珍贵无比的高级卡片 它们所需要的材料 几乎都要从危险的野外强大的生物身上获得 而镜窗和灰层的发现 更是让整个天幽联邦进入了一个狂热的探索时代 在方历2910年 人类在野外发现了第一个镜窗 很快和这个镜窗相连的灰层也被发现了 镜窗是人类在野外发现的通往其他地域的通道入口 灰层也就是连接两个镜窗的通道 据说灰层里是一个灰蒙蒙的世界 灰层也因此而得名 紧接着第一处新的地域被发现 也就是现在的摩哈地域 而他的发现者杨森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和财富 而天幽联邦对这种探索行为大力宣扬 并且允许私人进行探索 私人如果寻找到一处新的地域后 可以获得大量的权益 比如如果双方进行商业贸易 他可以获得一成的税收 比如发现者可以获得包括贸易优先权在内的等等的一系列的优先权 并且这些优先权还可以进行转让和买卖 政策一出台 许多大财团资助的探险团队立即像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 也是从那以后卡修随着卡片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 在其他武力职业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一职业 而社会对卡修大量需求也同样刺激了卡片理论的高速发展 野外也成了无数冒险者的天堂 但同样也如地狱一般埋葬了无数的冒险者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27集 东商卫城位于东行区的边缘 城外便是荒野 东卫学府每过一段时间便会组织学生进入野外进行实战方面的训练 不过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会有大量的老师随行 虽然他们并不会深入荒野 虽然他们并不会深入荒野 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危险 校方规定了严格的保护措施 这一次 因为星院的几名学生想参加这一次的实战训练 但是由于没有事先准备 所以随行的老师不够 但是偏偏这几位星院的学生态度非常坚决 这也让东卫学府方面有些两难 如果星院的学生在东卫学府出了什么危险 那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左庭一赶紧跑过来和王泽商量 希望他能约束这几名星院的学生 王泽立即明白左庭一的意思 他微微一笑 淡然道 学弟就不用为他们担心了 早在出来之前校长就有交代 他们如果出了什么事情 自然由我校一力承担 本校的学生多少有些自保之道 这方面倒是不用担心 语气虽然淡 但话语里面却透着无庸置疑的自信 左庭一一证 随即也释然了 人家毕竟是星院的学生 怎么可能没两把刷子 点点头 左庭一便向王泽告辞 去做双方的协商工作了 看着左庭一远去的背影 王泽却有些出神 他这次负责整个交流团的事宜 肩上责任重大 环顾四周 他的神色变得有些复杂 但旋即神情便重新恢复平静 一想起自己的母校 昔日的辉煌和如今的没落 王泽就感觉自己身上的血液在沸腾 心中暗下决心 这次一定要把事情办好 一觉醒来 沉默觉得神清气爽 吃了点东西 他便开始整理桌上的草稿 没过多久 雷子也悠悠醒来 醒了 沉默头没抬 手上在整理草稿 雷子恩了一声 站起身来 伸了个懒腰 散漫的伸吟了两声 这才转过头来 啊 木头 我们是不是今天去买材料啊 嗯 我正想和你说这件事 商店外头 雷子的脸色铁青 脸上肌肉抽搐 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这这这这这简直是抢钱啊 他一脸肉疼的看着自己手上所剩无几的欧迪 沉默没有理会雷子 他现在完全沉浸在一种满足之中 手上提着的袋子里 全都是卡材和调制卡末的原料 他还从没有拥有过如此众多的原料 等回到家 沉默便把雷子给赶了出去 制作卡片的时候他需要安静 而想要雷子安静 那和哑巴开口说话难度相当 看着面前堆积如山的材料 沉默骨子里突然迸发出一股前所未有的豪情 虽然他手头上都只是一些初级原料 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卡片制作的热情 沉默没有立即制作 虽然整个故事的细节已经深深烙进他的心里 但是他需要把故事的细节转换成卡片上的每个细节 而且他手头上的材料并不富足 能少失误一次就节约很多钱 沉默从来没有认为过自己在制作卡片上比起其他人更有天分 但是有一点他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做的更出色 那就是他足够勤奋 为了节约他不得不拼命的在脑海中推出卡片上的结构 这样不仅可以节约大量资金也可以让制卡师对卡片的结构更加熟悉 这还只是准备工作 点尘石螺心汁配上相同剂量的墨蓝浆 使用微火烧煮十分钟 直到点尘石完全溶解 调制出来的卡末略显粘稠 用搅蓝棒搅动时会泛着一圈又一圈的亮蓝色波纹 有一股辛辣味直呛鼻子 现在的沉默看起来不像制卡师 反而更像那些小说中的巫师 这个名叫邂后的故事沉默已经烂熟于胸 没有等卡末冷却 他飞快地取出一张空白卡片 右手拈起一支斜刃笔轻轻站上一点卡末 没有任何犹豫 斜刃笔就落在了空白卡片上 鼻走龙蛇如同行云流水 中间没有哪怕一秒的停顿 还带着几分热量的卡末沿着笔尖落在空白卡片上 在沉默感知的控制下泛着轻微的白光 沉默目光专注脸上神情一丝不苟 这是沉默从神秘卡片的幻境学会的 制作换卡时 如果趁着卡末热的时候就开始画的话 笔调会非常的柔和流畅 而卡末和卡面的契合度会更高 制作出来的换卡也有着更好的效果 但是卡末从完成到冷却大概只有两分钟 也就是说沉默必须在两分钟内完成整张卡片的制作 这也是沉默为什么要对整张卡片上的结构做一遍又一遍的推算 这张卡片上结构的每一个细节 沉默早就烂熟于胸 而那只已经画过无数张一星能量卡的手 稳定的就像是最精密的仪器 没有一丁点误差 和沉默可以称得上千锤百炼的手相比 沉默对感知的运用要差得多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任何纰漏 一朵看上去像蔷薇花一样的图案 随着笔尖的一点点延伸而变得越来越复杂 构成图案的每根线条泛着微光一闪一闪像在呼吸一样 沉默脸上的神情还是那样专注那样一丝不苟 但是额头微微浸出的汗珠却可以看得出这并不是件轻松的工作 即使已经做了许多准备 但沉默还是忽略了一个极为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感知的运用 沉默一直把心思用在如何熟悉它的结构上 却在这个问题上疏忽了 沉默的呼吸开始有些紊乱了 运用感知是相当耗费心神的 特别是对沉默这种感知并不高 而且运用也不多的人来说 现在沉默感到越来越吃力 虽然比肩传来的感觉还是那么流畅 虽然所有的结构可以轻易而清晰的浮现在它的脑海 但是它已经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 卡面上的图案的光芒开始一点点变得暗淡 如果图案上的光芒在卡片还没有完成时消失 那这张卡就彻底的变废了 额头青筋抱起 粗重的鼻息灼热无比 汗珠也从刚才的小水路变成了溪水 唯一没有发生变化的只有沉默手上的那支笔 空荡荡的感知让沉默非常不舒服 但是它已经没有选择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28集 摇紧牙 双目圆睁 平日里平和冷静的眼睛已经是一片赤红 沉默竭力地调动最后一丝感知 而手上的动作却有如浮面的清风柔和无比 一个轻巧的勾线 笔尖带着一道奇妙无比的极细的弧线 反正肉眼难以察觉的微光紧接着手腕一转骤然发力 画出了一个充满力量感的按捺结构 沉默最后一丝感知也随着这充满力量的一按注入到卡片上 整张卡面突然光芒暴涨 原本只是放着微光的卡面输得一亮 紧接着恢复如常 这张卡片也变成了一张看不出半点特别之处的幻卡 只剩下那最后一下光芒暴涨在沉默的红膜上留下的亮丽残影 沉默一下子瘫在靠椅上 她浑身湿透 鼻息粗重 眼中却闪动着喜悦 成功了 她成功了 虽然过程非常惊险 但是她还是成功了 这张幻卡是她所制作的最复杂的幻卡 感知的消耗远超乎她的意料 不过她还是成功了 一股无法形容的喜悦塞满了她的胸膛 有些发软的手拿起这张幻卡 虽然卡面的图案她早就烂熟于胸 但是她依然感受到这张卡片所代表的神秘和力量 这一整天 沉默都处在一个极度兴奋的状态之中 她不停地把这张卡片放入镀椅里 一次又一次地观看 百看不厌 不过 第二天 已经冷静下来的沉默 却不得不思考昨天遇到的情况 她知道 昨天之所以能成功 运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如果今天叫她重新制作 她只有五成的把握能成功 五成 这个概率实在太低了 这也意味着极其惊人的损耗 可偏偏 现在的她和雷子无法负担这些损耗 忽然 沉默想到了自己制作的那张烈焰龙的幻卡 论起精美程度 烈焰龙幻卡是远超过现在这张幻卡的 然而自己制作的却要轻松得多 这是为什么呢 按照常理 那张烈焰龙幻卡的制作难度应该更高啊 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 沉默记得很清楚 自己在制作烈焰龙卡时 虽然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相当从容的 仔细的一分析 沉默才恍然 这卡影虽然对幻象的要求简单 但是对动态要求却非常高 所以自己制作起来才那么费劲 动态 动态 沉默陈墨陷入了沉思 右手手指下意识地扣机桌面 猛的 沉默忽然想到神秘卡片幻境里演绎的另一种卡片 筹卡 关于筹卡的相关知识 沉默只是匆匆浏览一下浅尝折纸 他的精力都放在换卡上面 但是筹卡里面的一句话 给沉默留下了颇深的印象 所谓仇即动态计算 就是这句话 在刚才像电火般在沉默脑海中一闪而过 沉默隐隐感觉到 这种他从未听说过的筹卡 也许能解决他眼下的这个难题 这个突然的发现令沉默精神为之一阵 他毫不犹豫地立即进入卡片幻境 沉默这一次一进去 就是两天一夜 当他从神秘卡片的幻境中退出来时 眼眶深陷嘴唇干裂 浑身软绵绵地提不起一丝力气 两天一夜滴水未进 沉默的精神反而不见丝毫萎靡 眼中绽放的光芒就像刚刚捡到了什么西式珍宝一般 亢奋 精神上非常亢奋 他恨不得马上开始工作 不过糟糕的身体状况 却让沉默不得不先进食和休息 虽然是休息 但沉默的大脑依然没有停止 高速运转的大脑在拼命地消化这两天在幻境中的收获 嘴里头只是下意识地吞咽着面包 没有人能够知道沉默这一刻的喜悦 这种喜悦比起当年学会制作能量卡更为强烈 当初沉默年幼见识有限 并不明白学会制作能量卡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多大的影响 现在的他却很清楚 这种换作筹卡的卡片将会让自己的未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接下来的三天里沉默一头扎进工作中 对外事不闻不问 就是雷子过来也被他轰出去了 现在的沉默眼中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自己新的构想 洪涛看着身边的同学 再看看那几名心愿的学生 心下不禁感慨 大学校果然就是大学校啊 东魏学府的学生们基本都是步行 而心愿的学生则是不急不缓地 在半空中缓缓飞行 洪涛虽然也可以飞行 但是自问做不到这几名心愿学生这般从容 飞行需要用到气流卡 像市面上能买到的缩车 它的最基本核心也就是气流卡 缩车本身的结构能让他们很轻松的升空飞行 但是人的身体形状并不适合飞行 所以想单凭气流卡便能飞行 需要非常高超的操控技巧 气流卡越高级 它所释放的气流也越猛烈 相应的它的操控难度会急剧上升 不仅如此 飞行还需要极强的平衡性 东魏学府的学生一般使用的都是轻卡 轻卡是气流卡的简化版 它能产生一定的向下的气流 减轻体重对双腿的负荷 它使用起来很方便 也很简单 可以大大的提高步行的速度 节省体力 不过一般的高手都不屑于使用这种卡片 高级气流卡产生的推力是非常强大的 它们的飞行速度甚至可以超过缩车 而且远比缩车要灵活 洪涛一眼就看出 这些心愿的学生所用的气流卡最起码都是三星以上 以洪涛的水平也可以使用三星气流卡 但还不够娴熟 而东魏学府的学生们更是一脸羡慕的看着心愿的学生 眼下的这个情景倒是让那些带队的老师迫不是滋味 年轻人的性情之中总难免会有几分好强 虽然明知对方远胜于他们 但他们还是鼓足力气的前进 于是众人前进的速度立即大为提升 带队的老师见状也并不阻止 很快便要进入危险区域 直到这时带队老师才命令所有人停下来休息 恢复一下体力 东魏学府的学生队伍之中 大部分人都在喘气 刚才发力狂奔 对他们的体力消耗颇大 毕竟卡修在体力方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反观星院的学生 个个一脸从容 呼吸丝毫不乱 尽管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 但是这些带队老师 还是阻止了东魏学府的学生们继续前进 因为他们很清楚前方的危险 无论如何 他们需要优先保证学员们的安全 星院学生中有一名戴着眼镜的学生 忽然偏过头 右手梳得抬起五指虚张 一道半个巴掌大小的月白色波刃 凭空出现在他手掌上方如同一弯月钩 眼镜后一道寒芒闪过 那名学生右手轻轻向前一送 那道弯月波刃想突然间失去了束缚 如同离弦的箭撕裂空气 发出轻悦的轻笑 好着离他们大约三百米远的一处灌木丛 急射而去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二十九集 月行波刃 没有受到任何阻碍的 没入灌木之中 就在众人不明所以的差异中 那处灌木忽然一阵剧烈的晃动 一条大约大腿秃的青蓝色大蟒 在地上痛苦的翻滚 在它的七寸处有一条细小的血线 东魏学府的学生们 各个目瞪口呆 不能置信的看着地上翻滚的大蟒 就连东魏学府的老师也各个面露惊荣 让而最为震惊的却还是洪涛 洪涛一向自视甚高 现在才知道人外有人 他看得更为清晰 蟒身上并不止一条血线 而是两条对称的血线 是那道月行波刃贯穿整个蟒身留下的 六大学院真的那么强吗 洪涛的心中如同掀起惊涛骇浪 星院在六大学府之中排名垫底 但就是这样随便出来一名学生伸手都恐怖到这个地步 而那名星院的学生就像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只是轻轻的推了推眼镜 陈牧面前摆放着十张已经完工的卡片 卡片的脚上有编号 从一到十 他脸上露出满意之色 有什么比这更完美的结果呢 他不仅成功的制作出卡影 而且还把原本预计的三十张卡片压缩到十张 这样一来成本只不过相当于以前的三分之一 比起已经制作完成的卡影 他更满意的是自己的收获 筹卡 现在他对这种神奇的卡片充满了兴趣 能把三十张换卡的内容压缩到十张 足以证明筹卡的神奇之处 已经完成的十张卡片里 没有一张是筹卡 它们都是换卡 事实上 从神秘卡片中学习到的筹卡知识里 专门的筹卡的使用已经到了非常高级的地步 现在沉默所学的只能算得上是关于筹的知识 只是一些基础知识便能有这种效果 这也让沉默很期待 如果什么时候他能真正使用到一张完整的筹卡 会有什么惊人的效果呢 雷子这边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沉默 木头 你是怎么做到的 解释起来可能会比较复杂 沉默一边喝水一边提醒的 哦 那算了 雷子连忙改口 他很了解沉默 在他眼中 沉默是一个狂热的卡片技术热爱者 如果连沉默都说比较复杂 那对自己来说肯定是天书 听沉默一本正经的讲着自己绝对不懂的东西 那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 对于技术层面上的问题 雷子并不关心 他在意的只有这部卡影的质量 哎呀 没得说 没得说呀 而对此 雷子是嘖嘖赞叹 两个硕大的金属耳环来回晃动 他一脸的满足 这部卡影是我见过最好的 木头 你的技术太棒了 当然 本上的剧本也是没话说的 他认为自己说的并不夸张 无论是从画面上还是从故事上 这部卡影都无懈可击 写实风格的画面 合理的光暗渲染 再加上紧凑流畅充满悬念的故事 都让这部卡影极具感染力 他忽然站起来 双手朝天举起一脸的嚣张 哈哈哈哈 我们木雷双雄撑雄整个卡影界的时候到了 看到雷子如此兴奋 沉默心下也非常高兴 不过还是提醒他 你现在想想怎么把它卖掉 还有升卡的问题 升卡需要专门定做 沉默可做不出来 这些问题交给我就是了 雷子一脸成竹在胸的表情 两人立即行动起来 沉默把剩下的材料全部做成卡影 而雷子则要去定做升卡 并且把这些做好的卡影全部卖掉 两人可谓是身无分文 如果不把卡影卖出去的话 他们很快将面临五米下锅的局面 沉默的动作比起雷子要快得多 有了第一套的经验 他做起来非常快 到后来也不知道 是不是感知运用的比较多 竟然进步了不少 而这也令沉默更加的从容 现在一套十张的卡影 他只需要一天便能完成 到最后 沉默一天的完成量是五套 每套卡影的成本是三千欧迪 平均每张换卡两百 最贵的是升卡八百欧迪一张 再加上两百欧迪的包装费 把这套卡影包装的是极为的华丽精美 按照沉默的意思 一部卡影卖四千 他们便能大赚一笔 没想到雷子却是心黑无比 他顶的价格是一套一万欧迪 这令沉默呆在当场 他很是怀疑这样的价格究竟能不能卖出去 雷子还说这个价格是市场价 难道卡影这个行业如此暴利 沉默没想到自己的卡影只有十张换卡 而一般的卡影换卡基本上都是三五十张 这才造成他们制作的卡影利润如此之高 然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雷子第一个星期就卖了五套 这样算下来 两人一个星期净赚了三万五千 这速度让沉默是择舌不已 这不能吃不能穿的玩物居然能卖到这个价格 第二个星期雷子更是卖了十套净赚七万 沉默很是不解 雷子你从哪找来这么多的冤大头啊 雷子一脸鄙视的看着沉默 我好歹也在这个圈子里混了这么久了 怎么会一点人也不认识呢 你以为所有人都像我们两个穷鬼一样 人家追求的那是精神满足懂不 一万欧迪在他们眼中也就吃顿饭的钱 再说了像邂后这样的情情爱爱 简直是满足那些有钱人家小姐的精神良药啊 我们这叫投其所好 有句话叫什么来着 精神是无价的 我们卖便宜了 那可不是看不起他们的精神世界吗 沉默无语了 经历最初的兴奋之后 沉默很快便已经习以为常 到最后已经完全是个数字概念了 两个月下来清点一下 邂逅总共卖掉一百五十多套 算下来将近赚了一百万 两人平分下来一人五十万 两人哪里见过这么多钱呢 一时之间你看我我看你都有些傻眼了 我 我们发财了我们 雷子激动的语无伦次 两眼直冒金光 不同于脸上的平静 沉默心下也非常激动 有这五十万可以保证他生活非常久了 他可是知道平稳的生活对金钱的需求 一百五十多套的销售量让雷子也非常满意 沉默自然更不消说 按照雷子的预计销售到这个地步也就差不多到头了 毕竟两人可不是什么集团 没有什么渠道 沐总 我打算出去旅游 平静下来的雷子忽然抛出这么一句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 方响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集 MassKK音频工作室 第三十集 听到雷子想出去旅游 沉默理解的点点头 雷子从小便有这个愿望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要不我们一起去 雷子试探地问 沉默摇摇头 啊 我还是打算在家里 有很多问题还没弄清楚 对沉默这个狂热分子 雷子是没有多少办法的 只有充满了鄙视的 没有情趣的木头 雷子外出潇洒去了 沉默也不需要制作卡影 他便潜心研究那张神秘卡片里的东西 而就在这段时间 在东魏学府女生中 邂逅的热潮愈演愈烈 无论是谁手头上有这部卡影 马上就会有无数人来借运 可还没等他还给原主人 紧接着又会被另外的朋友借去 女主和男主的一次次邂逅 牵动了无数人的心 无数女生为里面曲折缠绵的故事 抛洒热泪 就在邂逅成为东魏学府最紧俏的物品时 女学员们却愕然发现 他们已经买不到这部卡影了 而那些出售卡影的店家 更是急得火急火燎的 看着这大好生意就在眼前 偏偏那个吊着两个硕大耳环的少年 又找不到人影 这些店主急得新火上升 可又偏偏束手无策 女学员们见着实买不到 无奈之下 只好走曲线救国的道路 东魏学府不乏智卡高手 他们已经接到许多美女学员们的请求 帮他们仿制邂逅 在学校这个青春荷尔蒙激扬的地方 美女们的一句话 比起老师更为有效 这些平日里自敢与社会脱节的智卡高手们 激动的不能自艺 简直想仰天长笑 以书心中得意 我们的时代终于到了 几位女生更是大方的奉献出手上的正版卡影 这年头 盗版绝对是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活 他们只能从卡片上的购文来推测 但是很快 这些东魏学府的智卡高手们个个都傻眼了 从卡片的购文来看 这些卡片只能算是一星换卡 按道理 这样低级的卡片自然难不倒东魏学府的智卡高手 要知道哈门之中的一些人甚至能制作三星换卡 但奇怪的是 这些卡片虽然看上去购文并不复杂 但他们却每次都复制失败 一次两次倒也罢了 可如果要是这个次数达到了七八十次 那这里面就耐人寻味了 诡异啊 太诡异了 这些年轻的智卡师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面面相去 难道美女军团第一次向他们求助 他们便以失败而告终 为首的那位智卡系学员一咬牙 兄弟们咱跟他卯上了 不把他弄出来 咱们以后可没办法做人呢 在他跟前 一双双红彤彤的眼睛里尽是不甘心 这帮色狼们是个个憋着一股劲 校园里所有的目光都汇集在这儿了 他们可丢不起这个人 智卡系每个年级每个班级最优秀的学员 纷纷被集合起来 他们将开展有史以来东魏学府学员自发组织的最强大的攻坚战 东风吹 战鼓雷 不破 邪后 誓不回 标准的研究课题模式最强大的学生阵容 他们将借助东魏学府最先进的一切 对邪后进行最完整版的破解 沉默是自然不知道 他制作的卡影居然在东魏学府弄起了如此大的风波 在他的脑海里自然从来不会想到居然有人愿意把如此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这么无聊的事情上 沉默这些天一直沉浸在学习之中 手头上宽裕 也使得他有条件练习一下卡片的制作 他如今正在学习制作二星能量卡 二星能量卡能够提供1000欧迪的能量 他的成本仅大约800欧迪 但是他的售价却是1200欧迪 沉默这才发现 果然越是高级的卡片 里面的利润越大呀 神秘卡片里面 关于筹卡的知识并不算多 也不算复杂 哪里耐得住沉默如此狂热的学习 这段时间由于实践次数比较多 沉默在质卡方面进境极快 如今他和几个月之前判若两人 除了质卡进步了以外 他的身体比起以前也要好太多 坚持不懈地练习健体操效果显著 沉默身上哪里还看得到 半点昔日那个瘦弱少年的影子 匀称的体型 只要一拖衣服便能看到他身上 若隐若现的肌肉 他的双手如今可以轻易提起以前负重的三倍 最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他身体的柔软达到了一个极为夸张的地步 自己应该已经过了练柔韧性的年龄才对 这一点让沉默百思不得其解 整套健体操里面的18个动作 沉默最喜欢的是锻炼双手的几个动作 尤其是手指 因为手指的灵活对质卡非常重要 沉默对现在的生活满意极了 短期内不用为钱发愁 有知识可以学习 有材料可以练习制作卡片 自己的身体也越来越好 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而且二星能量卡的制作也已经完全不成问题了 原本还以为要多练习几次呢 没想到第一次就非常的成功 洪涛在校园里碰到左庭一和王泽 朝王泽点头打了个招呼 目光重新落在左庭一身上 不自禁的哈哈大笑 你没去参加那个破解行动啊 破解行动在东卫学府开展的轰轰烈烈 早已经是这段时间校园里最热门的话题了 左庭一学的便是智卡 所以洪涛才有此疑问 不过言语间调侃的意味更重几分 左庭一面无表情 我很忙 他的确很忙 这段时间他最主要的任务 便是负责和兴愿的同学沟通 这也导致这些天他的时间基本都耗在王泽身上 当然他凶名太盛 那些参加破解行动的同学自然没人敢来找他 一旁的王泽轻笑道 这破解行动我也听说了 不知道进展怎么样 可惜这次的交流声清一色的全是卡修 否则的话他一定让智卡失系的同学也参加这个活动 有什么比这种活动更能拉近他们与东魏学府学员们之间的距离呢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 本集播讲完毕 音频工作室 第三十一集 王泽问起东魏学府最近流行的破解行动怎么样 红套摇头 嗯 据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左听一冷冷道 以他们的实力成功可能性基本等于零 哦 怎么说 王泽不禁问 这些天的相处他对左听一的脾气有所了解 知道他对智卡方面的态度极为严谨 红套对左听一更是熟悉 也是一脸诧异的看着左听一 左听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脸色有些奇怪 我研究过那套卡影 那套卡影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红套和王泽面面相去 两人目光傅又齐齐转向左听一等他下一步的解释 制作这部卡影的人很聪明 他在换卡的结构上做了一些改动 我还没有弄清楚这部分改动的结构到底有什么作用 但是我猜测 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阻止别人仿制 左听一犹豫了一下 接着说 我说的是也许不排除其他可能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这个制卡师的水平很高 他顿了一下再次强调 非常高 左听一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名字 木头 在邂逅这部卡影上 写着制卡师和编剧的名字 木头和雷子 这两个名字在东魏学府女生界可是如雷灌耳啊 左听一对编剧雷子不感兴趣 但是对这位制卡师木头却是充满了好奇 洪涛和王泽听左听一这么说不禁大吃一惊 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左听一对别人如此高的评价 洪涛犹豫的 呃 不至于吧 不是说那套卡影全都是一级换卡吗 他再厉害能厉害到哪去啊 左听一看洪涛的目光像在看白痴 我不和制卡白痴交流制卡方面的问题 他对王泽做了一个手势 意思是你怎么看 王泽沉吟的 制卡方面我也不熟 不过我听人说过 体现一位制卡师水平的 并不是这位制卡师能制作多几星级的卡片 而是他对卡片规则的理解 对能量的理解 洪涛似懂非懂的点头 突然的 哎 是不是就像卡修一样 不是看他能使用多高级的卡片 而是要看他对自己的卡片的运用 对能量的控制 嗯 就是这个意思 王泽沉稳的点头 看了一眼洪涛 涛哥 你的基础扎实 只要运用再灵活一些 多做一些尝试 定然能够更进一步 王泽和洪涛早就私混得非常熟人 王泽的实力如何 洪涛没见过 不过 那日野外实战的那些心愿学生们 对王泽都非常尊敬 王泽的话 洪涛听在耳中 记在心里 若有所悟 沉默大概 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卡片 会有这么多的人来研究 而且给出如此高的评价 那套换卡上所谓的改动 并不是什么防盗版的结构 而是仇的一种利用方式 只是沉默把仇相关的知识 和换卡结合起来 这也是为什么这套卡影 只有十张换卡 一般来说 相同长度的故事 大概需要三十张换卡 尝到了甜头的沉默 很快对仇卡的相关知识 更加感兴趣 他不断的把仇卡知识 是融入到换卡的制作之中 他发现 丑卡结构可以大大提高 动态换卡的效率 而对静态换卡 却没有太大的帮助 制作相同影像的换卡 有丑卡结构的换卡 消耗的感知 要远低于普通换卡 除了这些尝试以外 沉默的经历 更多的 还是放在那张神秘卡片上 完了 这就完了 沉默有些意外的 看着眼前的幻想 不知不觉中 沉默已经把 筹卡基础的知识 全都看完了 就在他看完最后一句话时 一直稳定的幻境 突然发生了变化 依然是虚空 代表着换卡和筹卡的 两张卡片 却全都消失不见了 他面前有十二张 灰白的卡片 这些卡片暗灰色 隐约可以看到上面的购文 但倘若想仔细看的话 却一无所获 沉默尝试去触碰其中的一张卡片 他上次便是用这个方法 来触发换卡和筹卡的 尼水环境换卡 要求等级一星 我尼水环境可使用三星以下的两张卡 可使用三星以下的故事 尼水环境可使用三星以下的2星以下 尘暗灰色 还契约 辰色 尼水环境换卡 这是什么换卡 从他上面的要求来看 应该是能够模拟水中的环境 可是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换卡呢 也许是自己孤陋寡闻吧 陈牧如此安慰自己 上面详细的参数 立即让陈牧明白了 这张神秘卡片的意图 陈牧需要自己制作这十二张卡片 一定是这样的 为了确定 每张卡片 陈牧都挨个触碰了一遍 这些卡片 个个都稀奇古怪 不仅陈牧闻所未闻 就是连想都没想过 而上面标明的那些要求 更是匪夷所思 比如有一张剑鱼换卡 不仅对剑鱼的速度 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 还要求他们的运动轨迹 符合极为复杂的规律 光是那条公式 就令陈牧头皮发麻了 等触碰完十二张卡片 陈牧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虽然他还没明白 这些卡片作何用途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些卡片 没一张是容易制作的 制作难度极高 虽然他们大多属于一星二星换卡 但是沉默到目前为止 完全没有一点头绪 十二张卡片中有十一张都是换卡 剩下的一张是筹卡 一张完完全全的筹卡 该不会真的要把这十二张卡片做出来吧 陈牧嘴里有些发苦 呆呆地盯着这十二张暗灰色的卡片 成本 这是陈牧心中紧接着冒出来的念头 这十二张卡片需要花费的成本 陈牧嘴里的苦涩味更重了几分 只怕自己手上的这些钱全砸进去 都还不够呢 好不容易手头上宽裕了几天 这么一大笔钱要花在这上面 说不心疼那绝对是骗人的 但是陈牧的心中 却有着隐隐的一分期待 假如 假如自己真的能把这十二张卡片制作出来 这些有着稀奇古怪要求的换卡 自不用说 最重要的是 这十二张卡片里面居然还有一张专门的筹卡 这些天来 陈牧感受最大的便是筹卡的强大 他只是把筹卡的技术运用到换卡结构之中 便能发挥出如此巨大的效果 那专门的筹卡呢 陈牧不敢想象 正是这种期待或者说好奇 最终促使陈牧做出决定 拼了 沉默一咬牙 横下心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第三十二集 东魏学府 邪后破解小组 已经从最初的十五人 扩展到三十人 许多高年级的质卡系学生也来凑热闹 但是破解工作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进展 任谁也没有想到 认谁也没有想到 几乎整个东魏学府的 智卡师系的高手全都被这样一组一星换卡给硬生生的挡住了 他们之中甚至有许多人已经通过了终极智卡师的认证 但是也并不是每个智卡系的学生都会买这些所谓美女的账的 而这些学员有不少还是那些颇有能耐的家伙 这个世界上总有些油盐不尽的人嘛 在东魏学府也经常会听到有人对这个所谓的破解小组嗤之以鼻 左听一便是其中之一 他现在正仔细地研究着眼前的换卡 这套邂逅他从妹妹那弄过来已经两个星期了 这两个星期他所有的业余时间全都消耗在这套卡影上 他也很好奇这套卡影为什么不能破解 然而事实却是无比的残酷 他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哪怕一丁点突破的痕迹 这让他颇受打击 比起其他同学他从小所受的教育要高级的多 在他家势力下的智卡师数目惊人 一些智卡师比起学校里的那些所谓教授都要厉害的多 耳濡目染之下 左听一的水平也远超同龄人 只是以他的身份和家境 没必要去进行那个老十字的等级考核 左听一生性骄傲 遇到挫折反而更容易激起骨子里的那丝傲气 而眼前的这套卡影显然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左听一对于自己这么长的时间 对一套一星换卡居然束手无策 感到非常的不满意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妹妹对这套卡影宝贝的不得了 左听一不想利用仪器来解析这套卡影 左听一家里有一个他专用的智卡室 里面的仪器比起东魏学府的智卡室 都要先进不少 但是用仪器来解析 很容易造成卡片的损伤 然而左听一现在却发现 假如不使用仪器的话 他根本无法看透这里面的玄机 这些换卡上和普通换卡不同的结构 只有不到百分之五 但是他相信这百分之五就是这套卡影独特的地方 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娇憨少女的身影 眼中闪过一缕柔情 左听一的嘴角牵扯出一丝苦笑 只怕这次妹妹少不了要和自己闹一段时间了 不过很快他眼神变得坚定起来 神色间又恢复冰冷 拾起桌上的卡影 他快步走进自己的智卡室 左听一的智卡室 大概有两百七十多平米 里面摆放着各种精密仪器 这里平时除了他再也不会有其他人来 便是他妹妹也从不会踏足这间智卡室 打开换卡结构分析仪 这部仪器是换卡的专用分析仪 不过一般来说 它都是用来分析高级换卡 在这之前 在它上面被分析的最低级的换卡都是三星 这是他第一次被用来分析一张一星换卡 不过这大概也是这类仪器 第一次用来分析如此低级的卡片吧 左听一并没有因为这套卡影级别低而轻视 相反 他现在的态度 只怕是他有史以来最严谨的一次 能在一星换卡中使用他完全不懂的结构 这本身就是极强实力的体现 端坐在操作台 左听一打开换卡分析仪 换卡分析仪有几乎一人高 他最核心的部件是一张非常高级而奇特的探测卡 这种探测卡的级别高达五星 再加上他的探测方式非常奇特 迥异于一般的探测卡 这也是为什么这部换卡分析仪的价格会如此昂贵 整个天幽联邦能生产这种换卡分析仪的集团也只有三家 而且全部需要提前订货才能购买得到 随着滋滋滋的深夜 红光不断的闪烁 显示分析仪正在对这张换卡不断的进行着各个结构的探测 探测结果会通过分析仪外联的换卡显示出来 在左庭一面前的光幕上 各项指数在不断的跳动 左庭一聚精会神的看着这上面不断跳动的数据 这些数据所表现出来的意义 左庭一了熟于胸 从目前来看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地方 随着探测的深入 数据跳动开始变慢了下来 而左庭一的心跳却一点点的变得急促起来 以他的经验 他知道分析仪就要探测到那些他不理解的结构上了 左庭一的眼睛眨都不敢眨一下 声恐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他感觉嘴里似乎有些发干 很快反应过来的他忍不住自嘲两句 居然会因为一张一星换卡感到紧张 真是可笑 他强自按那越来越快的心跳 屏住呼吸盯紧光目 就在此时突然一阵急促刺耳的警报声响起 不好 左庭一脸色一变快步跑到分析仪面前 但他还是晚了一步 在他面前分析仪上摆放的那张换卡 冒着鸟鸟轻烟 很显然这张换卡已经废了 他的结构只怕已经遭到了不可恢复的损伤 忽然他闻到了另外一股截然不同的焦味 侧过头却看见一股白烟从分析仪的缝隙出向外冒 我平衣的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沉默看到眼前堆满的材料 心中不禁再一次生起一股强烈的满足感 能不满足吗 这里可是他花了整整五十万欧迪买来的材料 这段时间所有制作卡影赚的钱他都投了进去 他又重新回到从前身无分文的状态了 而在眼前这一堆材料里 有一小部分 那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材料 就是这一小组材料的价格 在他看来简直令人咋舌 五十万 差不多有四十多万都填在这一小组材料上 而那十二张卡片 其中的难度之高 沉默都很怀疑自己能否完成 不过他还是义无反顾的投身进去 他知道 假如他能把这十二张卡片里所有的问题都攻克了 那他的制卡水平绝对会上升好几个台阶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三十三集 想法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道路是曲折的 先不说那张筹卡 光是那十一张一星换卡 沉默都是闻所未闻 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不过沉默并没有觉得艰难 相反 他感觉非常快乐 他所有的心思 全都铺在这些卡片的制作上 要是等雷子回来了 他想象这样专心的研究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左庭一回到学校 难看的脸色 让路过的学员们纷纷绕道而行 正在这一时 他听到前面有一小群人 正在议论着什么 听说没有 破解小组的人 昨天弄坏了学校好几台仪器 破解小组 就是那个破解那个叫什么 戏后的 可不就是那帮人吗 以为自己多有水平 想去破解人家的卡影 这下乐子大了 说这话的人是典型的幸灾乐祸 举台仪器 他们不都是熟手吗 怎么会把仪器弄坏 另一个人禁不住问 最先说话的那人 比了个七的手势 一脸的神秘 举台 周围几个人大吃一惊 不可能吧 七台仪器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哥们 你好好说说呀 散布消息的那人 见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颇为得意 具体什么情况 我也不大清楚 不过 报销了七台仪器 这件事 那是绝对的真实 我一哥们 就在那个破解小组里面 昨天哭丧着个脸 跑到我这速苦来呢 七台 乖乖 这下他们可要赔一大笔钱了 嗨 何止一大笔呀 这里面可是有这几台高级仪器呢 有人算了一笔账 三十个人 摊在每个人身上 都有两百万欧迪 我这兄弟昨天晚上抱着我哭了一晚上 那个稀里哗啦悲痛欲绝呀 说话的人摇着头 一脸的吐死胡悲 哎呦 他两年的零花钱呢 就这样打水漂咯 众人皆探 走在后面的左庭一 嘴角浮起一抹嘲讽 不知是不是心里得到了平衡 脸色顿时要好看了几分 昨天他报销掉的那台分析仪 一价就要两千万欧迪 他倒不是心疼这个钱 他更在乎的是这种挫败感 他感觉就像被一个人硬生生的扇了一记耳光 声性骄傲的他非常痛恨这种感觉 这不该死的卡影 左庭一在心里咬牙切齿的诅咒着 我回来了 雷子拖着大包小包朝屋里高喊 这些东西是他专门给沉默带的 里面大多是一些吃的 真不知道这家伙这些天把家里弄成什么样子了 雷子一边嘴里嘟囔着 一边推开了沉默的房门 哗啦一声 一大堆东西倒塌了 雷子抬眼一看 整个房间里到处堆满了各种在雷子看来稀奇古怪的东西 而在他的脚下更是散落着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刚才估计就是这堆东西被碰倒了 突然雷子感觉到一股杀气 他看见一双充满了愤怒的眼睛从杂物后面升起 那双眼睛喷出的火焰令雷子心惊肉跳 我走错门了 话音未落 雷子扔下手上拖着的大包 掉头撒开腿便落荒而逃 直到傍晚 他才重新回到沉默的住处 当他再次推门而入的时候 就好像进到了另一个陌生的房间 房间里面干净如新 刚才到处散落的物品 已经被分门别类整理堆放在角落 沉默正在弯腰收拾 也没抬头 一种很平静的口吻问 回来了 见沉默没有生气 雷子立即变得嬉皮笑脸起来 是啊是啊 这不是想你了吗 我就回来了 他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老旧的沙发顿时发出支牙的抗议 你去了哪里玩得怎么样 沉默带着几分好奇 他从未离开过东商卫城 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很少 太棒了 一谈起这个 雷子显然非常兴奋 我去了范阿斯区的范阿城 那里的西西里奥大瀑布 简直是人类的奇迹 没有亲眼看过 你根本无法想象 几百个大大小小组成的瀑布群 出现在你面前时是怎样一个场景啊 就像几百个超大型的银汤挂面 沉默思索了一会儿 发现没有结果 很是赞同的 的确无法想象 范阿斯区那最有名的建筑群 你知道是什么吗 雷子用一种充满了诱惑的声音问 不知道 沉默很是干脆地摇头 雷子的脸上立即露出鄙视的神情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哎呀 也对 你这木头哪里会有什么精神追求 那是我们人类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杰作之一 苦祭连寺群 苦祭寺 沉默一脸不解地问 六大之一的苦祭寺 没文化 雷子现在连鄙视都懒得鄙视了 苦祭那地方呢 并不是只有一个苦祭寺 而是上千个寺庙连绵不断聚集在一起 所以叫苦祭连寺群 苦祭寺只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寺庙而已 其实啊 整个寺群里有些寺庙的历史呢 比起苦祭寺更悠久 哦 沉默似懂非懂的表情 立即让雷子打消了再进一步解释下去的欲望 雷子和沉默显然是两种人 两人的喜好和追求截然不同 但是两人却能互相信任 互相迁就 这些天你都在家里忙些什么啊 雷子环顾四周 刚才推开门的惊鸿一瞥 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制作卡片 沉默递给雷子一杯水 有没有成果 接过水杯的雷子 饶有兴趣的问 沉默摇摇头 还没有 问题很多 这些天 沉默费尽心力 才刚刚制作出 十二张卡片里的一张 但是材料上的消耗 却是三分之一 剩下的材料 沉默预计 应该是无法支持他 制作完成这十二张卡片了 这我可帮不了你了 雷子怂怂肩 他起身道 我要去看看我们的卡影卖得怎么样了 要是还能买出去一两套 那就 那就太好了 沉默哼地站了起来 那母呀 就像恨不得 马上能卖个几千套出去 他都快被钱逼疯了 制卡实在是烧钱呢 那可都是钱呢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34集 诧异地看着激动的沉默 雷子取笑道 呵呵 难得看到你这么积极 是不是泡妞啊 不过随即觉得 自己的这个说法 着实有些荒诞 你这木头 估计也没哪个女人 能看上你 沉默对雷子的取笑 不以为意 女人 他可从来没考虑过 他知道在这一点上 雷子和他持同一个态度 他们两个穷小子 哪能得到什么女人的青睐呀 虽然沉默恨不得 马上能迈出去卡影 但是他并没有跟着雷子 一起去打探情况 这些事情 雷子一个人便能搞定 果然 过了不到半个小时 雷子就回来了 还没进门 就听到他兴奋的大嚷 木头 木头 快开工 快开工啊 这下我们又发了 刚刚雷子 一去那些小店 马上便被早已经等得 新交的店主们 给围了起来 卡影 他们需要卡影 他们挥舞着钞票 是个个生死历劫 制作邂逅 沉默已经是轻车熟路 手脚麻利的拿来一堆材料 当下便开工起来 这次他制作起来 特别的带劲 在他眼前 这些未完成的卡影 就像是一堆堆的 即将堆在他面前的原料 这一笔 可就是一块点尘石 再加几笔 直一小左蝗虫骨粉了 灯光下 沉默的双眼是直冒猩猩 奋力与面前未完成的 卡影作斗争 在他身后 雷子喝着青云流水 悠哉悠哉地哼着小曲 俨然一副监工的模样 这次的订货量很大 整整一百套卡影 其中的利润足足有七十万 算下来 每个人可以分得三十五万 幸福的人生啊 雷子提着一瓶青云流水 惬意地抿了一口 瞟了一眼福安吉书的沉默 心中只感慨人生的幸福 一个学校卖掉两百多套 这个销量远远超出了他俩的预计 这个世界有钱人果然不少啊 不过雷子也知道销量基本上已经快接近顶峰了 这一百套卖出去后 他决定不再制作泄后了 只要他把泄后的销售情况维持在一个紧俏的状态 那一旦他下一步卡影出来 只要质量过关 是绝不会筹卖的 看样子啊 是要准备下一步卡影的时候了 喝着青云流水的雷子 若有所思 左轻一 看着面前再次冒烟的仪器和卡影 只能叹息一声 他现在用来充当实验品的泄后换卡 是他刚刚买到手的 如今泄后每一步的价格已经炒到了两万五一套 据那些店主说 制作者已经放出消息 这将是最后一批泄后的卡影 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 泄后的价格立即扶摇之上 一百步 这个数字对于整个东魏学府 无数的泄后狂热女生来说 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 当左轻一买到手上这部泄后时 价格已经是三万欧迪了 不过在他看来 这只是小钱 不值一提 不要说三万 便是三十万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 他还顺便给妹妹买了一套 用来做上次损坏他那套泄后的赔礼 由于这一百套泄后的及时出现 再加上上次学校仪器损坏事件 学校的破解小组只有灰溜溜的解散 这件事也成为东魏学府 本年度最轰动的新闻之一 但是左庭一依然没有放弃 他不相信自己会被区区一星换卡难住 上次的仪器损坏事件 虽然让他很狼狈 但他显然不打算就此罢休 一个能够制作三星换卡的人 连一张一星换卡都破解不了 这是奇耻大辱 如果对方是宗师级人物 自己倒也罢了 可偏偏对方声名不显 木头 这个土里土气的名字他从未听说过 左庭一向来俊朗的面旁沉得几乎都可以挤出水来 这真的是一星换卡 他实在弄不明白 为什么这小小的一星换卡居然如此具有破坏力 到现在为止 他实验室里的一切已经报销了十一台了 直接损失超过1.5亿欧敌 这些一星换卡就像一群有着极强排他性的敏感生物 一旦发现自己受到了威胁 便会与对方同归于尽 真是一种神奇的换卡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左庭一的所学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他认为有必要去寻找帮助 在他家便有好几位实力超群的智卡师 想必他们一定会给自己解开这其中的奥秘 左庭一揣着剩下的几张一星换卡 便准备去寻找梅达智卡师 梅达智卡师的智卡记忆虽然不是最厉害的 但他的学识却无疑是府中最渊博的 左庭一刚走出实验室 早已经守候在外面的仆人连忙小跑过来 少爷 老爷让您去一趟他书房 左庭一一愣 书房 那是父亲接待一些重要人物的地方 左庭一是极少被允许入内的 看来这次父亲找自己是有相当重要的事情 书房外 左庭一稍稍整理了一下衣着 深深吸了一口气 才砰砰砰地敲门 进来 书房内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 推开门 左庭一走进书房 你来了 左天林神情不动 只是眉宇间严肃的线条 刹那间有了几分柔软之感 左天林脸形方正 身形魁梧 便是坐在那里也有如一座小山般沉稳 自有股不怒而微的气势 是 父亲 左庭一捶手功力 虽然只是刚刚一瞥 父亲灰白的鬓脚还是被他捕捉到了 没有来心下意酸 左天林坐在书桌前 打量着自己的儿子 半赏 才开口 心愿的交流生到了你们学校 是 已经来了两个月 左庭一如实回答 心下奇怪之余 却知道 父亲必有下文 左天林好像在思索什么问题 过了几分钟 抬起头问 这件事你怎么看 左庭一虽然经验尚浅 但人却极为聪明 父亲的问法引起了他的注意 左天林目光灼灼地盯着自己的儿子 左庭一心下顿时明白 这一理念只怕大有文章 于是他想了想到 以心愿的地位和实力 和我们学校开成什么交流 确实有些诡异 左庭一猛地抬起头 脸上露出几分惊讶之色 父亲的意思是 他们有所图谋 可是东卫学府有什么值得图谋的地方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35集 左天林显然 对儿子的反应颇为满意 赞赏之意 在虎木之中一闪而过 嗯 东卫学府的底子 大概没人比我们更清楚 如果是其他强一点的学校 我倒不会惊奇 但假如是六大的话 那就蹊跷了 见左天一露出几分不解之意 他挥了挥手 示意他听下去 你还不明白六大意味着什么 左天林看了一眼儿子呢 六大从表面上看 他们只不过是一座院校 一座非常高级的院校而已 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吧 难道不是吗 左天一奇怪地问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六大 等你坐到我这个位置 你就会看清楚 他们是何等庞然大物了 他们早就不单单是六个学校了 他们的身后 有着极为庞大的利益集团 这些个集团盘根错节 传承几百年了 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有些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左天林盯着左庭一 一字一顿的 不要把六大看成是六个学校 要把他们看成是六个大势力 甚至是发门 看着悚然动容的左庭一 左天林巍巍一笑 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啊 左庭一点头 哼 比这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多了 别看六大一个个表面光线 备受人们尊敬 他们使用的手段 在一些时间比起我们更肮脏 更极端 他们能走到现在这个地位 按地里做了多少勾当 兴愿 虽然在六大之中不显身不露水 这些年又看似露出疲态 但他们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底子 其实其他学校可以比拟的 左庭一默不作声 但心里的世界 却仿佛一下子被颠覆了 恍惚间 他甚至出现了好几秒的失神 行愿沉寂了这么久 突然一个大动作 这里面一定有隐情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眼下这个契机 一定关系着行愿的重新崛起 左天林目光中充满了睿智 左庭一吃惊地盯着父亲 今天的这些消息给他的震撼实在太大了 看到左庭一的表情 左天林面色放缓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虽然我不知道心愿到底为什么来 但是我想 现在来的只不过是打头战而已 厉害的还在后面 左庭一从附近书房里出来时 魂不守舍 他已经完全忘记了 还在口袋里的那几张一星换卡 他脑海中尽是刚才父亲对他说的话 在每个年轻人心中 六大是神圣到不能再神圣的地方 左庭一也不例外 可惜六大的录取之严格 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像左庭一这样 在东魏学府有着天才之称的少年 都无法被录取 而在这一点上 左家的权势也不能给左庭一带来什么帮助 而突然间 心中最神圣的地方被颠覆了 这个感觉 无论是谁都会觉得糟糕至极 陈木和雷子重新租了房子 这还是在雷子强烈的要求下 自从做卡影之后 雷子就喜欢赖在陈木那儿 再加上堆积如山的材料 陈木可怜的小房子就显得异常拥挤了 现在的新住处 位于东商卫城东北方向的波林顿小镇 东商卫城并不是单单只一座城市 而是一个以东商卫城为主城 周围分布了若干小镇的综合城区 波林顿的房租 比起城区要便宜得多 两人索性租了一套大房子 当然最令陈木满意的 莫过于他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质卡式了 尽管这个质卡式非常简陋 但他已经心满意足了 等一切都收拾完了 躺在地上的两人 看着干净如新的房间 对视而笑 不懂 我们要准备新的卡影了 剧本呢 我已经想的差不多了 雷子豪气甘云 陈木恩了一声 旋即问 新卡影叫什么 诗事传说 雷子掷地有声 陈木在一旁则是一脸的茫然 雷子的剧本还有许多细节需完善 这也给了陈木时间 那十二张幻卡 他已经完成了三张 这三张幻卡的制作过程 并不是一帆风顺 相反这其中陈木不知道犯过多少错误 抓破了多少次头皮 而且仅仅三张幻卡 便花去了四十万左右的材料 但是相较于过程的艰难和消耗的巨大 陈木的收获无疑也是巨大的 这三张幻卡的复杂程度 远远超过了陈木上次在金街 看到的那则双环卡店的广告 在这之前陈木万万不敢想象自己能完成这些幻卡 但是现在他却是充满了信心 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完成这十二张幻卡 只不过时间上会花得多一些而已 一星幻卡 陈木觉得自己已经快触及到了他真正的核心了 不过和陈木飞速提高幻卡制作水平相比 陈木的感知提升得简直和蜗牛一样 以他现在的感知只能制作一星幻卡 连二星幻卡都有些勉强 感知的问题陈木也无奈得很 不是他不努力 而是他的锻炼方法实在是不入流 既然不是自己努力能解决的问题 多想也无意 陈木现在的心态非常的平和 就算他的感知没有任何提升 光凭他制作一星幻卡的能力 他就不用担心生活的问题 前三张幻卡制作完成 大大加快了其他九张卡片的速度 这便是经验积累的威力 理论和经验永远是最厉害的两件武器 好了 这是剧本 你先看 看完我们再讨论 跑到陈木房间的雷子 看上去一脸的憔悴 但是精神头却出奇的旺盛 接过剧本的陈木 仔细地翻阅起来 诗事传说 这个故事很长 这是陈木的第一感觉 这么多字啊 这个故事 需要很多很多张幻卡 陈木提醒雷子 雷子黑黑一笑 放心吧 我没有说我们一次把它做完 我们先做第一集 这样也可以啊 陈木一脸的诧异 没文化了吧 这叫连载 雷子鄙视地看着陈木 紧接着 一脸的得意 放心吧 每一集的最后呢 我都会留下一个悬念 这样他们就会非常想看第二集 如此下来 第三集 第四集 雷子插开双手 举向天空 一脸的自我陶醉 我们就会发达了 呵呵呵呵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响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响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三十六集 诗世传说的开启 也宣告着 陈牧不得不 把手头上的 换卡制作放一下 眼下 赚钱是最重要的 那十二张换卡 有的是时间完成 左庭一在学校里 遇到了王泽 和他一起的 还有好几名 心愿的交流生 大家对左庭一 都非常熟悉 纷纷上前打招呼 王泽看到左庭一 大喜道 哈哈哈哈 我正在范畴找不到人呢 庭一就送上门来了 左庭一看到 王泽一行人的打扮 颇为诧异 你们这是要出去吗 王泽爽朗一笑 是啊 在学校里闲得发慌 我们几个 打算去野外逛逛 但是一直找不到 熟人带路 陶格尔今天 好像跟哪个女生有约 溜得极快 我抓都抓不住 周围几人 不由响起几声轻笑 假如在父亲 没有和他说那些话的时候 左庭一一定不会有什么怀疑 但是这一次 一听王泽如此说 左庭一心下便不由上心了几分 脸上却露出几分犹豫之色 野外危险 我可是手无腹肌之力 要不要我带上几名卡修 王泽身边的一位学员插口道 庭一不必担心 我们这些人虽然算不上高手 但绝不会比那些普通卡修差劲 庭一的安全 当然放在我们身上 此人说话语气很平淡 但言语间 透出的那份自信和豪气 却令人侧目 这一名学员 左庭一认识 名叫欧江 既然这样 那我的安全 可就拜托各位了 左庭一也就坦然硬下了 一路上 他们都是使用的气流卡飞行 王泽一手挽着左庭一 虽然王泽携带一人 但神色自如 不见一丝勉强 左庭一心下也是微微吃惊 这心愿出来的学员 实力果然不凡 这批学员居然无意拥手 他们行动时 彼此照应 阵型无物不是恰到好处 哪里见得到 半点学员所特有的青涩和貌似 各个神情沉着 行为老练 这些人随便一人拿出来 放在东魏学府 都是最拔尖的 开路的是阴沉久 他长得极为斯文 戴着眼睛 看上去 俨然是一个乖乖学生 但战斗力却是非常的强悍 上次洪涛对左庭一说起时 左庭一还有几分不信 这次亲眼目睹 却是极为震撼 阴沉久 神情平静 飞在整个队伍的最前方 虚脱的右手 不断放出一道道月白色的波刃 这些波刃 无一不是极薄 速度如电 切割空气的尖小声 远近可闻 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丁点有力的阻碍 大致估算了一下 他们已经离东商卫城有三百公里左右了 左庭一注意到 有一名学员不断地在地形卡上做着记录 似乎是看到左庭一的遗道 王泽笑着解释 我们在静校的第一年 老师就要求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记录当地的地形 左庭一露出恍然之色 赞叹道 这的确是个好习惯 心下却在冷笑 他现在觉得这些心愿交流生的一举一动都极为可疑 打亮了一下周围的地形 左庭一建议道 我们休息一下吧 前面厉害的野兽开始变多了 还是小心为妙 王泽欣然点头 啊 庭一对这里各说 你说该怎么样 我们就怎么样 众人休息了一会儿 便继续深入 但是没多久 王泽就提议回去 这令左庭一感到非常的诧异 难道自己的猜测有误吗 雷子 你确定这些大铁人能够受欢迎 沉默很是怀疑的 指着卡影诗事传说里面的 所谓光甲 在他看来 这些笨拙的大铁人 实在是没有半点美感 雷子的表情却充满了憧憬 以一种梦一般的声音道 你不知道啊 每个男孩心中呢 都有一个飞向星际的梦想 一听这话 沉默手臂上的汗毛 抖得竖了起来 连忙打断雷子 你觉得行就行 我相信你 沉默旋即又问 一百套已经完成了 你下午是不是要去主城啊 恢复清醒的雷子点点头 对啊 早点卖出去也能早点拿到钱 你是不是陪我一起去啊 我要去买些材料 家里的材料用的差不多了 从波林顿小镇到主城 有相当的距离 不过 好在可以搭载班车 每人三十欧迪 大约两个小时就能到主城 抵达主城后 两人便分头行动 雷子要去出售这些卡影 而沉默则是要去购买原料 质卡的原料 有些已经实现了人工的培养 但是绝大多数还需要从野外获得 从卡片被发明之初 它的原料就要大多数是一些动植物和矿物 现如今 关于卡片原料的人工培育方法 一直是最顶尖 同样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而另一个难题便是 用什么样的人工材料 能够取代这些天然的原材料 如果说工业化生产 是阻碍卡片普及化的一道最重要的坎的话 那么原材料则是约束卡片工业化的瓶颈 这个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 那么卡片的工业化生产 就无疑是吃人说梦 这一点从一星能量卡便能看得出来 正是因为一星能量卡需要的几种原料 开始了大规模的人工培养 这才导致一星能量卡的彻底工业化 这也使得一星能量卡的价格直线往下跌 在以前 一星能量卡的价格可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 在东商卫城有着相当多的材料店 陈牧轻车熟路很快便买好了所需要的材料 本来陈牧买好材料便想回去 可他忽然想到了画书的小店 这个突然间冒出的念头仿佛有某种力量 陈牧的双腿不由自主地朝画书小店所在的方向走去 离画书小店越来越近了 陈牧的心却不由地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画书已经不在了 自己紧张什么呀 陈牧自嘲地在心中取笑了自己两句 然而这似乎并没有作用 心跳砰砰砰的越来越急重 就像要跳出嗓子眼一般 前面就是最后一个拐角 只要过了那个拐角便能看到画书的店铺了 下意识地前行大脑一片空白 陈牧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而当看到那个依旧关闭的店铺的时候 陈牧突然一下子回过神来 心下愧然轻叹 嘴里尽是苦味 自己今天是哪根神经答错了 心下苦笑 陈牧便打算拔腿离开 但忽然不经意间 却瞥见画书旁的小店外一个非常醒目的标题 木雷新作《诗世传说》第一集已到 欲购从速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衔演播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衔演播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37集 看到不断有人从这家店里进出 沉默刚刚变得灰暗的心情 一下子明亮起来 雷子的速度果然够快 心下轻笑一声 沉默朝这家店走去 一走进这店 才发现里面几乎挤满了人 而且绝大多数以女子为主 老板 上次我到你这买些后就没买到 这次给你打了招呼 你居然还没有给我留一套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说话的女子身材高挑 生意也颇为尖锐 一看就是不好惹的主 身边那些没有买到的女孩们 顿时跟着起哄 老板脸上都差不多 可以挤出苦水来 能到东卫学府上学的小姐们 各个家里非富即贵 怎么也不是他这个经营小店的人 能够招惹的 我的姑奶奶们 这可不能怪小老头我呀 今天送货来那人只丢下二十套 哪知正好被一位姑奶奶看到 一口气就抢下了十套 小老头连置身的机会都没有 手上的货一半就没了 后来您也看到了 小老头连卡影碰都没碰到 剩下的十套卡影就没影了 老板忙不迭的道歉解释 我不管 我告诉你啊 今天我要买不到卡影 这些娇满女们发起脾气来 那可是没道理可讲 门口的沉默傻眼了 这里卖的真的是自己和雷子制作出来的卡影 卡影能卖到这个地步 一直等沉默走出这家小店 他的脑子里还是嗡嗡的 至于吗 就一套卡影而已 走在路上 沉默还是觉得有些不可理解 当然 抛开这些疑惑 他也非常的兴奋 看到自己和雷子的作品如此成功 说一点成就感没有 那是骗人的 当然 更让沉默感到高兴的是 这也意味着他们的收入会大幅度提高 那可以换多少的材料啊 沉默心下感慨 看来自己要早点回家开工了 多做一套出来 就多一份钱 就可以多买一些材料 沉默不由加快脚步 想早点回去 忽然他感觉有意 头微微向后偏 看到一道人影向后躲闪 沉默的头脑已经从亢奋中冷静下来 刚才虽然只是一瞥 他并没有看清身后那人的模样 但是那人躲闪的神情却足以让他做出判断 难道自己像肥羊 沉默却有几分奇怪 以他的穿着打扮 断然不会吸引扒手之类的注意 那会是谁呢 自己最近好像并没有招惹谁啊 不对 沉默忽然就想起了 那天在东魏学府的教室里的事 又向前走了几步 沉默装作不经意的回头 果然那人还跟在身后 沉默认出来了 依稀是那天自己用椅子抡过的家伙 来找自己的麻烦 沉默心下冷笑 脚下速度却立即加快 对付这种情况一定不能给对方联络同伴的机会 否则的话自己就惨了 果然身后那人正准备激活通讯卡 瞅见沉默加速 顾不得招呼别人连忙跟了上来 沉默现在的身体素质比起以前不知道提高了多少 从现在的步伐就能感受到 他每一步跨得极大 频率又快 身后那人差不多要小跑才能跟上 沉默七拐八拐 专挑那些偏僻的小巷走 这些小巷子像迷宫一般难辨方向 若不是沉默幼年流浪的经验 他早就在里面迷路了 不过这一片地他并不熟悉 这和迷路也没什么不同 沉住 身后的人累得直喘气 知道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顿时大喊喝止沉默 沉默却充耳不闻 脚下速度加快 想跑没那么容易 哼 身后那人冷哼一声 沉默回头一看 却见那家伙手按下了杜仪的激活剑 沉默顿时心吓一跳 难道这家伙是卡修 对啊他记得上次那帮家伙里面可没有什么厉害的人物啊 上次小爷的战斗卡没带 才让你们两个家伙占了便宜 这次也要让你尝尝苦头 那名男子一脸凝笑 身前突然凝出一根浅蓝色的光剑 果然是卡修 沉默再也顾不得脚下一蹬向一旁一滚 咻的一声 一道浅蓝色光芒擦着他的左臂啪的一声打在墙上 碎石飞溅在墙上留下一个浅坑 沉默的左臂陷出一道血痕 他闻到一股血腥味 所有的京剧都仿佛被这股血腥味驱散 沉默的毛子骤然间彻底冷了下来 不等对方发出第二道光剑 他身形便朝那名男子冲了过去 只有靠近自己才有胜利的可能 沉默就像一只猎豹 柔身而上 试图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来打乱对方的攻击节奏 这光剑也只不过和街头斗殴扔出来的砖头威力相当 只不过速度更快 更难闪躲而已 双手护住脸 脚下以只字形朝对方靠近 在街头群殴中 这样能够有效地闪躲对方扔出的砖头 而且只要不被砸到脑袋 就不会丢了小命 对方宁笑着 仿佛在嘲讽沉默的不自量力 第二道光剑呼啸朝沉默飞来 啪的一下 沉默左臂上一阵钻心的痛 第二道光剑击中了沉默护着脸的左臂 对方想要自己的命 这个判断令沉默心中力气抖得狂暴起来 硬咬着牙 嘴里一声不吭 脚底下像装了弹簧一般 以惊人的速度朝对方靠近 沉默经过舰体操锻炼的身体 爆发力极为惊人 对方明显没想到 沉默居然连光剑也不怕 眼中不禁闪过一丝慌乱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第三道光剑以毫厘之差偏离 并没有击中沉默 从护着脸的双臂间 可看到沉默带着几分猙獰和杀气的脸 特别是那双眼睛暴力如同被激怒的狮子 第三道光剑的偏离 令那名男子更为慌乱 他显然没有实战的经验 他已经被沉默汉不畏死的气势吓到了 再加上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 他立即慌了手脚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t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ti音频工作室 第三十八集 还有二十五米 沉默一直护着脸的右手 忽然按下 记在左腕杜仪上的激活钮 呼一声 一条深红色的火焰巨龙突然出现在那名男子和沉默之间 硕大无比的龙头几乎贴着那名男子的脸庞 深红的双眼却是冰一般的寒冷仿佛钻进了人的心里 层层泛涌的火焰组成的身体盘旋着 对方似乎感到了一股铺天盖地的威势 几乎压得他不能动弹 天啊 这是什么 那名男子脸上的血色 骤然退得一干二净 毛子里泛起惊恐之色 他认出来了 眼前这个庞然大物 是三星战斗卡烈焰龙的高级尼泰赤铜焰龙 还没有等他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突然一只手从龙头的火焰中伸出来 扼住他的脖子 他只觉脖子上一紧 那只手就像铁箍一般 他几乎不能呼吸 他茫然地看着一个人影 从赤铜焰龙的龙头里走出来 缓缓向他贴近 这不是刚才被自己打得狼狈不堪的小混混吗 呼的 那只可怖的赤铜焰龙凭空消失 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还没等他反应 脖子上猛的一股大力传来 推得脑袋向后一仰 咚的一声闷响 后脑传来的剧痛 如同潮水般把它淹没 看着已经昏迷倒在地上的对手 沉默眼中没有丝毫怜悯之情 他知道 刚才如果不是自己反应正确 极有可能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这个时代混乱无处不在 生活在最底层的沉默 对此有着极深刻的体会 除非你是富豪权贵 否则没有人会把你的生死放在心上 东商未成的治安已经算不错了 但是这里的警备司也依然形同虚设 沉默眼中的暴力渐渐消退 再看看手上的这个人 已经没有气息了 心下微微一惊 自己的力量应该没有这么大才对啊 仔细一看这家伙的后脑 刚才和墙壁接触的时候已经被撞碎了 也许是情急之下自己的力量比起平时要大吧 沉默如是想 尽管刚刚手上沾了一条人命 沉默却并不害怕 童年流浪时代 他经历大小各种斗殴 有所死伤 是件太正常不过的事 刚才对方完全不顾他的性命 眼下他心里也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稍稍对现场做了一些处理 至于这人身上的东西沉默一箭未动 他知道贪小便宜只会留下线索 这种事情他见过很多次了 虽然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但沉默并不慌乱 在整个处理的过程中 他时刻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一直等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干净 特别是自己的血迹 他这才满意的离开 他并不知道这人是谁 也不知道他家的后台是什么 但是既然这样死了 是绝对查不出来的 如果没死 那就麻烦了 只怕他家会动用所有的力量 来挖出自己 沉默对自己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自己只是一个小混混 对方随便拔一根汗毛 都比自己粗 如果真的那样的话 那他可不会有一点活路 小心地把手臂上的伤口包扎一下 用衣服斜搭在肩膀上 值得庆幸的是 他走出小巷子的时候 没有遇到一个人 沉默没有马上回家 而是在外面晃荡了一圈 再回到家中 沉默一进门 雷子看到沉默就嚷 我还以为你早就到家了 没想到居然是我先到 等他看到沉默的脸色和打扮 顿时大吃一惊 连忙上前 木头 你这是怎么了 沉默脸色有些苍白 若无其事 遇到一点小麻烦 雷子鼻子抽动了一下 眉头不禁皱了起来 你受伤了 揭开沉默搭在左肩上的衣服 里面果然已经被出的鞋染透了 遇到硬茬子了 雷子小心地把沉默包扎伤口的布料接下来 伤口需要重新清理 否则后果很严重 好在两人打架受伤经验丰富 对如何处理伤口可谓是极熟 在没有麻药的状况下 清洗伤口是件很痛苦的事 沉默嘴唇紧闭 咬牙硬是一声不吭 黄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 面色更加苍白 佩服地看了一眼沉默 雷子手上的动作加快了几分 如果是他受伤的话 只怕惨后生早就远近可闻了 在雷子心中 沉默有时就像是木头一样 生冷 硬气 绑了新的绷带 而那些沾血的衣物 雷子一把火烧了 没有留下一丁点痕迹 估计你得休养一阵子了 自己少出门 材料我去买 他熟知沉默的脾气 他绝对不会是甘于束手被欺负的人 估计对方比他更惨 沉默点点头 恩了一声 他的确需要躲避一段时间的风声 诶 诗诗传说好像卖得不错 沉默忽然想到了自己看到的那一幕 忍不住的 嗨 那是当然的 一弹起卡影 雷子就兴奋起来 一脸的得意 你也不看看谁做的 哼 你不知道啊 今天我去那些店里啊 顿时被那些店主围住了 个个恨不得把我手上的卡影全部盘下 哼 我只好一家分一些 我们需要加回制作了 啊 这次可真的会大赚一笔啊 不过 玄疾 雷子的表情又有些迟疑 木头 你的伤 沉默摇摇头 嗯 没关系 右手就够了 身体最重要 卡影我们不会只做一步的 钱是赚不完的 雷子忍不住劝了一句 嗯 我知道 沉默点头 他突然想到了那张神秘卡片 心下却是抖得热了起来 如果不是他一直练习那套健体操 只怕今天必定会交代在那里 今天自己爆发出来的力量 现在想起来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有意思惊讶 不过仔细想想 却发现这次自己能活下来 运气占了最大的功劳 假如对方的经验再丰富一点点 假如自己没有练习健体操 假如自己今天没有带那张烈焰龙的换卡 那结果可能完全相反 卡修 果然厉害呀 今天自己遇到的那个家伙 纯粹是一个菜鸟 但就这样自己也是受了重创 可惜 卡修对自己来说 太遥远太遥远了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衔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衔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三十九集 甩了甩脑袋 沉默让自己不要去想这些 沉默并不知道 自己杀死的那个人究竟是谁 有着怎样的背景 他也不想知道 但是这件事 却在东商卫城引起了轩然大波 东卫学府的学生竟然横死街头 这种事情还发生在星院前来交流的时间里 这如何不让东商卫城政府高层勃然大怒 东卫学府更是人心惶惶 小方对学员的出入 立即做出了严格的限制 这其中背负压力最大的却是东商卫城的警备司 然而他们却犯难了 整个现场没有留下任何一丁点的线索 最关键的是这名学员身上的东西一件没少 就连他挂在脖子上价值八十多万欧迪的红星石坠都一动未动 这显然不是为了劫财 至于仇杀的话 这就让警备司更加为难了 他们这时候才发现 这家伙在学校里为非作歹 坏事干了不知道有多少 仇人没有上百也有几十 而偏偏其中一些人的身份背景同样不简单 他们也不敢伸手过长 而且死者的伤痕也非常奇怪 从死者脖子上的掐痕可以看出来 他应该是被扼住脖子砸在墙面 导致脑壳破碎而亡的 死者生前还曾使用了战斗卡蓝光剑 这样看来 对方应该是一名实力高超 身强力壮的人 人的头骨极为坚硬 想砸碎头骨需要相当大的力气 在井贝斯开展的全程排查中 脸色微微苍白 看上去带着几分孱弱 长相斯文的沉默 第一轮就被排除在外了 卡影失事传说的销售情况之好 令沉默和雷子都大感振奋 由于学校对学生外出做出了严格的限制 大多数学员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校园里 无奈之下 他们便只好找东西来打发时间 失事传说一开始只在女生间流传 后来偶尔一次传到男生手上 男生们立即被里面浩瀚的星空 绚烂的战斗 还有一家家千奇百怪 名叫光甲的大铁人所征服 失事卡影热潮 立即有如暴风般横扫整个东魏学府 便是连心愿的这些学生 也对失事卡影喜爱异常 附近几家店面每天差不多都被挤爆了 可还是很难买得到 一时之间拥有一套失事传说卡影 便成了他们炫耀的力气 而木雷之名在东魏学府 可以称得上极具影响力 也不是没有人把主意打到这制卡人身上 然而没想到那卖卡的人极为的精明 滑溜异常 每次他们都逮不着 而那些店主也同样是一问三不知 面对如此的热销 陈木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制作卡影上 以他们的能力还不足以 去花钱让工厂来替自己生产卡影 而陈木也并不知道 他制作出来的卡影在现有的条件下 根本无法大规模的工业生产 不过陈木的熟练度已经极高了 对自己少的可怜的感知的使用 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弱大的市场 两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没办法满足市场的需求 好在两人的心态颇好 抱着多赚一套是一套的心理 倒也可以算得上满足 而当陈木完成三百套的时候 他累得再也动不了了 两人一合计决定第一集收工吧 钱永远是赚不完的 三百套 这足以让他们大赚一笔了 《诗事传说》第一集的内容 比邂逅要多许多 在价格上也要贵不少 一套为两万欧迪 这样的售价 比起市面上的一些其他卡影 要贵上不少 这也是雷子的意见 既然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 那干脆提高价格 把它塑造成一个精品 陈木对这些是一窍不通 他只知道 两人能够赚到的钱更多了 虽然成本略有增长 但平均下来 一套的纯利润 大概在一万两千左右 三百套下来 两人能够赚到三百六十万欧迪 这一笔钱都足以让他们 在主城买一套房子了 抛出下一集的首批成本八十万 陈木可以分到一百四十万 雷子忽然想到一件事 木头 你上次的钱好像花完了吧 哦 花完了 雷子不禁翻了翻白眼 我记得你以前花钱挺省的呀 现在咋这么猛 他皱了皱眉头 你全花在质卡上了 见陈木点头 雷子不由苦口婆心地劝道 我说木头 你应该考虑存些钱 以后买房子泡妞儿 娶老婆可都是要钱的 哼 你想想 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娶一个老婆 过过小日子多不错呀 这可不是我们 一直梦想的生活吗 陈木默不作声 没有说话 如果 如果在没有那张神秘卡片之前 自己的理想和雷子也没有什么差别 可是 现在 雷子看到陈木的表情 便有几分明白了 左支身子 轻叹一声 随你吧 你和我也不一样 以你现在的质卡水平 想找一份工作 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不过我建议你 还是稍稍存些钱 卡影我们只怕是做不长了 为什么 陈木抬起头 疑惑地问 雷子冷笑两声 平日里的轻浮 一扫而空 木头你没在这个圈子里待过 不知道这里轻压得多厉害 我为什么把卡影 一直指卖东魏学府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市场 对我们来说足够了 另一方面呢 我是不希望引起那些 大的卡影公司的注意 陈木的神情 也开始凝重起来 他知道 雷子平日里 虽然看上去颠三倒四的 但其实他极为聪明 现在他们是还不知道 假如他们知道了 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 来对付我们 木头 你不清楚 你的技术是多闲进 三十张换卡 能压缩到十张 我们就成了 他们眼中的香菠菠了 到时候我们只有两条路可选 一条路呢 就是归他们所用 另一条路呢 再找家更大的靠山 这两条路你会选哪条啊 雷子转过脸问陈木 都不选 陈木的回答很平静 也很坚定 但心下却另有几分疑惑 难道筹卡的技术 不是使用的很广泛吗 我们果然是兄弟 雷子大笑 我也不会选的 那帮人我算是看透了 所以我打算做完失事就收手 这套卡影赚的钱也够我们花销了 陈木这才明白 雷子为什么就连出去出售卡影都如此小心了 这一刻两人相视而笑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四十集 从这天开始 雷子要忙着诗事传说卡影第二集的剧本 这也终于给陈木一段休息的时间了 十二张卡片 陈木完成了三张 剩下的还有九张 而且这其中还有一张是筹卡 果然 使用的越多 就越熟悉 陈木如今的感知 虽然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 但是在运用上 却是不可同日而鱼 剩下的八张一星换卡 并没有费陈木太多的时间 便顺利完成了 如今只剩下最后一张卡片 也就是那张专门的筹卡 不得不说 筹卡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卡片 筹卡只能和其他卡片一起使用 单独的筹卡 没有什么太大的价格 它就像一个人的大脑 在身体里最为核心 但是单独放出来 却没有什么作用 这是陈木 第一次尝试制作一张专门的筹卡 只有当他真正开始制作的时候 才明白筹是一门何等深奥的学问 之前的十一张一星换卡 已经让他觉得非常复杂了 但是当他面对这张筹卡的结构时 他才明白 两者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当然 这也和陈木更熟悉换卡 对筹卡相对陌生不无关系 在整个制作过程中 陈木进入神秘卡片 重新学习筹卡基础知识的次数 不下二十次 遇到一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他便只有进入神秘卡片里 寻找相关的知识内容 甚至有些问题 他连答案都难以找到 只好但凡是看到相似的 有可能是的 全都一股脑袋揪出来 仔细地琢磨 陈木感觉自己就像在进行一场战争 而眼前便是一个个自己需要攻破的堡垒 一开始当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 陈木苦恼地差点连自己的头皮都抓破 到后来 他慢慢地反而能够静下心 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突破它 充满了耐心 不急不躁 二十天没日没夜地推敲计算 陈木终于完成了这张筹卡 在他面前 一张纯黑色的卡片安静地躺在桌面上 整张卡面漆黑无光 像仿佛经过了磨砂处理一般 这是亚光液浸泡后得到的效果 这种价格昂贵的液体 花掉了陈木整整十万欧迪 他们一般只用于三星以上的 终极卡片的制作 纯黑色的卡面上 亮黑光滑的构纹 闪动着令人迷醉的光芒 这些构纹非常平整 放在眼前更是光滑可以见人 这张筹卡一制作完成 陈木便喜爱得不得了 艺术家对艺术品的眼光和审美和平常人总是不大一样的 在这一点上同样适用于制卡时对于卡片的喜爱 手上拿着十二张卡片 陈木进入了神秘卡片的幻境 十二张幻卡的界面出现在陈木的眼前 这十二张卡片漂浮在他面前 个个暗淡无光 陈木按顺序把十二张卡片 依次放到面前这些灰暗的卡片的位置处 每当陈木放上去一张 那些灰暗的卡片便陡然绽放出一团光芒 紧接着他们便会由灰暗变得明亮 不停地在陈木面前缓缓旋转 陈木知道这些明亮的卡片再也不是虚像 而是他刚刚放进去的真实卡片 这令他不由再次赞叹这张神秘卡片的神奇 他释放的幻想四真四幻 可是现在已经完全分不清周围的幻想 到底是真是幻了 陈木有些紧张 看来自己的猜测并没有错误 只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随着十二张卡片全部放完 陈木的心也抖得跳到嗓子眼了 没有炫目的光芒 没有惊人的声势 一切发生的都是那么迅速 那么悄无声息 眨眼间 陈木就像突然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巨大的压力 从四面八方向他包围 这种感觉几乎令他窒息 忽然一股缓缓的 但充沛的力量传来 陈木当时站不稳 就像被人推了一把 猛地向前踉跛几步 这是 傻傻地看着眼前 陈木惊呆了 水 自己居然在水里 在他身边 无数箭鱼游来游去 仿佛就当陈木是空气 他们游姿曼妙 时而呼啸成群 时而如雪团崩散 只是这箭鱼 也太丑了点吧 陈木心下不由抹了把冷汗 自己太过于注意 这些箭鱼的参数去了 对他们的外形 没下什么功夫 这也导致这些箭鱼 个个长得极丑 条条扁平如梭 三角形的鱼头 三角形的鱼身 三角形的鱼鳍 三角形的鱼尾 这些箭鱼 就活脱脱 是由不同大小的 三角形拼装而成 做卡影的人 把箭鱼做到这个份上 陈木心下也不由大为惭愧 欢迎来到简单水世界 陈木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苍老的声音 他明白 他算是成功了 他成功地进入了这张神秘卡片的下一个环节 水世界 原来是水世界 看到周围无时无刻不透着淡淡压力 而又如水晶般透明晶莹的环境 陈木这才恍然大悟 他这才明白那些参数古怪的换卡究竟是作何用的 真是个 真是个有如童话般的世界呀 水草像发丝般在水中缓缓飘动 成群的箭鱼 顽皮的嬉戏 形状千奇百怪的水底礁石 礁石上躺着的奶白色的巨棒 即使明知是幻象 但陈木还是禁不住为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而感动 小小的陶醉了一会儿 陈木就恢复清醒 他明白得很 这张神秘卡片的制作者一定不会无聊的只是为了制作一个水环境 而且陈木记得很清楚 刚才那个苍老的声音说的是 欢迎来到简单水世界 简单水世界 这个说法就不得不让陈木有几分琢磨了 既然有简单水世界 那是不是相应的有复杂水世界呢 眼下还不得而知 但陈木相信一切都不会如此简单 他现在对这张神秘卡片的制作者已经崇拜得五体投地了 这些出神入化的记忆 在他眼中就像高不可攀的星辰一样 是那么的神秘 那么的迷人 环顾四周 陈木在寻找突破口 他非常好奇 这一次会是什么呢 新的剑体操还是新的卡片制作方法 正在此时 忽然胶石上的奶白色的巨棒缓缓张开 露出一道细缝 里面射出一束光芒 光束在陈木面前凝成了一个光点 紧接着一点点的向四周散开 演化作一面光幕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科幻多人有声剧 《哈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响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41集 感知的锻炼方法 这个标题让陈木刹那间像被闪电击中 呆弱目击 感知 天哪 是感知的锻炼方法 陈木感觉自己一下子被狂喜的情绪吞没了 铺天盖地的幸福 把它紧紧包围 他的手不自禁的微微哆嗦 大脑里一片乱哄哄的 就像突然一下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爆炸了一番 嗡嗡作响 不知道多久 陈木才感觉自己 像从梦中渐渐退了出来 但是脚底下依然软绵绵的 就像踩在云端 他忍不住在心下自嘲几句 自己果然还是没见过世面的菜鸟啊 其实也难怪陈木如此狂喜 自从他学会了制作一星换卡 感知便成为束缚他的最大瓶颈 可惜 不要说世面上流传的都是低级货 便是这些低级货里面烧好一些的 那价格也不是他能承受的 整个天忧联邦最先进的锻炼方法都在六大学府手上 陈木自存没那个天赋能考上六大 至于其他一些小流派 虽然手上也有一些不错的锻炼方法 但哪个不是世弱珍宝 要么非嫡亲弟子不传 要么就是要交那极为高昂的学费才会传授给你 便是东魏学府的招牌 二段呼吸法 也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学习的 竭力的理了理有些混乱的脑子 陈木开始逐字逐句的阅读上面的信息 只看了开头两句 陈木就知道 这上面所记载的方法 比起自己以前买的大陆货 要高级不知道多少倍 它是如饥似渴 甚至可以说是贪婪的阅读上面的每个字 此时所有的东西都被陈木抛之脑后 便是水中不时传来的压力 他也浑然不觉 这套感知锻炼方法的名字 陈木一直到阅读完整篇都没有找到 湮灭在历史中的无名方法 这个噱头还真是不错 陈木心想 光木上记载的锻炼感知的方法非常奇特 当然陈木也没有见过其他的方法 他之所以认为奇特 是因为这种感知是需要在水中锻炼的 完整地浏览了一遍 以陈木浅薄的知识也明白 面前的这套方法绝对和温和扯不上半点关系 水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环境 在水下 人的身体需承受各个方向的压力 而这压力也会随着深度的下降 急剧增大 而且在水下受到水的影响 人的行动会变得非常迟缓 而这种方法便是利用在水下的严苛环境 激发人的潜能 一般而言 锻炼感知需要安静的环境 但是在简单水世界里 各种激流回荡 想保持静止状态 那是件极为困难的事 锻炼感知都需要一个媒介 比如陈木以前使用的媒介 就是他亲手制作的一张一星能量卡 但是在这套感知锻炼方法里 媒介却是水 也就是把陈木紧紧包围的这些水 以压力为刺激 以水为媒 辅制以独特的呼吸 这便是这套锻炼方法的核心所在 如此爆裂的方法 倘若是他人 说不定还会犹豫一会儿 但陈木却是没有丝毫迟疑 这种程度的危险 比起能获得的回报 在他看来简直微不足道 便是在外面当小混混 丧命的可能性也比在这儿大得多 不过陈木并不是莽撞之人 他仔细地阅读了所有的注意事项之后 才开始尝试 然而锻炼可不是一帆风顺的事 陈木第一次居然以失败而告终了 好在在陈木的经历中 这只能算是平常 他从来也没觉得自己天赋过人 他现在所有的技巧和知识 全都是他从无数的失败中获得 陈木已经习惯了失败 习惯于在失败中寻找规律 三天的时间 陈木画了整整三天才找到感觉 水下的世界它实在是太陌生了 想在这样的环境下保持心地的静止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个名叫简单水世界的模拟环境 经营剔透 却无时无刻地有着各种暗流涌动 想在里面保持身形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更不用说和能量进行沟通了 感知在所有人的认知中都是充满了神奇的 只有拥有感知才能和能量进行沟通 而那些感知强大的人 他们甚至能够控制能量的形态和结构 初始能量无定型 这是整个卡片体系中最基本的理论 像能量卡 它的能量来源是卡末里面的那些 蕴含能量的物质 利用感知和卡片的结构 把这些能量物质里面所蕴含的能量激发出来 能量卡输出的能量是最原始的能量 它们没有固定结构 状态稳定 一星能量卡的结构最简单 所以不需要感知的介入 但是二星以上的能量卡都需要感知来介入 从而使之达到最大的契合 越是高级的卡片 对感知的要求就越高 这种要求不仅仅是强度上的 对感知的操纵精度也是如此 这也是为什么中高级卡片到目前为止 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生产的根本原因之一 卡片到了卡修手上 它们能把这些无定型的原始能量进行排列组合 组成各种不同的能量形态 这样的能量有的温和 有的爆裂 有的尖锐 有的炽热 这也便演化成如今的各个卡修流派 有三样东西始终贯穿于整个卡片体系中 那便是能量 感知和结构 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感知的重要性 无论是智卡师还是卡修都离不开的 伴随着悠长的呼吸 沉默现在心头一片宁静 仅有的一点感知被他一点点的散发出去 他就感觉自己被一股淡淡的白光包裹着 忽然一阵暗流袭来 感知一当 险些把沉默与感知那细微的联系扯碎了 沉默需要费尽所有的力量 小心翼翼的才能控制自己的感知 不被那些暗流搅乱 这些暗流也颇为古怪 像是知道沉默的上限一般 每次的力量恰恰是沉默感觉最难受的位置 说实话 这是一种折磨 沉默一直觉得 自己的意志挺坚韧的 但是还是被这些暗流折磨得差不多快吐血了 这直接导致他每次进入水世界之前都要深呼吸 紧咬着牙齿给自己打气 价实就像接下来是一场战争一般 挨着吧 既然是一种痛苦又无法逃避 那就享受它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 方响 领行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sKK音频工作室 第四十二集 雷子的失事传说第二集的剧本终于完成了 这也就意味着沉默必须每天把绝大多数时间用来制作卡影了 虽然不知道这张神秘卡片里面所记载的感知锻炼方法到底有多高级 但是沉默已经明显感到这些天来自己的感知在突飞猛进 这张卡片究竟是什么来历 这始终是横在沉默心头最大的一个问题 这么神奇的感知锻炼方法上面连名字都没有 只是简简单单的写着感知锻炼方法 感知的提升所带来的最大好处便是 每天沉默可以制作更多的换卡 如今他每天的产量已经翻番 这还仅仅是他用新的感知锻炼方法锻炼了一个月便达到的效果 这如何不叫沉默喜出望外 有了实际效果的鼓励 他的训练也愈发用心起来 即使在制作卡影的时候 沉默也每天坚持训练 《失事传说》第二集的卡影 销售情况非常良好 由于市场依然供不应求 雷子再一次提高了价格 除了制作卡影外 在这件事上沉默并没有花费什么心思 几乎连关注都懒得关注 他所有的心思全都花在感知的训练上 由于感知的提升 沉默不需要借助绸的结构 便能做出符合要求的一星换卡卡影 两人一合计 决定还是采用传统的制卡结构 虽然这样成本会上升 但是更安全 免得被人盯上了 可就麻烦了 在这篇感知训练方法上 第一阶段便是要求能够把感知 发散至体外五米才合格 而沉默现在只能坐到三米 第一阶段的训练并不复杂 但是极为考验人的意志 对于这阶段的训练方法 沉默暗中给他取了一个名号 极限训练法 每次训练 倘若没有到极限的话 基本就没有什么效果 这是一种没有半点取巧余地的训练 从根本上来说 感知是人精神衍生的一种奇妙能力 所以这样极限锻炼带来的结果是 每次训练完脑子里都是钻心的痛 神经就像被扯得极薄极薄的骨面 周围稍有风吹草动 在沉默脑中都是如同轰鸣一般的巨响 这种情况下 不要说做其他的 便是连睡都睡不着 只有等他慢慢自然恢复 这段时间正好一个小时 对沉默来说 这简直就是有如地狱般的一个小时 除了挨着 他再也没有想到其他的方法 这一个小时里沉默基本上是数着秒过的 不过说起来也奇怪 这训练后遗症 时间拿捏之准 就像打着表一样 沉默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他也已经习惯了 这张神秘卡片给他带来的无法解释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比如他制作的十二张卡片 按理说 按理说里面的十一张幻卡只不过是一星幻卡 可为什么这个简单水世界并不只是虚像呢 每当遇到无法解释的问题 沉默也只有暗暗记在心里 他清楚自己的知识水平还没有达到 轻轻地舒展一下筋骨 健体操沉默每天依然坚持做 好东西要坚持不懈才行 正在这时 雷子回来了 看到沉默正在做着奇奇怪怪的动作 他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他仰了仰手上的东西问 第一集换卡俱乐部 木头 有没有兴趣啊 沉默没搭理他 眼下 这个动作虽然比起以前要熟练得多 但全凭一口气 一说话 这气就泄了 反而容易受伤 一板一眼地坐着健体操 正眼也没瞧雷子一眼 更别说搭枪了 雷子倒不以为伍 倘若沉默开口说话了 他估计才会被吓一跳呢 一套做完 沉默全身危汗 却是舒服至极 接过雷子手上的东西 一边看一边问 低级换卡俱乐部 做什么呢 雷子坐正身子 收起玩笑的表情 这个俱乐部呢 我还是听说过的 我觉得对你比较有用 在街上看到他们正好在新大会员 就顺手给你烧了一张申请单 怎么说 沉默好奇地问 雷子平日里虽然没个正行 但在大事上 却是极为认真谨慎 而且在社会阅历方面 雷子更是比自己强得多 他觉得有用的 那十有八九是真的有用 雷子解释道 第一级换卡俱乐部历史并不算长 大概只有五年左右 但是在卡影圈里面呢 却非常有名 他们西纳的会员 全部都是擅长制作第一级换卡 不乏高手 第一级换卡呢 一般都是用在卡影和广告上面 据我所知啊 这个俱乐部的一些成员 是比较有名的换卡广告师 和卡影制作者 他们会定期进行交流 不光是交流他们的心得 而且还会交流一个行业内的信息 他抬头看了一眼沉默 见沉默在认真听 便继续道 虽然我的质卡不熟 但是我还是觉得 要多多和别人交流 这样对你的质卡水平 会有很大帮助的 雷子补充了一句 况且 以你的实力啊 想在这里面站稳脚跟很容易 以后你总要生活的 这也是条出路啊 多条路子也不是件坏事啊 点点头 是一赞同雷子的说法 沉默又问 怎么加入 嗯 你做一张一星幻卡就是了 要不你就干脆拿那张 烈焰龙幻卡送去也行 不过 也不要做得太招人注意了 惹出什么麻烦就不好了 雷子提醒沉默 哦 那还是重新做一张吧 说做就做 沉默立即动手 片刻之后 他便完成了一张新的一星幻卡 这张幻卡 能释放一条金鱼的幻象 极为逼真细腻 金鱼流动的姿态鲜活 而又充满了灵性 这张幻卡特意没有使用筹的结构 自从上次 雷子和他说了那番话 沉默对这一点尤其注意 雷子则是帮沉默把那张申请加入的单子填好 连同那张金鱼换卡一起寄了出去 左庭一最近很忙 这次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 上面对封济处的要求也就严格得多 被杀的那名学生平时一直跟着阿拉贡混 突然横死街头 阿拉贡那帮家伙人人自危 他们利用他们所有的力量在追查这件事 奈何没有半点进展 而这名被杀的学生 平日里的坏事也做得太多 仇人无数 想查都让人无从下手 不过 好在受这件事的影响 学校里那些平日里嚣张无比的家伙 个个都安静了下来 从而左庭一的注意力 也能放在王泽他们身上 王泽他们最近频繁外出 洪涛经常被他们拉去做向导 洪涛是卡修 对附近的地形比起左庭一来更为熟悉 从洪涛嘴里 左庭一总能很轻易地问出 他们每次去的地方 左庭一也愈发肯定 父亲的推测没有错 他们果然是有所图谋 地图上东商卫城周围的一圈 几乎都被红色的区域覆盖了 这些红色区域便是王泽他们每次去过的地方 这些红色区域几乎把东商卫城完全包围住了 由此看来 王泽他们几乎把东商卫城周围全都打探了一遍 他们到底想干嘛 左庭一心中充满了疑惑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43集 沉默在简单水世界里 已经能颇为自如地行走 他已经逐渐适应这个奇特的环境 特别是水压 第一次进去时 他感觉自己几乎快被这恐怖的水压挤得爆裂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要把呼吸的频率下降到每分钟一次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不过沉默做到了 采用这种深度呼吸的好处是可以大大降低心跳的速度 也就可以更容易地达到深层入境 沉默现在就可以比较快速地进入深层入境 每次只需要两分钟左右 还好 这只是简单水世界 倘若是真的水底 那别说呼吸了 看憋不死你 没有经过测试 沉默也不知道自己的感知强度到底有多大 他只是知道 现在他的感知 基本可以支撑他制作卡影一整天都不会消耗殆尽 可是他还是无法把感知散发到周边五米的范围 他能做到的极致是四点五米 所差的零点五米 他怎么也无法把感知散发到那儿 仿佛只要他的感知再往前伸一点点就要和他失去联系了 这应该不是感知强度的问题 沉默暗中推测 奈何神秘卡片对这一点似乎也并无记载 他只好自己摸索 好在这并没有什么着急的 以沉默现在的感知足够他做很多事情了 比如学习一些其他的卡片 像气流卡 加热卡 物卡等等 这些在他以前是想也不敢想的 卡片的分类 无论在天忧联邦还是在百元府 摩哈迪玉 都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很多卡片很难把它们划分到哪一类去 沉默首先学习的是加热卡 加热卡是使用最普遍的卡片之一 热力包是每个家庭必备的用品 而他的核心便是一张简化的加热卡 而那些经常要去野外的卡修们的 随身卡包里加热卡同样是必备的卡片之一 这可以让他们在任何条件下吃上熟食 而不用去寻找枯枝生火 另外在寒冬取暖 他也时常被用的 以前深奥尖色的制卡用语 如今却仿佛一目了然 沉默上手极快 只用了两天 他已经制作出第一张一星加热卡 而第三天 他制作的一星加热卡就已经比较完美了 对能量的使用率也更高 于是沉默干脆把家里的热力包拆开 把自己制作的一星加热卡换了进去 一试之下 果然好用 连雷子都嘖嘖称奇 这也使得沉默立即迷上了家里物品的改造 鲜石柜的冷冻卡 照明卡 就连沉默原来以为没用的一星气流卡 也被充分挖掘出作用 一星气流卡产生的气流并不强大 但是用来吹风纳凉 却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但凡是家里用上卡片的地方 沉默都会把这方面的书找来 自己亲自动手 自打手上宽裕了以后 沉默购买了大量的书籍 现在他的房间最多的便是材料和书籍 从神秘卡片里学来的基础知识 特别是他在一些原理方面的阐述 让沉默受益肥浅 这些天来 沉默接触的虽然并不是换卡 但是在原理上 这些卡片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能上手这么快 多亏了那张神秘的卡片 就在这时候 敲门声响起 请问陈木先生在家吗 这是您的信件 请先收 陈木一愣 这是他第一次 收到除了账单外的其他东西 打开信封一看 却是一张蓝边白卡 大约有半个巴掌大小 象牙白般的剔透材质 摸上去手感极佳 低级换卡 聚 俱乐部 会员卡 卡片表面几个带着几分古异的字体 费了沉默好大劲才认出来 而在卡片的右上角 有一个微微发亮的数字 是数字零 而在左下角 阴刻着一串编码 别看了 又不是什么高级货 探出头的雷子看到后 不由绩效的 这会员卡不值钱的 值钱的是贡献度 你现在贡献度才零 保管你扔到街上也没人解 贡献度 是做什么用的 沉默不由问的 心下去有几分微微惭愧 自己刚才还以为 这张卡片颇为值钱呢 雷子懒洋洋的伸了个懒腰 猜到 这是这个俱乐部啊 采取的激励制度 你没发现这个俱乐部 进入的门槛很低吗 为了筛选出那些真有本事 对俱乐部的事物又上心的人 便有了贡献度一说 看到沉默依然眼巴巴地看着自己 雷子耸耸肩 毫不负责任地说道 你别看着我呀 我也就知道这么多 你明天过去看看吧就得了 哪里用得着来问我这个外行 第一级换卡俱乐部 沉默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忍不住仔细地打量这座大楼 能在东商卫城中心位置拥有一座高楼 足以说明这家俱乐部的实力 最吸引沉默注意的还是大楼外墙浮动的那些精美的换卡影像 他们不断地变换 忽而寒冬冰雪连天 忽而满目清脆欲滴 看得令人目不暇接 以沉默的眼光也不由暗自惊叹 论起真实感 便是上次在双环卡电看到的那则广告 也无法和这些不时变换的幻想相比 当然这并不是沉默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 他的第一个念头是 能放出如此精美幻想的换卡 该值多少钱呢 这里果然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呀 沉默不知道这些幻卡的制作者是谁 但是能做出如此逼真幻想的人 可真是个厉害人物 沉默自存 以自己现在的水平很难做到 暗纳住心中的好奇 沉默步入这座大楼 一走进楼内 周围的景色忽然一变 眼前一暗 黑暗之中只见漫天星辰 缓缓坐着人们无法理解的运动 就仿佛突然间 自己一脚踏入了 慢慢宇宙星空中 身在其中 四面八方全是无尽的虚空 无以计数的星辰浩瀚如海 脚下踏实的着地感 此时却变得如此的不真实 这一切给人无比强烈的震撼 沉默哪里见过如此场面 眼中顿时流露出无比的惊奇 欢迎来到第一集换卡俱乐部 一个软软的女生 从沉默身后传来 沉默顿时从震惊中回过神 转身望去 一位身着职业装的短发女子 俏立在她身后 这里是星辰演化幻卡 据说是切莫西赫大师的作品 她对星辰研究方面 有着极深的造诣 后来这套幻卡 联络到会长手中 会长便决定把她放在这里 每个人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都会被吓一跳 女子眼嘴轻笑 充满了迷人的风情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衔演播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衔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四十四集 原来是切莫西赫大师的作品 陈牧心下恍然 这气势果然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 难得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大师的作品 陈牧不由更加用心地观摩 不过很显然 星辰学这样深奥的学问 自然不是陈牧这等小白所能领略的 看了片刻之后 陈牧就眼花了 无奈之下只有放弃 那位短发小姐看上去 对陈牧的反应很是习惯 轻轻一笑也不打扰 只等陈牧揉眼睛了才开口 请出示您的会员卡好吗 哦 陈牧连忙掏出自己那张会员卡 接过之后扫了一眼 女子脸上露出职业的微笑 想必您是第一次来 需要我为您介绍一下吗 哦 好 陈牧点点头毫不客气 这位小姐侧身伸出右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我们一边参观 我一边向您介绍吧 这位小姐稍稍停顿了一下 接着到 这是您的会员卡 里面会有您的信息 您可以选择去档案科 完善您的各项信息 比如您的外貌 这样一来 别人将无法使用您的这张会员卡 当然 这并不是必须的 如果您不愿意 它并不影响您的使用 本俱乐部的宗旨是 充分挖掘低级换卡的各项用途 使之能够广泛地应用到 我们的生活之中 为此 我们采取了积分制 您会员卡右上角的数字 显示了您的贡献值 也就是积分 获得积分的途径有很多 俱乐部会定期地发放一些供应项目 他们的报酬并不高 但是您 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 比如我们这次 便与一所学校合作 帮助他们制作教学换卡 这个项目因为属于供应性质 所以您无法获得金钱上的报酬 但是我们又积分奖励 当然 材料由我们提供 有许多其他俱乐部的成员 当他们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时 他们会发布求助信息 如果您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便会获得他们提供的积分报酬 一般来说 求助信息的积分报酬会比较高 但同样 他们的难度也会比较大 假如您遇到了难题 意识无法解决 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求助 当然 也有一些其他获得积分的途径 但并不常见 比如您获得了 支卡方面的某项大奖 我们同样会是该奖项的影响力 而送给您相应额度的积分 在这里 每个月都会出售一些 比较稀有的材料或者卡片 只能用积分来购买 这是俱乐部对您热心参与俱乐部内 适宜的一种回报 一般来说 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定期 举行交流会 您可以自由地选择参加与否 每次参加可以获得少量的积分 在这里 您会遇到许多志同道合的制卡师 您可以和他们交流 制卡方面的心得 当然 如果您有什么奇思妙想 却苦于没有资金的话 俱乐部会给您提供帮助 我们有专门的审查组 当我们确定您的方案合理 具有可操作性的话 我们将以合作的方式 提供资金上的帮助 这位短发小姐滔滔不绝地介绍 把从来没接触这方面的陈牧 说的是一愣一愣的 而等陈牧进入大厅之后 更是直接呆住了 空旷的大厅里 人并不多 但是面积却是极大 俨然就是一个小广场一般 但是让陈牧呆住的 却并不是这个空旷的大厅 而是大厅里四处闪动的光幕 和光幕上不断地浮动的字幕幻想 当整个大厅 分布着大大小小数千块 半透明的彩色光幕时 那种冲击感 绝对可以让人一下子懵了 看到陈牧呆滞的表情 短发小姐轻轻一笑 她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表情了 这种布局 大概只有会长那样疯狂的人 才能想得出来吧 不过 她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 介绍到 这些光幕是这里的信息窗 您可以在这里 找到您感兴趣的信息 那些求助信息 也会在这上面滚动播放 这些光幕采用的是非常先进的技术 双向幻卡技术 使用的是光幕旁的专用笔 可以在光幕上输入内容 从而实现信息的双向传导 整个在大厅分为三大块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信息发布区 除此之外 还有展示区 那里会有最新的幻卡产品的展示 这次我们展出的是 30多款的幻卡游戏机 这种购物丝令人惊奇 我们已经开始着手 推向市场了 我个人相信 他们将很快风靡整个天佑联邦 短发小姐的话里充满了自豪 另一个区就是交易区 那里出售各种材料卡片 一般材料和卡片 都可以使用欧迪购买 但是对于一些比较稀少珍贵的 就只能用积分来购买了 如果您有什么作品 也可以到这里来积卖 这里也是唯一一个 对非会员开放的区域 您可以随意浏览 四处逛逛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来找我 我一直都在新城演话厅 现在我可能要适配一会儿了 短发小姐脸上始终挂着职业的笑容 呆呆地看着偌大的大厅 五颜六色 大小各异的光幕 还有漂浮在半空中半透明的幻象 沉默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 走到最近的一处光幕前 沉默仔细观看上面缓缓滚动播放的字幕 如何利用低级幻卡 改变人的局部特征 以达到对方视觉发生错觉的 这个 随意一看 沉默便被这个构思吸引了 这个构思非常有趣 他是想利用幻象 对脸部轮廓和一些细小的地方做出改变 从而达到改头换脸的效果 比如利用幻象 在眼眶处增添一些阴影 使之给人微微内馅的感觉 或者把鼻子上加一些肉色幻象 使之看起来更高挺 如果做的巧妙一些 会给人完全不是同一个人的感觉 沉默简直为这个构思叹为观止 这一年头 果然是什么样的强人都有啊 但是现在这个想法 却遇到了一个难题 如何让幻象始终紧贴脸部 因为构思者发现 无论它如何改动 只要稍微移动 这些幻象便容易晃动错位 看了一下提出的时间 居然是一个刚刚提出的构思 沉默想了想 便不假思索地 在光幕上写下了自己的答案 把杜仪绑在眼镜或者帽子上 这一句话一闪一闪的 紧接着光幕提醒沉默输入他的会员卡的编号 等沉默输入会员卡编号后 这些输入的答案便化作一道流光 消失不见了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四十五集 从俱乐部回来 沉默一直很兴奋 在那里 他见识到了许多的奇思妙想 令他大开眼界 在这之前 他从未和其他质卡师有过任何交流 一直以来 他都是闭门独自研究 独自尝试 独自在失败中摸索 即使后来有了那张神秘卡片 但这种局面 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沉默第一次品尝到了 和别人交流的乐趣 第一次直面如此 众多质卡师的构想 令沉默一直处于亢奋之中 他在大厅里 待了整整一天 如痴如醉地 领略着别人的想法 尝试着去解答别人的问题 到最后 他都记不清 到底自己尝试破解了多少个问题 但是令他气馁的事 绝大多数都以失败而告终 回到家中的时候 沉默已经疲倦欲死 但亢奋的精神却让他睡不着 雷子不在家 也不知道跑哪儿去玩了 和沉默这样的家里蹲相比 雷子着实算不得老实 经常夜不归宿 猛然间 想起今天的感知训练还没有做 沉默连忙爬起来 刚才稍稍休息了一下 他感觉体力有所恢复了 于是他马上进入了简单水世界 虽然是训练感知 但是在简单水世界里 没有体力 可是寸步难行 柔柔的水 包裹着沉默 也不知道 是不是水中的良意的缘故 沉默亢奋的心境 逐渐平和下来 很快 他便进入了深层入境 感知如同水流般 散布在沉默周围的水中 他能感受到 感知散布区域里 每一道细微的暗流 呼吸悠长 激荡中自有一股凝静 当沉默从入境中醒来时 却只有苦无效 自己的感知训练 遇到瓶颈了 四点五米 这个坎儿 就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竖在沉默的面前 少见的 沉默心中 生出了几分烦躁 抬头四顾 简单水世界里 晶莹剔透 像童话世界般美丽迷人 三角剑鱼 成群结队的游异 自由自在 不远处的水草 缓缓有规律的摆动 沉默呆呆地站着 过了半晌 忽然自嘲一笑 自己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便是现在 自己已经比绝大多数人都幸运了 想通之后 沉默眉宇间的烦躁之色 顿时为之一消 带着微笑 心头一片平和 沉默随意地 在简单水世界里行走 话说 自己一直忙着训练感知 还从来没有好好地逛逛 这个如同童话般的 神奇水世界呢 水下激流涌动 沉默已经颇为习惯 感知被它发散在身体四周 一旦有暗流的话 沉默便能及时做出反应 一步一步地 虽然速度不快 却是颇稳 不远处 一从水草 清脆可人 沉默不自禁地 朝那片水草走去 走到这片水草跟前 沉默正准备 好好观察一下 这水草时 忽然两根水草 像零蛇般 缠上沉默的小腿 沉默只觉小腿肚上一紧 脚下险些不稳 怎么回事 沉默一愣 以他无知的生物知识水平 自然认不出这是什么水草 拖缠游戏启动 第一集 水草是两二 难度低 要求三十分钟内挣脱 完成奖励 五 耳边突然响起那个苍老的声音 令沉默一呆 但是很快反应过来 拖缠游戏 这里面居然还有游戏 沉默顿时来了兴趣 但他听得最清楚的 还是最后一句话 完成奖励 五 他隐隐觉得这句话里 有几分玄机 值得推敲 完成奖励五 完成奖励五 沉默眼前忽然一亮 心下豁然而通 假如游戏原本就没有奖励的话 那他一定不会加上这句话 既然有这句话 那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便是游戏的级别问题 等级太低而没有奖励 如果这种可能没错的话 那就意味着 只要自己提高游戏的等级 便能获得奖励 另一种可能便是 脱缠游戏是没有奖励的游戏 这样推测下来 这里应该还存在着 有奖励的游戏 也就是说 简单水世界里 很有可能并不止一种游戏 充满了未知的探索 有什么比这更令沉默兴奋的呢 他两眼放光地 看着这一堆清脆的水草 那模样就像恶狼 正盯着自己的猎物一般 第一级换卡俱乐部 主管办公室 一位中年人端坐在桌前 拖着下巴盯着面前的光幕 若有所思 咚咚咚的敲门声响起 这位中年人没有抬头 说了声请进 继续盯着自己面前的光幕 一位短发女子 手上抱着一堆资料 推门而入 主管 这是您要的资料 统计机构还没有出来 但是我们大致推算了一下 他总共浏览了103条求助信息 作出回答有39道 其中30道已经被证实正确无误 另外9道 暂时还无法得到具体信息 也就是说 他今天获得的积分至少是402分 满足进入高级组的条件 他干练地作出汇报 一天就捞了400多分 查到了他是什么来路吗 在资料里 我们只知道他叫陈牧 年纪大概在16到19岁之间 没有其他的资料 短发女子想了想 补充了一句 今天恰好是我接待他的 哦 中年人顿时来了几分兴趣 那你说说 这人给你什么感觉啊 短发女子想了一下道 很年轻 有些居数 都喜欢说话 应该是第一次来 对这里很陌生 个人感觉应该是一个 沉迷技术的制卡师 不错 很不错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 在一星换卡上造一这么深的制卡师了 看来我们应该把他作为重点培养对象 中年人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 他略为沉吟了一下道 给他送一份请柬 邀请他参加本次高级组的双相会 以后你负责观察他 是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t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ti音频工作室 第四十六集 说实话 脱缠游戏 一点都不好玩 这个游戏 对爆发力的要求很高 只有爆发力强劲 才能在猛然间 挣脱水草的缠绕 可问题关键是 这是在水里 不要说发力了 便是想站稳身行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陈牧很怀疑 这卡片的制作者 是不是故意提奖励两个字 来诱惑人的 否则的话 这么单调的游戏 只怕没几个人能坚持下去 一遍遍的冲刺 对体力的消耗非常巨大 几个来回 陈牧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这还是他练习了健体操 身体素质大幅度提高 才有这样的成果 换作以前 便是最低级的两根水草 他都争不脱 这水草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非常牢固 韧性极强 花了三天的时间 费尽力气的陈牧 终于挣脱了两根水草 他终于找到了一点感觉 在水里 要像鱼儿一样扭动身体 这可以大大的降低 在水中的阻力 正是得益于这个发现 陈牧才能挣脱 两根水草的束缚 这个小小的发现 也令陈牧有些兴奋 他不停地尝试 做出各种怪异的姿势 来感觉自己 在水中阻力的变化 在整个尝试过程中 陈牧发现 发挥最大作用的 居然是感知 这个发现 令陈牧很吃惊 如果不是在感知训练中 要求把感知 发散在身体周围 陈牧是断然 想不到这种方法的 他现在深刻体会到 这种方式的好处了 他可以察觉到 周围水流的一些 细小的变化 他便是根据 这些细小变化 才领悟到 在水中发力的技巧 从而挣脱水草的缠绕 不过陈牧的兴奋 并没有持续多久 当四根水草 缠上他的时候 无论陈牧怎么发力 都无法挣脱水草 好在 只要他坐着不动 十分钟 水草便会自然脱落 要不然 呼吸都是个问题 不得已 陈牧只能让自己的感知 对水流的变化 观察得更细 尝试更多的动作 加大自己的爆发力 每天除了训练感知 陈牧都在 与这些水草作斗争 如此枯燥的游戏 陈牧一直坚持着 每一丁点的发现 都会让他更加振奋 更加努力 正在陈牧与水草作斗争的时候 他收到了俱乐部的邀请函 邀请他参加 下周的什么什么双向会 当看到这份邀请函时 雷子大吃一惊 看外星人一样看着陈牧 啊 有没有搞错呀 没有这么快吧 高级组双向会 木头 不要告诉我 你居然是什么狗屁天才 天才 我像吗 陈牧很无辜地 看了雷子一眼 那倒是 说起像 我好像更像一点 呵呵 雷子点点头表示赞同 不过你去了一次 就混进高级组了 这也着实有些太强悍了吧 会不会是发错了 陈牧听雷子这样一说 也觉得有些疑惑 雷子点头 深以为然 我也觉得 这种可能性最大 高级组可是要贡献度四百分以上 你有吗 陈牧摇头 没有 自己会员卡上的贡献值 还是零呢 不用拿出来 他也记得很清楚 那就是搞错了 雷子很是肯定 接着以一种可怜的表情 看着陈牧 语调夸张道 木头 你要是去了 别人和你说 对不起先生 我们搞错了 然后你灰溜溜地回来 拖没面子呀 有道理 陈牧想了想 很是深沉地下了个结论 然后随手 就把邀请函丢进垃圾桶里了 接着转身 回到房间 继续和水草作斗争 这年头 这些人做事也太不认真了 这种错误也犯 哼 雷子喃喃自语 也转身进入房间 和她的诗事传说剧本 去做斗争去了 第一级换卡俱乐部 高级组双向会 短发女子站在前门口 神情带着几分交集 怎么还没来呢 难道邀请还没有送到吗 短发女子 难难道 高级组的双向会 在东商卫城 可是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还从来没有人主动不参加的经历 低级纸卡石 就算做得再好 待遇比起中高级换卡石 还是差得远 他们和商业之间的联系 更为密切 而俱乐部便是充当 这中间的扭带的作用 风姐 他还没来吗 一个长得泼贼的家伙 凑到短发女子身后 鼻子还朝短发女子 雪白的粉颈上秀了秀 短发女子瞪了这家伙一眼 安小悠 你找死是吧 姑奶奶的豆腐你也敢吃 安小悠嘿嘿一笑 风姐 您这话说的 您天生丽质 哪个男人会不动心啊 我这纯属本能反应 就是身体快过想法 不小心超车了 他搓了搓手 带着几分疑惑 黑声说 风姐 你不会耍我吧 那个叫沉默的家伙 今天真的会来 应该会吧 蓝风语气也有几分不确定 那就好那就好 安小悠一张小脸 兴奋得有些通红 咋咋嘴巴道 这哥们实在是太强了 他怎么就能想到 把杜仪绑在帽子跟眼镜里 这个简单又绝妙的主意呢 我可得好好会会这个告示吧 蓝风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的 就你 人家可是一天狂扫四百分 咱们俱乐部开办以来 这还是头一遭呢 你去 给人家提携吗 安小悠表情呆滞 结结结巴巴 语无伦次的 一天 一天狂扫四百分 怎么 不相信 蓝风表情也有些古怪 告诉你啊 这可是我亲自去核实的 说完 拍拍目瞪口呆的 安小悠的肩膀 故意打击他 你趁着还年轻 去办人家为师吧 四根水草 依然没有奖励 不过 现在沉默已经不去想奖励了 他感觉自己的收获 比什么奖励都实在 水中发力技巧 感知的运用 都是这么的奇妙而迷人 而最令人称奇的是 这种全新的感知利用方式 居然会刺激感知的成长 沉默停滞良久的感知 出现了一丝细微的增长 尽管只有很细微的意思 也足以让沉默 投入全部的热情 到与水草的斗争之中了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生活简单而又充实 每天都在进步 这种快乐 让沉默深深为之沉醉 随着故事一步步展开 诗事传说卡影的售价 也被越吵越高 雷子已经不去抛头露面了 他把卡影放到自由计卖市场 然后把风声传出去 得到消息的店主和学员们 纷纷跑到自由计卖市场 蹲点守候 这样一来 安全系数大大提升 想在计卖市场查到卖主 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件事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种出售方式 可以大幅度提高售价 无论是雷子还是沉默 都不会嫌自己赚的钱多 沉默对感知的操作 也已经堪称灵活无比 这样直接导致 他的工作效率大为提升 三百步卡影 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 雷子直接惊呼沉默为制卡机器 做完卡影的沉默 又是一头钻进了简单水石剑 与水草作斗争 他如今已经能够挣脱 八根水草的束缚 连他自己都感到惊异的是 他如今的冲刺速度之快 简直不逊色于猎豹 特别是三米以内的冲刺速度 快若闪电 有时身体甚至比脑子还快 沉默的感知范围 已经扩展到四米九 离五米的距离仅有零点一米 但这零点一米 却仿佛遥不可及 始终没有半分缩短 沉默经过上次的反省 现在心态方正 也并不着急 只是一丝不苟地 做着脱缠游戏 既然着急没有用 那去着急干什么呀 把能做的一切都做好 结果自然就是最好的了 假如这样的话 结果还不能让自己满意 那就说明这个结果 是不属于自己的 已经做好了吗 王泽环视四周 房间里全是心愿的交流声 按照正常时间来计算 他们应该早就回心愿了 但是他们找到 东卫学府的管理层 要求延长交流时间 东卫学府自然求之不得 立即应允了 这时候阴沉九 推了推眼镜 点头说道 做好了 已经传回学校 想必校长已经收到了 玄吉他有些迟疑地问 学长 我们到底在找什么 或者说 我们在做什么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学校实在太普通了 他们的学生实力也太弱了 我们待在这里 没有任何价值 其余几名学生 都露出深有同感的表情 他们在学校中都是佼佼者 做着这样 在他们看来毫无意义的事 心下当然有所不甘 王泽的目光抖得变得锐利起来 沉生道 我知道你们心中非常疑惑 但是这不是你们该问的 你们要明白一点 我们不是来游山玩水的 正在这一时 他手上的杜仪突然响了 他一看 是校长 刚刚发过去信息 校长现在就呼叫自己 难道校长有什么发现吗 王泽深吸一口气 接通了通讯 校长轻声交代了几句话 向来沉着的王泽 脸上顿时露出狂喜之色 通讯结束后 王泽把从校长那儿 得来的消息 告诉阴沉久他们 交流声宿舍 顿时传来一片欢呼声 从宿舍外走过的 东魏学府的学员们 纷纷偏过头来 露出诧异之色 方立三四八五年 注定是兴愿 大放光彩的一年 以守旧而筑成的兴愿 改变他们的策略 开始走出兴愿 东魏学府 这个不为人知的学校 却因为兴愿 而走入人们的视野 也就是在这一年秋天 又一件大事轰动了全联邦 而这次主角依然是兴愿 兴愿十年来 终于有人从内院走出来了 此消息一出就如一颗重磅炸弹 引起联邦前所未有的震动 一连十天所有的新闻都在关注这件事 任何和兴愿沾上一点边的集团公司 他们的股票都立即疯涨 所有人都知道沉睡了十年的兴愿 终于觉醒了 但是消息放出之后 兴愿却忽然一下子低调起来 无论人们怎么打听都无法得知 这个十年来唯一从内院走出的天才是谁 甚至有些人怀疑这个消息是假的 但是兴愿学生们脸上洋溢的兴奋之情 却证明这件事并不是杜撰 原本在人们心中就神秘非常的心愿 这一回变得更加神秘起来 很快仿佛迫于心愿给他们带来的压力 六大之中其余的五座学校纷纷做出回应 无论是一向激进的莫营 还是向来温和的中达叔府和联邦综合学府 甚至几乎和外面隔绝的苦祭祀和双越寒州 都做出了一系列的反应 各种活动层出不穷 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 那便是高调 面对六大之间的角力 其他学校的行为出奇的一致 全部都冷眼旁观 他们还没有资格去趟这趟浑水 这次事件受益最多的却是东魏学府 本来他们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学校 却因为心愿而被许多人认识 名声大造 不过 这对于陈牧和雷子来说 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陈牧一心钻进简单水世界中 而雷子也正在为诗事传说的下一集剧本而头痛 雷子虽然玩事不公 但是做剧本时却是一丝不苟 简单水世界里的陈牧 现在全身都缠满了水草 活脱脱一个绿洞子 这已经是最后一关了 附近几乎所有的水草都缠了过来 巨大的缠里紧紧地包裹着陈牧 这样的情形 不要说想挣脱了 便是想弯一个手指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最后一关 陈牧已经失败了352次 但是就是刚才那一侧 他差一点便挣脱了 谁知在最后关头一口气散了 功亏一篑 陈牧休息了半个小时 养足力气 他将进行最后一关的 第三百五十三次挑战 双脚站定 身体微微攻起 但是由于身上的水草太多 所以根本看不到陈牧几倍攻起的弧线 脚下猛然间发力 重燃向前一冲 整个人眼看着腰一头栽到地上 忽然间陈牧上半身向上一弹 像昂起的舌头 腰背却向后一折 陈牧的腰和背脊 就像充满了弹力的弹簧 柔软的不可思议 他的双脚依然稳稳地扎进沙子中 双腿前驱 腰背向后仰 无比的怪异 而这一冲一缓之间 水草的力量顿时被削弱不少 而陈牧也终于获得一丝空间 闷哼一声 陈牧向后弯的腰背 仿若是向后扳至极致的弹簧 突然间放手 闪电般地向前方弹去 一攻一躯一弹 骤然间的爆发力极为惊人 而与此同时 陈牧的双腿也同时发力 水草哪里还束缚得住 大部分水草就这样硬生生地被陈牧挣脱了 紧接着陈牧像鱿鱼一样怪异一扭 缠在身上紧剩的几根水草也被挣脱 这刹那间爆发的力量实在太猛 陈牧自己也无法控制住身形 整个人就像剑一样蹿了出去 一头扎进了沙层中 还没等陈牧把脑袋从沙层中拔出来 那个苍老的声音在陈牧耳边再次响起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四十八集 托尘游戏完成 奖励托尾缩卡制作及操作进程 托尾缩卡 三星战斗卡 能释放出旋转能量缩 它的尾部会不断地消散 化作动力 从而使得它的飞行速度越来越快 威力强大 所以叫托尾缩 沉默眼前浮现出 那天在东卫学府教室里 那两名卡修在战斗时 绚烂的画面 心中抖得一热 一个念头无可遏制地 从心底最深处冒出来 自己能不能成为一名卡修呢 这个念头一经冒气 便再也无法抹去 托尾缩卡的制作方法 神秘卡片里 罗列得非常详细 仔细考量了一番 沉默确认自己能够完成 这张卡片的制作 可现在的问题是 到底做还是不做呢 三星卡片虽然只比二星卡片高一个级别 但是在造价上却是翻了几番都不止 而战斗卡片比起普通卡片来更是要昂贵得多 三星战斗卡虽然只是最低级的战斗卡片 但是价格依然令人折舌 沉默花费了半天的时间去计算 最终得出结论 假如自己要制作这张托尾缩卡的话 这段时间所有的收入几乎都要投进去 自己将只剩下两万欧迪的余额 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沉默还从来没有一口气花过这么多钱呢 他实在想不通 难道卡修们都这么有钱吗 一张三星战斗卡就要两百多万欧迪 那有多少人能成为卡修啊 这也是为什么沉默会犹豫 一旦决定制作的话 那可就是自己的全部身家了 做还是不做呢 沉默心中在激烈地挣扎着 一连三天他都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雷子很快就察觉到沉默的异样 不由关切地问 木头你咋了 最近怎么老感觉你心神不宁的 是不是生病了 有哪儿不舒服吗 沉默沉默了一会儿 不打反问 雷子 你说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你的一个选择 不是必要的选择 要花掉你身上所有的钱 你会怎么办 选择 雷子狐疑地看着沉默 你又有什么打算了 沉默沉默不语 看到沉默这个表情 雷子就知道 沉默不想说 想了想 雷子问 这个选择会不会改变你的人生 就是说 对你很重要吗 是你的理想吗 应该是吧 沉默有些迟疑 理想 对他来说 仿佛这个词有点遥远 以前他的理想便是能过得好一点 现在生活好起来了 自己的理想又是什么呢 那就做 雷子斩钉截铁地回答 沉默一愣 他没想到雷子会这么肯定地回答 雷子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缓缓说道 木头 我们都是小人物 能吃饱能有地儿住 就已经满足了 如果这是我们以前的理想 那我们实现了 沉默认真的听 人是需要理想的 木头 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就算是失败了 会比以前更差吗 会比我们没做卡影之前更差吗 更何况 卡影我们还在做 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获得的 就算是从头开始 我们也不畏惧 我们不再是以前那两个为吃饭饭畴的穷小子了 现在的我们赔得起 木头 向前走吧 沉默迷茫的眼睛 重新恢复清明 重重的点头 一旦决定 那便雷厉风行 沉默没有犹豫 按照单子上的材料 一样一样的购买 他还专门跑了卡店 才发现 普通的三星战斗卡的售价 只不过三五十万 可这托尾缩卡 光成本便有两百多万 这也让沉默对他充满了期待 钱如同流水般花出去了 换回来一大堆材料 但是沉默却遇到了一个难题 有几样材料居然买不到 这个问题让沉默很是难以理解 三星战斗卡的原料怎么可能买不到呢 不要说三星了 便是四星五星也应该买得到才对呀 可是沉默跑遍了整个东商卫城的每家材料店 无一例外都找不到这几样材料 这让沉默有些傻眼了 如果没这几样材料 那自己花了巨款买回来的其他材料便白买了呀 就在沉默一筹莫展的时候 他忽然想到低级换卡俱乐部里不是有交易区吗 沉默打算去内里碰碰运气 这一回沉默刚刚踏进大厅 正闲着没事的兰锋便立刻发现了他 兰锋眼前一亮 这个少年可是主管要求他重点关注的对象 脸上带着职业化的微笑 兰锋凑了上去打招呼 陈先生很久没来了 哦 沉默应了一声 上次双相会的邀请函 陈先生没有收到吗 没有见到您 可真是让很多人很失望呢 兰锋装着不经意地笑着说 邀请函 沉默一愣 不是你们送错了吗 你们高级组不是要积分四百分吗 蓝锋脸上的表情顿时有些僵硬了 他觉得无语了 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他脸上勉强挤出几分笑容 陈先生真是幽默啊 你上次因为成功解决了一些求助信息 获得的积分已经超过四百分了 您那时已经升级了高级组会员 哦 沉默这才恍然 不过脚步没停直接朝着交易区走去 蓝锋健壮连忙跟上 陈先生这次来世 买东西 沉默没回头大步流行地往前走 该死的你就不能走慢点吗 我都快跟不上你了 蓝锋跟在他身后一阵小跑 心下咬牙切齿的咒骂 嘴里却带着甜甜的味道 陈先生想买什么 高级组会员也有很高的购买权限哦 这句话终于吸引了沉默的注意 啊 那就太好了 脚下更快了几分 那母呀恨不得马上冲到交易区 蓝锋心下骂得更欢了 脚下却无奈地只有紧跟不舍 一连串的巴达巴达的高跟鞋 敲击地面的声音密集如雨 沉默终于到了交易区 带着几分茫然地看看四周 这是他第一次来 在他身后 蓝锋双手扶住双膝 大口大口地喘气 啊 陈先生想买什么呢 终于平息下来的蓝锋 看到沉默茫然的表情 扑斥一下笑了 刚才心中的怒火 一下子消散了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四十九集 陈木递上自己手上的单子 蓝锋接过单子 瞄了几眼 心跳 骤然加快 强按下心中的激动 他有些试探的问道 这些可都是高级材料啊 只怕要高级质卡诗才能用到吧 难道陈先生是高级质卡诗吗 难道这家伙 真的是条肥鱼 不怪蓝锋会如此激动 高级质卡诗在整个东商卫城 屈指可数 而俱乐部里也只有会长一人 有着这样的职称 就是主管也只不过是中级质卡诗 陈木颇为惊讶 这单子上面的材料 都是比较生僻冷门的 许多专门做材料生意的店主 都无法认权 这个女人居然认识 不过对于蓝锋猜测 自己是高级质卡诗 倒是让陈木觉得有些荒谬 不是 陈木很肯定地摇头 随即他问了一句 那这里有这些材料出售吗 蓝锋变得更为热情 连忙道 我帮你问一下吧 免得您一项一项去查 怕此时心花怒放 无论陈木是不是高级质卡诗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 他是一位实力出众的质卡诗 蓝锋激活腕上的通讯卡 片刻后便有了结论 陈木看着蓝锋等待结果 刚刚我已经帮您询问了一下 您所需要的材料 俱乐部库里刚好有 因为您是我们的高级组会员 所以您有权购买 但是 蓝锋看了陈木一眼 又迅速到 但是如果要购买 单子上所有材料的话 您需要八百点积分 而您现在的积分只有四百五十三点 也就是说 您还需要三百四十七点 蓝锋在心中暗自赞叹会长的厉害 因为材料比较珍贵 所以他特意征询了会长的意见 会长在得知陈木的事件后 对陈木表现出一呼寻常的兴趣 会长眼下的这个项目 正好还需要一位能力出众的质卡诗 蓝锋嘴上却满是惋惜的语气 还差三百四十七点积分呢 只要您做一两个大项目 还没等他说完 陈木便打断了他 还差三百四十七点积分 只要我有八百积分就可以买了 是的 蓝锋爽快的 只要您有三百四十七点积分 您随时可以立即买到 当然 只是今天 因为假如有其他会员想购买 我们也不能阻止的 一天凑到三百四十七点积分 谈何容易 蓝锋都有些想不通 会长就真的这么需要这个人的帮助吗 要知道 蓝锋从来没见过一个任务的积分超过两百分 现在会长一开口就是三百多积分 怎么看会长也不像一个慷慨的人呢 不过蓝锋相信对方一定会毫不犹豫的跳进这个坑里 三百多积分 除非去参加这种大型任务 否则短期内是无法凑齐的 而且蓝锋已经查明 陈木在俱乐部里没有任何熟人 想借也没地方借 除非对方不想要这些材料 以蓝锋的眼光百分之百可以肯定 这少年对这几种材料渴望至极 哦 陈木硬了声 转身便走 陈木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动作 让蓝锋待在原地 他的大脑还没有反应过来 等他反应过来 陈木都已经走出十米了 陈先生 陈先生 您不要这些材料了吗 他连忙紧追上去 急声道 为什么不要 陈木一脸奇怪地看着蓝锋 蓝锋感觉自己的脑子更加混乱了 有些语无伦次道 那您 您这是 转积分啊 陈木头也不回地 丢下一句理所当然的回答 转积分 蓝锋有些傻眼了 陈木走到大厅 在一处光幕前坐了下来 看到上面长长一串的求助信息 陈木终于松了一口气 拿起光幕上的笔 从第一条开始浏览起来 第一条 第二条 只见陈木时而皱眉苦思 时而奋笔疾疏 他已经进入一种完全忘我的状态 浑然没有注意到身后蓝锋精彩的表情 然而此时的大厅里却是闹哄哄的 像个茶馆一般 只是众人脸上个个露出兴奋之色 不时的有人激活自己的通讯卡 老王啊 快到部里来 咋了这是 一清一咋的 对方明显有些心不在焉 还记得前段时间那个扫积分的家伙吗 说话者神秘一笑 扫积分 你说的是那个一天狂扫四百多分的变态 老王一下子来了精神 嗓门也立即大了几分 就是那家伙 乖乖啊 那家伙今天又来了 现在正在大厅里 老王你还不过来 你上次发的那条回形结构的求助 已经被人给解了 你快查一下 看结果对不对 我们几个哥们都在等着呢 什么 我马上过来 马上就等 老王忙不迭地结束通话 立即爬上自己的缩车 朝俱乐部火速飞去 时间过去了两个小时 沉默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十二道题 换而言之 他已经获得八十五分的积分 但看样子 他似乎并没有半分停下来的意思 专注地盯着光幕 大脑在飞速运转 这里的每个问题都不简单 但好在 沉默理论知识颇为扎实 又有着丰富的制作卡影的经验 然而这次沉默发现 最关键的还是那十二张卡片的制作 那十二张卡片里 有十一张是低级换卡 但是这十一张换卡之复杂 难度之高 可谓匪夷所思 当初为了能够制作出这十二张卡片 沉默不知花费了多少心思 攻克了多少难题 而这些思考便在今天全部用上了 这也正是沉默为什么能够解决别人的求助信息 低级换卡是指一星和二星的换卡 它们的制作难度虽然不高 但是里面的学问同样很深 而且随着现在低级换卡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 它也就朝着精细程度越来越高 特殊要求越来越多的方向发展 在这一点上高级质卡师远远不如这些低级质卡师 沉默上次的行为 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是在事后 人们才恶然发现 一个人居然在一天的时间里 狂扫四百多分 解决了几十条求助信息 这种事 从俱乐部建立开始 还从未发生过呢 什么人如此强大呀 这是所有人脑海中的第一个想法 可惜从那以后 这位传说中的扫分者 却一下子销声匿迹了 无论对方是谁 能一天扫下四百分的 不是高手 便是天才 足以让他得到整个部里所有人的尊重 而这一次 当沉默解决了第三条求助信息时 他并不知道 这条信息的求助者正在俱乐部 这位质卡师当时便收到了沉默的解决方案 心下惊喜之余 便发现回答者竟然正是那个名叫沉默的扫分者 当时他就激动的直打哆嗦 好不容易平息下来 他便连忙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 他和沉默不同 他是有着三年会龄的老会员 俱乐部里的熟人数不胜数 片刻间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 不仅传遍了整个大厅 便是许多在家的质卡师 都纷纷丢下手头上的士 火速朝这边赶来 于是大家便开始在大厅里寻找 哪一位才是扫分者 很快 他们的目标便锁定在沉默身上 一个是沉默看上去很面生 没有一个人能叫出他的名字 另一方面 蓝风像个跟班一样站在他身后 脸上震惊的表情 足以让他们猜出沉默是谁了 虽然大家觉得这样上去有些冒昧 但是还是有那脸皮厚胆子大的家伙凑了上去 那些凑上去的质卡师 但凡只要盯着少年面前的光幕 便立即如同石化般一动不动 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 这些家伙们看得入神了 那些没有凑上去的人 心里顿时如同有千百只爪子在挠一般 齐痒难耐忍不住也凑了上去 这样一来人是越来越多 片刻间沉默的身后已经围了一大群人 然而这群人没有发出一丁点的声音 各个尽声不语 如痴如醉的盯着少年面前的大光幕 蓝风是首先惊醒的 看到这样的状况 心下却只有苦笑 这幅光景会长的如意算盘已经落空了 从他统计的结果来看 沉默的积分已经达到快将近两百分了 按照这个趋势下去 不要说三百多分了 就是四百多分也是足够了 看着身后这些目不转睛的智卡师们 蓝风只有无奈地走到一边 拨打了会长的通讯卡 简单地把情况介绍了一下 不时的恩阿几声 他的神色已经恢复如常 据后来统计 今天创下了最近两年来 单天俱乐部会员人数的最高记录 到后来沉默身后是围了个水泻不通 急也挤不进去 后到的智卡师们急得在外面直跳脚 那些曾经发过求助信息的智卡师们 连忙跑到光幕前去查询自己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 而另一些聪明的智卡师们 连忙趁机发布求助信息 想趁着这个机会顺便解决自己心中长久以来的疑斗 一时之间大厅里发布的求助信息数量 以疯狂的速度在增长 虚余之间便已经看不到尾了 那些有幸被解决了问题的智卡师 在赞叹之余 毫不犹豫地付出了他们的积分报酬 比起上次 陈牧这次扫分的速度更快 因为他破解的求助信息的作者基本都在现场 他只要一解答 对方确认了正确性之后 便会立即把积分付给他 这一速度自然是飞快 不过陈牧却没有注意到 其实在他心中 三百分还是四百分 他完全没有概念 在他想来 上次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才得到了四百多分 那今天大概也要花差不多的时间才行 本着这个心思 他就没有去注意自己的积分了 只是聚精会神的思考解答 看着水泻不通的人群 蓝风却有些傻眼了 自己刚刚出来向会长汇报 可再想进去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正在这时忽然身后有人喊 蓝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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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风回头一看 只见安小游气喘吁吁地朝这边跑来 还没等蓝风开口 蓝小游就迫不及待地问 蓝姐 陈牧今天来了是吧 他在哪 他在哪 蓝风挪挪嘴 那里面 水泻不通的人群 让安小游傻眼了 难难道 这帮人为啥比我还快 说完便露出慷慨赴死的表情 痒牙切齿的 奶奶的 小爷拼了 接着便朝人群中挤了过去 蓝风一看 连忙跟在安小游身后 有人在前面开道着便宜不占 那他就不是蓝风了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遭受了无数的白眼和怒视 安小游和蓝风终于挤了进去 几百人黑压压的一大片 却出奇的安静 安小游吓得硬生生的不敢开口 乖乖啊 要是把这一大帮大叔给弄脑了 那自己以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可当他的目光落在光幕上 便也和那些人一样 再也挪不开了 蓝风看到沉默聚精会神的表情 心中大为佩服 撇开沉默的实力不谈 光这份专注便是少有人能做到 可是这个时间 连续高强度思考几个小时 这消耗的体力和脑力可想而知啊 您要吃点东西吗 蓝风凑到沉默身边 小声关切地问 你们还管饭 沉默目光没离开光幕 嘴里下意识地问 蓝风顿时哭笑不得 却只是恩了一声 紧接着问 嗯 您要吃点什么呢 可千万别太挑啊 俱乐部里面的餐厅虽然也有高档货 但是种类并不多 水 蛮动 沉默的目光依然没有离开光幕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沉默的回答 蓝风一愣 鼻子却是一酸 轻恩了一声 便退到安小游身旁 蓝风啪地在安小游脑袋上拍了一巴掌 安小游顿时被惊醒了 刚想破口大骂 不过他反应极快 看到是蓝风连忙化作笑脸 蓝姐有啥吩咐 蓝风朝外面弄弄嘴 去 买点馒头和水过来 看着身后黑压压的人群 安小游顿时变成了苦瓜脸 不会吧 蓝姐 您这不干脆杀了我算了 你以后就看不到您的小游的了 蓝风登使柳梅倒树兴眼圆征 你去不去 您看 这 安小游恋恋不舍地看着大光幕 乐乐不语 要是你做成的话 我就介绍沉默给你认识 怎么样 蓝风泡出一个诱饵 安小游眼前一亮 真的 紧接着 他豪气地拍着他并不强壮的胸膛 蓝姐 你放心 不要说馒头 就是他和包子结婚 生的儿子 俺也给你弄来 说完转身 便以一往无前的气势 再次向人群外挤去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弦演播 叶亭峰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五十集 沉默现在 感觉自己 就好像是在做题 假如这些问题集中起来 完全可以编一本 一星换卡习题集 这些问题千奇百怪 涉及的方面也数不胜数 沉默也只有挑着做 有些问题 他甚至连看都看不懂 遇到这一类 除了直接跳过 他也没有起来 其他的办法 假如哪天自己闲下来了 跑到这里专门来做题 倒是个不错的打发时间的方式 给你 身边传来一个女生 一瓶水和几个馒头 递到沉默面前 沉默先是一愣 紧接着 被他忽视的饥饿感在那一刹那迸发而出 谢谢 沉默顾不得看试水 一把接过水和馒头 狼吞虎咽 五个馒头 一瓶水 两分钟里 一扫而空 一旁的安小游看得心惊肉跳 乖乖 强人果然是强人呢 就是吃馒头也比一般人要强这么多 蓝风也看傻眼了 馒头有这么好吃吗 没有任何佐料 没有小菜 没有果酱 唉 要是能再多两个就完美了 摸着七成宝的肚子 沉默如是感慨 不过 他很快便把这无谓的感慨抛之脑后 时间是宝贵的 刚才那女人说得很清楚 他只能保证今天这些材料还在 倘若今天赚不到足够的积分的话 那沉默也不知道 能在哪里买到这些偏门材料了 那自己花了两百多万买的其他材料 可就白买了 不行 今天无论如何 也要赚够足够的积分 沉默一抹嘴 目光重新落在面前的大屏幕上 雪白色西装 雪白色皮鞋 修长的身形 银灰色的领带 在灯光下 闪动着细腻的光泽 这一身打扮 在整个 低级换卡俱乐部 只此一家别无封号 一张英俊的几乎可以迷倒所有女人的脸 精致的足以让这些美女抓狂 永远的浅浅微笑 深邃迷人的双眼 举止风度 温文文尔雅 充满了成熟男人的魅力 这便是低级换卡俱乐部现任会长白哲渊 说起白哲渊 可是充满了传奇色彩 三十二岁便成为高级质卡师 这样的荣耀便是在整个联邦也并不算多 在他父亲的严格要求下 他从小便养成了无懈可击的优雅风度 这也使他成为东商未成最耀眼的男人 无数美女的梦中情人 当然 如果仅仅是如此 还远称不上传奇 作为一名炙手可热的高级质卡师 他却出人意料地组建了低级换卡俱乐部 他以为他是谁呀 罗奇大师吗 当时无数人在等着看他的笑话 当时这也成为东商未成上层社会 一度极为热门的话题 然而 白哲渊却用无可辩驳的事实 让所有人闭嘴 便在第一年 低级换卡俱乐部便推出了十一项换卡产品 每一款都极为成功 这也为低级换卡俱乐部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到了第二年 他们更是推出了二十五项换卡产品 这也使得低级换卡俱乐部一跃成为东商未成最有实力的集团之一 而白哲渊本人也被评为那一年天忧联邦的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低级换卡俱乐部看似松散的结构 却有着极为旺盛的生命力 他们鼓励对低级换卡的创造性使用 再加上他们完善的市场预估能力 从而缔造了这个庞大而充满了升级的俱乐部 白哲渊已经很久没有亲自来这里了 因为他发现只要自己在俱乐部里一露面 俱乐部就会乱成一团 不过他今天还是来了 他想看看那个叫沉默的少年究竟真的像蓝风说的那么厉害吗 敢用这样的方式来赚取积分 现在的小孩都这么厉害了吗 白哲渊小小的感慨一下 在一星换卡方面 他已经很久没有从事具体的技术研究工作了 他毕竟是一位高级制卡师 不可能真的做到把自己的一生都耗在低级换卡上 但是他希望有一个真正在低级换卡方面造诣深厚的人出现 他们需要一位技术总监 已经有很多人来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了 在低级换卡俱乐部成立的最初两年 都是他亲自担任技术总监一职 如今他的时间大部分都放在个人研究和俱乐部大方向的把握上 自然无法顾及这方面 自己手上的那个项目 今天的俱乐部怎么这么安全 白哲渊眼中露出一丝亚色 没有犹豫 抬脚便往里面走 当他一走进大厅便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 黑压压数百人 紧紧围在一个大型光幕前 仰着脸盯着大光幕一动不动 时间就像在这里静止了一样 没有声音 这些智卡师们个个有如泥塑 这个安静的快令人窒息的画面里 只有众人围观的大型光幕上 不断的有数字和文字在无声跳动 有时飞快 有时却半天没有动静 白哲渊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这些人到底是怎么了 他的视线也随着人们仰视的目光 落在那个在大厅里并不起眼的光幕上 越看他越是惊讶 他对能量规则的理解 远远超出了这些智卡师 几乎在沉默答案出来的一刹那 他便能判断出是不是正确的 正确 正确 白哲渊心中的惊讶越来越重 他也是第一次遇到一位 在低级换卡方面理解的这么透彻的智卡师 低级智卡师比起高级智卡师 在对能量规则方面的认识和理解相差太远 这也大大局限了他们在低级换卡方面的发展 一旦他们遇到比较核心的问题 很容易便会束手无策 可是高级智卡师又有几个会像自己这样 对低级换卡有兴趣呢 这个被众人围住的少年 他并不是一位中高级智卡师 这是白哲渊从沉默对能量规则的认识看出来的 沉默对能量规则的认识还处在一个相对基本的状态下 但是能在这样的认知下便触及到能量规则的核心 这样的怪胎 他闻所未闻 白哲渊有些按捺不住了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五十一集 沉默终于从入神的状态里出来了 检查一下自己的积分 一千三百分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让沉默有些发懵 怎么会这么多 晃了晃脑袋 确定自己没有眼花 沉默才终于放下心来 这下 终于可以买那些材料了 这是沉默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想法 做的时间有些长 沉默的双腿已经麻了 费劲力气才站起来 看了一眼四周 他吓了一跳 怎么这么多人呢 他一脸疑惑地看向蓝风 蓝风抿嘴一笑 陈先生的魅力太大了 这次 您可真的轰动了整个俱乐部呢 哦 沉默应了一声 虽然脸上还存着几分不解 不过 他却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 他直接问蓝风 我现在积分已经足够八百分 是不是可以购买这批材料了 没问题 东西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蓝风爽快的 不过 他扫了一眼密密麻麻的人群 表情有几分无奈 只是看来我们要过一会儿 才出得去了 不用 跟我来 沉默一把抓住蓝风的手腕 身形便朝人群冲去 连简单水世界里面 那些强热的水草 都无法挡住沉默的全力冲刺 更何况这些手无腹肌之力的质卡尸呢 只见沉默像一条鱿鱼 一钻一拱之间 便拉着一脸愕然的蓝风 从人群中冲了出来 白哲渊正在想 有什么办法可以挤进去时 忽然就看见 两个人从人群中钻了出来 仔细一看 是蓝风和一个不认识的少年 白哲渊心下一动 连忙迎了上去 蓝蓝 这就是沉默先生吗 白哲渊还没等走到两人面前 便开口问 蓝风抬头 吃惊地看着白哲渊 会长居然亲自来了 他连忙点头 嗯 这位就是沉默先生 沉先生 这位是本部的最高负责人 白哲渊会长 蓝风向两人稍微做了介绍 便准备退开 两人之间的谈话 他没有必要存在 而且他还得去帮沉默把那些材料送来 蓝风的心中是非常的惊讶 别看会长 对谁都是一副彬彬有礼的模样 但其实对什么都是不冷不热 会长还从来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 表现得如此热气呢 材料 沉默提醒道 白哲渊微微一笑 温言道 沉先生不必着急 蓝蓝小姐已经去取了 一会儿便会送来 沉默嗷了一声便不说话了 白哲渊不以为伍 满面春风道 沉先生的质卡水平实在太厉害了 我在这下面看的都是佩服不已 心下恨不得马上结识沉先生 只是没想到 沉先生的魅力如此巨大 能把他们迷到这个地步 沉先生可是有时以来第一位呢 白哲渊说话语气不及不徐 土字清晰 极具清和力 而这些话 更是带着几分恭维之意 以他的身份地位 说出这样的话 换一个人肯定是飘飘然了 不过 沉默一是不认识白哲渊 他一直在埋头制作一星能量卡 算起来制作换卡 也不过是今年年内的事 沉默对所谓的质卡界的熟悉程度 还远不如他对菜场的熟悉程度呢 二是 沉默对这些虚话 本来就没什么兴趣 他的心思 全部都放在自己的那些材料上 沉默心不在焉 对白哲渊的话 也就没有听入耳中 白哲渊的涵养极深 脸上的微笑还是那么自然 他敏锐地发现了 自己说话方式的错误 眼角余光 瞥见蓝风正朝这边走来 便笑着道 诶 陈先生的劳动成果来了 蓝风手上 提着一个金属包边的手提箱 礼貌地把手上的箱子 双手递到沉默面前 因为黑线枣和多云胶 需要低温保存 所以我们使用了低温箱 低温箱内有制冷卡 可以保持箱内一直处于低温状态 沉默接过箱子 刚一打开 一股寒气迎面扑来 里面放着一团像黑色头发一样的物体 那是黑线枣 还有几块透明如同琥珀的多云胶 多云胶只能在低温条件下保存 只要温度稍高 它便会化成胶体 如果不当场使用 很快便会失效 里面还散放着其他几件材料 轻点了一下 一件都不少 沉默非常满意 尽管他已经非常疲倦了 但是心情上的亢奋 让他看上去非常精神 见沉默一脸满足壮的和尚低温箱 白哲渊眼中的笑意又中了几分 嗯 这是一个很单纯 很纯粹的人 白哲渊在心中暗自评价 这样的人才是最适合做技术的人 啊 冒昧地问一下 陈先生做什么工作呢 白哲渊摸透了陈沐的脾气 立即改变策略 干脆而直接地发问 没有工作 陈沐没有抬头 小心翼翼地把箱子合上 这是到目前为止 他所接触到的最高级的材料了 白哲渊心下大喜 脸上难掩热切之意 那陈先生不知道有没有兴趣 到本部担任技术总监一职呢 他随即补充了一句 啊 当然 我相信我们所提出的条件 会体现出足够的诚意 一旁的蓝风险些失声惊呼 他反应极快 连忙用手捂住嘴巴 不让自己发出一丁点声音 技术总监啊 这是个什么职位 便是蓝风的顶头上司 主管 比起技术总监 也要差两个级别 据蓝风所知 这两年技术总监 一直是由会长亲自担任 难道这个少年 已经厉害到 能担任技术总监的地步吗 蓝风有些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可偏偏提出这个 看似荒谬的建议的 却是在部里说一不二 向来以英明而著称的会长大人 只怕 部里会迎来一个大震荡 蓝风神色变坏 技术总监 这是做什么的 沉默问了一个 让蓝风险些跌倒的问题 白遮冤脸上的神情 却没有变化 依然笑咪咪道 其实很简单 就像 类似你今天这样做的事 当然 工作量没那么大 一年也就只有几十个问题 哦 做题的 沉默一脸仿佛明白的表情 一旁的蓝风满头黑线 技术总监 这个在技术方面一把手 居然被说成做题的 白遮冤脸上的笑意更重了 他点头附和 其实很简单 就是做题 怎么样 感兴趣吗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向 领衔演播 音乐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向 领衔演播 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五十二集 假如真的是做题的话 陈牧倒是觉得可以接受 但他随即想到了雷子 诗事传说还没有做完 只怕自己短时间内没有时间做这些了 不过虽然陈牧不大明白技术总监到底是做什么的 但是对方对自己的态度非常诚恳 这是很难得的 雷子曾经说过 做完失事传说后便收手 那自己就要考虑工作的问题了 金钱对现在的陈牧来说 再也并不仅仅只是生活这一方面了 假如自己想对那张神秘卡片进一步剖析的话 那没有大量的金钱支撑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张托尾缩卡便花掉了他两百多万 实在是不负烧钱之名 陈牧脸上不由露出几分难色 白哲渊健壮心吓一跳 随即道 陈先生有什么问题尽管提 我们能解决的马上解决 我们暂时解决不了的 我们也会尽一切努力想办法解决 想了想 陈牧只好无奈到 最近一段时间只怕不行 我还有别的事 那陈先生大概还需要多久的时间处理这些事情呢 白哲渊不动声色地问 从陈牧的话里 白哲渊就知道对方是真正的有事 而不是推托之词 现在还不知道 陈牧摇摇头 大概在半年左右 白哲渊脸上的笑容丝毫不减 没关系 没有关系 想来陈先生会经常来这 只要陈先生的事情处理完了 可以随时找我 说完 他掏出一张白色的名片递给陈牧 陈牧接过名片 小心地放进口袋 在他眼中 这可是以后的饭票 看着陈牧提着低温箱离开俱乐部 白哲渊注视良久 会长 他真的能担任技术总监吗 蓝风呢呢地问 他总觉得会长这样迅速决定技术总监的人选 似乎有些轻率 他有这个能力 白哲渊的语气虽然很轻 却非常肯定 说完 朝蓝风道 你平时要多和他联系 如果他需要支取什么材料 尽量给予方便 这样的人才 一定不能放过 说到最后 虽然会长还是语气温和 但蓝风却听出了一丝严厉的味道 是 蓝风连忙回应 你这段时间的工作做得不错 集团也不会搏带对集团做出贡献的人 从今天开始 你就做王浩的副手 白哲渊声音放缓 威严却丝毫不解 谢谢会长栽培 蓝风顿时心花怒放 王浩是他现在的主管 好好干 白哲渊朝蓝风点点头 看了一眼 那群还围在大屏幕前的人群 转身离开了俱乐部 虽然可以开始制托尾梭卡了 但沉默并没有立即动手 而是反复的推敲 他的推敲并不仅仅止于制卡步骤上 还会对他的结构及原理进行推敲 以沉默现在的水平 想完全弄清楚这张托尾梭卡的原理 是不大现实的 但是沉默依然坚持这么做 看上去好像是在做无用功 但沉默却不这样认为 在他看来 这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制卡的成功率 还可以学到许多知识 一举两得 他始终认为原理才是最根本的 琢磨了两个星期 所有的内容都已经烂熟于心 沉默才决定开始动手 首先是卡末的配置 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步骤 两百多万的材料 将被制作成三种不同的卡末 它们有着不同的功效 在制卡里 如果一张卡片内涉及的卡末种类越多 它的制作难度将成几何倍数上升 卡末性质之间的相互影响 不同的卡末 它们拥有不同的冷却时间 在不同卡末相交后 会产生不同的变化 这一系列因素 都影响着这张卡片的最终效果 在之前 沉默从未制作过 需要使用两种卡末的卡片 更别说同时需要使用三种卡末 这一张神秘卡片里面的东西 果然透着一股子古怪的味道 一般而言 三星卡片最多需要用到两种卡末 需要用到三种卡末的 那都是四星五星的卡片了 不过 现在这已经不是沉默需要考虑的问题 它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这张脱尾缩卡制作出来 充足的准备工作 冷静的心 精确熟练的双手 这些都是制卡时必备的条件 连制作卡影 沉默做的准备工作 都细致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这张卡就更不用说了 所有的材料都进行了初步处理和精确配重 在沉默面前 有三堆颜色各异的粉末 它首先把那堆幽绿色粉末放入瓶中 加入蓝色的阿尔菲斯叶 刹那间瓶内浑浊的绿叶 以肉眼可变的速度迅速变化 五秒后瓶内只有一种略带粘稠的 金黄色的透明液体 沉默立即把瓶子放在加热炉上 这是制卡时专用的加热炉 其内部加热卡释放的热量 会被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内 在这个区域热量分布的极为均匀 12秒 瓶内的金黄色液体迅速变身 呈现一种亮眼的橙色 沉默的手上早已经准备好了一支中刃笔 把中刃笔放入瓶内 让他吸足卡末 整个过程中瓶子都没有离开加热炉 半分钟后 沉默才把中刃笔从卡末中取出来 在他面前早已经准备好了一张终极空白卡片 沉默的落笔没有一丝迟疑 笔尖接触到空白卡片卡面的瞬间 亮眼橙色的卡末就变成了暗金色 一条圆润流畅的暗金色线条在笔尖下蜿蜒 沉默的感知紧紧地附在卡面和卡末之间 原本微微的白光被暗金色的线条运成金色 沉默的每个动作都精确无比 他的眼神极其专注 两个小时后 这张托尾索卡终于完成了 这张托尾索卡在完成的一瞬间 上面散发的暗金色光芒一鸣一灭 有如呼吸一般如此反复了三次 才最终光芒散尽 一张布满暗金色复杂构纹的卡片 静静地躺在桌上 如果细看便能发现 两道银灰色和浅褐色的线条 组成的更细小的构纹 错落分布在整张卡面耀眼的暗金光芒之下 托尾索卡终于制作成功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沉默的心中充满了激动 这是他制作的第一张战斗卡 也是迄今为止的第一张三星卡片 整个制作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 都让沉默产生了几分 这到底是不是在做梦的不真实感 制作三星卡片 对制卡师的感知要求很高 按照现在标准的等级划分 起码要求四级以上的感知 自己已经过了四级 沉默有些不敢相信 四级是个卡 无论是制卡师还是卡修 四级都是第一个卡 通过了四级 也就意味着你再也不是新手了 沉默自己感觉 在整个制作过程中 他并没有因为感知的问题 觉得有丝毫挚爱之处 感知的问题很快就被沉默抛到一边 他现在一脸迷醉地注视着 自己手上的这张托尾缩卡 精确复杂的购文 在沉默细腻流畅的笔触下 有如一幅精美绝伦的公笔画 严谨而生动 这是到目前为止 自己最成功的一件作品 足足摸缩了十分钟 沉默才把托尾缩卡 放入自己的杜仪内 杜仪内早就放置了一张三星能量卡 这可不是那张烈焰龙的幻象卡了 这是一张真正的三星战斗卡 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神秘卡片里 关于托尾缩卡的介绍和使用技巧 这些东西在沉默的脑海中都是滚瓜烂熟 沉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随即按下了激活钮 自己终于踏出了这一步 沉默顾不上感慨 他把感知小心地附着在杜仪上 无论哪一种战斗卡 只要处于激活状态 它本身的结构就会让它释放出某个形态的能量体 这个能量体的威力是固定的 但是那些实力出众的卡修会对能量体进行改造 使它们的结构更加完善 威力也更加巨大 不同的卡修对能量的理解不同 做出的改造也各不相同 这也就形成了卡修的不同流派 沉默抬起右手 一股淡淡的白色光芒从杜仪中缓缓流出 片刻间便覆盖包裹住沉默的整个手掌 心下一动 沉默把房间内的灯关掉 昏暗的房间里 这股白色光芒更加清晰 它们就像粘稠的液体一样 在沉默的手上缓缓流动 沉默能感受到这种流动 这股能量是温和而没有破坏力的 它的手被这股能量包裹 却没有任何不适感 仔细地体会了片刻 沉默小心翼翼地触动了杜仪内的托尾缩卡 随着滋滋的轻响 原本均匀分布在它整个手掌的能量 开始在它的食指汇聚 如此众多的能量汇聚在它的食指上 光芒有如食指一般 能量在托尾缩卡的控制下 开始发生变化 它渐渐变得透明起来 但却更加的食指化 看上去沉默的食指上 好像套着一根透明的水晶缩管一般 看上去越美丽 往往就越致命 没有来的沉默突然想到这句话 这根看上去 晶莹剔透的能量管正在做着极高速的旋转 这一种旋转速度之快 甚至它的感知都无法给它一个大概的数值 它的旋转速度越来越快 按照神秘卡片里关于托尾缩卡的介绍 它的旋转速度越快 威力也就越大 但是同时 如果它的旋转速度越快 那么它也越危险 一旦它的旋转速度达到了使用者感知控制的临界点 那它将会在你的手指头上爆炸 那么恭喜你 你的整个手掌会炸得连骨头都不剩 这并不是个温和无害的游戏 沉默可不敢让它再加速下去 那太危险了 右手食指朝墙壁须点 那根水晶般的能量管就如同离弦之剑 急射而出 脱尾缩在空气中飞行的时候 发出了一种奇特的笑声 低沉带着几分颤音 轰个一下 墙上留下一个手指大小的洞 完全洞穿了 沉默连忙跑到洞前凑上去看 那只脱尾缩早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仔细观察墙上留下的这个小洞 却看得沉默心惊肉跳 洞的内壁光滑的就像打磨过一样 把手指伸进去 大小刚刚吻合 乖乖 这要是打在人身上 那还不射个对穿呢 沉默已经按下决心 在没有到操纵随心的地步 一定不能用这个和别人打架 回忆刚才的过程 沉默才发现 自己的感知 在整个过程中 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这应该是自己的熟练度的问题 能量从整个手掌 汇聚到食指而形成透明的能量管 这个过程太快了 快到沉默根本来不及反应 更不要说用感知 做出结构上的调整 沉默心想 看来自己还是要多多练习才行 不过去哪里练习 还真让沉默有些犯难了 在家里肯定是不行 去野外又太危险 虽然手上有了一张战斗卡 但沉默还没有狂妄到 认为自己一个人 已经有能力到野外活动了 那到哪里去训练呢 沉默忽然灵光一闪 心下便有了主意 左亭一刚从父亲书房出来 父亲很关注王泽他们的行踪 虽然王泽他们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还不清楚 但是左亭一已经判断出 他们的目标是在野外 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 和心愿相比 左家大概只能算个不入流的势力 但是在东商卫城 他们却有着最强大的实力 他们在这里经营了几百年 关系网络错综复杂 可谓根深蒂固 左天林立即召集大批人 他们伪装成普通的卡修冒险者 组成一个个的小队开始向东商卫城野外的各个方向搜索 左家从来没想过糊口夺食 弱大的心愿可不是他们可以抗衡的 但是他们却想从中分一杯羹 左亭一正准备回到自己的房间 忽然遇到了梅达 左亭一连忙行礼 老师 您怎么来了 梅达是一位高级制卡师 他的学识渊博 同时也是左亭一的私人教师 棘受左亭一的尊敬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五十四集 梅达看上去大约六十多岁 脸上布满皱纹 发须揭白 一双眼睛略显浑浊 但是整个人看起来非常和蔼可亲 一身宽松随意的衣服 和左亭一他们的症状反差颇大 是亭一啊 最近还好吗 梅达笑呵呵的对左亭一道 你父亲非要让我来住一段时间 我也没办法 梅达和左天林认识已经有二十多年 两人的关系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好友 梅达对左亭一非常喜爱 从小便倾囊相受 从不藏私 太好了 我又可以聆听您的教诲了 左亭一喜悦之情一于言表 梅达爽朗一笑 随即关心地问 你最近的学业怎么样啊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 学业方面没有什么问题 左亭一忽然想到了 那套被称为仪器杀手的卡影邂逅 他连忙道 但是我这次得到了几张很奇怪的卡片 我利用所有的仪器想对它进行分析 奇怪的是 无论什么分析仪 只要一分析这几张卡片便会报废 哦 还有这种事 梅达饶有兴趣 那几张卡片还在吗 给我看看 左亭一连忙把梅达带到自己 的质卡式 梅达仔细地观察 邂逅卡影的这些一星换卡 脸色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直到梅达放下手中的卡片 左亭一才敢开口问 老师 您看出什么端倪没有 这些一星换卡 这些一星换卡里面有一些很特别的结构 我现在还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梅达非常谨慎 昨天一对自己的老师也非常了解 但凡是老师用上这种语气 那就说明老师也不肯定 你那些损坏的遗迹呢 梅达突然问 左亭一指着角落 在那里 看样子 这些一星换卡的破坏力 果然强大呀 梅达捋着胡须笑着说 左亭一也笑道 我们学校也有些同学遭殃了 随即 左亭一把他们如何想着破解这张换卡 到后来每个人要赔两百万的事情 说了一遍 再说到 后来妹妹还因为她弄坏了卡影 和她闹了一次 梅达听得哈哈大笑 我先看看 这些遗器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到左亭一不解的表情 梅达解释的 既然我们现在无法使用遗器来分析它 那我们可以分析下遗器 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它们被损坏的 我们就可以推测 这种换卡到底释放的是什么样的伤害 左亭一立即明白了老师的意思 心下顿时大为佩服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当然 拆仪器这种苦力活 还是需要左亭一来做的 梅达不断地指点左亭一需要注意的地方 并且向她解释各个部件在仪器里发挥的作用 这也让左亭一受益匪浅 庞大的分析仪就这样被一点点肢解了 而她最核心的那张探测卡已经到了梅达的手上 这张探测卡有一半已经烧焦 这让她看上去面目全非 梅达把这张探测卡放到眼前 一边仔细观察 一边向她心爱的弟子解释 这张探测卡的卡身 是用白问矿粉末和定岩粉末混合后 加入红星蛇的皮革中分解的高强纤维 最终在冷月胶中压制成型 这种卡片的质地非常坚硬 复合性好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耐高温 那它怎么还会烧成这样 左亭一一脸不解 梅达呵呵一笑 所谓耐高温 只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 如果温度超过了它的临界点 它还是一样会烧焦的 灵的意思是说 它产生的温度超过了它的临界点 对 梅达接着的 这张探测卡如何制作 我虽然并不太清楚 但是它的原理 我还是略知一二 它会释放出大量细微的能量 进入到需要分析的卡片 然后从反馈的能量 最终得知这张卡片的结构 这是现在绝大多数分析仪的原理 看到左亭一崇拜的目光 梅达哑然失笑 这些原理并不算深奥 只要你的阅读面再广一些 就很容易知道 不过你现在还年轻 这些博杂的东西 现在并不适合你 左亭一脸上露出懒然的神情 梅达的目光 重新回到这张烧焦的探测卡 嘴里喃喃 这张卡之所以会烧焦 那一定是 它的温度超过了临界值 可是 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温度才会升高呢 看到老师脸上露出思索的表情 左亭一也不敢打扰 足足过了半个小时 梅达才从思索中回过神来 双眼逐渐恢复清明 看到左亭一关切的目光 梅达摇了摇头 自嘲的 人老了 精神也不济了 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这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等我慢慢去想吧 什么时候有结果了 我再告诉你 左亭一心下暗自后悔 自己不该把这个问题给老师的 他不由委婉地劝道 老师 这个问题先丢一边吧 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再去想吧 放心好了 我虽然老了 但离死还早得很呢 你不要太担心 梅达笑着说的 等把梅达老师送回房后 左亭一却私存起来 梅达老师不仅是一位高级质卡师 而且他的见识和学识都非常渊博 远超一般的高级质卡师 连他都无法得出结论的卡片 可太少见了 想了半天 也得不出一个结论 左亭一忽然猛拍自己的脑袋 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去查一下这套卡影的质卡师呢 只要能找到人那不是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吗 难道是一个新的流派吗 还是什么人有了创新 既然能买到卡影 那以左家在这里的实力 想挖出这位质卡师 他还是有着绝对的把握的 他立即找来管家 把这个问题交给他 专业的事情 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好了 左亭一对这位 能制作出这样厉害卡片的家伙 充满了好奇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55集 卡修的专业训练场 基本每个城市都有 这是最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之一 卡修的训练有相当程度的危险性 稍有不慎便会波及到周围的人群 这会带来不必要的伤亡 所以训练场有着详细的严格的区分 这样是为了方便卡修们 进行各个类别的专项训练 除了队练区和专业级训练区 对卡修的等级有严格的限制外 其他区域都是对所有人开放的 就连波林顿小镇都有一个小型的训练场 当然这里只有最基本的训练条件 沉默现在便在基础训练区 所谓基础训练区 其实也就是一间空房子 里面什么都没有 除了房间的墙壁是用不错的材料制作的外 再也见不到其他器具 连地面都是坑坑洼洼的 果然是基础训练室啊 就这破地方还要每个小时50欧敌 和抢钱有什么区别 沉默免不了在心中 把这个训练场诅咒了无数遍 不过他现在也找不到好的地方 野外他也不敢去呀 这一年头果然没有免费的午餐呢 沉默忍痛交了150欧敌 预定了三个小时 他已经决定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三个小时 浪费可不是他的习惯 在这里沉默可以随意放心地进行着各项训练 而不用担心破坏什么 也不用担心伤到别人 激活了杜仪 经营剔透的脱尾缩 再一次出现在沉默的食指 这一次经验略为上涨的他 可以体会到更多的东西 指尖的脱尾缩越转越快 那速度快的令人心计 沉默的心也提了起来 要知道稍有不慎 极有可能会把自己的右手 炸得连渣都不剩 沉默忍不住了 食指须点 那一管令他一直担心受怕的脱尾缩 便电射而出 在地上留下了一个小洞 啊 长松一口气的沉默 免不了自嘲一句 自己果然还是胆小啊 他现在有些弄不明白了 从他的体会来看 卡修无疑是个高度风险的职业 怎么还有这么多的人 前赴后继想往这里面钻呢 不过这个念头 只是在沉默的脑海中转了转 便消失不见了 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 这三个小时可是自己花了150欧底 才买来的呢 得抓紧时间 沉默的生活永远是那么的规律 就算现在有了托尾缩卡之后 他的生活也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除了每个星期 他会花短时间去训练场外 其余的时间和以前没有任何区别 按照神秘卡片里面的要求 沉默需要自由控制脱尾缩的转动速度 才能算第一步合格 这对沉默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除了训练场 沉默还会去一个地方 那就是低级换卡俱乐部 每次蓝风都必定会陪在沉默身边 沉默也成为整个俱乐部最受尊敬和欢迎的人 他们大多数都亲眼见证了沉默那天疯狂的扫分行动 而其中便以安小游最为狂热 不过好在蓝风一般都跟在沉默身边 安小游也不敢太过于热情 反正沉默一个人是绝不会和安小游在一起的 那实在太可怕了 一个女人对你如此热情的话 你会觉得很舒服 但是一个男人一看见你就两眼放光 那可就不太好说了 蓝风奉会长旨意 对沉默刻意拉拢 自然会给出许多便利 比如沉默被允许带朋友一起参加高级组的双向会 于是雷子便经常被拉到一起来参加这个双向会 以至于到后来别人对雷子的熟悉度 远高于对沉默的熟悉 雷子 极具商业头脑便是蓝风对他都刮目相看 双向会上总会有许多的委托 而至于接不接接哪家 沉默都甩手给雷子 到后来沉默基本都不参加双向会 干脆全权委托雷子 这方面雷子比他强大的不是一点半点 而在俱乐部里最近也形成了一个很奇特的默契 但凡是沉默接下的委托是绝不会有人去抢的 而沉默每次完成的作品 他们都会想方设法从各种途径找到作品 从中学习 而每次作为沉默的代言人 雷子都会收到一大堆的委托请求 沉默是个很怕麻烦的人 渐渐的大家也开始慢慢了解他的脾气了 很自觉的不去打扰他 啊 干什么 今天要去 你自己去就是了 沉默很奇怪的看了雷子一眼 今天雷子非要拉他一起去俱乐部 这太不符合雷子的风格了 沉默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去俱乐部了 雷子黑黑笑道 今天有一个超大型的双向会 这可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哦 没兴趣 你去就是了 沉默摇摇头便打算转身离开 别啊 去嘛 去嘛 就这一次嘛 沉默狐疑地看了雷子两眼 直接道 说 有什么内情 他对雷子了解得极深 雷子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才会这般 雷子 突然变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愣愣半天 哦 有坚强 沉默目光如电地盯着雷子十分肯定地道 雷子最终受不了沉默的目光 只好坦白 呃 我向来风保证了 今晚你一定会到 你到底也是俱乐部的头牌嘛 你不去哪里想话啊 雷子继续鼓吹 今晚来的可都是重量级别的 像左家旗下的阿米尼亚公司 还有他的老对手 裴家的维克集团 你们俩好声了 沉默打断雷子的话 嗯 嗯 雷子轻不可闻地N了一句 紧接着马上大声辩解 也不算好声了 只不过是 多久了 你这家伙今晚的眼神咋这么毒呢 雷子嘟囔了几句 回答道 也就近两个月 诗诗卡勇做完之后 你打算去这个俱乐部 哎 你小子越来越精明了 连这你也猜得中 沉默鄙视地看了雷子一眼 就你的想法 有谁比我更清楚 沉默打心底 为雷子感到高兴 他一直认为 雷子比自己聪明 只是少了个机会罢了 只要有机会 他肯定会做得比谁都好 也是 雷子厚着脸皮道 不过应该会去商业部 白会长来找到我 我就答应了 雷子代替沉默 去挑选委托的这段时间 所展现出来的商业才能 令所有人侧目 原本只是对沉默感兴趣的白哲渊 没想到有意外收获 大喜之余 抛出了他的橄榄枝 雷子听出沉默话里的高兴 心下不由大为感动 看到沉默似乎想说什么 雷子连忙凑上去 您老有啥指示啊 沉默大手猛的向下一挥 豪气甘云 见斩钉截铁呢 拿下它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五十六集 低级换卡俱乐部 这几年的扩展势头 非常之猛 一些人也开始发现了 这其中所蕴藏的商机 于是纷纷进入这个领域 但是他们的体制 远没有 低级换卡俱乐部这么完善 在经验方面 更是被远远甩在后面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他们都暂时无法 对低级换卡俱乐部 产生威胁 沉默出现在俱乐部 让许多人感到吃惊 因为他已经很久 没有来这里了 老会员们 经常会对新进的会员 会声会色地讲述 沉默那次扫分的壮举 沉默已经被公认为 整个俱乐部里 除了会长外 对低级换卡 研究造诣最深的人 便是那些 有着终极称号的质卡师 在这里也不会在沉默的面前拿架子 有实力的人 总是更容易得到别人的尊敬 陈先生 您好久没来了 安小游的声音中充满了惊喜 双眼放出光芒 令沉默颇有几分心惊肉跳 不过从表面上来看 沉默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蓝峰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 雷子立即像闻到蜜味的苍蝇 毫无意气地扔下沉默 粘了上去 看到这一幕的沉默 心底哑然失笑 却又禁不住为雷子感到高兴 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 爱情实在是太奢侈了 雷子能找到自己的爱人 沉默也很开心 他和雷子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雷子嘴上会口哗哗 而他却把自己埋得更深 爱情可不是自己能想的 沉默的注意力立即放到其他的地方 安小游好不容易逮住这一个机会 哪里会如此轻易地放弃 陈先生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关于回形结构的运用 为什么他这 假如想实现色彩的叠加 一连串的问题铺天盖地倾斜而下 沉默差点被砸晕了 不过看了一眼 正在柔情蜜意的雷子 无所事事的沉默便开始一个一个问题的解答 忽伟索卡的制作 让沉默的眼界提高了不是一点半点 三星和二星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普通人的想象 这是对规则的一种本质理解上的提升 在之前他对一星换卡的有些问题虽然能够解答 但是却很难从原理上加以说明 但是如今沉默却仿佛一下子豁然开朗 许多不清不楚的地方也一下子变得透彻起来 这一点从他现在制作的诗事传说的卡影便可以看出端倪 他现在虽然不用愁的技巧 却同样可以对原本的结构做出调整 使之更加紧凑 诗事传说已经到了中期 雷子在这一点上的小心却没有任何变化 诗事传说卡影价格居高不下 比起同类卡影要高得多 不过市面上已经开始出现 类似诗事传说的盗版卡影了 因为沉默没有使用筹的技术 很轻易的就被别人破解了 好在正版的诗事传说卡影却依然受到人们追捧 对东魏学府的那些学生们来说 钱对他们而言并不是大问题 能找到一件自己真正喜欢的才是更不容易的事 他们只有在确实买不到正版卡影的情况下 才会考虑去买破解版的诗事传说 不过这些问题都不需要沉默去头痛 诗事传说卡影源源不断的赚钱 而且再加上沉默接受的委托几乎都是利润可观的项目 这段时间沉默可以算得上是很赚了一笔 然而沉默还是感受到了压力 强烈的压力 他现在感觉只要和卡沾上边的全是烧钱的玩意儿 制卡就不用说了 这张托尾缩卡就花掉了沉默200多万 而让沉默没想到的是 练习操纵托尾缩卡居然也如此花钱 场地费已经算小钱了 大头在能量卡的消耗上 托尾缩卡虽然威力巨大 当然威力大小这只是沉默自己的判断 还未经过事实验证 但是托尾缩卡对能量的消耗之大 远远超过沉默的想象 一张三星能量卡的售价是15000欧敌 而基本上只要沉默去训练 三个小时就能花掉一张三星能量卡 这不是烧钱是什么呀 如果不是沉默最近赚了不少 他绝对会毫不留恋的把这张托尾缩卡 扔进抽屉最深的那个角落 但也就是这样 沉默的钱包还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辨别 按照神秘卡片里面的描述 托尾缩卡从低到高总共有三种形态 沉默现在还仅仅在第一形态中苦苦挣扎 托尾缩卡的事情沉默一个人都没有告诉 就连雷子都不知道 他相信假如雷子知道的话 一定会阻止自己这种奢侈的烧钱行为 其实沉默之所以后来几乎不打来俱乐部 是因为他的日程已经排得满满的了 剑体操 锻炼感知 学习操纵托尾缩卡 学习各种卡片方面的知识 制作卡影和完成委托 这些几乎把沉默所有的时间都占满了 他知道多学一点对自己总是有好处的 也许这些好处平时看不出来 但是一旦他达到一定的程度便会体现出来 而且这些都是自己努力才得到的 如果不珍惜 那太对不起自己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安小游的刺激 沉默今天的思路特别清晰 反应极快 这也令安小游的目光变得更加崇拜 很快 双向会开始了 沉默终于松了一口气 立即告别一脸恋恋不舍的安小游 所谓的双向会 其实就是一个委托发布会 一些公司集团会在这里发布委托 质卡师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项目 而委托公司也可以选择自己欣赏的质卡师 所以被称为双向会 沉默和雷子坐在下面 上面全都是各个集团公司 他们会对他们的项目进行阐述 等全部阐述完毕后 质卡师便可以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项目 第一个进行阐述的是阿米尼亚集团 它隶属于佐家 佐家在东商未成的影响力首屈一指 他旗下的公司有数十个 阿米尼亚便是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家 主要从事服装方面的生意 在一旁便做着他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维克集团 维克集团是培家的产业 就如同两家的地位一般 佐家第一 培家第二 两个集团也同样显示出这种差距 阿米尼亚总是压着维克集团一头 但维克集团也总是紧紧地咬着阿米尼亚 一方面不断地稳固自己第二的位置 一方面给阿米尼亚巨大的压力 雷子在下面低声介绍两家的背景 他知道陈牧对这方面完全没有了解 B公司本年度服装发布会将会在两个月以后接幕 为此啊 我们邀请了眼下当红巨星 谭宇文小姐 作为我们的嘉宾 说话的是一位身着正装的男子 瞥了一眼他面前的身份牌 上面写着吴团 耳边雷子小声地向陈牧介绍吴团的背景 陈牧不得不佩服雷子的准备工作做的族 连吴团有可能是左家族长左天林的私生子 这样的小道消息都能打听到 吴团看上去很年轻 大概在三十岁左右 一脸精干 他举手投足 吴团透着强烈的自信 说话土字清晰 从容不破 我们今天来是希望能找到一位实力出众的制卡师 一位制卡师的报酬为五百万欧迪 吴团伸出五根手指 一脸微笑地看着下 台下顿时一片哗然 五百万欧迪的报酬 在整个业内绝对算得上天价了 看着下面嗡嗡乱成一团的制卡师们 吴团居高临下 一种满足感在他胸中油然而生 他这次接手这个任务花费了相当大的力气 如果能做好 对他将来在家族的发展大为有利 但是如果做不好 那对他来说就相当麻烦了 左家内斗之严重远超出别人的想象 左庭一倒是没人敢惹 但其他晚辈之间的明争暗斗却从来没停过 要不然这次吴团还用得着到这里来招聘至卡师 沉默却是一惊 夏日之雨 那不是 他的目光立即转到身旁的雷子身上 雷子面无表情 但他的脸颊却微微抽搐 双手死死地攥着椅背 青筋凸现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行演播 顶行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57集 退绝了 维克公司的负责人 培行 心情也非常糟糕 他的经验比起无团要丰富的多 知道 若论低级质卡师的水平 这里的质卡师们 才是最职业的低级质卡师 集团里的那些质卡师们 也许能够制作出更高级的换卡 但是想做出最华丽 最炫目 而且价格最便宜的低级换卡 这里才是最优的选择 他没想到的是 从来不到这里寻找合作的阿米尼亚 这次居然跑来了 而且开出了这样一个恐怖的价格 阿米尼亚可以财大其粗 可维克集团的预算 不允许他如此做 但是被死敌如此 这般硬生生的压了一头 培行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他已经打算等会儿 亲自找一下低级换卡俱乐部的主管王浩 他们的私交颇为不错 这次只能找王浩 帮忙推荐一两个不错的质卡师了 王浩现在正坐在台上的一个角落 正在和蓝峰低声商量事情 这时台上的舞团提高音量 再一次强调 最好的 我们只需要最好的 这句话马上让逐渐变得嘈杂的会场 又慢慢的平息下来 安静 不断的安静 一直到一片死寂 台上的舞团发现 下面的质卡师们纷纷偏过头 目光全都汇集在一个人身上 就是那位坐在台下最中间 其貌不扬的少年 难道这位少年就是这里最厉害的质卡师吗 舞团有些失望 可别自己花了五百万 请来的是个大路货 那可就凶闷了 舞团没有让自己的失望表现在脸上 相反 他脸上依然保持着微笑 这位先生便是这里最厉害的质卡师吗 还让其他公司的负责人看向舞团的眼神可变了 这句话也可以看得出 舞团此人的行事风格 只计结果 物责手段 只怕这位少年的日子可要不好过了呀 舞团这句话还不知挑起了下面多少人的极度心理呢 而这些人肯定会是一些水平不错的家伙 那么紧接着 大家都可以猜得出来 舞团接下来会做什么 可是 偌大的会场 依然是一片安静 没有一个人说话 这样的场合下 如此不合常理的安静 说不出的诡异 虽然台下的那些质卡师的目光都汇集在那位少年的身上 但是令人称奇的是 这位少年始终保持着坦然从容 不见一丝窘迫 裴行眼中闪过一丝亚色 以前他可没见过这位少年呢 他明白现在的这种安静所蕴含的意义 那就是这里在场所有的质卡师都已经默认了吴团嘴里最厉害的质卡师的说法 无论哪个行业 大凡是能被冠上罪这个名号的 都是有名号的高手 而冠上罪还能被大家所承认 那就更能说明此人的能力 而且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这位少年在这个俱乐部里有着相当崇高的声望 可惜了 这家伙要被阿米尼亚招揽到手 真是可惜了 裴行心下暗自叹息 他面容削手 气质儒雅 两眼极为有神 此时虽然心下叹息 脸上却始终是一副似笑非笑 从容淡定的表情 他的目光落在沉默身上 他有些想不明白 这样一个矛头小子 是如何折服如此众多的低级之卡尸的 吴团的反应也是极快 他也立即明白了这种安静和默认意味着什么 不知这位先生有没有兴趣参加我们这个项目呢 吴团有足够的信心 很简单 无论从声望还是从价格上 都没有其他的集团可以和他们竞争 左家的这个招牌 在东商未成可是一个金字招牌 他区区一个低级制卡尸 在左家面前还会拿什么架子吗 环视一眼周围的其他集团的负责人 吴团此时心中可谓爽极了 他的目光特意在维克集团的裴行身上 多留了片刻 裴行没有回避吴团的目光 反而颇有风度的向他致意 在所有人目光的注视下 沉默缓缓地站了起来 很干脆地拒绝 我 没兴趣 会场顿时一片哗然 沉默的这个回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正在和裴行目光接触的吴团 陡然间脸色铁青 他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真有人这么不识趣 他的处境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 他眼角余光似乎瞥见裴行嘴角 浮起一抹充满了嘲讽意味的笑意 该死的 吴团心中怒疾 这个该死的小子 居然当着如此多的人让我下不了台 他的目光迅速阴沉下来 脸上始终保持的笑意 看起来僵硬无比 不过他知道 此时不是发作的时候 所以他还是勉强挤出一点笑容 难道这位先生对我们的条件还不够满意吗 众人目光注视下 沉默 神情从容 他的目光移到裴行身上 声调不急不缓 维克集团的发布会 也在两个月以后吗 裴行心下狂喜 脸上想保持镇定 但明眼人还是能看出他此时的兴奋 他立刻站了起来 对 我们的发布会也是在两个月以后 雨声一顿 看了一眼脸色铁青的吴团 补充了一句 和阿米尼亚集团是同一点 此话一出 吴团的神情更加难看了几分 裴行朝沉默行礼示意 不知这位先生是否愿意接受B公司的委托 我们的报酬并不算高 两百万欧利 沉默沉吟一下 点点头 我接下这个委托 但是我有个要求 要求 在场的所有人都竖起耳朵 他们想听听陈牧所谓的要求是什么 他们不明白 陈牧为什么放着五百万欧迪的委托不接 而是去接一个两百万欧迪的委托 而且这样明面上得罪左家 可不是明智之举 黑行则是大喜 连忙到 先生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出来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58集 沉默突然一把把雷子从座位上拉起来 我要求他来做这次项目的总策划 会场顿时响起一片嗡嗡嗡的议论声 事情峰回路转 一波接一波 让他们都有些反应不过来了 没想到沉默居然把雷子也扯了进来 雷子睁大眼睛 有些发懵的看着一脸平静的沉默 等他反应过来 陡然间鼻子有些发酸 他低下头 人们看不清他的表情 他 培行有些意外 这位先生是 他的目光 却不由飘向了低级换卡俱乐部的主管 王浩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王浩却是拼命地朝他点头 难道这也是个厉害的角色 现在这下轮到吴团冷笑了 他虽然接受这方面的活不久 但是也知道 总策划在整个活动中的重要性 这也是为什么 他专门跑到威尔卡影公司 把他们的创意总监画尾画高价挖来 吴团脸上的神情立即舒缓了许多 他冷眼旁观 看培行怎么下台 培行脸上不由露出犹豫之色 他做这一行已经有许多年了 经验可谓丰富 甚至总策划的重要性 尽管看到王浩在朝他点头 却也不敢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儿戏 不过培行到底是老辣 片刻之后便有了计较 既然您推荐了这位先生 那么想必这位先生也有过人之处 这样吧 如果这位先生三天之内 能提出一份出色的策划书 那么这没有任何问题 培行言下执意不言而喻 假如木头提供的策划书不够出色 那他宁愿不要沉默加盟 三天之内 沉默正准备征询雷子的意见 雷子猛地抬起头 毅然道 好 三天之内 我会提供一份策划书 华伟坐在无团身后 今天这一系列的变故 可让他大开眼界 反正和自己无关 他在一旁看得是津津有味 等雷子抬起头的时候 华伟忽然觉得这人似乎有些眼熟 只是一时之间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雷子如今的形象和以前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 那两个硕大的耳环早就被他丢了 身上的衣服再也不是夸张的风格 受到沉默的影响 他的着装也变得简单利索 看上去比较顺眼 而且他现在看上去更为自信 哪里还有半点以前的潦倒模样 这也难怪华伟没有一眼认出雷子 雷子的回答也令裴行松了一口气 如果对方不能拿出一个出色的策划 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因为一位智卡师 而打乱自己的所有步骤的 这一次的双向会 只怕是历次双向会之中变故最多的一次了 最气闷的莫过于阿米尼亚集团 由于一开始他们把话放得太满 居然没有几个人去应聘 陈牧是整个低级换卡俱乐部最出色的智卡师 这一点几乎得到所有会员的承认 如今陈牧拒绝了 阿米尼亚可没有说他们需要第二厉害 第三厉害的智卡师啊 在他们的心目中 会场里最厉害的智卡师永远只有一位 那就是陈牧 所以吴团的脸色现在是奇差无比 但是又无处发现 还没有等会议结束 裴行便迫不及待的找到王浩 劈头便问 你刚才点头是什么意思 王浩笑着递给裴行一杯水 说道 还能怎么样 答应呗 我说你今天可出尽了风头 吴团的面子都给你抢了 我都搞不明白 陈牧怎么会突然对你们感兴趣 陈牧 就是那个先站起来的家伙 他很厉害吗 裴行好奇地问 一天能扫将近八百分的变态 不厉害 王浩斜着眼睛描向裴行 八百分 裴行悚然动容 这家伙这么强悍 还真看不出来啊 他立即来了兴趣 连忙凑了上来 来 说说 于是 不少人隔着落地玻璃 就看到两个猥琐的大叔凑在一起 神色暧昧 令人想入非非 听王浩讲完沉默的事迹之后 裴行扎巴扎巴嘴巴 一脸的赞叹 果然是非人类的变态啊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个比一个猛 对了 后来陈牧推荐的那个年轻人呢 你朝我点头 他也很厉害 告诉你 这两个人都是会长看上了的 陈牧到时会到部里担任技术总监 那雷子呢 也会被调到商业部去 那家伙的头脑实在没得说 王浩一想到这两个人 都免不了有几分感慨 裴行更加吃惊了 你们白会长 对这两个矛头小子感兴趣 是啊 他老人家可很久没有亲自提拔人了 王浩又在游在道 你怎么不早说呀 要早一点知道 我马上就答应了 裴行一脸后悔不迭的表情 他曾和白哲渊打过交道 深知白哲渊的眼光 能赢得白哲渊的赞誉和欣赏 那这两个人一定是有真本事的 王浩看到裴行的表情 嘿嘿一笑 他忽然正色起来 老裴 我得提醒你一句 这俩人你可得照顾好 左家的人拔护惯了 可别惹出什么事来 我就没办法向会长交代了 你要是人手不够 那就我来 裴行也跟着神色一正 放心吧 左家的确是强 不过我们裴家 也不是什么软柿子 那就好 王浩的神色 这才放松了一些 沉默和雷子走出俱乐部 看着始终不说话的雷子 沉默忍不住问 哎 雷子 三天的时间够不够啊 够了木头 放心好了 雷子抬头一笑 神色夸张 你这家伙今天可是吓了我一跳 你这家伙居然连招呼都不打 就来这么一下 我的小心杆都差着被你吓破了 沉默神色平静地回击 嘻 假 也是 我们是谁啊 咱们可是木雷双雄 雷子双手插向天空 做豪情状 沉默看也没看他一眼 而是一脸老实地说道 哎 说真的 有点难听啊 雷子无语了 两人玩笑了一阵 雷子有些担忧道 哎 这次我们可把左家得罪惨了 以后可得小心了 嗯 沉默重重地应了一声 在他拒绝无团的时候 便有了这个思想准备 他可没有什么天真的想法 这些大势力 暗中龌龊的事 从来没有少做过 看来这段时间要少出点门了 托尾梭卡的训练 也只有先放一段时间了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衔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衔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59集 只用了一晚上 雷子便把策划书做出来了 一大早和陈木打了个招呼 他便出门 往低级换卡俱乐部方向去了 陈木还问了句 要不要他陪同一起 雷子直接给了他一个白眼 一个人在家的陈木 开始了他每天的训练 从健体操到感知锻炼 他一丝不苟地完成 相比感知没有钉点增长的迹象 健体操却让陈木的身体越来越棒 没有肌肉的奋起 但是强韧的肌腱力 却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而出色的柔韧性 更是让陈木的动作越发的敏捷 感知则是令他的六十更加敏锐 空气的流动 再细微的动静 都无法逃脱陈木的感知 但是陈木觉得提升最多的 却不是这一些 而是忍痛能力 锻炼感知时的痛苦 没有丝毫减轻 可以说每天他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能看到自己再一点点变强 就算这个过程充满痛苦 也要咬牙坚持住 幼时的经历 让陈木明白生存的不易 让他明白了力量的重要 和这些相比 这一点痛苦算得了什么呢 少爷 管家一脸恭敬地立在左庭一面前 他在左家服务已经整整有三十年 即使左庭一对他也是非常客气 但无论什么时候 他都牢记自己管家的本分 从不逾越 左庭一的目光 从书本上移了开来 见识管家不由露出询问的表情 您上次要求彻查的那件事 已经有了一些结果 管家斟酌着用词 左庭一放下手上的书本 脸上露出感兴趣的表情 好 说说 看了左庭一一眼 管家小心道 我们没有查到他们的身份 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去那些店面了 根据那些店主所言可以看出来 这位出售卡影的人非常小心 每次形象都不一样 他们已经不大记得那人的模样了 怎么会 左庭一皱起眉头 他们的卡影应该还在卖啊 这一点我们已经确认 他们的卡影还在卖 不过他们很早以前便已经改成了通过计卖来出售卡影 管家解释道 计卖 左庭一南南 这家伙干什么要这么小心 这样一个高手来制作卡影 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缺钱吗 有这技术又怎么会缺钱 而卖卡影又能赚多少钱 这是我们收集到他出售的所有卡影 我们发现从《诗世传说》第三集开始 便和之前有了截然的区别 《诗世传说》的确解版卡影 全部都只有从第三集以后的内容 管家有条理地报告着 我们对《诗世传说》卡影进行了商业价值评估 认为它是一个有投资价值的项目 少爷 您是想对它进行投资吗 投资 左庭一摇摇头 不是 你们继续查 请量查出这套卡影的制作者是谁 他的各方面信息越详细越好 是 管家虽然有些疑惑 但是还是忠实地贯彻左庭一的命令 管家离开后 左庭一依然继续思索着 两名心愿的学生正在野外 这里离东商卫城已经有大约七百公里 周围的野兽越来越厉害 他们也不得不小心 密不透风的丛林里 到处横生藤外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湿气 两人一脸警惕 在这样的地方 不提起精神的话 那会死得很快的 两人的丛林前行的课程分数都非常高 他们拥有足够的自信 而且两人都是经验丰富的高手 彼此之间的配合掩护也非常合理 忽然两人对了一个眼色 眼中的戒备之色更重了几分 两人脚步变得更轻 而手上的杜仪也一直处在激活状态 随时可以发出攻击 几分钟后 两声凄厉的惨叫声 惊起林鸟无数 沉默浮暗阅读雷子的策划书 他仔细花了半个小时 才把整篇策划书看完 这篇策划书已经通过了培行的审核 也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 雷子已经是维可这次活动的总策划了 有难度 沉默沉吟片刻 给出答案 怎么样 有把握吗 雷子有些紧张地看着沉默 他的策划中 对智卡师的要求非常高 正是出于对沉默的信心 他才提出这样一份策划 如果沉默也觉得实现不了 那这份策划也就宣告失败了 应该没问题 沉默想了想 他知道 这次机会对雷子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只要他的策划能取得成功 那么凭借这份成绩 对雷子以后的发展 有很大的好处 维可集团可不是普通的公司集团 陪着这个招牌 在东商卫城比起左家也相差不多 如此重要的活动 如果雷子能取得成功 那他将会一跃成为整个东商卫城 最炙手可热的策划 沉默一直认为雷子极具才华 只是缺少一个机会 如今机会变在面前 沉默又怎么会不竭力帮忙呢 有了两部卡影的合作经历 他们在配合方面更是熟悉至极 两人立即展开对细节的讨论 沉默会提出自己的疑问 而雷子则会做出解释 并且对方案做出修正 王泽脸色铁青地看着面前的两具尸体 这是他们在野外找到的 所有的心愿学生都是一脸悲弃 前两天还一起的同学 如今却横死野外 两人脸上残留的表情带着惊恐 仿佛他们临死前看到了极为可怕的事 整个房间里笼罩着一股悲伤的气氛 这两人被派出去 三天还没有回来 他们便有了不好的预感 连忙全体出动去搜索 没想到最终还是只找到了这两人的尸体 王泽他们检查了一遍 除了发现几个细小的孔洞之外 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伤口 从伤口来看 似乎应该是中毒而亡 但留下的痕迹太少 王泽他们还是无法做出准确的推测 怎么办 王泽身边的一位学员低声问 他们虽然个个优秀 但到底还是学生 一遇到生死问题 难免手足无措 王泽咬牙道 马上把他们送回学校 向学校求援 对外泽说他们归校了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保密 若是泄露出去 那就麻烦了 几人面面相觑 纷纷点头示意明白 他们现在才真正的明白 他们正在执行的任务 并不是旅游这么简单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iPhone 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iPhone 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六十集 维可的发布会 在两个月以后 陈牧和雷子 有足够的时间 来进行整个方案的执行 在这件事上 不仅培行全力支持 低级换卡俱乐部 也给了他们相当多的帮助 这使得陈牧工作进度极快 他只花了两个星期 便把雷子需要的换卡 全部制作完成 雷子观看陈牧制作的换卡 效果时赞不绝口 陈牧的工作完成了 但是对雷子来说 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作为一名总策划 他还需要和活动的 其他人员进行交流协调 于是整日只见雷子 起早摸黑 忙的是昏天暗地 本来陈牧还颇为担心 雷子的安全 但是后来发现 有人在暗中保护雷子 这才放下心来 说起来 这还是陈牧无意中发现的 那名卡修虽然只是惊鸿一瞥 但还是被陈牧感知到了 他如今的感知之灵敏 可是以前完全不可想象的 同样他也发现了 在暗中保护自己的人 虽然不知道那人实力如何 不过看起来似乎挺专业的 不过陈牧却颇有些不自在 他可没有在别人的窥视下 进行训练的爱好 于是他干脆整天待在家里 可是这样一来 他便闲了下来 无论什么训练 永远都不是越多越好 比如感知的锻炼 陈牧就发现 大约在三个小时左右 效果最佳 超过了这个时间 效果便会大打折扣 而健体操也是一样 倘若时间过长 全身的肌肉便会过度疲劳 再加上这段时间 陈牧手上也没有其他的委托 诗世传说下一集的剧本 雷子还没有给他 一下子 陈牧发现自己闲了下来 剩下的时间干什么呢 无聊之余 陈牧忽然想到了 简单水世界 既然有脱缠游戏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游戏呢 这个念头在陈牧脑海中 一闪而过 他突然就来了兴趣 除了每天的感知训练 需要在水世界里进行以外 他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 没有去探索其他的内容了 一进入简单水世界 一股熟悉的水压 骤然把陈牧包围 他早已经习惯了 身子怪异的一扭一摆 有如鱿鱼一般 人便往前窜了出去 松软的沙层并没有对陈牧 造成什么影响 半游半行 如履平地 这便是陈牧从脱缠游戏中 学到的技巧 他发现这种技巧 非常适合在水中行走 当然 这也是他迄今为止 发现这种技巧的唯一用途 不过想想那张脱尾缩卡 陈牧便觉得 自己花费那么多力气 很是值得 做人不能太贪心 陈牧在心中告诫自己 水草是脱缠游戏 聚棒是感知锻炼方法 简单水世界里面 还有什么呢 他的目光 最终落在那群 游动的剑鱼上 三角剑鱼群 每次想到这个称呼 陈牧都一阵汗颜 这些红色三角剑鱼的模样 真让人不敢恭维 但是他们灵动的身形 还有那令人难以琢磨的 游动轨迹 却赋予了他们生命的气息 这也令陈牧 对这张卡片制作者的崇拜 再一次加深了 这群剑鱼的数量 大概有几百条 游动起来颇为壮观 这便是陈牧这次的目标了 以他的理解 他相信 简单水世界里 一定不会有没有用的东西存在 更何况 这群剑鱼是何等的引人注意啊 陈牧尝试着靠近这群剑鱼 当他离这群剑鱼 有段距离的时候 这群剑鱼便仿佛察觉到 陈牧的存在 数百条原本欢快游戏的鱼群 突然一下子静止下来 他们齐齐定住身形 这些剑鱼排成整齐的队列 红通通的三角形小鱼头 齐齐对准陈牧 同时被几百双三角鱼眼瞪着 陈牧的冷汗唰就下来了 末的 一条剑鱼脱离鱼阵 朝陈牧冲了过来 陈牧当时吓了一跳 身子一扭 向旁边一闪 当时闪过这条剑鱼的攻击 可还没等他庆幸又一条剑鱼冲了过来 陈牧现在是特别后悔一件事 自己当初为什么把这些剑鱼的脑袋 做成尖尖的三角形呢 如果是做成圆形该多好啊 圆形的泡泡鱼 那就算撞到身上也不痛啊 不过这些剑鱼显然没有给陈牧 慢慢后悔的打算 刚刚闪避过第二条鱼 便又有一条剑鱼冲了过来 一群剑鱼虎视眈眈的压阵 冲过来的剑鱼各个气势汹汹 陈牧纵然胆大 心里也有些发怂 他一阵手忙脚乱 虽然学会了在水中的发力技巧 但是比起这些水底生物来 陈牧却笨拙的像只不会水的鸭子 只扛了七八秒 他便坚持不住了 左臂一疼 还没等他来得及痛呼 这一会儿的功夫 全身上下就被扎了七八下 连上次受伤不用麻醉 都能忍住的陈牧 这次的脸色却一下子变了 痛 钻入骨髓的痛 刚刚还自损 自己的忍痛能力提升很大 现在才晓得什么叫做真正的痛 就在那一刹那 有好几根极细的油线 一下子从皮肤处钻进骨髓里 陈牧疼的脸都扭曲在一起 但是他却知道 如果此事不做出应对 那自己说不定会被这群 鉴鱼活活扎死 而不是疼死 沉默右脚重重的踏进沙子里 身子猛的向后仰 他的身体仿佛柔弱无骨 连续的几次快速扭动 这让他的身体看上去就像一道波浪 急窜而出 熟悉的苍老声音 仿佛正在给陈牧眼下的行为做注解 陈牧全力之下 连水草都缠不住的 更别说这些小小的箭鱼了 陈牧有如一只离弦之剑 嗖的一下 从那几只箭鱼的包围中逃了出来 陈牧一直往后退了 大约十米才停下来 箭鱼没有追过来 他顿时松了口气 心有余悸地回头看着那群 正在游动的箭鱼群 他们重新恢复平时自由游动的状态 看也没看 有如惊弓之鸟的陈牧 太疼了 陈牧现在身上还隐隐作痛呢 看着这群三角箭鱼 他一脸的余悸 里面果然有猫腻啊 他刚才听得很清楚 那个苍老的声音说 挑战失败 只是这样的挑战 只怕会出人命吧 他都不明白 这些三角箭鱼扎在身上 怎么会那么痛啊 不过 无论在这张神秘卡片里面 发现什么危险的东西 陈牧都不会太意外 从一开始 他就没想过 这会是一张 没有任何危险的卡片 不过 陈牧打算 把这个问题 暂时丢到一边 他现在思考的是 另一个问题 这群箭鱼 又是做什么的 挑战失败 箭鱼数七 这八个字里 到底蕴含着什么信息呢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六十一集 和上次游戏不同 这次那老头用的是挑战这个词 游戏和挑战肯定不一样 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这值得仔细推敲 还有 剑鱼数七 这应该表示的是 程度 也应该是挑战难度 沉默仔细回想 刚才那段时间里的每个细节 当自己靠近的时候 那群剑鱼一下子停下来 也就是说 这群剑鱼有一定的感知范围 只有进入他们的感知范围 才会激发所谓的挑战 随后 那群剑鱼没有一轰而上 一开始只有一条剑鱼朝自己冲过 而当自己闪躲过之后 第二条剑鱼才冲上 自己又躲过去之后 才轮到第三条剑鱼 直到自己被剑鱼尖尖的脑袋刺中 所有的因素结合起来 沉默的脑海中终于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 这是一个挑战 是一个闪躲类的挑战 应该是一个闪躲剑鱼攻击的游戏 第一次只会有一条剑鱼 如果闪躲过了 第二条剑鱼便会冲上来 一直等到你无法坚持下去 主动退出剑鱼的感应范围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从理论上完成挑战的途径有两条 一个是坚持并闪躲过所有剑鱼的攻击 另一个则是咬牙硬挺 承受密集的疼痛 当然 第二条途径只可能是理论上的 沉默不认为有人真的能承受这种痛苦 他的性格坚韧 而感知锻炼更是让他的这一优点大大加强 可就是这样 他也扛不住这样的痛苦 最关键的一点是 沉默认为这太危险了 关于危险的推断并不是沉默凭空想象的 而是真正存在的 他从简单水世界里退出来后 便发现全身有七八个极细的红点 一按下去隐隐作痛 这张神秘卡片的制作者到底想做什么呢 每一次想起这个问题 沉默都是百思不得其解 虽然他一点点地发掘出了这张卡片里面的东西 可是这个谜团却始终没有一点线索 真是伤脑筋的东西啊 心愿之中 一个白发老人 一位中年男子 还有一位少女 三人并排而立 在他们面前并排躺着两具尸体 赫然是王泽送回来的尸体 看出来他们是怎么死的吗 白发老人问 回答的是那位少女 她脸色凝主 是百渊府的柔客 他们是死在七满六街的黑碗塘的毒刺下 对方的身手很高 她长发如飘 一身轻衣 庭然而立 远远望去 又如弹河出战 中年人 脸色却是大变 百渊下面的那帮黑虫 怎么闻到了味 难道走漏了消息 她一张裹子脸 颇有威严 只是此时却是一脸震惊 白发老人摇摇头 还不知道具体情况 她看了一眼两具尸体 叹息道 只怕啊 现在有不少人已经起疑心 形势越来越复杂了 想了想 她看向那位少女 王泽他们在哪 力量有点单薄了 这次你去吧 遇到事情 你拿主意 随即转向中年人 你挑一批人跟着她去 现在想从暗中谋取 只怕已经不太现实了 明面上的争斗 会越来越多的 一旁的少女默然 中年人问 是挑学生还是老师 学生吧 内院为主 外院也挑几个 这几个 又胆大心细 数安失事的 少女突然开枪 就这么办 白发老人惯然道 是 我这就去办 中年人连忙攻身 你要小心 这次肯定会遇到其他学府的高手 得失不要太在意 这也算是一次磨练吧 白发老人转过脸 对少女笑着说 校长放心 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 却也是天幽联邦暗流涌动的开始 左庭一来到梅达处 他刚刚得到消息 听说梅达老师生病了 于是便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梅达老师躺在床上 看上去情况并不是很好 他眼眶深陷 面容憔悴 愈发显得老态 左庭一心下难受至极 梅达老师从小便开始 传授他质卡方面的知识 两人早就超过了 普通的师生情谊 找来医生 他低声问 情况怎么样 医生摇摇头 不是太好 到底怎么回事 左庭一的脸色很难看 梅达老师的身体一直保养得不错 颇为硬朗 怎么会突然生这么大的一场病 医生小心地回答 梅达大师这段时间 应该是思考过于频繁了 而且似乎有什么问题 预解在心 心情焦虑 这才导致身体失衡 梅达大师一心钻研 没注意到身体的变化 才导致身体迅速地恶化 另外你也知道 他的年龄 后面的话 左庭一便没有再听进去 他的目光落在桌子上 一张烧焦了 只剩下一半的卡片 还有几张邂逅的卡影 莫得 左庭一胸中 腾得冒起一股邪火 转头走出梅达老师的房间 他静止找到管家 劈头便道 我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一定要找到那个该死的 质卡师 明白吗 看到少爷脸色铁青 管家连忙硬道 是 左家的各种渠道 还是迅速扑盖 但是收到的消息 却让管家叫苦不迭 他们还是无法查到蛛丝马迹 对方明显很老辣 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最后还是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 干脆去寄卖市场蹲点 这个方案需要大量的人力 但是对于左家来说 这都不是问题 管家可清楚得很 少爷虽然平时温文尔雅 比较好说话 可一旦动怒的话 那他们可就要惨了 左庭一在左家的地位 仅次于他的父亲左天林 他也是左家唯一继承人 在这点上 没有人可以和他竞争 每天一大帮乔装打扮的家伙 散落在寄卖市场的每个角落 按照以前的时间 最近正好是新一级 《诗事传说卡影》发布的时候 可是对方像是 知道他们布下天罗地网 在等着一般 始终不出现 这帮家伙望穿秋水 等得头皮都快被抓破了 个个肝火上升 嘴角涨疗泡 他们哪里知道 雷子这段时间 正为维可的活动 忙得焦头烂额 根本没有时间做剧本 而沉默 也在琢磨着 他自己的玩意儿呢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衔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衔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62集 没有其他事情分散注意力 沉默的精神 全都集中在 剑鱼挑战上面 然而剑鱼挑战 和他之前遇到的状况不同 剑鱼挑战 有相当的危险性 这点 从他上次的经历 便可以看得出来 从剑鱼挑战中 留下的七八个红点 到现在 一个都没消 每次按下去都隐隐作痛 沉默可不敢胡乱进去尝试 不过即使这样 沉默也没有打退堂鼓的想法 不会 可以慢慢的去努力 有危险 可以选择相对安全的办法 什么都不做 这才是最糟糕的选择 这张神秘卡片 真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一开始的剑鱼操 到后来的低级换卡制作 再到感知锻炼 再到脱缠游戏 再到脱尾缩卡制作 和使用技巧 现在则是剑鱼挑战 剑鱼操锻炼的是身体素质 低级换卡制作方法 感知锻炼 脱尾缩卡的制作 这些可以归为 制卡师方面的知识 而脱尾缩卡的使用技巧 这便已经是卡修的范畴 脱缠游戏 锻炼的应该是爆发力 和水中发力技巧 这是做什么用的 而剑鱼挑战 又属于什么范畴呢 真让人伤透脑筋呢 而且沉默推测 触发他进入下一轮的条件 应该使他的感知 可扩展到五米范围 但是他现在的最高记录 是四点九米 还差一线呢 感知没有动静 沉默也无可奈何 其实他心中还有一个猜测 这些脱缠游戏 脱尾缩卡和剑鱼挑战 和感知锻炼 是不是会有一些联系的 他的这个想法 是源自脱缠游戏 他发现自己在脱缠游戏中 感知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断裂 而且很久 纹丝不动的感知 也有了一定的增长 后面的脱尾缩卡 也起到了同样的效果 这才让沉默有了这个想法 当然这仅仅是他的一个猜测 现在还无法证实 可是 怎么才能提高自己的闪躲能力呢 这让沉默有些无从下手 忽然窗外似乎有些动静 把正在皱眉苦思的沉默惊醒了 六十灵敏就这点不好 稍稍一有动静 便容易受到惊动 沉默走到窗前 把窗户打开一条细缝 向外望去 就在他家不远处 传来了一声闷哼 一位男子仿佛猛然间受到什么撞击 背部砰地撞到墙上 他的嘴角溢出鲜血 表情痛苦 他在地上挣扎着 突然他面前弹起一面光幕 上面有着许多数字 这是通讯卡位激活了 他一定是想呼救 啪的一声翠响 一道蓝光准确地击中这名男子手腕上的杜仪 杜仪顿时粉碎 两名戴着面罩的男子 从拐角处走了出来 而其中一人身体周围被树到蓝光环绕 这些蓝光就像蛇一般在他身体周围不断地绕来绕去 沉默的心立即往下沉 脸色发白 那名被击倒的男子他认识 就是那位在暗中保护他的卡修 那这些人 来不及细想 沉默当机立断 以最快的速度向屋后冲去 房间里什么东西都来不及待 他感觉心跳在加快 碰碰碰的就像那两人的脚步声一般 在拼命地追赶自己 嗓子有些发干 但他此时却是出奇地冷静 知道自己的任何一点疏忽都会让自己丧命 屋后有一个窗子 自己需要从内里逃出去 此时的沉默完全没有注意到 他在短程冲刺 来到窗前迅速探头看了一眼 没有人 顾不得是二楼 沉默纵身向下跳 在落地的一瞬间 他顺势一滚 消去了这股强大的冲击力 这一带附近都是民宅 他对这一块非常熟悉 刚一爬起来 他便沿着墙根发力狂奔 卡修啊 暗中保护自己的人可是一名卡修 虽然他并不知道那名暗中保护自己的卡修 是什么等级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一定比自己厉害 就连那名卡修都死在两人手上 那自己还会有活路吗 不知是不是生命受到了威胁 沉默今天奔跑的速度出奇地快 眨眼间 他已经折转过了好几个巷口 这让他心下微松 想要在密集的居民区跟踪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可是当他回头一看 却是魂飞魄散 两名卡修正飞在半空中 自下寻找陈沐的身影 该死卡修会飞 自己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陈沐赶紧紧贴墙根缩着身子 这个位置刚好能遮住他的身形 突然一个想法从陈沐的脑海中冒了出来 假如自己用拖尾缩卡 能不能把那两个家伙设下来 不过这个想法立即被他抛之脑后 对方有两人 就算自己能设下来一人 也势必会暴露自己的位置 一旦暴露了自己的身形 那结果就可想而知 对方是专业的卡修 不是自己这种半吊子祸所能比拟的 对方想杀死自己 有一百种方法 天空中那两名卡修步步为营 一点点的搜索 不急不躁 一看就是老手 陈沐的心脏依然在剧烈的跳动着 从小到大 他没有遇到过如此危险的时候 小的时候和那些流氓打架 现在看来简直就是小孩过家家 这两人一定是左家的 左家果然不是什么善类 陈沐紧张地看着这两人不断地鼻劲 他尽量把身体缩成一团 减少被发现的可能 可是待在原地也不是办法呀 一旦他们飞临现在所处位置的上空 那自己可就无所遁形了 不行 不能坐以待毙 陈沐的目光飞快地扫尸周围 大脑在急速运转 剧烈的心跳并没有让他产生慌乱 他的头脑依然冷静 忽然他的目光落在不远处 一股狂喜升上心头 在前方距他大约十米处 有一个下水道的通道口 陈沐狠不得拍自己的脑袋 刚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他们飞天 那我就遁地 他相信 只要自己进入下水道 那对方肯定抓不住自己 猫着腰 陈沐沿着墙根 像一只狸猫一样飞溃地来到下水道通道口 笨重的风盖被陈沉轻易地掀开 里面黑漆漆的一片 一股难闻的气味冲了上来 陈沐却没有皱眉 神色自若地轻轻跳了下去 紧接着把下水道的风盖 拖放起来 放到原来的位置 隔着风盖的网格 他看向天空 十几秒后 两名卡修便已经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他们离地面大概五十米左右 陈沐能清晰地看到他们的身形 黑暗之中 陈沐的神情急剧变换 可以想象 他此时的心理斗争是何等的剧烈 但很快 他的目光变得坚定起来 他迅速激活自己手上的杜仪 他已经决定给出自己的反击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六十三集 黑暗的下水道 淡淡的光滑 从杜仪中迅速地蔓延到 沉默的整个右手 光滑流转 他们开始向沉默右手 食指汇集 就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 一根晶莹剔透的中空圆形长缩 出现在沉默的右手食指上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在黑暗中 他是如此的耀眼和美丽 他飞速地旋转越转越快 发出轻微的嗡嗡颤音 这是沉默第一次使用他来战斗 出奇的沉默竟然没有丝毫紧张 目光牢牢锁定对方 右手放到封盖网格的空隙处 他知道自己只有一次机会 他甚至没有时间看自己的战果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刺激 沉默这次的状态 绝对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一次 手指上的长缩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控制犹新 片刻间他急促的呼吸 一下子平缓下来 神秘卡片里面 关于托尾索卡控制的每个细节 在他脑海中无比清晰 他不断地用自己的感知 做出一些细微的调整 托尾索的旋转速度越来越快 天空上的两名卡修完全没有想到 他们已经由猎人变成了猎物 就是现在 沉默的瞳孔微微一缩 食指朝天空虚点 一声托尾索从下水道封盖的网格中 电射而出 来不及看结果 沉默立即掉头 把腿全力狂奔 五十米的距离 对于托尾索来说实在是太短了 几乎在沉默刚发出托尾索的时候 两名卡修便发现了 两名卡修脸色一变 他们的反应速度比起沉默不知要快上多少倍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目标之外的那位卡修 三道蓝光灯石赢了上去 那名卡修有足够的自信 蓝吉蛇线这种战斗卡威力惊人 他释放出来的蛇线能够洞穿五十厘米的钢板 而且重要的一点是 他的这张卡上禁淫了八年的功夫 中空的托尾索在空气中发出射人心魄的笑声 高速旋转的缩身有微不可查的颤动 最令人惊异的却并不是他飞行时发出的奸笑 而是缩身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短 随之而来的却是他的速度在猛的激增 飞行速度越来越快 三道蛇线顿时扑了一个空 啪的一声 在天空光成一盘耀眼的蓝色烟花 而被瞄准的那名卡修 低头看着胸前一个拇指粗的血洞 虽然戴着面罩无法看到他的表情 但是那露在外面的双眼流露出的神色很奇怪 仿佛正然 仿佛是不幸 就这样他从天空一头栽了下去 直到他快砸到地面 另一位卡修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身形移动一个急速俯冲一把接住铜板 当他把铜板接到手 手上的人已经没有了气息 他的心脏处有一个指头粗细的伤口 大骨的血液不断地向外喷涌 鱼哥 鱼哥 你睁开眼哪 我求你了 鱼哥 你说过 我的蓝气蛇线还不够熟练 你还要待我一阵子呢 鱼哥 这位大汉声音中带着惊慌和恐惧 他疯了一般不停地喊着鱼哥 鱼哥却没有一点回应 直到大汉的嗓子沙哑 他终于忍不住抱着鱼哥的尸体 失声痛哭泪如泉涌 沉默一脚深一脚浅的发力狂奔 这里到处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味 随处可见受惊的老鼠 偶尔还能见到一两条蛇 他童年时便曾经常躲在下水道 这段已经颇为遥远的记忆 在沉默的脑海中一下子鲜活起来 下水道里很难辨别方向 岔道横生 稍有不慎便会迷失道路 好在沉默已经颇有经验 他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跑 泼林顿小镇的规模 比起东商卫城主城要差得多 排水系统自然也相差甚远 有些地方沉默甚至需要爬行 而每当这个时候 他便会浑然不顾的在污水中向前爬去 他不知道自己刚才那一缩到底有没有射中 这个问题已经被他抛之脑后 他现在需要尽量的跑远一些 然后从下水道里出来 不过他已经确定在短时间内他是安全的 稍稍安全下来他便不由担心起雷子了 他现在只是希望陪家的人能立即发现他们的人已经死了 这样一来他们会更加戒备 雷子也会相应的安全一些 现在他也没有能力为雷子操心 眼前还有许多难题需要解决 比如该在哪里从下水道出来 怎么和雷子他们取得联系等等 他已经奔跑了大约半个小时了 按照他的速度 差不多足够他横穿整个泼林顿小镇还有多余 正在这一时前面有些光芒透过来 应该是个出口 陈木决定过去看看 果然走近了 陈木发现确实是一个出口 只是他似乎走到泼林顿排水系统的尽头了 他现在所处的通道直接通向地表 那说明他已经到了排屋出口了 从排屋出口钻了出来 外面刺眼的阳光让他不得不眯起双眼 这里是野外 自己居然到了野外 陈木不知道该说自己是幸运还是不幸 说幸运是他应该已经摆脱了那两名卡修的追杀 而说不幸因为这里是野外 野外是一个危险丛生的地方 只有那些拥有战斗力的卡修才敢出城 就是大伤队要走 也会雇佣大量的卡修保护 陈木的嘴角浮起一抹苦无效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 他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怎么和雷子取得联系啊 泼林顿不像主城 卡修本来就不多 而这里也没听说有什么出产 所以这一带活动的卡修肯定少得可怜 想在这里遇到卡修几率太小了 这还是陈木第一次来到野外 环顾四周 陈木不由感到有些惊奇 这里的空气要清新的多 当然也可能是陈木刚刚从下水道里出来的原因 随意走动一下 阳光照射下 陈木终于感到一丝暖意 他现在脚下是软软的草地 在他前方大约三百米左右 便是茂密的丛林 到处是树木 许多需要几个人核爆的大树 在城里根本无法见到 传言中 丛林之中总是充满了危险 但是又蕴含了无数的宝藏 就他所知 质卡所需要的珍贵材料 绝大部分都需要从丛林中获得 这让他有些好奇 他情不自禁地缓缓朝着丛林的方向走去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向 领衔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六十四集 越走进丛林 越能感觉空气潮湿起来 但是和下水道难闻的潮湿不同 这股潮湿的气流 却是充满了清新气味 令人心旷神怡 沉默的精神为之一振 就在沉默 陶醉在丛林给他带来的新奇感受时 突然间 丛林中窜出一条黑乎乎的东西朝他直奔而来 太快了 沉默来不及反应 这根黑乎乎的东西就卷住了他的脚踝 与此同时 一股大力从脚踝处传来 他等时身形不稳 扑通一下摔倒在地上 有蛇 沉默心下一紧 但是事发突然 等他想反抗 身体已经失去平衡 脚踝易紧 沉默在这股力量的驱使下 整个人被拖向了丛林 背挤在草地上 磨得火辣生痛 眼看茂密的灌木 从离自己越来越近 沉默连忙把身体蜷缩成一团 灌木上面密布的细刺 令人心寒 但是一系列变故来得太快了 以至于沉默根本来不及害怕 下意识地 做出选择保护自己的措施 而不是选择使用托尾索卡反击 由此也可见 沉默离一名合格的卡修 还差得太远太远 灌木枝丫 打在沉默护在身前的手臂上 灯石流下 数十道交错纵横的血痕 又是一阵火辣辣的 痛得沉默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过从脚下传来的感觉 应该是一只类似蛇类的生物 或者是什么怪物的触手 对于丛林的生物 沉默少得可怜的知识中 连一丁点信息都没有 他唯一能想到的便是蛇 这是他仅有的认识了 好大的力气 虽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生物 但是沉默还是忍不住惊叹 不过此时对他来说 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自己很有可能被吃掉 他就像一只沙包 被硬生生地拉进了丛林深处 清新的湿气 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扑面而来的枯枝腐叶的气味 劈头盖脸的枝丫 让沉默根本无法睁开眼睛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 沉默并没有被这番变故打蒙 头脑竟然还能保持冷静 放松身体 尽量地蜷缩成一团 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受伤的面积 不过即使这样 沉默也是吃足了苦头 这些茂密的灌木枝丫上 都布满了细刺 刺得沉默遍体鳞伤 要是雷子的话 估计就惨了 那家伙最怕毁容了 沉默脑海中突然蹦出这样一个 令他自己都有些想发笑的念头 就在这一时 似乎脚踝处有些松劲了 沉默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没有迟疑 腰腹骤然发力 整个人一下子从地上弹了起来 脚踝上的那玩意儿似乎也意识到沉默要反抗 又是一紧 他正在收紧 这一感觉 太熟悉了 沉默在肚子里 把那张神秘卡片的制作者感谢了无数遍 那个脱缠游戏 这次可是救了自己一条命啊 身形一攻一躯一弹 一股强大的力量骤然爆发 与此同时 他被缠住的那只脚踝左右一晃一扭 沉默全身陡然爆发出来的力量 全部传到这只左踝上 随着脚踝的一晃一扭 所有的力量都在他的脚踝和那缠在他脚上的东西之间爆开了 啪的一声急脆的爆音 沉默只觉脚踝一清 心下一洗 那玩意儿被弹开了 眼角余光一瞥 沉默这才看清楚那玩意儿真正的模样 居然是一根拇指粗细的黑藤 难道丛林里连藤蔓也这么危险吗 沉默心下狂跳 顿时觉得身边的丛林危机四伏 恨不得马上逃离这个危险之地 丛林身处传来一声轻衣 似乎是个女人 沉默一愣 有人 不过沉默的脚步却没有丝毫放缓 他可不管有没有人 反正先逃出这片危险的丛林再说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嘻嘻嗦嗦的声音 沉默回头一看 却见那根黑藤又一次像毒蛇一般 从茂密的灌木丛中钻了出来 目标赫然是自己 速度太快了 这根阴魂不散的黑藤 沉默心下大害 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这年头连植物都这么飘悍了吗 沉默哪里还敢有所保留 连吃奶的力气都拿出来了 完全不顾那些长着细刺的灌木 左冲右突 希望能摆脱这根可怕的黑藤 哪知这根黑藤仿佛认准了沉默 闲尾追来 灵活的不可思议 而且那速度 简直是快过闪电 沉默的左脚踝又是一紧 该死 沉默的右脚 一脚踩在那根黑藤上 左脚像上次那般如法炮制 又是一声脆响 紧紧缠在沉默左脚脚踝的黑藤 被爆弹开来 可是没有等沉默再一次向前跑 被他踩在脚下的黑藤 梳得向前一钻 滑溜异常 紧接着 黑藤的顶端像舌头一样突然弹起 猛地缠住沉默的腰 这次黑藤的速度更快 快得沉默连眨眼都来不及 比起刚才更是要快出不知道多少倍 沉默大害之下刚想有所动作 腰上却传来前所未有的力量 一下子扯了他飞了起来 又是灌木丛 又是劈头盖脸 又是火辣辣的 不过这一次 由于沉默甚至还来不及保护自己 可就比上次惨得多了 连他身上的衣服都被划得支离破碎 不调屡屡 与条条血痕交相辉映 腾云驾雾的感觉实在糟糕 而沉默看着离自己起码十米 晃来晃去的地面感觉有些晕眩 他被吊起来了 这根黑藤比简单水世界里面的那些水草强韧了不知多少倍 他现在被这根黑藤勒得腰都快断了 一个全身黑衣的人走到沉默下方 是个女人 一身紧身的黑衣把她的身材全都暴露出来 即使沉默这样完全对女人没什么概念的人 也知道这副身材有多魔鬼 五官依稀可变 就连她脖子上也布满了这种夹壳 有些地方还长着农泡 看上去极为可怖 沉默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却在心思 这女人到底想做什么呢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衔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衔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六十五集 魔鬼女 扬脸 看向半空中的沉默 沉默只觉得腰上一松 整个人便向下跌 可还没等她发出呼喊 腰上又是一紧 她停在半空 离那魔鬼女几乎触手可及 好机会 沉默 沉默眼前一亮 只要抓住这个女人 那主动权就落在自己手上了 不过 很显然对方的反应比起她更快 而且手段更让人难以预料 沉默 双手和双脚 骤然一紧 紧接着 手脚被捆住 开始向一触汇集 而她的身体迅速被弯成一个弓形 面朝下 那根诡异的黑藤 不知什么时候 缠上沉默的双手双脚 沉默居然没有任何察觉 而缠在沉默腰上的那部分黑藤 却忽然一松 缓缓地滑了开来 黑藤贴着沉默的皮肤 缓缓滑行的感觉 令沉默身上的寒毛 全都竖了起来 最令她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她甚至没有看到魔鬼女 有任何指挥黑藤的举动 这种非常规的现象 让沉默好几次心底直冒寒气 就算是面对一名高级卡修 沉默都不会如此紧张 然而这次她面对的 却是自己完全不理解的东西 说到底 沉默只是个普通人 起码她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她的双手双脚被绑在身后 继承一团吊了起来 这让沉默看上去就像是正要准备被开堂的猪仔 可惜自己的感知不够强大呀 如果感知足够强大 她完全不需要用手来激活杜疑 而只需要用感知就可以了 要是那样的话 那还有一线生机 然而对现在的沉默来说 这可有点遥远 那这也就意味着她失去了所有的反击手段 今天真够倒霉的 刚刚以为逃出升天 没想到又落虎口 魔鬼女离沉默的脸非常近 不过她似乎对沉默的脸并不感兴趣 而是一把扯去沉默身上的布条衫 她 她想干嘛 沉默的脸色有些发白 她的胆量不小 但是这件事显然不包括在内 看着魔鬼女那张可怖的脸 沉默感觉自己的肚子里有些翻腾的感觉 魔鬼女伸出手指 她的双手都戴着极薄的黑色手套 黑色的手指在沉默的胸前轻轻地按了几下 紧接着 她又在沉默的手臂 小腿还有腹部肌肉处仔细地检查了一番 你是谁 为什么抓我 你想干什么 沉默沉声问 魔鬼女没有理她 恍若未闻 忽然 魔鬼女停下手上动作 侧耳倾听 沉默见状也连忙仔细倾听 她的听力可比以前要灵敏许多 但除了嘶嘶风声 还有偶尔树叶摇动的声音 沉默没有听到任何其他动静 故弄玄虚 沉默疑惑地看了一眼魔鬼女 她的听力已经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地步 难道眼前这个魔鬼女比自己的听力还好 就在这一时 沉默忽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在向下自由落体 她并没有惊呼而是一脸平静 虽然不明白对方的目的 但是她相信 如果对方想杀自己 早就杀了 断然不会留到现在 还没等沉默落地 剩下一截的黑藤 忽然朝沉默席卷而来 眨眼间 便把她缠得像个粽子 就连沉默的嘴巴都被封住了 无法发声 魔鬼女轻轻一把抄起沉默 开始朝丛林深处奔去 睁大眼睛 沉默心中震惊非常 魔鬼女的前进速度极快 身形灵巧 她双腿的爆发力极为惊人 平衡性更是强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她可以在树干间跳跃前进 沉默被魔鬼女轻巧地提在手上 恍若无误 反倒是沉默自己 不时被迎面的树枝抽在脸上 突然间魔鬼女停了下来 她又仔细地倾听了一会儿 沉默这一次能隐隐听到 不远处似乎有人声 可惜自己的嘴巴被绑得死死的 只见魔鬼女 取出一块大约火柴盒大小的淡绿色卡片 卡片表面的图案 是一团淡绿色的细线 沉默不由愈发好奇魔鬼女 这是什么 卡片吗 难道 她也是一名卡修 顺眼瞄了一眼魔鬼女的手腕 没有度疑 不对 沉默猛地一惊 她察觉到魔鬼女有感知的波动 本来以沉默的实力还无法做到这一步 但两人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近了 虽然魔鬼女的感知和沉默自己有着迥然的差异 但是沉默还是十分肯定 刚才那一次波动肯定是感知 忽然间那张表面淡绿色的卡片在魔鬼女手上消失了 就这么活生生的消失了 整个过程沉默眼睛连眨都没有眨一下 难道这个世上真的有灵异事件 沉默的心底有些发寒 魔鬼女把沉默放在地上 腾出另一只手 躺在地上的沉默目不转睛地看着魔鬼女的每个动作 唯恐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魔鬼女的左手从右手中指上抽出一根极细的淡色丝线 这根绿线细弱发丝 别说在丛林中就是放在眼前不注意都看不到 沉默此时才注意到 魔鬼女右手中指上 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厚厚一圈淡绿色的细线 打亮了周围一眼 魔鬼女小心地把中指抽出的那一头 系在一棵树的下部 直到系紧 她才转身 中指猛地朝沉默所在的方向一弹 咻的一声 沉默只觉眼前绿影一闪 等她回过神来 却惊讶地发现 一根绷直的绿色细线 就在自己的面前 离自己鼻尖只有五厘米的地方 细线绷的笔直 仔细地看 还有微不可查的光芒流动 在丛林中这样的布置 定然是无法察觉 魔鬼女似乎并没有打算如此收手 她又在其他几个位置布置了一番 可惜的是 这些位置正好在沉默背后 沉默看不见 做完这一切 魔鬼女再一次抄起沉默纵身离开 她是朝着有人声的地方去的 沉默很快判断出方向 那群人声在她的耳中越来越清晰 魔鬼女是在引诱他们 沉默顿时明白了魔鬼女的意图 果然 事情的发展与沉默的预料如出一辙 谁 谁 几声断壑响起 紧接着有人朝这边冲来 与此同时 几道波刃 从灌木后朝这边射来 声势惊人 魔鬼女提着沉默 掉头就跑 整个过程 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她甚至连眼神都没有丝毫变化 这给沉默一个错觉 同样的是 魔鬼女已经做过无数遍了 在那儿 我看到她了 快追 那群人显然发现了魔鬼女 顿时紧追不舍 魔鬼女这次的速度并不快 只不过比那群人快那么一丝而已 沉默心下大为 佩服魔鬼女的心理素质 后面不时有波刃呼啸飞来 魔鬼女依然一丝不苟地 做着引诱工作 直到这些波刃不存在 就是这里 沉默在心下暗呼 这里便是魔鬼女刚才布置的地方 她死死地瞪大眼睛 她想看看魔鬼女刚才布置的到底是做什么的 不过魔鬼女并没有让她如愿 她一手抄着沉默迅速没入灌木之中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魔鬼女停下脚步 一手抄着沉默 潜伏在草丛中 她身上的那套黑衣 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制作而成 灌木枝条上的细刺无法刺入 可是这就苦了沉默了 她此时身上已经是寸履皆无 那些细刺无情而且频繁地蹂躏着沉默 这里距离魔鬼女刚才布置的区域 大约有三百米左右 她潜伏在那儿 一动不动 就像一只冷血野兽 在等待猎物进入她的伏击圈 几声惨叫和惊呼 此起彼伏 魔鬼女没有一丝动容 依然保持着姿势 就像没有生命的石刻雕像 沉默却无法做到这般从容 脸色有些糟糕 三分钟后 所有的声音再一次归为平静 那些人都死了 沉默的心沉到谷底 自己也会步他们的后尘吗 从小的生活让沉默对死亡并不是那么恐惧 他似乎一直在同死亡作斗争 一直努力地让自己活下去 生存下去 可没想到 自己的生活刚刚有所起色 似乎便要戛然而止了 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梦想即将结束 对于这样的命运 沉默并不伤心 只是觉得心里有些悲哀和良意 魔鬼女有如猎豹 无声而又敏捷 即使手上还提着绑成一团的沉默 那些人果然死了 但是出乎沉默意料的是 几人的死状并不可不 相反甚至可以称得上平静 有几具尸体脸上还带着微笑 似乎他临死前 正在处于一个极为幸福的状态 如果说刚才只是良意的话 那现在便是彻骨的寒意了 太诡异了 太令人毛骨悚然了 沉默有些发懵的 看着魔鬼女把手放在一具尸体上 然后从尸体内抽出那根 极细的淡绿色丝线 丝线上没有沾上一丁点血液 还是那样的不起眼 沉默恐惧地看着那根淡绿色的丝线 他没有想到 这根不起眼的细线 竟然是如此恐怖的杀人力气 特别是当他从尸体中 一点点被抽出来时 那场景实在太考验人的承受能力了 这根丝线很快 被重新缠在魔鬼女的中指上 忽然 沉默再一次察觉到了 一丝极细微能量的波动 几乎就在同时 缠在魔鬼女中指上细密的丝线 没有任何征兆地 重新变回一张卡片 那张沉默曾见过的 表面图案是绿色细线的卡片 难道是新技术吗 这不可思议的变化令沉默非常好奇 而这种好奇感也大大冲淡了他心中的恐惧 这个世上居然有不需要杜仪便能使用的卡片 沉默现在很好奇魔鬼女到底是谁 他的那张卡片又是基于什么理论呢 魔鬼女又在剩下的几具尸体上摸索了一阵 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沉默甚至没有看到他们身上有伤痕 魔鬼女也不知道在摸上 由于角度的问题 沉默看不到魔鬼女的动作 沉默不由在脑子里思考 如果不使用杜仪 该用什么方法 就在沉默仔细琢磨这里面的玄机的时候 魔鬼女已经起身了 他一把提起沉默便向丛林深处奔跑 虽然没有立即被杀 这让沉默稍稍松了一口气 但是被提着的感觉实在是糟糕透了 他几乎被颠得连苦水都出来了 而魔鬼女似乎非常喜欢那些茂密的丛林 竟往里面钻 走了差不多一天一夜 每过一段时间 魔鬼女都会喂一些 类似红色海绵一样的东西给沉默 每次只是一小块 味道非常淡 沉默猜测 红色海绵 应该是魔鬼女在野外用来冲击的东西 看来自己应该不会被杀 沉默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他一开始也认为魔鬼女并不想杀掉自己 后来却被他冷血诡异的手段给震住了 这个猜测有些动摇 一直到魔鬼女为他红色海绵 他才再次真正确定 自己应该不会死 沉默已经完全不知道身处何方了 一天一夜的颠簸 他的神志都有些不大清醒 魔鬼女终于停了下来 连续奔跑了一天一夜 手上还提着一个人 他的呼吸都没有乱 沉默被他随手扔在地上 沉默的精神可是非常不好 脸色苍白 身上缠着的黑藤终于被魔鬼女取了下来 沉默身上的模样如今是极为可怖 一道道鲜红的勒痕 全身几乎到处布满细小的伤痕 就连脸上也全是细小的划痕 休息了几个小时 沉默才恢复一些精神 你到底想做什么 沉默有气无力地问 你是谁 魔鬼女有些吃力地生硬反问 吐字非常别扭 一字一顿 这让沉默有些想笑 就连两三岁的小孩都比他说得流利 不过一触及到对方的毛子 沉默便立即乖乖地 把倒嘴的笑声吞进肚子里 冷 彻骨的冷 魔鬼女看向沉默的眼神极冷 沉默都被盯得发毛了 他总是有种错觉 自己只不过是一只猎物 沉默 智卡尸 恢复冷静的沉默十分配合 智卡尸 魔鬼女摇头 不像 依然是别扭的发音 但是 他的毛子像蛇一样盯着沉默 试图捕捉沉默每个表情变化 不像 为什么 魔鬼女的这个说法让沉默有些吃惊 不过好在他本身就是一位智卡尸 虽然吃惊但还是非常坦然 力量 肉 虽然魔鬼女的话让人有点摸不到边 但是沉默却领会到了他想表达的意思 魔鬼女想说的是沉默很有力量 肌肉很强大 可我 的确是智卡尸 见双方的气氛 似乎略有好转的趋势 沉默忍不住试探地问 你抓我来干什么 办事 成功 活 失败 死 魔鬼女的目光漠然 冰冷没有一丝暖意 沉默知道 对方不是在和自己开玩笑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六十七集 左天林啪的给了吴团一耳光 吴团脸上当时出现五个鲜红的指印 真没想到我左天林的状物也这么没出息 左天林冷笑 我和你说多少遍了 明面上的事就要用明面上的手段来对付 吴团虽然是扶手聆听 神色却并不大福气 左天林看了一眼吴团 慢条思理呢 你以为我是心疼一个卡羞 错了 我生气的是李牙刺必报 心胸狭窄 难成大气 一起一听 差远了 吴团阴沉着脸 咬牙挤出一句话 那是自然 他可是你名义上的种 左天林眼角一跳 仰手便欲再给吴团一巴掌 可看到吴团梗着脖子 一脸倔强模样 心下刺痛了一下 把手轻轻放下来 左天林哼了一声 做上位者 就要摆正上位者的心态 你看看你这次做的事情 哪有一点上位者的模样 于心死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关键是死得不值 我们不仅没有得到一点好处 还惹上了一个敌人 最让我生气的是什么 这完全没有必要 本来完全不会惹上这样一个敌人 我们不害怕敌人 但是因为一些小事 到处树敌 那是愚蠢 见吴团依然一脸倔强 他忽然有些不耐烦 挥了挥手 你退下去吧 等吴团走了后 左天林打开通讯器 让明辉来我这里 明辉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看上去十分斯文 有着颇浓的学术气息 查出鲨鱼现在是什么人了吗 左天林沉着脸问 于心的实力高超 这次竟然被人杀了 虽然是偷袭 但是对方的实力 依然能够算强劲 他叫陈木 又时是流浪儿 在之前曾以制作能量卡为生 后因他的唯一主顾话术去世 便停止了制作一星能量卡 从那以后 他致力于低级换卡的制作 这是根据他所有的购买记录判断的 之后他与雷蒙同住 开始制作卡影邂逅和诗事传说 前不久刚刚参加低级换卡俱乐部 在低级换卡方面 表现出深厚造诣 受到白哲渊的赏识 不久后 将出任技术总监一职 左天林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是白哲渊的人 目前来看 是的 明慧苦笑回答 左天林勃然大怒 这个废物 这个他妈的给我惹麻烦 传令下去 进租无团三个月 不 五个月 他胸膛起伏 显然是气得不轻 在东商卫城 能让他顾忌的人之中 便有白哲渊 而且白哲渊向来护短 只怕这一次难以善了 是 明慧回应 旋即推了推金丝眼镜 以平静的口吻说道 事情并不止如此 陈牧制作的卡影戏后 还有诗事传说的前几部 使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技术 我们到现在依然无法破解 这还是平一少爷首先发现的 但是我们一直没查到制作者是谁 这次 还是我们调查陈牧 才发现这条线索 说明白一些 左天林不满地皱起眉头 明慧一脸平静的 正是左天林的目光 提高音调说 也就是说 陈牧手上掌握着一种 先进到我们都无法破译的技术 这是一位天才 不幸的是 我们和一位天才结下了仇 更不幸的是 他还活着 快死 快死 一响冷静的左天林 忍不住破口大骂 他胸膛起伏得更加剧烈 坏消息 不止于此 明慧的生意 还是那般冷清 他杀死了于信 虽然只是偷袭 而我们调查到的是 他只在训练场 租用基础训练室两个月 当然 没有人只训练两个月 便能技术高烧到 杀掉于信 他之所以能够杀死于信 最关键的是 他拥有一张非常厉害的战斗卡 根据大牛的描述 对方发射的是 类似吸管类的攻击能量 最特别的是 他发射后 尾部不断消融 速度随之突然猛增 我们翻遍了所有的资料 没有找到类似的战斗卡 于信的整个胸腔 完全被洞穿 位置恰好是心脏不畏 左天林的脸色 已经恢复平静 综上所述 我们和一位天才 在低级之卡时 仅拥有超强战斗卡的新手卡修皆仇了 明辉总结道 真是愚蠢啊 左天林 像在评价一件仿佛毫不相关的事 的确 明辉赞同的杨了杨梅 给他禁足十个月吧 好 哦 对了 找到那个家伙 天才还是在他没有成长起来之前杀掉 比较容易 左天林 淡淡道 那 白哲渊那边 明辉露出几分询问的表情 那边我去打招呼 不过 只怕这次要出点血了 左天林 神色自入 沉默 皱起眉头 有几分不解 找我办事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 也不怪他想不通 在他看来 魔鬼女的实力超过自己百倍 在这个以实力为尊的时代 魔鬼女完成不了的事情 自己也绝对没有能力完成 进城 魔鬼女别扭地发着音 进城 沉默有些疑惑 忽然脑海中灵光一闪 自己居然一直没有注意到魔鬼女的发音 他不由地脱口而出 你不是联邦人 除了联邦 那就只有百渊府和摩哈迪 想起这两个神秘地方的种种传说 沉默大致猜出了魔鬼女来自什么地方 百渊府 那个充满了黑暗的地方 和魔鬼女的风格才比较统一吧 魔鬼女双眼看着沉默 含义渐浓 好 我带你进城 沉默答应下来 他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不过 他苦笑的 先说明 有人正在追杀我 上下打亮沉默两眼 魔鬼女说得很直接 你 太弱 的确 沉默点点头 他现在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弱 任何一名卡修都可以很轻松地杀死自己 走 魔鬼女道 去哪 沉默问 回答他的是黑疼 沉默还来不及反抗 就又一次被绑了起来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响 领衔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响 领衔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六十八集 东商未成外 沉默不禁问 我们这个样子进去 刚才魔鬼女 在她脸上弄了一些 稀奇古怪的东西 她的外貌 立即换了一个人 如今的沉默 依然很年轻 但是绝对无法 联系到以前的模样 她现在 看起来脸色蜡黄 有些病痒痒的模样 眼眶深陷 魔鬼女 往沉默的嘴里 塞了一颗黄色的果子 便成了这副模样了 这种蜡黄 并不是涂上去的 而是身体的一种反应 沉默全身 如今都是这种蜡黄色 不过沉默并没有 感到任何不适 这种果子 对身体并没有害 这样的唤醒技巧 真的令人叹为观止 和她相比 安小游的那个创意 简直可以算得上 是吊渣了 都没什么实用价值 我是哑巴 魔鬼女 用一种别扭的发音 说这句话 沉默听得有些想笑 沉默发现 魔鬼女对城外的地形 非常熟悉 她不需要借助地图卡 便可以在这茫茫丛林中 准确的辨别方向 她拎着沉默 从颇林顿镇外的野外 跑到东商卫城 主城区的城外 整个行程中 沉默甚至没有看到 她停下脚步辨别一下方向 不过 好在沉默已经比较习惯魔鬼女的强悍 换了一张脸 沉默有些不自在 不过 她很快便克制住自己 魔鬼女不知什么时候换了一身衣服 沉默恶意地猜 这不知道是她从哪个杀死的卡修身上拨下来的吧 魔鬼女的脸也换了 沉默这才知道 魔鬼女脸上的加巴原来也是伪装的一种 她换了一张脸 很平凡 甚至带一点点温和的脸 沉默估计 这也不是她的真实相貌 此时 魔鬼女走在沉默身边 看上去就像一位带着几分怯怯的小妹妹 而她也是一脸乖巧的掀扯着沉默的衣角 沉默的脸都有想抽搐的感觉了 这感觉实在太颠覆了 两人路过城门 没有出现任何意外 两人都是那种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人 自然也没有人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 而左家的人 现在都集中在波林顿附近的丛林中 疯狂地搜索沉默 走在东商卫城的街道上 沉默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自己的钱卡丢在家里 匆忙间没有带 如今她身上身无分文 至于魔鬼女 她就不做指望了 你指望一位百元府的人 身上揣着天忧联邦的欧敌 而且魔鬼女这家伙十有八九还是偷渡分子 我身上没钱 沉默扫了一眼四周 见没人 低头对魔鬼女道 魔鬼女手上还是拽着沉默的衣角 眼皮抬都没抬 杀人 抢钱 沉默顿时冷汗都出来了 幸亏她听出了魔鬼女话里的征寻的口气 否则还真是吃不消啊 沉默不是没见过血 上次还有一个顽固子弟在她手上丧命呢 可是每次感受魔鬼女话里 对杀人的随意 对人命的漠视 沉默心里都有一股寒意冒起来 正好两人路过一家饭店 上面挂了一个牌子 招收打杂洗碗工 每个月八百五十欧敌管吃住 摸了摸好几天没吃饭的肚子 沉默毅然带着魔鬼女走了进去 老板 你们这招打杂的 沉默问 打短工的经验 她非常丰富 自然也不胆怯 体型肥胖的老板娘 打亮了她两眼 怀疑地问 你这脸色该不会是有什么病吧 沉默哭笑不得 瞅着旁边有袋米 便走过去一把提了起来 放下后道 有这样的病人吗 力气倒是不小啊 是块打杂的料 老板娘显然对沉默的力气颇为满意 正好看到牵着沉默衣角的魔鬼女 她是谁啊 我妹妹 沉默很自然的 她做洗碗工 我们算两分工钱 要包吃住 身后的魔鬼女 似乎对这个并没有什么意见 没有发作 沉默玄奇的心放回肚子里 好 只要你们好好干活 工钱自然少不了你们的 老板娘颇为爽快 沉默二话不说 便开始干活了 她很清楚自己该干什么 既然是打杂的 那就是什么活都要干 干事越利索 老板也看你越顺眼 魔鬼女 则被拉进厨房里洗碗去了 此时的她 表现得出奇的温顺听话 真没想到啊 你们兄妹两人 都是干活的好料啊 你妹妹手脚真是快 以前三个人洗的碗 她一个人包了 比你还能干呢 老板娘赞不绝口 紧接着一脸惋惜的 可惜了 这么好一姑娘 居然失声了 至于住的地方 是堆货的小阁楼里 狭小的环境 沉默都不敢直起腰 两人都得打地铺 床位并排在一起 好在阁楼有个小天窗 否则的话 里面可就气闷了 累了一天的沉默 倒头便睡 她不担心魔鬼女会害自己 反正担心也没用 在魔鬼女面前 自己可没有什么反抗能力 想通这一点的沉默 很快便进入梦乡 连续几天 精神高度紧张 这一放松下来 睡得极香 一觉醒来 沉默睁开眼 便看到魔鬼女在解黑衣 沉默连忙闭上眼睛 虽然她相信 魔鬼女暂时并不会杀自己 不过冒犯对方 显然不在此恋 你晚上出去了 沉默不由出口问 刚刚惊鸿一瞥 她看到了半眼的天窗 魔鬼女没有理她 换上衣服便睡了下来 沉默见状 自然拾去地闭上嘴 又睡了大约一个小时 老板娘便在下面喊他们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 侦查到水端菜送饭 扛包搬货 沉默什么都要干 不过她也不觉得苦 甚至还希望这样平静的生活 能够多一些时日 刚刚经历数场生死的她 对平静的生活愈发的渴求 她不敢联系雷子 她不知道那边的情形 到底怎么样 而且沉默身边 还跟着一位杀神 她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 而让雷子受到什么伤害 到了晚上 沉默这次却没有立即睡下 以她现在的体力 干这些活儿非常的轻松 所以今天并不像昨天那么疲乏 柳大是什么 心愿是什么 魔鬼女忽然开口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响 领弦演播 叶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响 领弦演播 叶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69集 沉默险些吓一跳 不过旋即反应过来 魔鬼女是在问自己 一个连话都说不大清楚的百冤人 怎么可能知道六大和心愿呢 肯定是她昨晚出去听到什么了 不过六大和心愿一直是最热门的话题 魔鬼女听到了也很正常 六大就是联邦中最著名的六个学府 心愿便是其中之一 沉默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六大的信息 全都抖了出来 他已经知道在魔鬼女面前采取什么态度比较合适了 人的弹性果然是巨大的呀 想起以前自己半天不说一句话 有着木头之称 如今却要像幼儿园的老师一般 不断地解释一些常识性问题 估计经历了这件事 自己要是还能活着的话 口才肯定会变好很多 好在魔鬼女并不打断沉默 只是静静地听 偶尔会露出思索的表情 尽管沉默觉得自己说的话比以前多了许多 其实他的介绍依然是干巴巴的 但魔鬼女似乎听得颇为入神 没两分钟 沉默所知便全部说完了 沉默注意到 当他说起心愿的创始人是海纳范森特时 魔鬼女的眼睛亮了一下 海纳范森特果然厉害 连百渊斧的人都知道他的大名 六巨头 魔鬼女冷不定问 沉默想了想点点头 虽然他对六大的了解并不深 但是魔鬼女这么说 他倒觉得比较形象 六大哪一个不是庞然大物 心愿六巨头之一 魔鬼女再一次问 沉默继续点头 啊 心愿 从来不出来 魔鬼女又问 啊 沉默继续点头 这次来这里 魔鬼女继续发问 嗯 沉默再点头 为什么 魔鬼女问 沉默终于摇头了 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问题想不清的人多得很 就连雷子这样聪明绝顶的人都想不明白 自己又怎么会知道呢 再说自己的经历从来没有放在这上面啊 魔鬼女终于不说话了 只是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一直等沉默睡着了 她还是这个表情 一觉醒来 这一次魔鬼女没有像上次一样 至于魔鬼女晚上有没有出去 沉默就不知道了 起来洗漱之后 沉默想起 有段时间没有练习剑体操了 这段时间完全把她之前的生活打破了 突然 沉默很是怀念那段天天埋头学习制卡 泡在简单水世界的日子 那张神秘卡片她一直戴在身上 只是这段时间根本没时间去碰 老板娘还没有醒 离开门还早 沉默便自己做起剑体操来 一套剑体操坐下来 沉默只觉得浑身舒淡 你做的是什么 魔鬼女说话明显比以前流畅了许多 哦 剑体操 沉默回答 对身体好 但太柔和 魔鬼女一语道破剑体操的忧烈 忽然想起那天 在丛林 魔鬼女惊人的爆发力和平衡性 沉默便起了请教之心 那 该怎么做 看了沉默一眼 魔鬼女思索了片刻 说的 晚上 走在东魏学府的校园内 阴沉久瞅了两眼 见周围没人 便低声对王泽道 阿泽 最近野外的人好像多了起来 那是肯定的 王泽的表情平静 坐下的人很多 还有很多不明来历的卡修 身手都很扎实 据说已经发生了几起冲突 阴沉久忧心忡忡的 不用担心 让大家沉住气 这段时间我们低调一些 取消活动 再过几天 学校支援力量就要过来了 王泽稳重的 阴沉久精神一震 太好了 他旋即注意到 自己的声音太高 立即压低声音 这次来的是谁 他 王泽的声音中 也隐隐透着一股兴奋 阴沉久的瞳孔猛然间扩张 嗓音精带着一丝颤抖 这 真的是他吗 嗯 王泽重重恩了一声 晚上 小阁楼里 沉默和魔鬼女 盘腿对坐 你会什么 魔鬼女问 沉默想了想 呃 这卡 还会一点点空卡 用来杀人的 魔鬼女平静地问 沉默心吓一跳 神色却保持平静 他受这种刺激不是一侧两侧了 已经能保持表面上的平静了 想了想 沉默举起右手 激活杜疑 黑暗中光滑流转 缓缓向沉默的右手流去 并迅速汇成脱尾缩 晶莹剔透的脱尾缩 在沉默的食指上 发出高速旋转产生的轻轻嗡声 看了一眼半开的天窗 沉默食指朝天窗须点 脱尾缩骤咒然电射而出 奇异的尖笑再一次出现 却突然戛然而止 就在距离天窗不到三十厘米处 一棚晶莹的碎光缓缓洒下 在黑暗中是如此的迷人 沉默瞪大了眼睛 失神的看着天窗 怎么可能 一根黑藤出现在魔鬼女的手上 刚才那根脱尾缩 就是被这根黑藤硬生生敲散的 沉默完全没有看到那根黑藤 是什么时候出现 如何出现 又是如何把速度快若 闪电的脱尾缩敲散的 魔鬼女低头 看了一眼黑藤尖端 刚才便是藤尖积散了脱尾缩的 不过黑藤尖端也被脱尾缩 崩成了好几条分叉 威力不错 魔鬼女评价道 但太慢 还没等沉默点头表示赞同 魔鬼女的一系列数据分析便出来了 准备时间三点二秒 足够别人杀死你二十次以上 魔鬼女似乎对这个话题相当感兴趣 说的话也比平时多很多 那该怎么做 沉默不由地问 练 魔鬼女的回答很简洁 沉默不由露出苦笑的表情 训练脱尾缩 可是需要三星以上的能量卡 自己现在身无分文 拿什么去练呢 可是现在形势未明 他又不敢贸然回低级换卡俱乐部 杀人很简单 技巧和速度 魔鬼女披了一眼沉默手上的杜仪 你的这个太复杂了 沉默眼前一花 脖子上被轻轻盯了一下 而魔鬼女似乎坐在那里没有动 沉默一摸脖子 手上赫然有一抹血迹 怎么练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 叶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方向 领弦演播 叶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七十集 星院第二期交流生终于到了 不过经历了第一次兴奋的东魏学府学员们 却没有多少大惊小怪 只有像洪涛这些实力强劲的学员和老师 才在心中暗自震惊 这一次星院来的学生 比第一次要强大太多 几乎个个都是南侧深浅 清清来了 迎接的王泽 话里带着几分爱护 又隐隐透着股尊敬的味道 在他身旁的阴沉酒等人 个个一脸崇拜 围攻着身子 不知情的人 还以为他们在迎接他们的导师呢 辛苦各位学长了 一缕淡雅清音 说话的是一位长发女子 这位女子容颜平平 然而却有一股优雅的气质 一身淡青的长裙 说不出的温和宁静 举手投足间 也是有如清风徐来 轻柔从容 王泽一呆 不过旋即反应过来 苦笑的 清清的魅力越来越大了 连我也吃不消了 看一眼他身后的众人 王泽松了一口气 看来校长这次肯下血本啊 轻轻抿嘴一笑 没有说话 心愿内愿外愿之分 并没有外人想象的那么严重 这里众人彼此都是熟识 立即熟络地打起招呼 这次迎接的大部分都是 心愿本身的交流生 只有少数几位东卫学府的老师 还有洪涛和左庭一 王泽接着向众人 介绍了东卫学府众人 当他介绍到左庭一时 轻轻微笑道 原来庭一学长出自左家 难怪我总觉得 学长有世家之风呢 以后学长多多指教 清清学妹太过抬举了 毕家只不过是偏远土财主 哪里当得上世家一说 清清学妹才是真的非凡间人物啊 左庭一的话并不只是谦虚 左家虽然在东商卫城颇具影响力 但是在整个联邦 连名号也排不上 自然也当不得世家一说 心愿才是真正人才辈出的地方 眼前这位亲戚虽然声名不显 但是这淡雅从容的风度 已经不知道超过多少世家子弟了 不过左庭一无论是风度 还是其他方面都极为出色 便是心愿这些眼光比较挑的人 对他也颇为欣赏 个个含笑示意 左庭一连忙回敬 清清清清一笑 不知道学长什么时候有空 也可带清清领略一下 东商卫城的美丽之处 这个普通而温和的笑容 却令见惯了无数美女的左庭一一呆 半赏 扶手行礼道 愿意为您效劳 其余众人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 也不以为意 魔鬼女的声音 现在沉默听起来 已经不是那么的别扭了 魔鬼女的总结性发言 把沉默批的一文不值 不过好在沉默也知道自己有多少斤粮 至于魔鬼女所说的有用论 沉默也接受这种说法 很早之前 她就没有了那些天真的想法 这个世界上 除了父母亲人 没有谁有义务对你好 你想要什么 就必须自己去争取 狭小的阁楼 上面已经摆满了各种杂物 而沉默便要在这杂物之间穿梭跑动 第一天的任务很简单 跑三百圈 魔鬼女的要求是 每一次都要尽全力 而作为监督者 魔鬼女盘腿坐在角落里 阁楼里很黑 魔鬼女似乎对黑暗 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偏爱 她把天窗关上了 不仅如此 甚至还用东西挡住天窗微微透进来的光芒 阁楼里现在是黑漆漆的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沉默这段时间的眼力比以前敏锐的多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依然不适应 而最要命的是 这些杂物被无序的摆放 完全没有任何规律 适应眼前的黑暗 这便是现在沉默必须要做到的第一步 不过从目前来看 这第一步并不是那么容易 沉默刚一动 砰的撞上一袋豆子 连忙往旁边一闪 脚下去被米袋子绊了一跤 连续撞到数堆杂物才停住跌势 可是如果她速度稍稍慢了下来的话 魔鬼女那根像蛇一样的黑疼 便会啪的在她背上流下一道血痕 一晚上下来 沉默背上的鞭痕横七竖八 看上去极为害人 不过她知道 魔鬼女下手极有分寸 只是让她觉得痛彻骨髓 并不伤筋骨 于是沉默便开始了白天干活 晚上训练的艰苦生活 不过说起来 她如今的体力却着实有些强悍 便是她自己也万万没想到 自己能坚持下来 和晚上高强度的训练相比 白天干活简直可以算是休息 而她每天睡觉的时间 被压缩在两个小时 沉默以前虽然进行过各项训练 但是没有一项像这次这么变态 几乎每天晚上 都要摔得鼻青脸肿 幸亏魔鬼女有伤药 效果奇佳 否则的话 第二天根本无法干活 有时沉默也会在暗中猜测 魔鬼女到底是做什么的 杀手 这个猜测最靠谱 她的黑暗风格 层出不穷的诡异手段 对生命的末世都是最好的佐证 但是那些仿佛无群无尽 稀奇古怪的药膏 让魔鬼女更像一名医生 也许是高级杀手 大概他们懂得比较多吧 沉默如是想 沉默的训练终于开始有一丝起色了 她如今已经能感觉到这些杂物的存在 她已经开始习惯黑暗的环境 这其中最关键的便是感知 沉默的感知范围是4.9米 她现在需要锻炼的是对身体的控制能力 而魔鬼女这段时间也开始每天晚上频繁外出 每天晚上她出去的时间都长短不一 而最大的变化就是 她的联邦语说得越来越流畅 不过她还是很少说话 不知不觉中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伸手不见五指的阁楼里 沉默如今已经能自如地在杂物间穿梭 而速度也能勉强达到魔鬼女的最低标准 你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魔鬼女今天晚上忽然开口 一个月的时间 沉默有些不明白 魔鬼女冷冷地看着沉默 声音冰了 一个月以后你要进入东卫学府 不可能 啃木摇头 不等魔鬼女问 她解释道 东卫学府很难见 你是赞助生 魔鬼女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大堆东西 这是你的资料 这是钱 她摆出一大堆花花绿绿的钱卡 看得沉默冷汗直冒 这家伙杀了多少人才抢来这么多钱呢 魔鬼女没有解释的意思 只是呼啦一下把所有的东西都划到沉默面前 我记得你说你是智卡师 懂一点 你进的是智卡系 魔鬼女的语气没有丝毫让沉默反对的余地 你想让我做什么 沉默盯着魔鬼女 忽然 她冷不丁地蹦出一句 是心愿 魔鬼女冷冷地看着她并不说话 每个星期你要出来两天 住的地方我已经找好了 这是钥匙 有什么问题 通讯卡联系 她又递过一把钥匙和一张通讯卡 沉默默然接过通讯卡和钥匙 她知道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 一个月的时间 你要学会最基本的保命技巧 每个星期有五天 你需要靠自己保命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iscuity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iscuity音频工作室 第七十一集 第二天 魔鬼女和沉默两人便离开了这家饭店 而两人的面貌 再一次发生了变化 沉默已经要开始适应 她的新角色 姚克 魔鬼女依然是她的妹妹 姚柔 魔鬼女实在太厉害了 她手上的钱似乎无穷无尽 比如她们现在所住的别墅 每个月的租金便高达十万欧迪 这里面配备的设备极为齐全 就连专业的卡修训练室都有 卡修训练室里 沉默正赤膊上身 上半身挂满汗珠 大口喘着气 如今她的肌肉是性感的古铜色 当然 这其中也是魔鬼女提供的果子发挥的作用 她真正的肌肉并不是这种色泽 经过这些天的强化训练 沉默的气质发生了强烈的变化 她的眼神比以前更为锐利 动作矫健 举止间充满了力量 哪里还见得到半点以前的文弱气质 继续 魔鬼女的声音冰冷 她如今已经能够说一口极为流利的联邦语了 她甚至还能够阅读连沉默都觉得复杂的历史传记 沉默神色没有变化 她不停地地地上翻过 乍一眼看过去 只觉得沉默狼狈而且不雅 但是倘若是懂行的 便能明白沉默现在所做的动作是多么合理 就地异滚 在闪躲之中是使用最多的 也是最有效的技巧之一 但是这看似平常的异滚之中 却蕴含着大量的技巧 比如 如何减小自己的打击面 高速奔跑中就地异滚 该如何消去惯性对自己身体的伤害 如何利用腰腹的力量来让自己的动作更为敏捷等等 听 魔鬼女神色平静地喊道 沉默气喘吁吁地站起来 没有说话 只顾着调节自己的呼吸 她脸上身上全是灰土 看上去狼狈不已 不过自始至终她都没有怨言 不管怎么样 起码现在自己还活着 她知道现在的训练 可以帮助自己在危险中存活下来 所以她不仅从不偷懒 而且还常常加恋 既然没有选择 那就想办法努力活下去 这才是她需要考虑的 这次的任务一定很危险 她已经有了这个思想觉悟 她不明白 心愿到底是为什么来这里 也不明白魔鬼女 为什么会对心愿的那帮人 那么感兴趣 但是她相信 两者之前的碰撞 一定不会很友好 而自己不幸地成为魔鬼女的手下 如果稍不小心 首先遭殃的一定是自己 所以当魔鬼女传授她各种技巧时 她都非常努力地吸收 但是到现在为止 魔鬼女教她的都是闪躲技巧 以及如何潜藏 我的杀人技巧 时间太短 你学不会 魔鬼女很直接地对沉默道 沉默大口喘着气 只是在听着 你会的东西很少 只有托尾梭卡 她虽然很慢 但是威力不错 魔鬼女继续道 你遇到了危险 首先就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 隐藏在黑暗中 然后再用托尾梭卡 沉默没有说话 她把魔鬼女说的每句话牢牢记下来 到时候 这些也许会救自己的小命呢 她还不想死 魔鬼女取过一个箱子 箱子里面有一根皮带 一双鞋子 一双样式怪异的拳套和护膝 还有一颗枣合大小的黑色干果 皮带夹层里有三颗烟雾蛋 有毒 对你也一样 它会使你手脚发软 气血翻腾 无法集中注意力 然后生长出血疹 最后死亡 如果你在一个小时之内 没有喝下五百毫升的橄榄油 你也一样会死 记住 一个小时之内 她平静地对沉默道 就像在述说一件 再平常不过的事 紧接着 她又取过那双鞋子 示意沉默换上 沉默利索地把这双鞋子换上 这双鞋子 低层装有弹力草 魔鬼女示意沉默跑动一下 小心地示了示脚下 沉默以低速向前跑 呼地一下 突然的加速令沉默险些失去平衡 她连忙脚下用力 哪知这一下脚下传来的弹力更大 哼地一下 沉默一下弹了起来 眼看头就要撞到天花板了 她连忙用手一撑 人又掉了下来 她立即顺势一滚 消去了这股力量 弹力草 你要熟练它 下脚要轻 魔鬼女看了一眼狼狈的沉默 补充了一句 紧接着 她拿起拳套和护膝 这四件 是用复辟连制作而成 说完 她拿起旁边的水 浇在拳套和护膝上 拳套和护膝 便向沙漠里干枯的植物 得到雨水的滋润 一下子舒展开来 黑乎乎的 每一片大约比成人的巴掌 略大一些 魔鬼女戴上拳套和护膝 便走向墙壁 紧接着沉默便看到令她目瞪口呆的一幕 魔鬼女像一只壁虎一分垂直温滑的墙面上随意行动 稍稍掩饰了一下 魔鬼女便从墙壁上跳了下来 把拳套和护膝丢给沉默 丢下一句话 这个很简单 你自己琢磨 沉默的目光 落到最后的那枚干果上 这是什么 把它含在嘴里 看了一眼干果 沉默一眼把它含在嘴里 咬碎它 沉默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把它咬碎了 这枚干果的外壳非常薄 它很轻易地便咬碎了干果 一股咸味在它嘴里弥漫 忽然嘴里一阵东西在蠕动 它们从嘴里涌出来 在极短的时间内爬满了沉默的整张脸 片刻间 沉默嘴里什么都没有了 而它的脸上 似乎覆盖着薄薄的一层魔状东西 只是刚才那番在嘴里蠕动的感觉 让沉默有些想吐 这是鬼脸花的果实 魔鬼女冷冷道 她把沉默带到镜子面前 镜子里一张带着诡异气息的脸 黑色的褶皱层层堆叠 它们铺满了沉默的整张脸 甚至连她的脖子都包了下来 表面还分布着一些暗红色的斑点 这也让这张脸的恐怖气息更重了几分 沉默的每一个表情在这张脸上都会扭曲 比如现在 她看上去就有一股说不出的肃杀灵力 她可以反复使用 不使用的时候 把她接下来 放入浓岩水 她又会重新变回刚才的模样 魔鬼女介绍的 每次她出现的脸孔都不一样 她除了能给你带来伪装外 还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她能抵抗不太强烈的能量伤害 记住 只是不太强烈 魔鬼女说完转身便走 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 这几天你就熟悉这几件东西 这几件东西在沉默眼中可谓神奇 尤其是那鬼脸花 除了咬碎后在嘴里蠕动的感觉 实在令人有些毛骨悚然外 其他的地方实在太神奇了 沉默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咬碎 一次次地重新把它放入浓岩水 看着它一点点地缩回原状 事实证明 魔鬼女所说的每次鬼脸都不一样 是真实的 不同的鬼脸给人的感觉也截然不同 有的诡异阴森 有的可不 有的带着几分邪气 沉默吃苦头最多的 还是腹壁帘 有时爬到一半 忽然手脚一空 整个身体只有一处还贴在墙上 于是紧接着 整个人便会掉在半空中 有时还会贴着墙壁转上两圈 至于想从五米高的地方摔下来 那是经常有的事 相比腹壁帘 弹力草鞋似乎更容易些 沉默只摔了五六十次 大致就掌握了他的诀窍 等他摔了大约七十次 已经能够比较自如地在速度间转换 沉默只庆幸一件事 那就是幸亏他在之前学会了就地一滚 而那根皮带 沉默除了把那三颗烟雾弹拿出来 小心翼翼地观摩了一次以外 其他时间再也没敢碰他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卡图 作者方响 领弦演播夜听风 后期Maskiki音频工作室 第七十二集 青青和王泽在校园里随意地走动 东卫学府虽然名声并不显著 但是他的环境却非常出色 整个校区便有如景区 再加上 自从前段时间校区封闭 禁止校外的人进入后 东卫学府便可谓 幽远宁静 青青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在校园里散步 对于这两位兴愿的高材生 许多东卫学府的学员都认识 路上不断有人和他们打招呼 青青田净柔和的气息 不仅吸引了大量东卫学府的男学员的喜欢 许多女学员也非常喜欢 所以一路上和青青打招呼的人 远远超过和王泽打招呼的人 王泽对这样的情况并不以为意 两人轻声地交谈着 王泽道 再过几天 东卫学府的新一轮招生便要开始了 招生 青青似乎有些吃惊 这个时候招生 王泽笑着解释 东卫学府每年招生两次 分春秋两季 现在是秋季招生 据说 他们这次招生的门槛又提高了不少 看来 我们给他们带来了不少帮助 青青悠悠道 这次他们收赞助费 可要收到手软 王泽轻轻一笑 不过混在里面的虫子 估计也会有不少 最近盯着这里的眼睛 比以前多了不少 随便他们吧 青青不知想到什么 微不可闻地叹息一声 王泽敏锐地察觉到 青青的情绪上的异样 立即关切地问 青青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外人看来自然免不了有几分亲密 为这事 王泽便是在星院也吃了不少苦头 其实两人的关系非常单纯 王泽和青青是同年进入星院 青青的年龄比起王泽要小不少 王泽也一直把他当妹妹一样照顾 直到后来 青青进入了内院 两人的联系才少了起来 现在青青终于成为近十年来 第一位从内院走出来的学生 而王泽也成为外院学员之中的领袖 这次更是被校长为以重任 两人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生疏 依然和以前一般无二 青青赞容一笑 没有什么 只是想到 只怕东商未成要开始乱了 环顾四周 接着道 这个宁静的校园 也不知道会多出多少事来 放心好了 王泽微微一笑 充满了信心 我对我们的实力有足够的信心 更何况还有青青你在这儿呢 你可是我们的王牌 是啊 看来青青也要努力了 青青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王泽顿时放声大笑 他没有注意到 青青笑容里的那一丝苦涩 陈木站在东魏学府的门前 看着他曾经路过无数次的东魏学府大门 心中却免不了感慨万分 记得当时卖能量卡给画书的时候 自己是多么羡慕那些能够进入东魏学府学习的学员 可是现在自己昔日的梦想似乎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 但是他心中有的只是感慨 但却没有半分喜悦 前方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呢 无数的危险吧 大气的校园门 在他的眼中忽然变成危险密布的丛林 里面仿佛有无数凶猛的野兽 有隐藏在暗处的敌人 陈木猛然间从感慨中醒了过来 心下暗自警惕 自己这是怎么了 现在如果就失去勇气的话 那自己必定死无全失 定了定神 整顿了一下思维 重新恢复清冷的陈木 大不留心地走到招生处 你好 这是我的赞助函 陈木走到校园门口 负责引领学生的一位老师面前 拿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赞助函 魔鬼女给他制造的身份中 他是一位暴发户的儿子 后来那位暴发户突然遭遇横祸 死了 留下一笔家财给他的两个儿女 暴发户的好处是 陈木不需要重新去学习什么礼仪 而他所做的任何粗鄙不堪的行为 人们在鄙视他之余也并不会惊讶 这可以给陈木带来很多方便 老师拿起他的赞助函 指着不远处的一堆人 去那边 到时候会有人领你们去的 言语间颇为不屑 在东卫学府 通过交纳高昂的赞助费 而入学的学生 往往会受到老师 还有那些成绩良好的学生们的歧视 只有像左庭一这类家世既好 又能凭本事能力考入东卫学府的 才会受到所有人的尊重 陈木一言走到那群人之中 随意打量了一番 这帮人各个打扮得花哨异常 穿戴极尾讲究非常新潮 而里面的女孩子各个花枝招展 打老远 陈木便闻到一股子浓重的香水味 六十灵敏的陈木 顿时不适地揉了揉鼻子 下意识地朝一边缩了几步 顿时他便招来了几道鄙视的目光 哪来的土包子 谁知道 这年头 土包子多得吊渣 管他做什么 我是刚才看他在揉鼻子 说不定人家还处男呢 怎么 凤 要不要去调教一下 就这土包 那还不见老娘一身泥啊 偏偏陈木的听力 似乎又有进步了 这些话听得是无比清楚 当下只有苦笑 竭力忍住自己再一次揉鼻子的冲动 这是一种痛苦啊 不过可以锻炼自己的忍耐力 陈木在心中如此劝慰自己 过了大约半天 才有一位老师过来 领他们去了教室 这位老师姓冯 名叫紫昂 听上去还颇为文气 不过神色间 对这帮赞助生颇为不耐烦 所以一切活动都是草草了事 而这帮赞助生们 哪个不是滚刀肉啊 当下也不理他 自顾自地找乐子 陈木忍不住 再一次露出苦笑 他感觉到自己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这方面他没有任何经验 当冯老师宣布这两天自由活动时 整个教室里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 片刻间教室里只剩下陈木一个人 还有摇头苦笑的冯紫昂 看到陈木 冯紫昂有些诧异 老师 请问我的宿舍在哪里 陈木问 他都奇怪 为什么那些人根本不关心自己住哪 冯紫昂顿时有些手忙脚乱的翻着手上的资料 嘴里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陈木一看 便知道这冯紫昂十有八九是刚刚做老师 便开口道 我叫姚克 姚克 姚克 找到了 你住B三洞二单元301 你的钥匙在发给你的资料袋里 冯老师很快便找到了 谢谢 说完 陈木便离开教室 留下一脸正然的冯紫昂 通过问路 陈木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住处 出乎意料的是 他居然自己一个人移套房间 里面各项设备都很齐全 不过很快 陈木便释然了 虽然他不知道赞助费是多少 但想必这羊毛啊 还是出在羊身上的 就这帮顽固 条件差了 他们哪里肯住 不过这样也好 对陈木来说就更方便了 小心地锁好门 扫视了四周 小小地布置了一下 这些天睡眠严重不足的他 终于忍不住在黑暗的角落 倒头便睡 便是此刻 他还记得魔鬼女的一句话 在黑暗中 你才更容易活下来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授权出品的 科幻多人有声剧 卡图 作者 方向 领弦演播 夜听风 后期 Maskiki音频工作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